已经睡着了 大哥去了衙门 二哥 三哥 陪着颜锐在外间说话 娘和他在里间守着 刚守一会 老总管把娘叫出去 问端午节里的事 娘刚走 爹的身子突然颤抖起来 他走进一桥 原是梦魇了 眼见他抖得越来越厉害 他唤了两声 没有反应 只好伸手去摇他 手刚伸出去 爹猛地睁开眼睛 现是他 一脸厌恶的低吼 滚回去 每个字都像惊雷 落在朱卫锦的耳中 他说得缩回手 二话不说 便冲了出去 时至今日 朱卫锦还记得爹 吼出那三个字时的眼神 那眼神是冰冷的 愤怒的 嫌恶的 还带着刻骨的怨毒 让他浑身上下 五脏六腑 七斤八脉 都冷得像一块冰 燕姑娘 朱卫锦的声音 突然变得嘶哑 我知道 人心本来就是偏的 却不曾想会偏成这样 既然他心里压根没 我这个女儿 我又何必装无作样地 假装孝顺 不如眼不见卫镜吧 燕三合眉头一皱 你确定他这一句话 是冲你吼的吗 燕姑娘可真真聪明 竟然一下子就察觉到不对 朱卫锦无端地吃笑了一下 我却是 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才细细品出些不对来的 一旁的朱卫锦都听傻眼了 迫不及待地追问 哪里不对 燕三合 朱老爷吃要睡着了 根本不知道 二女儿二女婿回来看他 朱卫锦一脸的惊骇 后背突然冒出冷汗 你的意思是 是 他把朱卫锦当成你娘了 燕三合一字一句 这怎么可能 朱卫锦几乎是从椅子上弹起来 一边摇头 一边惶恐道 这不可能 我爹绝不可能让我娘滚 不可能 不可能的 燕三合没有理会他 静止看着朱卫锦的眼睛 所以才有了前面那句话 朱卫锡 你知不知道 正是因为你长得像爹 爹才会这么宠你 如果你长得像娘 爹都不会多看你一眼 朱卫锦和他对视片刻 抿了抿唇 声音很轻很轻道 我不知道自己想的对不对 可我 就是这么想的 第五百四十四章 同类 要用什么形容词 来形容一下此刻唐屋里的气氛 死记一片 真落可闻 都不够 此刻的唐屋 就像背部了煞阵 有种正右正不开 逃又逃不掉的压抑 朱家三兄弟的脸 一个比一个难看 最难看的是朱老大 简直是面无人色 呆呆地看着朱卫锦 半天眼珠子 都没有动一下 朱三小姐两只手 死命地搅着帕子 一会摇头 一会点头 自己和自己打着架 小裴爷则是满脸愕然 恨不能插上翅膀 立刻就飞到谢武时面前 把刚刚听到的都说给他听 太他娘的震惊了 燕三合的目光 无声落在朱卫锡的身上 一个是最疼他的父亲 一个是他曾经爱过 甚至愿意私奔的男子 如果真相揭开来 的确是另有隐情 这对朱卫锡来说 无疑是一场天崩地裂 往后余生 他要怎么办呢 燕姑娘 我可以走了吗 朱卫锡的声音 打破了这一世的死记 燕三合刚想点头说 可以 不想有人抢在了 他面前开口 不能 朱卫锡抬起头 双手撑着已被站起来 他站得很吃力 以至于身子摇晃了几下 吓得李不妍赶紧快步 走到他边上 防着他摔倒 朱卫锡眼睛哭红了 眼泡微微浮肿 他一步一步走到朱卫锡面前 抬头 对视 然后抬起手 啪 天地禁止了 爹娘亏欠你的 不等于我也亏欠你 两次高谜换着一巴掌 你还转了 朱卫锡腹肿的脸上 慢慢露出了 独属于朱府 大小姐的凌人气势 朱卫锡 等这一天很久了吧 朱卫锡捂着半边脸 慢慢露出猙獰的笑容 是啊 很久了 我就想看着大姐有朝一日 听到耕颂声那句话后 痛不欲声的样子 什么怕朱卫锡不相信 统统都是假的 她就是故意不说 她把脸慢慢凑过去 眼里满是力气 大姐啊 你说如果 李不言把朱卫锡 扶到李屋镜面 燕三河突然出声 为什么要打断我的话 朱卫锡扭过头 异常愤怒地看着燕三河 我明白了 原来你也偏向她 朱卫锡 你够了 朱老二一拍桌子 气得额上青筋 一根根抱起来 瞧 你们一个个 一个个都偏向她 朱卫锡神情变得疯狂起来 打小就这样 从来就是这样 没有变 一直没有变 燕三河冷冷地看了朱老二一眼 然后走到朱卫锡面前 伸出手指 点在她的眉心 彻骨的寒意 扑面来 朱卫锡一下子就不动了 你爹娘一时动情 行男女之事 生你下来 虽然给了你生命 却不曾经过你的同意 私自把你带到这个世上 这是他们的第一错 朱卫锡一正 燕三河 生你下来 没做到一视同仁 没有一碗水端平 这是他们的第二错 他在说什么 朱卫锡心里的惶恐 一波又一波地涌上来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这些年他受冷落不敢说 不敢怨 就怕一个孝字压下来 他落一个不孝之人 可燕三河却说 父母错了 还错了很多 既然是他们的错 你就要 想办法放过自己 一辈子困在自己的沟壑里 怨气也就跟着上来了 燕三河看着他 眼里是惋惜 所以你身上怨气冲天 朱卫锡 我怨气冲天 你两眉之间有一条树纹 很深 想来是 长长皱眉的原因 再看你的眼睛 眼里的力气重 看谁都看不惯 看谁都想挑挑刺 这不是厉害 恰恰相反 燕三河指了指他的心口 这是内里弱 我哪里弱 我凭什么弱 朱卫锡了彻底的慌了 幕后道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你娘也宠你三个 你爹也宠你二个 但这两人你统统不恨 你只恨朱卫锡 燕三河眼风锐利地看着他 为什么呢 我 朱卫锡往后退了半步 因为内里弱的人 不敢撕咬比自己的强的人 只敢撕咬自己的同类 燕 三河眯起眼睛 声音陡然便利 因为朱卫锡和你一样 只是个在家从父 出门从夫 夫死 从子的弱女子 不是 不是的 朱卫锡连连摇头 燕三河逼近一步 朱家的手艺 为什么传男不传女 朱卫锡 燕三河再逼近一步 为什么女人连问都不能问 朱卫锡 燕三河又逼近一步 你看看你多聪明 观察多细 为什么就不能学一学 算卦风水 朱卫锡 退到无可退 他一屁股跌坐在椅子里 是不是这些问题 你连想都不敢想 为什么不敢想 因为弄出这些问题的人 一个个都比你强 燕三河冷笑一声 你刚刚甚至连向你二哥 吼回去的勇气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比你强 朱卫锡仰头看着燕三河 一动不动 这人在说什么 说的每一个字他都知道 连起来是什么意思 连起来是什么意思 别把目光只盯着朱卫锡 一辈子只盯着一个人 和他比这比那 你不觉得自己很可怜吗 燕三河伸出手指 扶了扶朱卫锡眉间的那道竖纹 你有那么恨他吗 如果你真的恨他 为什么一回到朱府 就能梦到那哭声 朱卫锡 因为你对朱卫锡愧疚啊 燕三河叹了口气 因为你知道他在这桩事情上 什么都没有做错啊 二小姐 我愧疚 我哪里愧疚 胡说 胡说 童董胡说 朱卫锡眼里的泪 却缓缓落下来 燕三河没有替他去擦 而是收回了手 退后半步 用极为平静的口气道 童董放下吧 他们错失他们的事 你得试着放下 否则 你一辈子都是那个 求而不得的朱卫二小姐 而不是朱卫锡 朱卫锡猛地睁大了泪眼 朱卫二小姐和朱卫锡 有什么不同 朱卫二小姐不就是朱卫锡吗 朱卫二小姐 是别人对你的称呼 朱卫锡才是你自己 说完 燕三河不再看他 转过身扫了眼小培叶 明廷 送朱卫二小姐离开 第545章 不行 朱卫锡两条腿 虚拂着离开了 裴笑送他到廊下 就来不及地扭头飞奔回去 屋里已经长灯 朱家三兄弟 还在原来的位置上坐着 一个个神情呆滞 像是双打过的茄子 燕三河反捡着双手 立在院中 慢悠悠地踱步 咦 李大侠呢 李大侠从里屋走出来 一抬头看到裴笑 赶紧走过去 压着声问 朱卫锡有没有在说什么别的 嘴都莫障 小裴爷心有余悸地添了一句 脸色很难看 眼神更吓人 我都不敢看他 李不言难得没有嘲笑小裴爷的胆小 信念一邪 叹道 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懂 燕三河话里的深意 对于燕三河刚刚的话 小裴爷正有一肚子的疑惑要问呢 他半捂着嘴 燕三河是不是怂恿让二小姐和朱家的男人交板啊 是啊 李不言嘴唇一弯 女人和女人都有什么意思 逗男人才有成就感 小裴爷张大了嘴 得了 赶紧把话题扯开吧 别把火烧到小爷我身上来 小裴爷用胳膊蹭蹭李不言 大嫂呢 李不言朝李屋看过去 呆坐着 也是一言不发 三小姐在边上陪着 下一步怎么办 小裴爷心里真是愁得慌 按我的意思 得把那个叫耕颂生的人找着 详细问一问 李不言有些诧异地看着他 这小子最近变聪明了 的确应该找着耕颂生问一问 小裴爷现他脸上似乎有赞同的意思 这时也得找谢武时 他锦衣卫里头有兄弟 专门负责打听人的 怎么啥都要找三爷 李不言故意气他 你呢 就不能有点用 小裴爷丢了一个 你懂什么的眼神过去 然后大言不惭地回了一句 好刚要用在刀刃上 李不言 就在这时 朱老二从堂屋里走出来 燕姑娘 燕三河脚步一读 向他看过去 朱远昭走到燕三河面前 我突然想到一桩事情 不知道有没有用 燕三河 你说 朱远昭 跟颂生舞弊的事情出来后 我去找过他 找他就一个目的 想狠狠打他一读 耕颂生为了安心复习 最后的半年 在国子监附近 点了个小宅子 他进到宅子 直奔书房 远远闻到一股狐味 走进了一看 才发现院子门口架起了火 耕颂生把书一本一本扔火里 这小子 还有脸烧说 朱远昭看得怒气冲天 冲过去就对他一通全打脚踢 我们三兄弟中 我和他走得最近 闲事还长约了一起喝酒 撇开大妹的原因 朱远昭 他任由我打 也不回首 最后四脚朝天地倒在地上 嘴里一个劲地嘀咕着 我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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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三河皱眉 反反复复就嘀咕这一句话 是 就这一句话 朱远昭 我问他这话什么意思 他眼泪汪汪地看着我 说他也不知道 就是不行了 就是不行了 我看他疯疯癫癫地 气得扭头就走 你为什么突然想到这桩事情 燕三河 不对劲的地方在哪里 燕姑娘有所不知 朱远昭 耕颂生真的是聪明 在洛阳府 他称自己学问第二 没有人敢称第一 燕三河 所以 朱远昭神色一哀 没有什么所以 大概是被二妹提起了 现在回想回想 总觉得他这话里 应该还有别的话 我不 行了 我不行了 燕三河在心里 一遍一遍重负这句话 当时的耕颂生 从云端跌到地狱 他反反复强调这句话 背后的深意是什么呢 和朱远九 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还有 朱远昭 他是最爱输的 借他的书 就像要他的命 竟然一本一本都烧了 半点不心疼 现在想想 也觉得奇怪 的确奇怪 燕行落魄成那样 还把书都运到了流放之地 一本都舍不得扔 燕三河揉了揉眉心 耕颂生的近况 你知道吗 朱远昭下意识看了看李屋 压着声道 只知道他回去后 莫一个月 就被赶出了庚家 族谱上已经莫了他的名字 燕三河秀眉紧促 那么也就是说 他现在在哪里 没有人能知道 至少我们这头 没有再去打听 至于庚家人知道不知道 就不好说了 必须想办法找到他 燕三河快速走进屋里 朱远昧 耕颂声很关键 朱远昧从椅子里站起来 掌心抹了一把脸 燕姑娘 我这就派人去找 燕三河 怎么找 朱远昧一正 先去洛阳府庚家打听 然后再 太慢了 燕三河看着他 我和你都没有这么多的时间 找谢之飞吧 就该找谢五十 小培爷赶紧插话 他找人速度最快 当年记家找人 三爷朱远昊忙道 大哥 我亲自去城门口守着 三哥 我去 朱远昔扶着门框 慢慢走出来 用清水洗过的 连眼不住的苍白 朱远昊跺脚 你去做什么 赶紧回去 让他去 燕三河走到朱远昔面前 你求他 他一定会找得更快 老三河燕姑娘 关系那样的好 朱远昔哪里听不出来 这是哄他的话 含泪点点头 还有 我收回前面的话 燕三河 这个心魔如果你愿意 可以一直跟着 我们一起把耕颂生身上的谜底解开 把你爹的心魔解开 泪 多快出 朱远昔这个时候站出来 就是想求一求燕三河 让他留在朱家 不曾想 话还莫开口 燕三河就已经主动邀请他一起 前提是 把谢家的事情先安顿好 燕三河掏出帕子 轻轻替他示泪 老爷 老太太 太太 若是难为你 我来替你说 这个不需要怕 但有一个人 必须你自个开口 燕姑娘 朱远昔扑通跪下 抱着燕三河的双腿 气不成声 他都替他想到了 一丝一毫都替他想到了 哭什么呢 燕三河伸手揉揉他的脑袋 你叫了我这么多盛宴姑娘 我还没哭呢 一点都不把我当朋友 朱卫熙身子狠狠一颤 哭得凶了 第五百四十六章 卉卉 明天 燕三河目光一偏 你陪朱卫熙一起去 小裴爷指着自己的鼻子 嘴巴张得能塞下 一个鸡蛋 怎么又是他 他小裴也长着一张 红女人的脸吗 等到了三爷 你把他们带到春风楼 今天问出了好些东西 我心里高兴 请你们吃饭 燕三河看了眼 地上的朱卫熙 冲院子外头喊道 春桃 春桃匆匆小跑进来 燕姑娘 燕三河 你先回谢府知会一声 就说大奶奶和我 用了晚饭再回来 让老太太 太太放心 春桃垂目看了眼 自家主子 二话不说 便匆匆跑开 刚刚礼部言来 问他的装臣年就事时 他的心就砰砰跳 这回大奶奶抱着燕姑娘哭 事情不对了 朱卫熙 你们赶紧去吧 燕三河余光看向李不妍 我还有一些事情 要问你的三位哥哥 李不妍赶紧上前扶起朱卫熙 小姐 你先问着 我先把大奶奶送上车 去吧 燕三河不给朱卫熙说话的机会 朱远浩 屋里太暗了 掌灯 朱远昭 换热茶 顺便把门带上 哦 朱家两位爷如梦初醒 立刻忙开了 朱卫熙一脚跨出门槛的时候 扭头 泪眼朦胧地看了一眼燕三河 他坐在太师椅里 身上是一件很普通的青色衣裳 头上什么珠钗都没有 很肃静 朱卫熙心想 他这一辈子 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杜一云和燕三河之间 选择了燕三河 所以 从那天起 他就有了朋友 北营 张魁先连走进将军营帐 胆了胆身上的 老大 谢大人还等在营外 哦 布六放下手上的兵书 眉头一皱 五时 他刚练完兵准备用饭 忽然侍卫来报说 有个叫谢之飞的年轻人求见他 谢之飞 不就是昨儿那个五城兵马司的谢大人吗 他为什么自称谢之飞 而不是称呼谢大人 谢之飞是姓名 谢大人则是官名 姓名 意味着有私事 官名 那就是有公事 私事找上门 不见 布六一声令下后 就忙去了 不曾想这人竟然还在 几个时辰了 他问 张葵 快三个时辰了 布六 他一个人 身边还有个随从 张葵摇摇头 笑道 这位谢内阁的儿子 还挺有几分耐心 布六手摸了摸下巴上的胡茶 走 挥挥去 谢之飞这会 已经动成一块冰 不停地搓手跺脚 这鬼地方没遮没挡 气温比四九成冷不少 爷 回吧 再等等 别等了 连一向沉得住气的朱青 都失了耐心 抓起谢之飞的手 放在掌心 用力搓了几下 都等了三个时辰 他不会见你的 你怎么知道 谢之飞下巴朝远处抬抬 这不 人来了 人是来了 但丝毫没有请 谢之飞进军营做做的意思 军中要地 闲杂人等不得进入 布六须须一抱拳 谢大人 得罪了 不是什么大事 我来也只会说几句话 谢之飞淡淡扫了一眼 他身后的张葵 私房话 布六半辈子行军打仗 什么话都听过 还从来没听过一个大男人 要和他说私房话 倒是稀罕是 你先退下 是 张葵远远走开 谢之飞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布将军随我走走如何 请 布六素来痛快 世家公子等三个时辰 嘴唇都等得亲子了 随他走几步又如何 此刻正是傍晚 夕阳映红半边天空 布将军的意思 保不住 正副着手 欣赏夕阳的布六 瞳孔末的一缩 脚下一毒 身子一转 他眼风瞬间凌厉起来 谢大人 你说什么 徐年安保不住 谢之飞对上他的视线 最迟明天傍晚 锦衣卫一定会来拿人 布六被在身后的手握成拳头 你如何知道 我要保他 布将军大闹预生楼 仗壁细作 为的不就是保住徐年安吗 谢之飞冷笑一声 否则又何必那么兴师动众 布六目中杀意一闪 大掌一把卡住谢之飞的脖子 立声道 你是如何知道的 几乎同一时间 跟在两人身后的朱青 便冲过来 退下 谢之飞脸长得通红 艰难地咬出两个字 爷 朱青急得浑身的骨头 咯咯作响 响声中 谢之飞右手抓住布六的胳膊 用尽所有的力气 重重地一拧 布六完全没有想到 谢之飞的手筋这么大 明显一愣 而就在这时 谢之飞一脚用力踹出去 布六手松手 身子往后一退 轻松避开了 怎么 谢之飞一边喘气 一边冷笑 被人识破了心思 布将军就要杀人灭口 心中那么多人 布将军杀得过来吗 怎么杀布 话刚起了个头 布六察觉不对 你说什么 京中那么多人 难不成 难不成布将军认为 自己是这世上最聪明的人 这话 让布六愣在当场 大闹御生楼 仗毙细作 是他和军师花了两天时间 商量出来的结果 为的就是 保住徐念安这畜生的一条狗命 他自认为万无一失 也不可能有人识破 却万万没想到 还是说布将军 万万问一问徐念安 和那个细作私混多久了 谢之飞俯了几下脖子 三个月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 布六安叫不好 那小出生骗他说 只和那个细作私混了十几天 三个月 万一徐念安 不小心走漏半去军事上的话 那便是万劫不复 将军这会有疑心我的时间 不如好好想一想 怎么善后吧 谢之飞转过身 朱青 我们走 谢大人 刘墨 谢之飞恍若未闻 继续往前走 布六追过来 伸手拦住 谢之飞懒懒抬起眼 布将军拦我做什么 布六看着他的脸色 深吸一口气 怎么善后 自己想 想不出 堂堂义军之将 青天白日的 说了这么一句无赖话 谢之飞当真是又好笑又好气 他昂了昂头 你信我 布六见没高挑 冷风中吹了三个时辰 就算不信 我也得听听你来 这一趟的目的 第五百四十七章 记筹 目的很简单 谢之飞 劝不大人主动把徐念安 送到锦衣卫那里 是生是死 都别插手 布六脸色一变 然后呢 谢之飞 然后再写一封请罪的奏章 明日早朝递到皇帝手上 听天由命 布六额头青筋爆出 谢大人的善后 是要将我布六 送进鬼门关啊 恰恰相反 谢之飞一弯嘴唇 我想把布将军 从鬼门关救出来 布六心下一阵 目光盯着他 这话怎么说 谢之飞 徐念安是你的义子 他和戏作混了三个月 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眼里 也就等于你和戏作 混了三个月 布六听了勃然大怒 我布六行的正座的端 一枪中心上 对得起天 下对得起 既然如此 布将军又如何会急吼吼地 把戏作杖毙 谢之飞冷然一笑 为了义子杀人灭口 还是为了你自己 我 为什么不把人交给锦衣卫 查个一清二楚 白口莫便是不是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是不是 谢之飞轻轻叹了一口气 死人是不会说话 但死人也不会澄清 死无对证的时候 布将军的黑白 就只能任由他人分说了 布六后辈的冷汗 顺着脊椎骨滑下来 你说陛下是信他人 还是信你布将军 达达和华国一触即发 如果我是陛下 用人之计 自然是信你 但是 谢之飞桃花眼一眯 只要有一场败仗 就会有人质疑 为什么会打败仗 是不是有人提前泄露了消遣 这人是谁呢 只有是他布六 布六右手拇指抠着食指 很快抠出几道血痕 布将军 拿主意吧 谢之飞 锦衣卫府虽然不是人呆的地方 进去了九死一生 但徐年安的一条狗命 我愿意帮布大人尽力保住 布六同人莫得一己 至于你不大将军 谢之飞滴滴地笑了一下 我说过了 用人之计 陛下自然信你 为什么要帮我 布六目色依旧冷然 官场和战场不一样 战场上刀起头落 不是敌死 就是我王 干净利落 官场上纵横交错 勾心斗角 谁是敌 谁是友 根本分不清楚 这小 子和他非亲非故 出于什么目的帮他 这人的身后有没有人 如果有 是谁 布大人想听官话 还是私房话 都要听 官话是 谢之飞吸了一口气 我敬佩布将军不忘本 三万部家军 都来自郑家军 布六又抠了一下食指 眼里压着翻涌的情绪 私房话呢 谢之飞上前一步 把头缓缓伸过去 在布六的耳边停下 政府有个海棠院 院里 有个叫郑淮佐的小子 这小子出不了院门 天天爬到墙头 用石子扔我 他死了 我却还记着这个仇 布六心口重重一跳 扭头看着谢之飞 这人眼神的好看 眼尾上挑 天生带着桃花 里面的铜人很黑 内涵一点泪光 却像此刻已经落山的夕阳 在布六的眼中消失得太快 否则 你布六算个屁啊 谢之飞骂了一句脏话 转身就走 布六看着这人的背影 突然猖狂大笑 笑得又豪迈又痛快 还笑出了眼泪 这世间 原来还有人和他一样记仇 真好 真探娘的好 他放声高喊 谢兄弟 回头我找你喝酒 咱们不醉不归啊 滚蛋 北城门 小裴爷感觉自己的脖子 都要撑长三寸 小王八蛋的 怎么还不来 再不来你家大嫂冻死了 因为走得急 豆鹏落在了朱家 大冷的天 又是在城门的风口处 朱卫熙等的瑟瑟发抖 算了 我吃点亏吧 小裴爷脱下身上的大灰 兜兜索索 披在朱卫熙身上 朱卫熙扭头看他 他清了清嗓子 大嫂 别多心 我这是尊老爱幼 朱卫熙三五天 就能献一回小裴爷 主要是这人 往谢家跑得太勤快 但这一般近距离地看 还是头一回 论外貌 比不上三弟 论沉稳 比不上谢儿力 论能干 连谢不货的编都摸不上 但燕三何能放心 把事情交给他 可见这人有过人之处 朱卫熙感激地 撑出一个笑容 还不如不笑呢 简直比哭还难看 这些副导人家 一个个真都比不上李大侠 李大侠 要是遇到这种事情 多半会 咦 小裴爷脸色一僵 我神经病吗 没事想到李大侠做什么 不对 我最近好像想 这人的次数还挺多 难无阿弥陀佛 一定是我这童子身 保持太久 肝火太旺 心火太盛 以至于脑子有些错乱 正乱七八糟地想着 突然耳朵听到 远处有马蹄声 他面色一喜 谢武师回来了 诸位吸勾起脚看看 只见夜色中 有两匹马急驰而来 马上的人不是谢之飞 又是哪一个 春风楼 二楼薄房 燕三合喝了一口茶 微微皱眉放下 李不言看着他的脸色 不好喝 梅朱家的有味道 完了 燕三合 李不言故意笑他 你也开始贤贫爱妇了 燕三合心不在焉的恩一声 放下茶中 身子往桌上一趴 我先睡一会 人到了 你喊我 好 李不言等他闭上眼 才把脸沉下来 往常画念解魔 这人浑身 有始不玩的劲 其在马上三天三夜 不睡觉都行 现在倒好 中午喊困 这回又喊困 不会是失了两滴血的原因吧 李不言呆呆呆地 看了燕三合一会 走出包间 叫来小四一口气点了 十几道菜 回房 燕三合还在睡 丝毫末 察觉到他出去 又回来了 正心神不宁时 门从外面被推开 小裴爷疯疯活活走进来 身后什么人都没有 三爷呢 李不言问 朱卫希呢 谢五十要先回兵马寺一趟 大嫂回了谢府 让我谢谢燕三合的好意 他心里有事 吃不下东西 怕扫了大家的心 小裴爷伸手在探盆上烤火 谢五十说顺利的话 半个月左右 能把耕颂生找到 太慢了 燕三合只起身 用手搓了搓脸 有没有更快的办法 第五百四十八章 利落 更快啊 裴孝眼神控制不住的 就往里部延伸上描 那就得找端木工那位 端木工 请皇太孙帮忙 燕三合沉音半上 这是我不拿主意 让朱老大自个衡量 不知为何 他对什么皇太孙 太子 王爷统统没有好感 动物有趋利避害的本能 人也有 直觉告诉他 和这些人扯上关系 不是什么好事 李不言只当燕三合 是因为他的原因 忙道 那就让朱家人自个定夺 要欠人情 也让他们自个欠 有敲门声 火鸡灵着石河走进来 把菜一样一样摆桌上 小裴爷凑过去一看 点这么多 给你们补身子 李不言把闻好的酒 给燕三合倒了一钟 这是鹿鞋酒 大补的 你喝一钟 小裴爷打开酒瓶闻了闻 又还真是 那得给谢武师留一点 他最近忙上忙下累得很 也要补补 说曹操 曹操就到 谢三爷披着大灰推门进来 周身裹挟着一股冷气 燕三合抬眼看他 光影下 这人脸庞青瘦 眼底两团浅浅黑影 谢之飞脱掉大灰 往小裴爷怀里一扔 小裴爷瞪了他一眼 心说你小子就不能轻点 谢之飞只当莫看见 坐下来 拿过燕三合面前的酒钟 一仰头灌下 又把酒钟往李不言面前一放 示意他倒满 眼睛看向燕三合 先别急 等我吃点东西垫垫再说 说完就跟饿死鬼头胎一样 一通风卷残余 把屋里三人都看傻了 李不言替他倒了一盅酒后 朝小裴爷挑挑眉 他干嘛去了 小裴爷撇撇嘴 还莫来的急问 李不言 瞧这样子 别是做贼去了吧 小裴爷 你个脚屎 困想什么呢 两人在一旁挤眉弄眼 完全莫瞧见 燕三合的脸色微微一变 刚刚谢之飞仰头喝酒 像是被人掐的 燕三合不动声色地收回了视线 从边上拿过一个新茶中 往里倒了些热茶 放在谢之飞的手边 最后才冲理不言 他们一台下巴 我们也吃 谢之飞歪着头 看着手边的热茶 再看看身旁的人 心里说不出的热乎 他用脚尖贴了一下裴笑 刚刚在城门口 话说得没头没尾 一把朱家的事在仔细说说 小裴爷正有一肚子话要往外道 赶紧把筷子一放 围围倒来 谢之飞吃得很猛 但听得非常认真 听到朱府大老爷和厨娘的女儿上床时 当即就到 这里有问题 瞧瞧 这叫嫡子所献略童 小裴爷感叹一句 接着又往外道 他整个倒完 谢之飞也吃饱了 他掏出帕子擦了擦嘴 又用茶水竖了口 看着燕三合 一脸欠一道 查朱府另外四位老爷的事情 得等到五天以后 燕三合末地抬头 金钟查出达达细作 陛下震怒 别说五成兵马司 就是锦衣卫府的人都在外头跑 整个四九成要一寸一寸地找 一个人一个人的盘查 这是天大的事 一点都耽搁不得 我现在疼不开手 燕三合听明白了 这话里的言外之意 所以找耕诵生这事 也会耽误下来 对 谢之飞 我已经让朱青去找人了 但不会太快 十五天左右应该差不多 燕三合 我是耽误得起 但朱嫁 所以 必须找端木工那位 谢之飞把脸凑到他耳边 压着声道 他手上有人 燕三合心狂跳 这人呼出的热气 都喷在耳边 他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这是你别出头 谢之飞身子往以背里依靠 懒洋洋道 让朱府三位爷 自个儿想办法去求人 哟 李不言觉得 这个男人最近看着很顺眼 三爷竟和我想到一处去了 难得呢 得李大侠一句夸 三爷荣幸啊 谢之飞眼风都没扫过去 仍旧看着燕三合 以我大嫂的性子 这是一定不会瞒着我大哥 今儿我会谢府住 在我大哥耳边吹吹风 燕三合这时 才敢摸摸发烫的耳朵 你打算吹什么风 谢之飞沉默了片刻 男人在外头看着人五人六 其实心眼不大的 我劝他以大局为重吧 不用 燕三合 你只需要告诉他 这是朱卫西心里的街 这个街解不开 他要惦记一辈子 一旦解开 他就又是谢府大奶奶 也只会是谢府大奶奶 好 就照你的话说 谢之飞站起来 我还有事 得先走一步 这么快就走啊 去哪里 小裴叶跟着站起来 忙押门里的事 谢之飞从衣架上拿过大灰 往壁弯里一个 吃完早点回去 别在街上逗留 这几日经理不太平 可疑的人都是先抓在身 无一例外 走到门边 他转过身 深目看了燕三合一眼 也不用太过害怕 真有事 我总护得住你的 哗 像炮胀一样在屋里炸开 威力很大 燕三合被炸得有些眩晕 有些喜悦 但喜悦中又夹杂着一丝不安 不安什么 燕三合说不上来 但隐隐觉得 这个男人似乎变了 不再是从前那个油嘴滑舌的 谢三爷 话都是随口一说 他听得出来 最后一句 他说得很认真 李不言被炸得有些云里雾里 这人最近怎么回事 不仅事办得利索 话也说得中听 瞧着可太顺眼了 小裴爷被炸得牙根有些发痒 臭小子怎么光对燕三合说 自己才是他最亲的人 这话怎么着 也应该对自己说 这时 门又被推开 谢之飞脑袋探进来 望了一件事 明廷 朱家那头你 辛苦跑一趟 为什么又要 牢骚话刚起了个头 裴孝把话卡进了喉咙 赵怀人和自己的关系 更亲密一些 朱家这一趟他不跑 谁跑 我忙去了 燕三合 李大侠 你们慢慢吃 裴孝把椅子往后一蹬 颠颠地跑出了屋 谢之飞长臂一身 把人揽进怀里 低声道 这是只需和朱老大说 别的人一个字都不要提 我又不是傻 裴孝心思一转 怀人那边呢 我已经派人去开贵方了 这回他应该得到消息了 谢之飞极轻地眨了一下眼睛 你一定要把两头的线给牵吻当了 我觉得这次老天都在帮还人 第五百四十九章 走走 包房的门盒上 李不言捏着酒中 心思转了好几回 三合 你有没有觉得 三爷和从前 不大一样了 燕三合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 我也说不上来 就是 李不言微微偏头 皱着两条眉 还挺招人待见的 待见的 我都想把你许给他了 胡说什么 燕三合又羞又恼 别闹啊 我就随口这么一说 李不言一边替他倒茶 一边陪笑 眼睛却打亮着燕三合脸上 每一寸细微的表情 燕三合表情控制得很好 但脸上和耳后的大片红蕴 却出卖了他 李不言轻轻一笑 三爷进屋 只喝燕三合的酒 眼睛只看着他一人 话只对他一人说 虽然什么都还莫挑明 但每一个眼神 每一个动作都在说着喜欢 燕三合对这方面是迟钝 但不傻 他应该察觉出 谢三爷对他是有意思的 而且不是一点半点 李不言这一笑 燕三合反倒坦然了 是的 他察觉到了 从云南府回京城的那 一路察觉到的 只要他睡了 那人的视线就会落在他身上 一落就是半天 中间掺杂着几声嘀嘀的叹息声 叹息声 是燕三合从来没有听过的 千回百转 似乎藏着无数的心事 欲说还休 听得人心计 当然 这还不是最让燕三合心计的 有天夜里刮大风 马耳都是风呼啸而过的声音 他本来睡得昏昏沉沉 但那风声实在是刮得鬼哭狼嚎 把他刮醒了 醒来 发现有只大掌落在自己的头顶 一下一下 温柔地俯着他 吓得他一动不敢动 等风小了一些 那人嘟囔一句怎么睡得像蜘蛛 才收回手 翻过身去 他半天情绪没有平复下来 心里暗潮汹涌 燕三合端起碗 面色平静道 笑什么 吃饭 吃完饭 我们也回猪府 李不言一政 干嘛 去书房看看黄旗 丁一他们有没有收获 燕三合 顺便去看一下 朱卫熙做姑娘时的院子 李不言心头咯噔 你觉得朱卫熙的院子也有问题 燕三合 不知道 看了再说 提到朱卫熙 李不言看着满桌的菜 顿时觉得没了胃口 娘说的 女儿是父亲前一世的情人 朱玄九那老东西 不会针对大女儿 动了什么龌龊心思吧 谢福 那宅 朱卫熙还没走到二门 远远就看到 春桃站在门边 拎着一只灯笼 探头探脑的张望 春桃望见大奶奶 忙飞奔过去 把灯笼往边上一放 扑通跪倒在地 她长一张瓜子脸 眼睛捡水似的 含着两汪泪 又不敢落下来 当年温泉庄子上的事 她心里十分害怕 既怕大小姐做了出格的事 又怕事情弄到最后难以收拾 将来太太怪罪到她头上 把她发卖出去 由于半天 最后还是选择偷偷告诉了太太 起来 那是不怨你 春桃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大奶 真不怨你 朱卫熙伸手把人扶起 怨她自己 大爷回来了 在老爷书房 大哥也在 春桃背过身擦了把眼泪 老太太和太太已经用完饭了 这回正在小佛堂念经 朱卫熙 那我先去给老太太 太太请个安 春桃赶紧拎起灯笼 奶奶小心脚下 不多时便走到慈恩堂 押唤婆子献大奶奶来 忙上前行礼 朱卫熙礼了礼衣上 抬不走进去 老太太念完经 这回正歪在贵妃榻上 和乌氏有一搭磨一搭的 说些家常话 献朱氏来 她笑道 大奶奶回来了 朱氏二话不说 往她面前一跪 老太太笑容僵了一下 来人 给大奶奶拿个蒲团 老太太别忙 朱卫熙 孙媳妇是有事相求 看她这般正重 老太太朝屋里的丫鬟扫一眼 丫鬟们赶紧退出去 顺势把门眼上 朱卫熙这才开口道 老太太 我娘家的事情有些波折 我想告一个月的假 回去帮衬一下 怎么又要一个月 吴氏一脸不满意 前头亲家公过世 你总往那府里跑也就算了 如今都过了 燕姑娘说 老太太 太太如果不答应 她便亲自来替孙媳妇告假 吴氏一证 这关燕姑娘什么事 老太太却听出了些眉目 冷冷瞄了吴氏一眼 你先出去 母亲 出去 吴氏献老太太沉脸 吓得不敢再说 心不甘情不愿地退了出去 老太太等门眼上 身子往前凑凑 燕姑娘还说什么 朱朱洗泪流下来 燕姑娘说会死很多人 老太太心头咯噔咯噔两下 忙道 你只管回去帮衬 府里的事情有我呢 谢谢老太太 朱氏磕了三个头 从地上爬起来 老太太一把拽住她 把声音压到喉咙里 孩子 你跟祖母说说 你爹的心模式 续悦 老太太只觉得眼前一黑 心扑通扑通直跳 谢尔丽牵着儿子的小手走出书房 脑子里还在想着父亲的话 这一仗势在必行 后面的局势不会太平 你在汉陵院要少言甚行 宁肯像乌龟一样缩着 也不要路透 老三那边 你找个机会敲打她一下 让她小心小心再小心 小心什么呢 真到了那一天 谁是谁的人 谁是谁的狗 一目了然 娘 娘回来了 谢尔丽豁然抬头 看着远处那个纤细的身影 微微皱了下眉 谢怀周正脱开父亲的手 跑着扑向母亲 朱卫熙抱住她 一边揉着儿子的脑袋 一边低声说话 也不知道母子两人说了些什么 谢怀周笑得眉眼弯弯 慈母多半 谢尔丽抱起胸 轻吃一声 春桃 带少爷先回去 娘呢 娘和爹有事要伤了 谢怀周一听 主动松开牵着朱卫熙的手 乖乖地跟着春桃走了 朱卫熙目送儿子走远 转身走到谢尔丽面前 深吸一口气 抬起漆黑眼眸 时辰还走 大爷陪我走走如何 谢尔丽满眼震惊 第五百五十章 给脸 谢尔丽满眼震惊 这是他第二次听到朱卫熙说这样的话 第一次还是在大婚前 他跟着父亲去朱家 父亲有事和朱老爷商量 朱远末陪着他在宅子里走走转转 转到后花园时 一个明年的少女站在廊下 少女踢起裙脚 向他鸟鸟拼拼拼走来 冲朱远末汗手 大哥 让我陪他走走如何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朱卫熙 意外之中又有惊喜 首先 他很好看 举手投足 教养十足 其次 他是朱家的嫡长女 朱家的门地并不高 但好处却是实实在在 多少人想求上门 却没有路子 最后 朱老 爷最宠的人是他 几乎是有求必应 当然 父亲也暗中告诉过他 朱卫熙曾经有个心上人 是他祖母家的远房表哥 那人叫庚颂生 因为庚颂生春为舞弊的原因 轻视莫作成 父亲并不强迫他 让他自己好好考虑 所以 才有了这次的朱家之行 两人走出一段 少女便停下了脚步 谢公子 我有一段不怎么光彩的过往 正在当场 换做别的大小姐 这种事情 恨不能遮掩一辈子 永远不被人知道 这位朱家大小姐道好 半点都不遮掩眼着 如果你介意 这门轻视 万万不可应下 我不介意 原因很简单 他只需要一个门当户对 拿出得手的妻子 替他生儿育女 相夫教子 别的都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朱卫熙 正是最合适的人选 事后 父亲对他的决定相当的满意 并称赞他有眼光 知道取舍 父亲并不知道 他挑中他不是眼光和取舍的问题 耕颂生和他是国子剑的同窗 耕颂生是个神童 学什么都快 继什么都老 终举对他来说 简直轻轻松松 而他却是资质平平 每天都要用功到三更半叶 就岔头悬梁 追刺骨了 正因为如此 两人之间没有任何交集 谢尔丽甚至有些讨厌他 可笑的是 那年春围 耕颂生竟然因为春围舞弊了 而他却是天道酬情 中了近视 应下这门轻视 在谢尔丽的心里 就好像再一次把耕颂生踩在了脚下 心里阴影有一种不可言说的痛快 月色清浅 夫妻二人慢慢踱步 远远瞧着郎才女貌 十分的般配 走出一段 朱卫西停步 抬头看着谢尔丽 一脸的歉意 我爹的心魔牵扯到一个人 谁 耕颂生 谢尔丽同人一身 怎么会牵扯到他 我也说不清 但燕姑娘说 当年她舞弊的事情有些蹊跷 要好好查查 说到这里 朱卫西脸上的歉意更浓 所以这些日子 我得往内府里去 还望大爷准我过去 事情来得太突然 谢尔丽胸口像堵了块大石头 又重又闷 声音不由地沉下来 你去做什么 又帮不上什么忙 朱卫西一听就知道 男人不高兴了 若是别的事 她就会很知据地闭上嘴巴 但这一件事 总有帮得上忙的时候 那这府里怎么办 丢给谁 谢尔丽脸色也沉下来 你别忘了 你如今是谢府大奶奶 不是朱家大小姐 朱卫西脸色有些发白 眼神也一点一点暗下来 老太太那头 我已经回禀过 她也同意了 我会把春桃留下来 让她在一旁帮衬着谢总管 府里的事情不会耽误 谢尔丽一听 老太太那头 她都已经说过了 怒气根本压不住 你都安排好了 还跟我说什么 自然是要说一声的 你我是夫妻 你还知道我们是夫妻 谢尔丽暮色发寒 冷笑一声道 我看你成婚到现在 满心满眼 只有耕颂生一个人 你 你说什么 朱卫西抬头 不敢置信地 看着面前的男人 我说什么 你自己心里明白 谢尔丽袖子一指 扬长而去 朱卫西失神落魄地 看着她的背影 好不容易擦干得泪 又涌出来 成婚到现在 那个人早就被她 塞进了香笼里 盖上了盖子 落上了灰 本打算一辈子 封存起来 谁知父亲的一个心魔 搅得朱家天翻地覆 她迫不得已 才把灰抹掉 把盖子掀开 再来之前 她在心里不停地告诉自己 要冷静 要好好说话 哪怕伏地做小哄一哄 求一求 这是终归是自己不对在先 不曾想会是 这样一个结果 她这些年的付出和辛苦 在她眼里 不过是身在 曹营心在汉 大奶奶 引在暗处的春桃冲过来 掏出帕子 心疼的替主子试累 朱卫西接过帕子 你怎么回来了 春桃 不放心奶奶 没什么不放心的 朱卫西吸了吸鼻子 明儿你留在府里 小时资格做主 大师和谢总管商量着来 谢总管做不了主的 要么回禀太太 要么等我回来再说 春桃想着大爷刚刚的态度 愁愁道 大奶奶 还是要往那边去吗 去 朱卫西忍着眼中的色意 此事不了 我此生拿 卫林远远一看主子走路的气势 心就往上提了提 大爷这人 说话做事不紧不慢 以至于走路 也比平常人要慢半拍 尤其是心情好的时候 更是闲停信步 像这般急冲冲走来 显然是有事 卫林迎上去 爷 今日我现在书房 谢尔丽扔下这一句 就往书房走 刘卫林一个人 有些不知所措 谢书房 那事就是和大奶奶有关 吵架了 进到书房 谢尔丽眼上门 眼睛瞬间脆了火 她和朱卫西洁亲多年 自认为丈夫这个 角色扮演的没有时辰好 也有七八分 内宅的事情从不插手 外人面前给足她面子 身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通房 妾室 朱老爷生病几个月 她时不时地往娘家跑 但凡自己有空 都会陪着 自家亲爹 她都没有这么孝顺过 母亲因为这个原因 对朱卫西颇有微词 是她却母亲少计较 多体谅 结果倒好 自己的宽容忍耐 换来一顶绿帽 谢尔丽想到这里 眉心突突直跳 朱卫西 我哪里对你不够好 什么地方没有满足你 让你到现在 还对那个烂人念念不忘 你把谢尔丽当什么 你把我谢家置于河地 热水已经打好了 谢尔丽一把拉开 门 身上像接了一层千年的寒冰 吓得门外的婢女连呼吸都不敢大声 大呼小叫的 还有没有点规矩 谢尔丽阴沉着脸 看着地上的婢女 一个个的 是我给你们脸了 婢女吓得扑通贵道在地 第五百五十一章 耳熟 深夜 永定桥 谢之飞站在桥上 看着两岸的秦楼橱管 对身后的朱卿道 跟兄弟们说 锦衣卫不撤 咱们也不能撤 回头三爷请他们喝花酒 是 谢之飞等他一走 累得再撑不住 一屁股坐在地上 本来朱家的事情就忙 再弄一个打打的戏做出来 老天都不带给他喘气的 哟 三爷 谢之飞抬头一看 锦衣为北镇府司蔡四 骑在马上 两只鹰眼正炯炯地看着他 蔡四翻身下马 把马往随从手里一扔 走到谢之飞边上 竟也一屁股坐下来 四爷这是 就你能先 老子先不得 谢之飞这才发现 这人的目光哪里是炯炯 分明是两团黑乌乌 眼珠子里都是血丝 北司负责诏语 这回连诏语的人都出动了 可见上头给的压力有多大 查到了什么 查到了鬼 蔡四一想到 这么冷的天 不能抱着热乎乎的小妖精睡觉 心气儿就不顺 狗日的布六 傍晚的时候 把龟儿子往锦衣卫一扔 自己拍拍屁股就走了 这头结束 老子还得回去审他的龟儿子呢 谢之飞唇角无声勾起 布六听进去了 那龟儿子被打的 就剩下一口气掉着 老子要怎么审 怎么审我不管 别弄死了 好歹替我留着口气 谢之飞伸出一个巴掌 好处回头 三爷我亲自送上门 不会地狱这个树 大冷的天席地坐桥上 蔡四也等的就是这一句 前头三爷派人给他带训 只说留人 莫说好处 莫好处的事 谁太能得做 蔡四满意地勾了勾唇 你小子 这人是替谁留呢 别问 谢之飞用脚踢踢他 对了 你那头还能不能腾出 一两个人手来 蔡四干嘛 谢之飞 帮我找个人 蔡四白他一眼 心说你小子又不是 不知道现在的情形 疼不出来 想想办法 谢之飞凑近了 明年三爷问 青天见的朱老大 帮你要个福 朱家人的福 那可是有钱 都求不着的 他们这些人看着风光 其实都是 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显力 蔡四立马心动了 说吧 找谁 谢之飞 一个叫耕颂生的 耕颂生 蔡四慢悠悠皱起眉头 这名字听着有点熟悉啊 谢之飞大惊 你听过 好像有点耳熟 谢之飞知道他认识的人多 路子很广 忙到 洛阳府人 后来上国子见读书 再后来 因为春围舞弊的事情 春围舞弊 蔡四一拍大腿 那小子是不是高高大大的 有点黑 瞧着一点都不像个书生 但脸长的还挺均 对 对 对 你认识他 他什么玩意 蔡四鼻子呼出一道冷气 我凭什么认识他 那年春围 北四派出六十人 负责巡查站岗 那小子考试时 携带小纸条作弊 就是北四的人抓到的 怪不得听着耳熟呢 我说三爷 你找这好人做什么 哎 我的好四爷 你就别问这么多了 你知不知道 这人现在在哪里 我哪会知道他 蔡四尖着嗓子正要在说 呼得脸色一变 不对 我好像听谁说起过的 说起什么 别吵 让我想想 蔡四挠挠头 好像几年前 谁在我面前提过这么一嘴 别吵 别吵 想半天 默想出来 蔡四朝千玛的随从看过去 尼尔在哪儿 去把他叫来 是 谢之飞问 这尼尔是什么人 蔡四 当年抓他舞弊的人 谢之飞一听就要站起来 我跟去瞧瞧 急什么 蔡四拽住他 就在那头河那边盘查呢 马上帮你把人叫来 快和四爷说说 你和青天坚 怎么又扯上关系了 谢之飞哪有心思说这个 随口道 青天坚老大 是我大嫂的娘家 哎哟 瞧瞧我这记性 真该死 蔡四笑得贼兮兮 回头能不能让朱家人 帮我看看宅子风水 我那宅子 四爷 我的好四爷 先把人找到 别的什么都好说 谢之飞撑着他的肩头站起来 勾着脑袋 往河那头张望 忘了不多一会 那个叫尼尔的人 就到了根前 蔡四把事情简单一说 那尼尔想都默想 当下就嚷嚷到 这人好像是在五台山 做了和尚 前几年许七上那边 查案的时候碰到过 回来还和我说呢 如今这和尚庙 要怎么尽动些斯文败类 做了和尚 居然做了和尚 谢之飞忙问 许七是谁 尼尔 北司的 我兄弟 谢之飞 他人呢 能不能把他找来 尼尔 那就得往樱桃地府找了 死了 谢之飞一愣 查案丢了性命 蔡四拍拍谢之飞的肩 意味深长道 三爷 我们这一行不容易的 谢之飞笑容勉强 从怀里掏出一张银票 尼尔兄弟 能不能和我详细说说 耕颂生当年舞弊的事 尼尔哪敢伸手去拿 抬眼瞧瞧自家老大 蔡老大脸一沉 怎么着 我兄弟的银子烫手啊 尼尔赶紧接过来 陪着一脸的笑 三爷 耕颂生那小子 我瞧他第一眼 就知道有问题 神色紧张 眼神鬼鬼祟祟的 谢之飞知道能入北司的人 那眼招子都亮堂着呢 白天这小子没神 磨动静 傍晚的时候 他开始坐立不安 两条腿抖得跟什么似 抖了一会 他暗戳地把手伸进了怀里 我一个见不上前 他吓了一大跳 赶紧把手从怀里拿出来 结果那张纸片 也被带了出来 尼尔回忆起自己的壮举 一脸的眉飞色舞 我捡起来一看 好家伙 那张纸写得密密麻麻 字小得跟蚂蚁似的 看得我都头晕 后来呢 后来我就直接上报 礼部的监考官 监考官当场就把人赶了出去 说到这里 尼尔吃笑一声 要说这小子也是个人物 一听说要被赶出考场 冲监考官行了个书生礼 挺挺背脊 甩甩袖子 自个冲自个笑笑 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了 谢之飞一惊 他还笑得出来 可不是吗 我和兄弟们都看傻眼了 还议论说 这读书人不要连起来 真真是天下无敌 尼尔摇摇头 换了我们 直接抹脖子上吊得了 谢之飞 他也听傻了 第552章 命盘 朱青回来 现三爷正在和蔡四 他们说话 便没有上前 一刻钟后 蔡四几个离开 他这才走上前回话 爷 兄弟们 这头都安排妥当了 谢之飞冲他摆摆手 没有说话 朱青这时才发现 爷脸上的神情不大对 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 可是蔡老大说了什么 他问 谢之飞摇摇头 我打听到了 耕颂声的下落 朱青张大的嘴巴 愣在当场 这世上的事情 真是说不准 那头 爷刚刚 把太孙和朱老大的献签上 这头 耕颂声的下落 就打听到了 快得猝不及防 献签上的 没有再断的道理 谢之飞 很快就有了决断 你立刻去太孙别院 跑一趟 就说三爷说的 这事的好处 必须落在他头上 至于说辞 我和蔡四交好 也就等于他和蔡四交好 是 朱青刚要上马 忽然想到了什么 那爷呢 谢之飞看了看 对岸的秦楼厨管 叹了口气 你先去 我还没想好 朱青当然知道 也莫想好什么 耕颂声在 五台山座盒上 一燕姑娘的性子 十有八九会连夜出发 爷跟不跟过去 跟过去 细做的事情怎么办 五城兵马司 也不是谢家开的 爷平日里 吊锒铛也就算了 左右有太孙 在背后撑着 但这个节骨眼上 是真走不开啊 别怨 朱远末跪倒在地 冲上首处的 男子行君臣之力 朱大人不必多礼 事情明天都和我说过了 且安心 人我已经派出去了 很快就会有消息来的 朱远末一听 心里大胃感动 忙又磕了三个头 多谢太孙体恤 明天 扶朱大人起来 裴孝上前扶起他 你略作会 我和殿下许久未宪 喝完一中茶再回去 朱远末忙道 小裴爷随意 我去外间等着 去什么外间 我们俩说的 又不是什么机密话 就是聊聊家常 裴孝直直椅子 你安心坐着 朱远末能安心坐着吗 他如坐针毡啊 青天间可不是 什么人都能结交的 尤其是皇子皇孙 边都不能沾 一来是皇帝忌讳 二来沾上准没什么好事 但眼下 三爷腾不出手是针 细做的事情是真 他只有六个月的性命也是真 三个针凑到一起 朱远末再无选择 只有硬着头皮球上门 就在这时 有敲门声 殿下 进来 沈冲推门而入 走到赵一时 耳边一通低语 朱远末一瞧 这个情形再也坐不住了 朝小裴爷使劲地眼色 小裴爷这人别的没有 就是有一颗好奇心 无声回了他四个字 稍安勿躁 一通话 说了半天 说完 沈冲并没有离开 反倒是赵一时站了起来 走到朱远末面前 朱远末吓得赶紧起身 殿下 别怕 赵一时温声道 刚刚有消息传来 你要找的人 已经有着落了 当真 朱远末简直大喜过望 二话不说又跪下去 多谢殿下 多谢殿下 一旁 小裴爷满脑门子污水 这么快 过分了 朱府 那宅 朱二爷领着燕三河 走到一处院子 燕姑娘 这就是未夕出嫁前住的院子 这宅子 是我爹按着他的生辰八字 替他选的 燕三河看着面前的宅院 如今这院子谁住 朱二爷 还是他住 爹娘替他留着 说女儿回来 要有个歇脚的地方 燕三河 二小姐也有 哟 朱二爷 这一点上 爹娘没有偏心任何人 燕三河 我进去看看 朱二爷朝身后的老总管看一眼 老总管忙先进去 命院里的丫鬟灯都亮起来 这是一个二进的小院子 看着朴实无华 却又处处精致 院门开在东面 鹅卵石铺成的小路蜿蜒往前 院里花坛树木什么都有 甚至还有个小池 池里养着极尾鲤鱼 燕三河完全能想象出 朱为西座姑娘时 是怎么样的无忧无虑 都种些什么树 左边那树是柿子 右边那是石榴 朱二爷 院外那几株都是桂树 桂树 燕三河莫名想到借台寺 转身走出院子 朱二爷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拿过老总管手里的灯笼 赶紧跟上去 燕三河围着院墙走了十几丈 才发现这个院子外头种的都是桂树 把灯笼给我 你们等在这里 燕三河扭头看了李不妍一眼 李不妍拿过灯笼 主仆二人绕着院墙走 很快走到后院 李不妍把灯笼挑高了一看 暗暗惊心 三河 这里竟有一片桂树林 燕三河也看见了 你还记 得朱为西曾说过 借台寺也有一片桂树林 记得 朱老爷病中 还特意让朱为西去看过 燕三河眯了眯眼睛 应该不是巧合 话音刚落 只听有人喊 燕姑娘 燕姑娘 是丁一 燕三河心中一动 她肯定发现了什么 李不妍 走 燕三河 不急 把这个院子绕完 李不妍扯着嗓子冲远处喊 丁一 你在院门口带着别动 我们马上回来 一圈走完 丁一来不及地迎上来 燕姑娘 你看 递过来的是一片巴掌大的纸 燕三河没有急着去看纸上写了什么 而是冷静问道 从哪里找到的 丁一 夹在书页里 我随手一翻 就掉了出来 燕三河 是什么 丁一 不知道 燕三河这才把纸凑到灯笼前 看了半天 默看明白 上面写的是什么 朱二爷 你来看看哪 朱远昭其实早就心急如焚 父亲夹在书页里的东西 那一定是要紧的 他凑过去一看 大感意外 这是一个人的命盘 燕姑娘你看 上面有主星 天干 地支 藏干 父亲 燕三河听不懂 直接打断问 谁的 朱远昭找一圈 又前后翻翻 不知道 这上面没有写 无名无姓 那为什么要夹在书页里 燕三河沉默片刻 这人的命盘如何 朱远昭认认真真的看起来 看半天 他突然瞪大眼睛 脸上露出久违的激动 这人的命极好 大富大贵 而且文昌星 从他三岁开始 就一直落在他头上 能落整整二十年 我还从来没见过 一个人的文昌星 能落二十年的 文昌星 燕三河心头一紧 会不会是耕颂生的 第五百五十三章 等我 怎么会是耕颂生的呢 朱远昭的身体狠狠一颤 额头浸出了痘大的冷汗 我爹留着耕颂生的命盘 做什么 这可说不好 李不言怂怂间 万一他真的做了亏心事呢 朱远昭听得火大 李姑娘 我爹从来不会做亏心事 都别吵 燕三河脸色严肃 朱二爷 有没有办法确认 有 朱远昭用袖子擦了擦冷汗 耕颂生的八字我有 只是莫详细排过 当年就用他的八字 测了一下胸肌 排一下 需要多久 最多半个时辰 朱远昭当机立断道 燕姑娘稍等 我这就回书房 一起倔 朱远昭一惊 那这院子 不用看了 燕三河淡淡道 我已经察觉到 哪里不对了 朱远昭只觉得 身体一寸寸发寒 娘的院子有问题 大妹的院子又不对 爹的书页里 还夹着一张 无名无姓的命盘 朱远昭下意识 想去看一看大哥的神情 一扭头才想起来 大哥跟着小培爷 匆匆离开了 燕姑娘 他咽了口唾沫 能说说哪里不对吗 燕三河手一指 桂花不对 朱远昭 这时 远处又传来叫喊声 燕姑娘 燕姑娘 燕三河一听这个声音 抬头看向李不言 怎么会是朱青 他不应该陪着谢之飞 在盘查吗 朱青几乎是冲过来的 气喘得像头牛 这一晚上 他就莫停过 燕姑娘让我好找啊 边缘那头扑了个空 差点找到谢府去 燕三河没有急着开口 而是让朱青晕了几口气 才问 找我什么事 三爷等在脚门外 让燕姑娘赶紧过去 朱青顿了毒 三爷说耕颂声 有一点下落了 当真 朱远昭早一步喊了出来 随即一跺脚 燕姑娘 走 我们快走 急什么 燕三河叫住他 我去献他 你去把耕颂声的命 盘算出来 我们分头行动 这 三爷说了什么 我会一字不落地告诉你 燕三河扭头看丁一 丁一 你继续回书房整理 是 丁一转身的时候 冲竹青几几眼睛 瞧瞧 我新主子 多霸气啊 朱青累得半死 自然没什么好脸色给他 你小子是不是皮又痒了 燕三河走出脚门 一抬头就看到 以前而战的谢之飞 夜色太深 灯笼的光照不到他脸上 但燕三河就有一种直觉 从他跨出门槛的一瞬间起 这人就在看着他 他走过去 耕颂生有消息了 谢之飞抬头看看四周 现朱家人没有跟过来 这才压着声道 盘查的时候 碰到北四的人 有人说 他在五台山出家了 做了和尚 燕三河着实是吃了一惊 这消息准吗 亲眼见过耕颂生的那人 已经死了 但听着不像有假 谢之飞 因为当年耕颂生舞弊 就是北四的人捉到的 他们对那小子印象很深 连蔡四都记得他长什么样 蔡四 北四的老大 普通人根本入不了他的眼 更谈不上让他记住 朱家人要问起谁找到的 别提太四 就说是太孙的人找到的 我过来就是报个旋 燕三河猛地抬起头 男人看他的眼神 颇有几分无奈和讨好 燕三河都不用动脑子 就知道 这人是在替皇太孙 笼络人心 我管谁找到的 他只管去献人 京城到五台山 需要几天 快马加鞭 不到四天的时间 在朱老爷的书里 找到了一页纸 纸上写着一个人的命盘 很有可能更送生的 朱二爷正在重新推演 结果很快就会出来 燕三河停顿了一下 是不是更送生的 我都决定要去献献他 谢之飞实在不想 燕三河离开京城 委婉地问一句 献他有意 意吗 有 燕三河 如果证实更送生的舞弊 还有那个怀孕女子的事情 统统都是假的 那么朱玄九这个人 就根本不是朱家人 所说的那样 谢之飞下意识点头 还有一点 我想知道 他是怎么做到的 用了什么方法 使了什么手段 燕三河声音 压得很低很低 说不定由此 还能延伸出 朱家大老爷和吴老爷的事 谢之飞眼中 促起一团火焰 这丫头真的太聪明了 火焰很快熄灭 随之而来的是 他长久的沉默 还有两条 越粗越紧的眉头 燕三河 他嘀嘀开口 这一趟我 我知道 不得不说 这张脸是真的好看 但促眉的样子 燕三河真的不喜欢 五台山是寺庙 小培野我要带走 丁一黄旗给我 朱青留给你 你在京城都回来 等 是个好词 谢之飞喜欢 但心里还是舍不得 一来一去 差不多要十天的时间 这十天 他们在路上会碰到什么 会不会遇到歹人 能不能顺利找到耕颂生 又醋没 燕三河轻声笑问 谢之飞 你在舍不得什么 你呀 谢之飞捂着唇吁咻咳嗽几下 脸上装得跟着 大尾巴狼似的 我能舍不得什么 就是听说五台山那边非常冷 你的身子 不吃 李不言实在莫忍住 三爷 我家小姐最不怕的就是冷 你不如担心担心我 滚蛋 你的身子刚放过两滴血 不用赶得太急 该谢就谢 谢之飞异常镇定地把话说完 也别担心朱家的事 我会帮你看着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 目光很深地看着燕三河 燕三河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 撇过脸 点点头 谢之飞从怀里逃出一个腰牌 锦衣卫府的腰牌 我从蔡司那边骗来的 你戴在身上 用不上最好 真要有什么难事 找当地的衙门 多少有些用处 连这个都想到了 燕三河迎上他的目光 温声道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没了 谢之飞双手还在胸前 那骨子疲赖劲又上来了 我找个地儿 歇两个时辰 天亮送你们出城 怕是歇不了 谢成宇帮我跑一趟呗 谢之飞听到这一声喊 眼睛都绚烂了 说 要我做什么 第554章 讲理 让朱卫熙收拾收拾东西 跟我走 这是除了三爷 怕是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到了 谢之飞很是诧异 为什么带上大嫂 她是苦主 有权利知道真相 其次 燕三河深呼吸 我不想她一辈子 带着污点活下去 她会觉得 自己处处低人异等 不仅聪明 心肠好的 更是没话说 谢之飞也热了 故意手一摊 好处 没有 燕三河在她掌心轻轻一拍 不仅没有 她若走不了 我还得找你算账 谢之飞眼里全是笑 燕姑娘 讲点理 谁和你讲理 和喜欢的人 要讲什么理 燕姑娘 燕姑娘 一旁的李不妍 听了直翻白眼 这一晚上 就听到不同的人 喊燕姑娘 都没个停的时候 耳朵都听出老姐来了 朱远钊拎着跑脚 匆匆而来 燕三河转过身 谁的 朱远钊 冲她身后的谢之飞 点点头 从怀里掏出两张纸 朝燕三河递过去 李不妍赶紧 把灯笼凑近 燕三河定睛一看 两张纸上的命盘 竟然一模一样 耕颂声的 朱远钊咬牙 是 燕三河脸上 没有任何情绪 转身瞥了眼谢之飞 谢之飞对上她的视线 我这就会谢服 刚要抬步 却又想到了什么 不管如何 衣裳一定要多戴 据说五台山冷得可怕 燕姑娘要去五台山 朱远钊脸色巨变 那我爹心魔的是 耕颂声的人找到了 在五台山出家做和尚 至于谁找到的 你问你大哥 燕三河瞄了谢之飞一眼 三爷只是过来递个信 什么 朱远钊惊得连连后退两步 心里说不出的惶恐 耕颂声的事情 今天被提起来时 朱远钊心里还暗暗揣测 这人现在会在哪里 是张剑走天涯呢 还是找一个地方定居 找个贤惠的女子结婚生子 他万万没想到 耕颂声竟然对入了空门 三爷 三爷 哪里还有三爷的影子 只有渐渐远去的马蹄声 还有背手里的燕三河 不言 说吧 我做什么 立刻通知丁毅和黄岐 不要再整理了 各自回去准备准备 我在这里等你 你来了 我们也回去 燕三河转过身 朱二爷准备两辆上好的马车 背上六个人 五天的干粮 还有两千辆银票 我们添一辆出发 朱远钊都听傻了 怎么说走就走呢 这 这也太突然了 还愣着干什么 燕三河拔高音量 赶紧去准备啊 是 是 是 朱远钊飞快地走上台阶 走进门槛里 朝等在边上的老总管 递了个眼神 两人走到角落里 朱远钊压着声道 你立刻派人在街角 后着我大哥 我们三兄弟 必须跟一个过去 老总管 是 两千辆银票不够 再多备三千辆 干粮什么的 赶紧去准备 马车你亲自去挑 一定要挑最结实的 朱远钊又想了想 车里探盆 被褥都要备全了 再备几个水壶 里面装满热水 瓜果点心也要备一些 再弄个红泥小炉 备些茶叶 是 谢之飞一走进脚门 就朝看门的小司道 去把谢总管叫来 是 小司一溜烟 跑没了影 再回来时身后 多了个胖子 谢小花好几日 默陷着小崽子 嘴里到耳后跟 三爷 三爷 你可回来了 我 小花总管说不下去了 颈簸上落了一只大掌 轻轻捏着他后颈上的肥肉 我哥呢 谢小花一听这话 忙把小崽子拽到角落里 把一个时辰前发生的事 一五一时说给三爷听 三爷听完 心脏微微收紧 料得不错吧 他就说 男人的心眼子不大的 你陪我去看看大奶奶 啥 谢小花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 哪有个嫂吵架 小叔子不去安抚自家亲个 大晚上的往嫂子房里去的 谢小花自个打光棍 但对男女问题十分的敏感 呀 这位夜深了 大奶奶说不定都已经睡了 咱们明天 就现在 谢之飞手又忍不住 捏了几下胖子的颈簸 软乎乎的 还真舒服 对了 叫人被车 我一会还要带大奶奶走 谢小花差点一拳就上去了 怎么着 你个臭小子 还要把大奶奶拐走 谢之飞一看这胖子的神情 就知道他莫往好处想 但大嫂的事情 别说谢小花得瞒着 就是老太太 太太也说不得 燕姑娘要带大奶奶出去几天 谢之飞手点点她 你敢往外倒一个字 我把粪筒扣你头上 谢小花 方舟院已经落下门栓 听到敲门声 婆子以为是大爷又要回院睡 赶紧披了剑衣上去开门 抬眼一瞧 现实三爷 惊了一跳 谢之飞去把大奶奶叫起来 是 婆子赶紧跑去叫人 片刻后 谢之飞站在堂屋里 朝谢小花瞄眼 所有人出去 我和大奶奶有重要的话要说 谢总管在门口守着 谢小花这事才算明白过来 感情这小宰子把自己带过来 就是为了防止下人们嚼舌根 门眼上 谢之飞看着女人眼底的青涩 深呼一口气 大嫂 耕送声找到了 爸 朱卫熙手中的茶钟 阴声而碎 谢之飞一看这个情形 哪里还敢说 这人出家当了和尚 天一亮 燕姑娘就准备出发去找她 她让你也跟着一道去 那地儿非常冷 大嫂多穿点 朱卫熙一动不动 任由茶水 慢慢渗到她的绣花鞋底 大哥那头不用担心 左右有我 怀州更不用担心 老太太 太太疼着呢 谢之飞见她神情木木的 也不知道听末听进去 有心想安慰几句 又不知道说什么好 大嫂先收拾 我去大哥那头 三弟 朱卫熙撑着桌脚站起来 一步一步走到谢之飞面前 然后屈膝扶下去 大嫂 谢之飞吓得赶紧伸手扶住 不至于 不至于 你赶紧收拾收拾 我去看看大哥 记得多穿点啊 三爷几乎是落荒而逃 逃出老远 还觉得心头堵得慌 气焰不下去 也吐不出来 谢小花胖脸凑过去 爷 大爷那头要不要去瞅瞅 谢之飞顿时一个头 两个大 两人闹别扭 十有八九十大嫂向大哥 说了耕送生的事情 大哥光听着就受不了 这回大嫂要去谢那人 瞒是瞒不住的 只有实话实说 可要怎么说呢 第五百五十五章 慈平 在头大 谢之飞还是硬着头皮 进了书房 并且开门见山 哥 耕送生找到了 在五台山座和尚 不给谢尔利喘息的机会 他接着又到 燕三河要立刻去献她 并且要把大嫂也带着 这个话就像一个拳头打过来 谢尔利还没来得及 做出反应 后一个拳头接着又打过来 痛的 他个附到人家 带他去做什么 带他去做什么我不知道 我只是奉命行事 大嫂那头 我已经说过了 不许倦 谢尔利一拍桌子 大哥 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 耕送生的事情 很可能牵扯到 朱老爷的心魔 你忍心朱家人 一个个都死绝 你 你是不相信自己 还是不相信大嫂 谢之飞 再说了 耕送生如今都做了和尚 你跟一个和尚计较什么 和尚 谢尔利心中冷笑 这人哪怕落魄 做了叫花子 也比做和尚好 叫花子 了不得他说 动朱远墨丢点钱过去 和尚 那女人要牵挂一辈子 大哥 你要真舍不得大嫂 我去跟燕三河说 谢之飞故意往后退一步 就说大嫂身子弱 经不起 去 去 去 你只管带他去 现在就带他去 谢尔利心里憋着一股火 不能把火烧到燕三河头上 只好冲着老三发过去 谢之飞不紧不恼 反而很心疼地看着他 大嫂嫁给大哥 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大哥又何尝不是 他真正喜欢的人 一个叫南山的丫鬟 那丫鬟是从外头买来的 长相普通 却异常地聪明伶俐 温柔体贴 正因为普通 娘很安心地 把人放进大哥院里 不曾想两人朝夕相处 竟处出了感情 娘知道后并不恼 和爹商量着 要把人抬成通房 哪只爹勃然大怒 把娘骂了一通后 第二天就把南山给发卖了 大哥因为这装饰 生了一场大病 一个月掉了十斤肉 他在边上 瞧着都心疼 世家儿女娶谁 嫁谁 都身不由己 他们夫妻这几年 谈不上举案齐眉 却相尽如宾 别人不知道 谢之妃心里很清楚 因为大嫂的原因 大哥这些年 脸上多了一点笑 如今平白弄出这装饰 哥 我就当你同意了 谢儿丽不耐烦地摆摆手 示意她滚蛋 哥 明天一早 我亲自送大嫂过去 哥 老祖宗和娘那里 你可千万不能说 谢儿丽深呼吸 等人走出院子 手用力一扶 啪 茶中阴声而碎 像砸在了她的心口 朱府 秘境 大哥 朱远昭 谁这么快找到了 耕颂声的下落 朱远末微微叹气 皇太孙殿下 空气有一瞬间的凝滞 所以 大哥匆匆和小裴爷离开 是去陷的皇太孙 可 朱远昊犹豫了一下 他看一眼二哥的神情 也是一脸震惊 于是咬牙道 老祖宗有规矩 不能私下和皇子皇孙们接触 都这个时候了 再守着规矩 有什么用 我如果不去 那人又怎么会这么快就找到 朱远末眼神发沉 爱孙中就是占了一个嫡子 将来终归是我们朱家的主子 既然是主子 早些晚些又有什么区别 朱远昭和朱远昊对视一眼 心说也只能这么宽慰自己了 老二 大哥 你跟燕姑娘走这一趟吧 朱远昭本来也是这么打算的 大哥崖门里有事走不开 娘那头离不开三地 自己去最合适 撑 朱远末站起来 走到他面前 欲言又止 哥 有什么话你只管说 让你跟着去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我们三兄弟中 你和他最要好 也和大妹最要好 万一 朱远昭拍拍老二的肩膀 你两边都劝着些吧 朱远昭苦笑连连 大哥 别的事情我都能劝劝 唯独这一桩 老二 你只要记着一件事 你姓朱 我 朱远昭看着掌兄眼里 一闪而过的痛楚 终是点了点头 一日 天不亮 一辆马车 悄无声息的驶离谢府 直奔朱府而去 到了府门口 谢之飞先跳下车 正要转身去扶大嫂 燕三合的声音 在一旁响起 让他自己下来 谢之飞缩回手 大嫂 这一路风餐路宿 相当辛苦 燕三合是怕你 你知道 我不怕 朱远昭扶着车延跳下来 站定后 发现所有人 都略带吃惊地看着他 是该吃惊 他卸下金银朱钗 素面朝天 穿一身最普通 最厚重的袄子 头发像男子一样 高高盘起 燕姑娘 我这样还成吗 就该这样 燕三合 不言 把车里用不上的东西 统统扔掉 李不言爬上车 炭炉扔下来 瓜果点心扔下来 红你小炉 茶叶茶具 统统扔下来 猪二爷脸色难看 燕姑娘 这些都是路上 怎么着 燕三合口气不善 我这是 带着你们逛园子呢 要不要再带几只烤鸭 乳哥呀 小培爷心虚摸摸鼻子 他说啥 风太大 莫听见 李不言跳下车 撇撇嘴 要不是因为有大奶奶 热水壶我都扔 令下出发 话音刚落 丁一 黄旗一前一后 跳上两辆马车 这两人把自己 包了个密不通风 就露出两只 黑乎乎的眼睛 朱卫熙 燕三合 我坐 后面那辆 李不言手一指 跟我一道 小培爷一看 李不言那气势 乖乖爬上第一辆马车 朱远昭回头 深深看了眼大哥 三弟 手脚并用地 爬上第一辆马车 燕三合走到谢之飞面前 抬起头 手伸出来 谢之飞伸出手 一只小小瓷瓶落下来 燕三合 这什么玩意 不会自个看啊 燕三合脸色发烫 赶紧转身上车 掀帘子的时候 丢下一具 三爷不用送出城门 就在这里别过 出发 驾 丁一一抽马鞭 车辜就飞快地转起来 谢之飞定定地 看着马车消失在拐角处 才低头 去看手上的瓷瓶 这一看 浑身的血液开始发烫 这瓷瓶 是燕三合 被徐生那狗畜生打伤 从刑部大牢出来后 他特意从百药堂 给他弄来的活血去瓷的药 他给了他 谢之飞摸摸紧箔上的瓷瓶 眼里有东西藏不住 这里的瓷瓶 除了朱瓶外 连鸣亭都没有发现 唯独他看到了 第五百五十六章 田骂 马车驶出西城门的时候 天色才微微亮起来 关道上几乎空无一人 正好可以加速狂奔 奔出十几里 只听身后传来急促的马蹄声 黄骑直起身 扭头一看 大声喊道 是 是三爷追来了 玉 玉 一人一骑冲过来 谢之飞不等马亭 纵身一跃 两辆马车都掀起车帘 小培也只当谢武时 有什么话要叮嘱他 赶紧跳下车 昨儿夜里 他回衙门里 出五台山僧人的册子 又回家和爹娘道别 忙半宿 早上时间太紧 两人也默顾得上说话 他迎上去 承宇 你 谢承宇眼睛都莫朝他望过去 大步走到后车前 微微仰头 把手伸出去 燕三河 给 手上是一个纸包 里面不知道装了什么 燕三河接过来 心跳快了几分 是什么 谢之飞看着他 灿烂一笑 笑出一口白牙 不会自己看啊 说吧 转身 上马 扬长而去 所有人都被他这举动给弄梦了 小培也眼神冒火的 看着那个远去的人影 一咬牙 蹭蹭跑到燕三河面前 纸包里是什么 拿出来给我们瞧瞧 大庭广众之下 燕三河不好私藏着 打开纸包 所有人都傻眼了 竟然是一包麦芽糖 黄其纳闷急了 三爷八八地追来 只为送一包麦芽糖 那刚刚朱家 为咱们准备的瓜果点心 又何苦扔来着 爸 李不言赏了他一记毛利子 黄其一张怨妇脸 干嘛打我 我说错了吗 赶回嘴了 李不言一挑眉 黄其捏了 看什么看 李不言手一松 帘子落下来 挡住了小培爷 那双好奇到死的眼睛 出发 马车再度跑起来 车里气氛微妙 李不言看看 朱未熙的神色 又碰碰燕三河的脚 哪里是给你吃的 大奶奶头一回出门 三爷担心呢 哇 铺垫的行云流水 但朱未熙是过来人 刚刚老三那双眼睛 只看向燕三河一个人 连小培也都不在他眼里 他闭了眼 往车闭上一靠 三河你吃 我没什么胃口 燕三河一听这话 脸更红了 感觉手上的纸包 都有些烫人 目光有些无措的 向李不言看去 李不言笑 狗男人玩这一招 倒让他无话可说了 燕三河这才拿起一块 塞进嘴里 甜 甜的酷人 到这里 他才明白 那人巴巴赶过来 送这包糖的意义 燕三河 我心里很甜 你呢 前车 小培爷自打坐上车 眉头就没松开过 脑子里反反复复 就三句话 人是有了 但事还早 别遭见人家姑娘家的好名上 也不用太过害怕 真有事 我总护得住你的 三爷巴巴的追来 只为送一包卖牙糖 所以 谢武师这王八蛋的心上人 就是燕三河呀 所以 他们兄弟俩 以前一后 都喜欢上了同一个人 哇 真惊喜 啊 好意外 他怎么 能喜欢燕三河呢 什么时候喜欢的 喜欢多久了 瞧他那副剑细细的样子 怕不是一天两天了吧 猪二爷察觉到 面前的人不对 担忧到 小培爷 别说话 老子现在火大呢 小培爷胸口起起伏伏不停 心说 自己有个喜欢的人 也都不会过 直接兴冲冲 跑去和他说 这小子倒好 竟然对他瞒得密不通风 还是不是人 还有没有王法 哼 瞒他 瞒他也没戏 谢家的规矩 虽然比这我培家要小不少 但你爹是什么人 堂堂内阁大臣的门第 娶一个孤女 门不当户不对 就算谢道之看在燕三河 对谢家有恩的份上 勉强同意 赵怀仁呢 赵怀仁慧放任你谢武时 娶一个对他没有用的女子 爱情的花 还默开 就要谢 你我就是难兄难弟 难兄难弟四个字浮在脑海 小培爷突然对谢武时 什么气都没有了 这小子瞒着不说 是不是就是因为谢家的原因 对了 小培爷一拍额头 他想起来了 燕三河的身边 还有一个含蓄呢 这两人的眼神你勾过来 我勾过去 一看就是有奸情 啊 这么看起来 我家的谢武时 也怪可怜的 古人知道 小培爷的心里 一会火焰 一会冰水 差点莫纠结死 崇华宫 汉王府邸 赵燕竟一身朝府走出书房 准备上朝 心腹董霄匆匆而来 王爷 太孙的人和掌 青天间的 朱家签上线了 听到这话 赵燕竟瞬间冷下脸来 青天间看似不起眼 实际上非常关键 陛下打仗 回回都要青天间的人 测一下胸脊 有时候 还会把主将的生辰八字 扔过去 测一测这个主将 是立于眼下的战士 还是刻眼下的战士 但历朝历代的青天间 只忠于皇帝一人 你是如何知道的 董霄 王爷还记得 谢之飞这个人 赵燕竟点头 上回离京前 他还查过这小子 只是莫查出什么东西来 有人发现 他最近和裴太医的 儿子裴孝 平凡出入朱府 董霄 今日天不亮 朱府门口 有两辆马车离开 其中一辆坐着裴孝 和朱府老二 谢之飞送完他们 站在门口和朱远末 说了好一会的话 赵燕竟 你的意思是 裴孝的外祖家是张家 张家又是太子妃的娘家 谢之飞的爹是谢道之 董霄冷笑一声 端木工利用这些小辈 排兵布阵不可怕 但这个节骨眼上 扯上朱家 便是大大的不妙 不妙在哪里 如果朱家 拿着汉王的生辰八字 说他不利于战士 赵燕竟就别想披甲上阵 大冷的天 赵燕竟手心冒出一层冷汗 本来他以为 这一局自己赢定了 不曾想端木工 竟然七绕八绕 绕到了朱家那头 还打算来个府邸抽薪 真真好算计啊 王爷与裴孝 朱老二同行的是三个女子 其中一个是朱家 已经出嫁的大小姐 嫁给了谢道之的长子 董霄 由此可见 朱家能和端木工 对边牵上线 关键在谢家 在谢之飞这人的身上 赵燕竟 你的意思是 我还打听到 他最近和武安侯府的世子贺云 走得很近 董霄轻轻叹出口气 王爷 这人不可小瞧啊 说不定武安侯府 拒绝和杜剑学联姻 就是这小子在中间坏事 赵燕竟目光一立 面色瞧着 竟有几分扭曲 第五百五十七章 不顺 朱卿发现 三爷这几日的心情极好 笑脸都莫停过 见到谁都哥俩好 不仅心情好 他还频繁地约久 左儿和蔡四他们 钱儿和贺云 再往前 便是和武成兵马寺的兄弟们 天天盘查 天天喝酒 忙得一刻不停 按照往常三爷的身子 多少会有些不舒服 这回不 三爷不仅心情好 惊气神也辈棒 早起晚间 各一个时辰的练武 练得比往常还要认真 想来想去 多半是那瓶活血化瘀药的功劳 三爷上哪都带着呢 夜里睡觉都在手心里握着 跟个宝贝似的 谢之飞心情是好 但心里也急 患得患失中夜里常常惊醒 他们这回到哪里了 顺利不顺利 有没有碰上山匪 强盗 大嫂一个那宅妇人 身子能不能吃得消 裴明廷那小子 有没有铜篓子 比三爷还觉得这日子如年的 是诸府二爷 马车跑了整整两天 中间只歇过五次 其中一次 还是因为大妹受不了颠簸吐了的原因 更要命的是 越往西走 天气越冷 马车虽然结实 能挡风雨 可终究没有车门 只挂着一个井帘 寒风透过井帘 直往人的身上钻 骨头渣子都是冰的 朱二爷把被褥往上煮拉 目光落在小裴爷身上 这一路 小裴爷连哼都默哼一声 全程缩在被褥里睡大绝 还睡一小窜的呼噜 瞧着是锦衣玉石的公子哥 实际上半点都不娇气 朱二爷哪里知道 其实裴孝出京城的第二天 心里就开始后悔了 往南走势越走越热 往西北走势越走越冷 热了 了不得骑马上 跑起来总有风 冷了 被褥顶头上都没有用 再说了 谢武士不来 他叫苦叫累 他听见又得招来一通鄙视 算了 还是不要自取其辱了 马车一过龙原关 速度就慢下来 关外前几日刚下过一场大雪 太阳出来雪化成了水 夜里温度低 水又结成了冰 车孤鹿在冰上打滑 根本跑不起来 好几处地方 丁一和黄旗都只能下来赶车 关外的驿站还算多 燕三和他们每到一个驿站 就停下来检查马车 这样的冰雪路后车孤鹿 断在半路那就要命了 马也换得勤快 跑累的马换上吃饱喝足的马 速度能加快不少 然后是这样 第四日才赶到龙王堂 找人一打听 龙王堂离五台山 还有一天一夜的车程了 燕三和决定在龙王堂的驿站 先一晚上 然后一口气直奔五台山 谁知歇下的当天 朱伟熙就病了 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女子 头一回赶这么急的路 吹这么冷的风 身边连个端茶递水的人都没有 不病才怪 这病来势汹汹 不过短短时间人就烧得迷糊起来 眼睛都烧红了 没办法 只有先请一问药 等烧退了再赶路 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地方 哪里能请到什么好郎中 小培野一看这个情形 从包袱里掏出几副药来 这玩意他回一回都随身带 回一回都能派上用场 丁一去掌柜那头借炉子 黄旗泡药 生火 不多时 药就咕噜咕噜熬上了 燕三和守着朱卫熙 李不妍趁机去检查车 马 只留一个朱二爷手里捏着三枚铜钱 茫然无措地站在那里 还要测一测凶急吗 这一病 足足耽搁了两天 好在后面的路上 雪化了不少 一行人这才顺顺利利地 赶到五台山 刚进到山里 天气变色 寒风夹杂着雪渣子扑面而来 气温骤降 连燕三和都感觉到了一丝冷意 丁一这些年 跟着三爷去过不少地方 一看这个天气 盲提醒到 燕姑娘 不出一个时辰 就有大雪来 又有雪 燕三和想了想 黄旗 近山的路不好走 你去探探周围有没有人家 有的话 找个当地人带路 是 丁一 燕三和 找几根结实的树枝 削尖了把大奶奶车子的锦帘钉起来 是 不言 燕三和目光朝前车飘过去 李不言轻轻一眨眼 立刻抬腿 走到了朱二爷面前 朱二爷 李姑娘 我家小姐说 拿出你吃饭的家伙 测一测凶急吧 好 朱远昭早就有这个打算了 这一路磕磕绊绊的太不顺了 不测测凶急 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李不言 去车里扔 地上脏 朱远昭走到车前 小裴爷把车帘掀起来 三枚铜板 往被褥上一扔 两个反面朝上 一个正面朝上 温凶 小裴爷瞪大眼睛 刚要发出一声哀嚎 忽然一只手掌捂过来 小裴爷眨巴眨巴眼睛 大侠 你干嘛 李不言伸出手 把两枚铜钱反过来 然后大声道 小姐 三枚都朝上 大急 还能这样 小裴爷睛的下巴 都快掉到地上 拿眼睛 去看朱二爷 朱二爷满脸的恐惧 李不言松了手 掌心在衣服上擦擦 不嫌不淡道 我娘说不要相信 封建迷信 信念能打倒一切艰难困苦 封建是什么 迷信是什么 小裴爷白皙的耳朵 缓慢变红 行吧大侠 你娘说啥就是啥 后撤 燕三河掀起车帘 看着脸色苍白 蜷缩成一团的朱卫熙 听到没有 大急 后面一定顺顺利利 你用不着担心 朱卫熙露出一点笑 有你在 我不担心 他说的是真心话 这一路 燕三河一直冷着脸 哪怕同坐一辆车 也很少和他说话 大多数时间是闭着眼睛 那次休整 他啃下一个冷馒头 在启程时 正好赶上一段下坡路 速度非常快 车身也颠簸得厉害 他胃里难受极了 一直死命忍着 燕三河掀开眼皮看他一眼 随即便叫停了马车 驿站里 他烧得神志不清 分不清耳朵里 听见的是呼啸的北风 还是耕颂声乌叶的哭声 睁开眼睛 看到一张白皙的脸 他眼泪无声流下 人在病中 都是脆弱的 他哑着声音问 燕三河 我还能活着找到他吗 有我在 别担心 燕三河接过 李不炎递来的热毛巾 替他擦拭额头的汗 顺便把泪也擦去 只要你病好起来 我一定能带你见到他 第558章 入山 天空很快飘起漫天的大雪 雪越下越大 根本看不清前面的路 放眼望去 只有一片白茫 领路的是个年轻的后生 小名驴蛋 长得又黑又蹲饰 头上戴一顶羊皮帽 露出一双对对眼 他一边扶着车身 一边和车里的贵人说话 这个季节 几乎没有人进山的 山里推 冷 寻常人吃不消利 要到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 人才会多 贵人 你们来山里做什么 上香吗 要不还是回去吧 这么冷的天菩萨 都回天上去了 燕三河 五台山的住持叫什么 驴蛋一正 随即黑黑笑了 贵人一看 就是第一次来 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大大小小 有一百多个寺庙呢 一百多个 燕三河抬眼去看面前的人 再次出发 燕三河让 朱二爷和朱卫熙同城一亮 方便他和裴孝商量一些事 裴孝学着李不言的样子一耸肩 你也没问啊 说吧 他从包袱里掏出几张纸 寺庙和和尚的名册 都在上面 燕三河接过来一看 几张纸写得密密麻麻 一个一个找过去 没有找到耕颂生的名字 他又去看裴孝 不在名册上 那就是半路出家的野和尚 裴孝一脸的无奈 谁让咱是天高皇帝远呢 总有管不着的地方 你还有脸无奈 燕三河吸口气 驴蛋 一百多个寺庙连在一块吗 那哪能呢 驴蛋黑黑笑笑 山下也有 山顶也有 半山腰也有 最远的寺庙 从我们家要走两天两夜呢 到这里 燕三河才明白过来 为什么朱远招侧了一个凶 地方太大 寺庙太多 最有名的是哪个 多了去了 文书寺 五页庙 菩萨鼎 南山寺 万佛阁 碧山寺 燕三河越听 眉头越紧 耕颂生会在哪个寺庙出家 李不言用胳膊碰一下裴孝 裴大人 拿个主意吧 简单 裴孝一脸自信 随便找一个寺庙 把我的腰牌往住持面前一放 保管他卖力地帮我们找 我们只管吃饭 洗漱 热热乎乎地睡个好觉 一个时辰后 文书寺的住持 势然一脸遗憾地看着小裴爷 裴大人 老那在寺里住了大半辈子 还从来没听过耕颂生这个名字 大人可有他的佛号 小裴爷摇摇头 势然 可有他的画像 小裴爷还要继续摇头 燕三河拔高音量 有 拿纸笔来 对啊 小裴爷一拍掌 神婆能画 还画得活灵活现 纸笔很快备好 燕三河朝朱家两兄妹看一眼 你们两个见过他 过来详细描述一下 不消片刻 一副耕颂生的画像便跃然纸上 燕三河放下笔 问朱远昭 几分像 朱远昭一脸吃惊地看着燕三河 忙到 七八分 昔日恋人的容貌出现在眼前 朱卫熙努力稳住情绪 有八分 裴笑把宣纸拿起来 往世然面前一地 世然拿着画像看了又看 半晌 一脸为难 这样吧 我把寺里所有的和尚都叫来 让他们过来认一认 裴笑 快聚 文书寺一共就十八个和尚 任一圈都说墨现过这个人 燕三河看向裴笑了 裴笑立刻会议 我让人再画几张 你马上派人去山下附近的寺庙 都问问 世然上前一步 裴大人 冒昧问一下 这位耕颂生 惊中的贵人在找他 否则我们也不用这么冷的天赶过来 裴大人昂首挺胸 官普摆得极大 余下的 你不必知道 世然陪着笑脸 是 是 燕三河一共画了十七幅画 除了住持外 余下的和尚都派出去了 六人一边围着火炉烤火 用些热菜热饭 一边等待消息 丁一和黄岐走了一路 实在太累 把几个蒲团放在火炉边 倒头就睡 他们一睡 所有人都觉得困 李不言和朱远昭 把余下的蒲团都拿过来 又让世然再抱了些被褥过来 倒地休息 小裴也睡不着 好巧不巧 他边上躺了个李不言 眼睛一睁 就能看到这人的脸 眼睛 不够大 鼻子 不够挺 嘴巴 不够丰满 可奇怪了 这几样东西组合在一起 还怪好看的里 看着看着发现不对 一抬头 发现驴蛋缩在角落里 睁着两只大对眼 死死地盯着他看 看什么 小裴也心一虚 赶紧闭上眼睛 怎么他也睡了 驴蛋欲言又止 心说这帮贵人们 是忘了还是怎么的 说好的银子呢 快把银子给我呀 浅浅一觉醒来 天色黑沉 外头的风雪更大了 这时 最后一个和尚 浑身湿透了回来 冲住池摇摇头 燕三核心里咯噔一下 一抬头发现 裴笑两条眉毛打成了结 正苦哈哈地看着他 山下没有 就得往山上去 裴笑走到释然跟前 伸手勾住他的肩 这个上山的路 释然身子狠狠一颤 裴大人 万万不可呀 别说这回下着大雪 就是没下雪 这冬天的山路也是疯的 裴笑问 为什么 释然叹了口气 裴大人随我来 他这么一说 火炉前的李布言几个 也都纷纷起身 跟着住持走出四门 一开四门 风雪扑面来 释然走到空旷处 指着远处的隐隐绰绰的群山 所谓五台 就是五个山 五个台顶 东台望海风 南台锦绣风 中台翠岩风 西台挂岳风 北台夜斗风 山上常年积雪 便是最热的夏天 还有积雪化不掉 温度比这山下要低好多 一般人上去根本吃不消 燕三河 这么低的温度 山上可有僧人 释然 哟 燕三河 他们怎么上山 冬天来临 大雪封山之前 他们就不会走动 就在寺庙里待着 吃的用的 都是夏季准备好的 释然 姑娘 不瞒你说 我们这里的僧人 也分三六九 像我这样的 他看了眼自己凸起的肚子 脸上露出一点惭愧 说白了 也是个花和尚 半山腰的那些 才是真正的六根清净 燕三河 山顶的呢 释然 能在山顶尽心禅修的 那都是得到高僧 将来是能作画升天的 耕颂声是哪一种 是散落在远处 寺庙里的花和尚 是半山腰的六根清净 还是山顶的得到高僧 为什么锦衣卫的人 偶尔路过都能见到他 这里常年住着的和尚 却一无所知 第五百五十九章 驴蛋 一片雪花落在燕三河的眉心 他心中一动 又问 山上的和尚 他们一年四季都在山上 不是 是然 冬天上山 余下三个季节 都会下山来转转 或者云游四方 燕三河等的 就是他这一句 你告诉我 整个五台山 一百多座寺庙里 最喜欢云游四方的和尚是谁 学问最好的和尚是谁 最聪明的和尚是谁 这 诗然卡住了 我知道你 所有人都转过身 驴蛋 吓得赶紧躲进门槛里 声音跟做贼似的 是 是虚云 去 去 去 别捣乱 诗然身边的小和尚一副袖子 让我师父好好想想 谁捣乱 驴蛋一脸的耿直 就是虚云 不会错 燕三河走到他面前 告诉我 为什么是他 驴蛋这时才真正看清 燕三河的长相 白白的 真好看 他帮我们家写过一封信 哦 是写给我大哥的 我大哥在太原府铁匠铺打铁 他的字写的可好力 燕三河 还有吗 驴蛋 他那次路过我们家 正式要去滇溪云游 燕三河 还有吗 驴蛋 他说的话我有好多听不懂 但我爹说 他是聪明人 不吃 小和尚眼传一笑 冲驴蛋摆摆手 行了 你个傻小子 哪里凉快 哪里待着去吧 燕三河死满 当成活马医 走 给我进去看看画像 小和尚诧异 女施主 你还真 万一呢 燕三河扯住驴蛋的袖子 把人拉到桌前 就是这人 你好好看看 是不是虚云 这个 驴蛋挠挠脑袋 那个 他又挠挠脑袋 小和尚高贵冷艳地哼一声 我就说嘛 要是画上满脸的落腮胡子 就像了 驴蛋手一伸 诺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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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统都画上 雾里灯时一片鸦雀无声 这话对小和尚来说是震惊 但对燕三河他们 则是惊喜 燕三河立刻拿起笔 在驴蛋指过的地方 画上落腮胡 像吗 驴蛋一会皱眉 一会撅嘴 一副很深沉的模样 要是再画得老气一点 就更像了 纸上的耕颂声 是书生时的模样 驴蛋看到的是 出家后的模样 中间相差了好些年 寥寥几笔 画上的男子 便苍老了十岁 燕三河一台下巴 现在像吗 像了 像了 驴蛋拼命点头 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燕三河把画像 递到释然面前 他看了好半天才认出来 是虚云 他是缠岳大师的弟子 这话一出 所有人脸上都露出惊喜 尤其是朱家兄妹俩 几乎是喜极而泣 真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找到了 真的找到了 人找到 燕三河就要多打听几句 住持 缠岳大师是什么人 释然神色变得恭敬起来 三百年才出一位的当事高僧 乡客们来五台山除了烧香拜佛 还有一个心愿 就是来献一见禅岳大师 燕三河 献他做什么 释然 算命啊 算命 小培耶暗戳戳扫了朱远招眼 心说这个心魔 怎么碰来碰去 都是些神棍 燕三河也看了朱远招眼 不动声色道 禅岳大师算得很准吗 释然 何止准啊 简直就是神算子 燕三河 他跟谁学的算命 据说是娘胎里就会了 释然摸着一点胡须感叹 他母亲家里 他爹是个喇嘛 喇嘛 藏人 所有人都听傻了 燕三河 喇嘛能结婚生子 是然 所有人又听傻了 禅岳大师只有冬天最冷的三个月 会在山上修行 余下时间都瞧不现人影 虚云是他在云游石收的徒弟 是然 聪明不聪明我不知道 据说大师收了他以后 再也没收过别的弟子 而且每次云游也只带他一人 小培耶朝礼不言积积眼镜 咱们这个时候来 还真来对了 否则上哪儿去找 李不言瞪他一眼 少打岔 往下听 燕三河走到桌前 把名册拿起来 又仔仔细细地找了一遍 这名册上没有虚云的名字 他是野和尚 自然不可能有 诗然苦笑 老和尚宝贝他那徒弟呢 宁肯让他荡野和尚 宁肯拿自己的俸禄养着他 也不肯上报官府 说是怕他被别寺庙抢走 一直静静在边上听得 朱卫熙突然开口 师父 你献过他 谁 庚 虚云师父 仅仅一面之缘 也仅仅一盏茶的时间 据说他比他师父 还要神出鬼没 整个五台山 就没几个人献过他 朱卫熙犹豫了一下 还是问出了口 他 他现在什么样 世然有些好奇地 看了朱卫熙一眼 个子很高 站在老和尚身后 一声不吭 一骨子凶相 瞎说 驴蛋不服气 他在我们家的时候 一点都不凶 还偷出一把花生给我吃脸 燕三河目光一转 落在驴蛋身上 驴蛋委屈得撇撇嘴 我没说瞎话 燕三河走上前 把手搭在驴蛋肩上 轻轻一拍 如果是你 你是现在上山 还是明天再上 你 你为什么问我啊 驴蛋有黑的脸长成茄子 我 我 我还没成亲呢 快 快把手拿开 燕三河故意把脸凑近了 你不说 我就不拿 娘 娘 有个长得白白嫩嫩的姑娘 掉戏我 驴蛋脸上烧得慌 手暗戳戳地护住当 要 要是我 我就现在上山 一夜风雪以后 山 山路更难走力 根本上不去 小和尚听得眼貌惊心 呵斥道 你胡扯什么 摸黑爬山 万一摔下悬崖怎么办 这些可都是经理来的贵人 驴蛋怕小娘子 但不怕小和尚 头冲小和尚一梗 腰里绑跟绳子 像蚂蚱一样 一个接一个不就得了 燕三河拨过他的脸 让他看着自己 你怎么会知道 娘 娘 他开始摸我脸 驴蛋腰一抬 屁股往后撅起 我天天爬山脸 啥不知道脸 天天 燕三河目光逼近 三十两银子 带我们现在就上山 干不干 第五百六十章 上山 三十两 驴蛋精的道西 一口凉气 别是骗他的吧 前面带路的银子 都还没给呢 你 你们先把银子给了 我就干 猪二爷 给银子 朱远昭转身从包袱里 掏出一个元宝 小兄弟 收着 还真有 驴蛋两只眼睛放光 刚要伸手去拿 燕三河一把抢了过去 丑话说前头 如果你没把我们戴上山 或者半路资格跑了 怎么办 放屁 驴蛋气得脸红脖子粗 我才不是这种人脸 燕三河 那你先说说 我们上山要准备什么 要一根最粗最结实的麻绳 能计七个人 你们的衣裳也不行 要换我这种短的 厚实的 方便走路 驴蛋充远保验了口口水 外头要照一件大厂 头上都要戴帽子 脖子要包好 除了眼睛 哪里都不能露出来 燕三河 还有吗 我要一把铁锹 你们最好手里 一人拿一个木棍 还有 驴蛋摸摸肚子 有些不好意思 得吃饱喝足才有力气 我刚刚没吃饱了 对了 我还要喝几口烧酒 烧酒暖身子 燕三河扭头去看丁一 丁一点点头 再看黄旗 黄旗也点点头 他把银子往他怀里一塞 转身 看着释然 再准备七个人 三天的干粮 释然一点头 我这就去准备 他算是瞧出来了 这一行中 不是裴大人 而是眼前这一位小姑娘 走了几步 想想不对 释然掉头冲裴大人道 大人 这黑灯瞎火的万一出了什么事 我们这小妙小似的 裴笑被他说得心里一抖 再想起猪二爷算的那一挂 赶紧走到燕三河面前 压着声道 你看 不用我看 你只要想想 咱们出来几天了 路上又耽搁了几天 还剩下几天 还想什么呀 裴笑 出了事 我们自个负责 释然得他这一句 利落痛快地走人 裴笑看着这人背影 后曹牙咬得哥哥想 他娘的 小爷我真要有个什么万一 你个老秃驴 怎么这也跑不掉 丁一 黄旗 不严 你们三人和驴蛋 好好商量 这山路谁打头 谁店后 怎么样才最安全 是 燕三河走到裴笑面前 这趟上山会很难 你行不行 不行就在寺里等着 嘿 你这是瞧不起谁呢 裴笑哼一声 放心 小爷行得很 燕三河走到朱家兄妹面前 你们呢 能不能上 朱远钊忧心忡忡地 看了眼朱卫熙 我没问题 就是大妹她 我也没问题 朱卫熙目光 坚定地看着燕三河 死都要爬上去 燕三河看着她瘦弱的肩膀 忽然说不出话来 轻轻点了一下头 风雪中 一行人坐马车 来到山脚下 驴蛋把绳子 往自己腰上一记 打了个结结实实的剑 接下来是丁一 他和驴蛋一样 手里拿一把铁线 铁线能有抓力 关键时候 一铲子能夯进泥土 防止往下滑 丁一后面 分别是朱远钊和朱卫熙 一旦朱卫熙走不动了 朱远钊还能拉她一把 燕三河跟在朱卫熙身后 李不妍在后面护着她 李不妍还有一个重任 拉一把身后的小裴叶 小裴叶嘴里喊着说行 心里在打退堂鼓 台顶在哪里 根本一眼望不到头 黄岐负责收尾 同样的 她的手上也是铁线 除了燕三河外 所有人都把自己 包裹得严严实实 只露出两只 黑溜溜的眼睛 但就是这样 还是冷 冷得浑身打摆子 山里有野兽 不能有亮光 每一步只能凭着 驴蛋的直觉 摸黑往上爬 李不妍这辈子 还莫干过这么刺激的事 嘴里发出一声长笑 驴蛋 出发 身后的小裴叶 被她笑得脑子嗡嗡作响 心说祖宗啊 你这是要把狼招来啊 前面几十丈 所有人都爬得很稳 就是最柔弱的朱卫熙 也只是不停地喘着粗气 再往上 风雪大的 能把人都给刮走 速度一下子就慢下来 最前面 驴蛋一铁鲜下去 铲到泥里 才敢往上迈步 丁一随时注意着她 怕她一脚踩空 朱远昭嘴里 很快就走出血腥位 却还要时不时地 回头看一眼妹子 体力渐渐不行 气喘得像牛一样 朱卫熙两条腿 像灌了铅似的 两排牙齿冻得瑟瑟发抖 硬是没有哼一声 燕三河身上衣服单薄 爬起来不费事 但体力却比从前差了一些 小裴烟因为有一个 李不言在前面 怕丢男人的脸 哪怕已经累得呼吃带喘 还咬牙挺着 偏李不言还笑她 小裴烟 鼻子吸气 嘴巴呼气 别跟狗一样 伸着舌头喘 小裴烟 这个小身 板不行啊 将来媳妇 没什么幸福可言 小时候吃奶了吗 使劲啊 小裴烟 要我推你一把吗 要的话就支一声 你跟脚屎棍给老子闭嘴 心里正骂着 脚下一个打滑 还没有来得及踉跄 前面的人伸手 就把他拽住了 那手一拽 一按 小裴烟稳稳站住 心惊胆战地扭头 李不言来句 不必谢 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小裴烟脸都羞红了 好在漫天飞雪 黑灯瞎火 红到屁股也没有人瞧见 朱远昭喘着粗气 忍不住问 驴蛋 距离山顶还有多远 驴蛋把脖子上的围巾 拉下一点 早着呢 这才刚刚开始 果然才刚刚开始 再往上爬 风雪大的 能把人都吹走 眼睛根本睁不开 而且空气也越来越稀薄 连李不言 都觉得呼吸越来越困难 此刻 所有人都明白了 这里为什么冬天要封山 势然住持 为什么要逼着小裴爷说 那样一句话 因为 危险 朱卫熙整个身体都已经冻妈了 一股一股的血腥味 从喉咙里涌上来 心跳很快 快得几乎要蹦出胸腔 脚上根本没有知觉 完全是腰上的绳索 牵引着她往上爬 这时她才知道 自己那句死都要爬上去 是多么的不自量力和可笑 放弃啊 你根本爬不上去的 朱卫熙 你是一个弱女子 你有什么本事 朱卫熙 耕送生在台顶等着你呢 你不把真相弄清楚 有什么脸面去死 朱卫熙用力一咬舌尖 痛意传来的同时 人也清醒过来 她艰难地睁开眼睛 往前方看 漫天的风雪中 似乎有一个高高浅浅的身影 在向她招手 没错 朱卫熙 我就是在等你 第五百六十一章 虚云 艳三河很快发现了 朱卫熙的不对劲 她的身子往前俯着 两条腿在雪地里拖行 显然是没了知觉 驴蛋 停下 队伍停下来 艳三河指着朱卫熙 她晕过去了 怎么办 朱远昭下的魂飞魄散 往下走几步 把人抱在怀里 脸贴着她的脸 还有呼吸 艳姑娘怎么办 丁一想着三爷的叮嘱 忙到 我来背大奶奶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艳三河 丁一 你和不言换个位置 黄旗 你在后面扶第一一把 好 女贵人 驴蛋胸膛起伏 背着也没有用 这么冷的天一旦晕过去 很快就会冻江 人冻江一会就没命了 艳三河暗倒不好 你有什么好办法 驴蛋 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加快速度 在她冻江之前赶到台顶 人命关天 艳三河顾不上了 那就加快速度 快 换好位置 立刻出发 队伍明显快起来 所有人都在心里想 不能让朱卫熙有事 得赶紧爬到山顶 但是 真的走不动了 真的喘不过气来 真的好冷啊 就在这时 朱二爷突然双腿一驱 跪倒在地 驴蛋被绳索带着一勒 也跟着摔倒在地 好在她年轻 反应快 铁线用力一铲下去 才将将不让自己往下滑 啊 这位贵人怎么也晕过去了呢 好歹是个男人呢 话音刚落 李不言和黄琪突然同时拔剑 小裴爷被他们的动作吓了一跳 什么 什么情况 黄琪 有什么东西在靠近 李不言 很沉 很大 驴蛋哀嚎一声 应该是野猪 他要来拱咱们 快 绳索解开 拱一个就等于拱一串啊 众人忙不迭地去解绳索 这时才发现 蚂蚱一个接一个 绳索也要一个接着一个解 可偏偏朱二爷又晕了 驴蛋解完自己的 又去解他的 急得手忙脚乱 而听着那脚步声越来越近 最后面的黄琪 果断一剑 把绳索割断了 谁知就在他割断的同时 已经是强弩之末 小裴爷 只觉得眼前一黑 身子往前一栽 什么都不知道了 他这一栽不要紧 身体竟然往下滑 而驴蛋正在弯腰解线索 手上的铁线扔在了一旁 只听见呼啦一声 所有人都跟着往下滑 驴蛋往前一扑 死命抓住绳子 可他一个人的力道 哪敌过这么多人的 瞬间就被拖了下去 本吃不了那么重的力 砰的一声 见请客间就断了 心急之下 他大喊一声 黄琪 黄琪听到这声喊 哪里还顾得上野猪 纵身一跃 抓着绳索的另一头 被拖出了好长一段 完了 必死无疑 驴蛋一边哭一边 扯着嗓子喊 我还没娶上媳妇呢 你们快用脚踩住啊 李不言在往下滑的时候 就想用这一招 奈何雪太厚 速度太快 根本踩不住 忽然 身下一痛 电光火时间 他意识到 死死地抱住 整个下滑的队伍 咯噔一下 这瞬间的一咯噔 给了黄琪和驴蛋 发力的机会 两人的脚 都深深踩进血里 速度一下子就慢下来 可就在这时 野猪也已经冲到了眼前 直奔着黄琪而去 黄琪心里 狂跳了几下 第一个反应 是松手逃命 第二个反应 是死都不能松手 冷汗顺着 他的额头流下来 他颤立着闭上眼睛 等待厄运的到来 扑哧 寒霜一样的箭矢刺 掉头就跑 漫天的风雪中 男子一步一步走过来 他右手拿着一把大弓 左手拄着一根木棍 风吹起他的大厂 露出里面灰色的僧袍 黄琪目瞪口呆地看 折这个从天而降的男子 心说着 不会是神仙吧 燕三河的目光 却一蹴一蹿地紧缩 这时 男子已经走到镜前 把大厂的帽子摘下 满脸地落腮胡子 胡子已经长到颈下 一双眼睛 黑油油地带着刀刃 仿佛能看到人的最深处 燕三河张了张嘴 却一时说不出话来 边上两道声音 几乎同时喊出来 驴蛋 须云 他就是须云师父 李不言 耕颂生 你就是耕颂生 耕颂生面无表情地 看着这帮狼狈的人 老和尚说 今日有贵客 贵客就是你们 不是我们 燕三河艰难地 从雪地里爬起来 目光四下找了找 指着不远处 雪地里趴着的一道人影 贵客是他 耕颂生大步走过去 低头一看 脸色微变 热 好热 小培爷睁开眼睛 只觉得眼前一片火光 什么地方有火 地狱啊 他怒火中烧 猛地坐起来 老子什么坏事都没做 凭什么下地狱 燕王说你太没用 李大侠 你怎么也下来了 是啊 下来看看 你怎么在油锅里扑腾 李不言把碗端过去 喝下去 小培爷低头一看 黑乎乎的一碗 这什么 李不言 披霜 小培爷 我还要再死一遍 黄岐再忍不住 爷莫死 这是去寒的药 哈哈 我没死 裴霄一口气把药喝下去 苦得眼睛 眉毛 鼻子都挤在了一处 缓过那股劲 他这才开始打量四周的环境 这一打量 裴霄差点没晕过去 这竟然是个石屋 屋子非常的小 只有一张炕床 别的什么都没有 床上除了他以外 还并排 躺着朱家兄妹俩 屋子中间生着炉子 炉子里烧着柴火 火上架着水壶 黄岐 丁一 驴蛋围在炉子旁 烤试了的一 鞋 这是哪里 东台顶 金阁寺 燕三河呢 李不言直指门外 在对面 裴霄二话不说就下炕 县地上有双僧鞋 也不管那僧鞋是谁的 穿上就走了出去 门外中间小小的正堂 供奉着观世音菩萨像 裴霄来不及细看 大步走到对面亮灯的门口 门里 三个人六双眼 齐刷刷扭头看着他 一个干别老和尚 一个落腮胡子大汗 一位就是僧鲁寺的裴明廷 明廷 这一位禅阅大师 这一位就是耕颂声 小裴叶神情呆呆的 好神奇啊 摔一个跟斗 想找的人就在我面前了 忽然 身后传来急促脚步声 小裴叶扭头一看 赶紧秩序地往边上躲了躲 朱卫熙亮腔着走到门口 一抬头 看到那个人 那双眼 周遭的一切都和他没关系了 第五百六十二章 重逢 人的一生中 有很多刻骨铭心 比如 此时此地 他盘腿坐在蒲团上 头微微抬起 眼睛犀利又明亮 以前的白面书生 被生生磨去 换成了满目沧桑 从丝丝毛发 到寸寸骨节 都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朱卫熙说不出话来 就这么静静地看着 过往伤疤被重新揭开 原来根本就没有痊愈 依旧血流不止 耕颂声也在看他 记忆中明艳的少女 站在雪白梨花下 冲他玩耳一笑 如今青丝仍在 朱颜仍在 很多东西却不在了 玩儿 这就是你从前的相好 耕颂声回神 嗯 尝得不错 瞧着是个有福气的 就是眼神不大好 哪里不好 能瞧上你 泽泽 眼下 师父 别这么说自己 折寿 没办法 我是矮子里面拔将军 毛坑里面剪石头 这不没折了吗 那可真是委屈你了 不委屈 高僧嘛 都很有胸襟的 这就是诗然嘴里三百年 才出一个的得到高僧 还能作化成佛 小裴爷好奇地 探尽半个脑袋 看着抗床上的 干别老和尚 发自内心真诚地问一句 您老人家 果真是禅阅大师 如假包换 大师正经端坐 出家人不打狂语 阿弥陀佛 裴笑 一场旧情人之间的 久别重逢 被这几句话一打岔 什么伤心难过 什么恍如隔世 都统统烟消云散了 燕三河 耕颂声 我们的来意 我都已经说了 能不能 先睡觉 耕颂声口气 颇为不耐烦 明儿一早再说 对的 夜里不要谈事情 孤男寡女的 容易谈出问题 大师十分大度到 对面那屋子 就让给你们了 那么一个小石屋 几七个人 小裴爷摆出管 老爷的谱 金阁寺就没有 别的禅房了吗 就这两间 大师指着耕颂声 他一间 我一间 小裴爷不信 踏着鞋推开门 走出去 一看 差点没在晕过去 举目似望 白茫茫一片的台顶上 只有三间 连在一起的破石房 想起来 东西两个石屋都没有门 是敞着的 穷成这样 谁他娘的起名金阁寺 分明就是个土庙啊 小裴爷刚要进屋 目光扫过门口的对联 经得大喊道 燕三河 燕三河 燕三河走出来 小裴爷直指那对联 风雪中看不大清 燕三河不得不凑到 进前去看 这一看 着实吓了一跳 对联上写 画虎画皮难画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小裴爷缩着脖子 压着声 佛法有一条根本规则 以不坏时间法位前提 这对联 七敲 不是七敲 而是一由所指 燕三河想了想 先睡觉 明天一早说 两人刚进屋 却见诸位牺撑着墙壁 受得摇摇欲坠 耕颂声 可以现在 就给我一个痛快吗 无人应答 小裴爷不忍心 想上前把大嫂搀扶回去 不想被燕三河一把拉住 燕三河摇摇头 示意她等一等 许久 屋里终于传来一声 等远朝醒 朱远昭是被人掐醒的 醒来听说 耕颂声找到了 也像朱卫熙一样 跌跌撞撞地冲出来 耕颂声 耕颂声走过去 伸手在她胸口轻轻一拳 朱远昭 朱远昭 亮呛着后退几步 眼底发红 你小子 让我好找 谁让你们找来着 耽误我家玩消行 抗床上的禅阅大师 一脸的不耐烦 都滚进来吧 话早点说开 你们也好早点滚蛋 耕颂声一个眼风扫过去 大师叔地闭上了嘴巴 燕三和目光 在两人身上打了几个转 道 丁一 黄旗先睡 余下都进来 进来也没有地方坐 好在这淡屋里 还有几个蒲团 把蒲团往地上一扑 所有人都学着 和尚打坐的姿势 把腿盘起来 耕颂声等湖里的水开 给他们冲茶 茶没有用茶中成 而是用碗 六碗茶冲好 整个淡屋里 弥漫着沁人的香气 小裴爷是什么身份 一闻到这茶香 就知道 这茶叶比怀人别院里的茶 还要好上三份 他用膝盖碰碰燕三和的 燕三和没有流行这些 目光都在耕颂声身上 他肩膀宽阔 胸膛厚实 眼风待刃 但做事却极为细致 六个茶碗 没有一滴水滴在外面 显然 这人是粗中待细 他还流行到 给朱卫熙的那碗茶 茶叶绍放了几根 应该是怕他喝多了茶走眠 耕颂声忙完 盘腿往老和上身边一坐 自顾自拿起茶碗喝一口 目光没有看向朱卫熙 而是落在燕三和身上 说吧 想听什么 为什么舞别 燕三和没有半点客气 话都问得很直接 为什么被抓了 悬自个冲自个笑笑 为什么烧书 是不是被人陷害了 毛是给你从五台山 求来的那张符 是不是有什么蹊跷 耕颂声明显一正 看来姑娘对我的从前 了如指掌 燕三和 否则又如何会跑这一趟 耕颂声突然哈哈一笑 我还以为第一个会问 我为什么出嫁 燕三和 这问题不该我问 这话一落 原本合着眼睛的老和尚 掀了掀眼皮 淡淡地看了燕三和一眼 燕三和察觉 抬眼向他看过去 这老和尚十分淡定地 把目光挪开 从身后的被子里 掏出一个细长的烟痘 谄媚地冲耕颂声笑笑 玩 要不要来一口 来 老和尚往里面塞了一团 黑乎乎的烟丝 在火上点着了 献保式地塞到 耕颂声的手上 耕颂声接过来 大大方方塞进嘴里 这一连串的动作 把地上四人都看待了 和尚抽烟丝 这是一代 高僧事后徒弟 这是第二代 还有第三代 是独属于小培野的 放眼天下 华国抽烟丝的 不会超过一个手指头 烟丝是从海上运过来的 贵得离谱 据他所知 整个四九城 也只有御生楼背后的 那个老王爷 才抽得起这一口 这两个和尚 穷得连个像样的寺庙 都修不起 乃来的银子抽烟丝 可瞧这样子 还是抽惯了的 这时 耕颂生吐出一口烟 烟雾中的眼睛 亮得吓人 春为前 我被人拿走了 一样东西 第五百六十三章 杀人 你被拿走了什么 耕颂生看了燕三合一眼 陷入回忆 簪子的事情告密后 耕颂生怕朱卫熙 被家里双亲责骂 索性上门求亲 耕颂生自认为是个浑人 但坏了大小姐的名声 不娶那就不配为人了 更何况 朱卫熙是他真心喜欢的 那丫头看着寻规蹈矩 其实骨子里很有几分勇敢 做什么事 说什么话 一点都不畏畏缩缩 耕颂生活在一个 传承了无数代的世家里 这个世家外表看着光鲜亮丽 底蕴深厚 让所有人敬仰崇拜 那里呢 耕颂生的几个叔叔 包戏子的包戏子 赌钱的赌钱 磕药的磕药 学问个顶个都是好的 但生活烂也是个顶个的烂 男人不上镜 苦的是家里的女人 耕家的姑娘们 打小就请教养嬷嬷调教 跟着各路先生学琴棋书画 为的指示 将来能嫁个好人家 用夫家的实力 来帮衬娘家 耕颂生的娘 是个连笑都不怎么笑的女人 几个妹妹被她教养得如出一辙 说话做事样样死板 儿子 你要上镜啊 儿子 你要光宗耀祖 儿子 你可别丢咱们耕家的脸 这时娘 对她说的最多的话 可父亲一个眼神丢过去 娘就吓得不敢吭声 一脸都未尽 耕颂生打小就有想法 将来绝不娶一个 连话都不敢和她说的女人 她要一个知她 懂她 能和她无所不谈的好姑娘 正因为如此 朱卫熙就格外地投她脾性 听到这里 燕三河发现了 耕颂生喜欢游山玩水的根本原因 耕家这个千年世家 就像一潭千年的古井 阴暗 深沉 压抑 让她喘不过气来 朱卫熙 烟雾中 耕颂生目光向她看过去 当时 我是真的动了心 也真心想娶你 没有参甲 朱卫熙仰头看着她 明里暗里的眼神 是难掩的痛 所以姨母比我高中前三甲 我想都默想 就一口应下 情窦初开的少年郎 又是那样的财情决绝 动了真心 想给人家好姑娘一个交代 不需要想 只需要埋头去努力 其实 她顿了毒 我是厌恶做官的 朱卫熙声音发颤 你 你说干什么 我厌恶做官 因为太假 假脸 假笑 假话 假情 假人 假意 人前满口家国天下 人后一肚子 难道女昌 真正有本事 清廉的官出不了头 爬上去的 都是溜须拍马 无耻虚伪之人 因为厌恶 所以我读书都没怎么用心 十分的力 使了六七分吧 仅仅用了六七分 才六七分 所有人都被这话惊着了 所以我很清楚 自己如果使出十分力的话 前三甲就如囊中取物 是十拿九稳的事 朱远昭插话 可我好几次来你宅子看你 都看到你在用功苦读 没有错 耕颂生说到这里 吸了一口烟 白眼吐出来的时候 他又道 因为我突然发现 自己读得很吃力 背得很吃力 文章做得很吃力 要怎么形容呢 就好像一个习武的高手 本来一招出去 就能让敌人毙命 结果出了三招 五招 甚至十招 敌人还好好地活着 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只感觉脑子一天比一天混沌 可春威却一天比一天静了 然后是过去这么些年 耕颂生回忆起那段时间的时候 眼神还是满满的痛苦 燕三河甚至眼见地发现 他嘴角在微微抽动 只是一把落腮糊 掩盖住了所有情绪 不仅读书上 我的脑子混沌 做事说话也糊涂 明明心里想的是这一句 嘴里说出来的 却是那一句 好像这个身子是我的 身子里的魂不是我的 耕颂生看着朱卫熙 你还记得 那几个月 我没有再上你家来 朱卫熙点头 我怕见到你娘 怕见到你爹 怕他们问我有几分把握 但我最怕的是见到你 少女的脸是白皙圆润的 眼里有水光 水光中有小小的妩媚 也有阴阴的期盼 这样的眼神 她从前喜欢的不得了 可现在就像一把锋利的刀 一寸寸的凌持着她 朱卫熙眼里 一下子蓄满了泪 那几个月的日子 其实她也不好熬 睁眼和闭眼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向菩萨祈求 祈求她的心上人 能心想事成 小裴爷开口说话 难道 真的是服有问题 耕颂生 耐福我早扔了 她不信神 不信鬼 只信她自己 朱远昭 我有一回求电话扶给她 她直接还给了我 小裴爷急不可耐 那是什么原因 你被拿掉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 别急啊 裴大人 耕颂生 听我慢慢把故事说下去 小裴爷心说 我急得都想撒尿了 书读到一定的份上 能不能终举心里 都是有数的 我这副样子 根本不可能终举 但话已经放出去了 而且这事还牵扯到朱卫熙 她突然摇了摇头 语速变得缓慢起来 也不知道怎么的 我就开始鬼迷心翘起来 生出了龌龊的念头 不应该这么简单 一个人的起心动念 往往都有原因 比如喜欢一个人 为什么喜欢 恨一个人 为什么会恨 耕颂生再糊涂 也应该知道 舞弊这种事情 一旦被抓住 那就是身败名裂 是被逼到绝路了吧 燕三合 否则以你更加的教养 又怎么会用这样一种方法 是 烟雾中 耕颂生和上眼 再缓缓睁开 目光依旧看向朱卫熙 你爹来找我了 朱卫熙现在听到什么 都已经不惊讶了 我爹说什么 说的都是宽慰他的话 让他放宽心 不要有太多的压力 哪怕有个闪失 更加的家事 也配得上朱家 还说毛氏这人 刀子嘴斗俯心 他其实早就把他 当成女婿看了 最后又说 卫熙这孩子 是他最看重的 从小到大漠吃过半点苦 没受过半点委屈 远嫁虽然舍不得 但若是耕颂生 他也就放心了 如果不是有 朱卫熙的话铺垫在前 聪明如燕三河 都分辨不出 这话里有什么不同 只听出来一个 老父亲的爱女之心 而现在 他却瞬间明白了 这不是宽慰 而是一种变相的施压 尤其在耕颂生 发现自己 中不了举的时候 毛氏把你当女婿 你别让他失望 朱卫熙是千金大小姐 你别让他受苦受罪 他笑了笑 朱老爷的这些话 让你最终选择了 孤注一掷 破釜沉舟 是 耕颂生 第五百六十四章 无形 这是我和你姨母 你的陪家单子 一共一百二十八台 除此之外 京城还有两处田庄 十八个铺子 也一并陪过去 田庄和铺子 是我们私下给的 三个哥儿都不知道 你别吱声 谁都不要说 庚家在洛阳 魏熙算是远嫁 这些东西 就是让他防防身 宋生啊 你可万万不能辜负 我和你姨母的一片心啊 庚宋生 微不可闻的一声轻叹 我别无选择 好像走到了绝路 只有铤而走险 李不妍忍不住插话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 你们女人不懂 小佩爷 我们男人都是 要面子的 就是再不行 也得想尽办法变得行 更何况 还是在那个节骨眼上 李不妍 也不想想万一呢 庚宋生拿起茶碗 静静喝了口 没有想过 直到走进考场 看到那些寻房的锦衣卫 才感觉害怕 心开始慌起来 坐在公园的号舍里 他冷汗层层而下 试题发下来 一个字都看不进去 心是惶恐的 眼是花的 耳朵是轰鸣的 身子是在颤里的 他好像站在了 一块孤石上 往前是万丈深渊 往后是深渊万丈 难逃一死 当那张小指 被锦衣卫发现后 我整个人轻松了起来 耕颂声 舔了舔盖里的嘴唇 就好像我虽然掉进 深渊里 摔了个粉身碎骨 但至少身子 是躺在了地上 是踏实的 所以他才自己 对自己笑了笑 扬长而去 我回到家里 倒头就睡 睡了整整 三天三夜才醒 莫睡过一个整觉了 大把大把地掉头发 嘴里的水泡好了又起 起了又好 耕颂声看向朱远钊 那天你来我宅子 看到我在捎书 其实半个时辰前 你爹当来过 和毛氏的痛骂不同 朱老爷一脸温柔地看着他 什么责备的话都没有 只有一声接一声叹气 耕颂声 眼神一下子冷立起来 朱远钊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应该比朱卫熙更清楚 我宁愿他 把我打个半死 甚至打死 也不愿意 听他一声接一声的叹气 朱远钊无言以对 压在喉咙口的话 怎么也不出口 他一走 我就彻底失控了 还读什么书 做什么圣仙人 我连个人都不配做 耕颂声眼里 闪过一点类字 那个瞬间 我不仅想把所有的书都烧了 我甚至还想把自己也给烧了 寂静 突如其来 燕三和手心慢慢渗出冷汗 这世上最狠的惩罚 有的人是毒打 有的人是谩骂 但对耕颂声 这个高高在上的神童来说 打骂反而是一种解脱和释放 聪明的朱玄九 伸直着人的脾性 使出了温柔刀 刀不会说话 却能致命 孩子 你怎么能做那样糊涂的事 孩子 我该说你什么好 孩子 你让维希以后怎么办 这些都是他叹气背后的前台词 像刀子一样 直刺进耕颂声的心口 就如同那份嫁妆单子 用一种沉默的 无声的方式 对痛苦中的耕颂声身上 施以凌迟 什么叫杀人无形 这就是 燕三河看着耕颂声 所以你选择了私奔 我觉得 我只剩下了这条路 耕颂声一笑 带他离开 找一处山清水秀 谁也不认识我们的地方 重新开始 其实 这是我的私愿 莫想到 话只说了前半截 但燕三河猜到了后半截 没想到那个傻丫头 就这么 头也不回地跟我跑了 这一刻 燕三河才真正领悟到 朱卫锦在朱卫锡的人生道路上 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如果没有他的告密 眼前这个男子 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出家 他们俩会不会过上隐居的生活 或许他们还会生下几个孩子 日子不一定富足 也不一定会很坏 就像耕颂声舞弊式一念之间 朱卫锡的后半生 也在朱卫锦的一念之间 燕三河在心里叹了口气 那个怀了身孕的女子 是怎么一回事 这话出口 朱卫锡手一松 帕子落下来 耕颂声盯着他看 他也回看着他 这应该是横在你心里最大的词吧 耕颂声问 是 舞弊 他无所谓 抛弃朱家大小姐的身份 和他浪迹天涯 吃苦受罪更无所谓 对一个女人来说 真正介意的只有两样东西 一是你有没有真心喜欢过我 二是你为什么要骗我 耕颂声进了许久 如果我说那姑娘 我根本不认识 你信吗 怎么会不认识呢 朱卫锡茫然看着他 那姑娘是你在百岳族的泼水节上认识的 叫阿俊 你还在饭桌上跟我们炫耀说 那姑娘太狠了 连泼了你十几盆水 泼得你浑身湿透 毫无还手之力 是 我说过 你还说 他家人非常热情 把你请去家里 喝了两天两夜的酒 第三天要把你绑进洞房 你吓得偷偷跑了 这时 耕颂声手里的烟抽完了 他把烟痘放在火炉边悄悄 目光平静地看着朱卫锡 所以 在你看来 我百口莫变 对吧 朱卫锡一瞬间眼泪婆娑 你压根就没变 耕颂声 莫做过的事情 我为什么要变 朱卫锡的眼泪 终究是落了下来 气声道 你不变 我又怎么知道 事情是真是假 我一直在等你亲口来和我说 耕颂声吸了口气 随即苦笑起来 那时候的朱家 我还进得去吗 进不去了 朱家上上下下的人 恨他恨得要死 谁都不给他好脸色看 但他就像再赶一条狗 就连朱远昭陷着他 都是一脸冷卧 拂袖而去 府里六个门 都有人守着 护院十二个时辰 在院墙外巡视 外头的人进不来 里头的人苦苦等待 数日没有音讯 误以为真 死了 那么真相是什么 耕颂声 燕三合问 我这人有个脾气 我做过的事 认 我莫做过的事 不认 未了弄明白事情真相 他又千里迢迢去了 一趟百岳族 找到了阿军 此时的阿军已经出嫁 就嫁给了邻村小伙子 见到阿军的时候 他的确怀了身子 已经有四个月了 但孩子不是他的 是他夫君的 他从来没有走出过 他们的村寨 他说他这辈子 最大的愿望 就是去京城看看 燕三合心中一耸 所以 那个怀了身孕的女子 是假的 耕颂声 是 燕三合 但故事却是真的 除了你和阿军一夜 露水夫妻外 耕颂声 是 怪不得所有人都信以为真 半点都没有起疑心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当时你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有几个人在听 我 我爹 我娘 我二哥 朱卫熙身子又开始发抖 还有两个妹妹 我也记得很清楚 大哥新婚 已经单独在自个院里用饭 三弟算错了卦 挨了爹三鞭子 那天在床上趴着 下不了床 朱远招接话 吃完饭 我还带着耕颂声 一起去看他 燕三合目光一领 直视着耕颂声 所以 你从那一刻 开始怀疑朱老爷 第五百六十五章 了断 耕颂声垂目看一眼 燕三合 自嘲似的笑了笑 燕姑娘 你从别人嘴里 听到的朱老爷 是什么样的 聪明上镜 温柔体贴 没什么脾气 一个好丈夫 一个好父亲 甚至是一个好主子 这样一个人 你会怀疑吗 我的回答不重要 燕三合皱眉 但我站在你的角度 想一想 你应该不会 轻易怀疑他 因为当时站出来 激烈反对婚事的人 是太太毛氏 而他 一直在暗中 支持这桩轻视 甚至连嫁妆 都已经准备好了 你说得对极了 我怀疑 谁都没有怀疑他 耕颂声 在朱家 他对我就像是 对他的亲儿子 虚寒问暖不说 还处处照顾 那么 后来你是怎么 怀疑到他头上的 在回城的路上 有一回实在太渴了 就找了个茶摊 喝口凉茶 边上有捉客人 聊起当地一大族里的事 族里的老爷死了原配 又续嫌娶了个后妻 这个后妻是个慈善人 对原配的儿子 比对自己的亲生儿子 还要宠爱 老爷管教这个儿子 他在边上护着 儿子在外面 做了什么坏事 他跪求老爷 出力出钱摆平 原配儿子 因此被骄纵得 越来越无法无天 成了当地的一霸 后来老爷去世 原配儿子当家 有一回 他看中了谁家的小姐 想那回来做妾 小姐死活不同意 他就直接把人绑了身奸 那小姐也是个猎性的人 回到家拿根绳子 直接吊死了 死前写了封血书 那家人在当地 也有几分小事里 拿着血书告到了衙门 原配儿子被抓进了牢里 这一回 后妻根本不出手救 原配儿子在牢里哭爹喊娘 受尽狱卒的折磨 末几个月就一命呜呼 不知情的都说 后妻大意灭亲 是壮举 知情的都感叹 看这个后妻心思之恶毒 耐心之坚韧 手上莫沾一滴血 干掉原配儿子 抢了家里的家产 还落了仁慈的好名声 这时卖茶的老婆婆 在边上感叹了一句 这就叫知人知面 不知心啊 就是这一句话 让耕颂生啼呼灌顶 在朱家 远昭和我最亲 我知道她使不出 这种龌龊手段 两个妹妹缩在内宅 又是未出阁的姑娘 莫这个可能性 那就只剩下朱老爷夫妇俩 耕颂生 太太虽然打我骂我 但说到底 她的根在耕架 没必要把脏水再泼过来 把所有的不可能都排除 那就只剩下一个人 寂静 再一次袭来 燕三和目光 停在耕颂生的身上 你找她证实了吗 本来想找的 但在客栈 遇到朱卫景后 就改了主意 为什么 耕颂生的五官偏硬 又是一脸的胡茶 看上去很有几分凶相 但此刻 她的五官却一点一点揉下来 朱卫景一个小姑娘出门 身边跟着四个丫鬟 两个默默 七八个护院 坐两辆马车 她无声地笑了一下 我突然想到 如果我有个女儿 我女儿要出门 我能给她什么呢 所以 你一下就体谅了她 不是体谅 耕颂生垂下长节 良久 轻生说 是我护不住她了 她是谁 自然是朱卫熙 为什么护不住 因为耕家那个 传承了千年的大族 耕颂生 如果高中三甲 嫡子嫡孙的身份 不仅让她在族中 说话一言九鼎 还能继承 耕家所有的家产 更加还会认她这个儿子吗 就算认 朱卫熙嫁过去 又有什么好日子过呢 当真浪迹天涯吗 她一个食指不沾 阳春水的弱女子 吃得消吗 将来两人有了孩子呢 不如把她忘了 在四九城里 找一个门当户队 有虔诚的人 安安稳稳过日子 但你不甘心 所以托朱卫 紧带了那句话给她 朱卫紧不会说的 恨她都来不及呢 耕颂生 声音微微发颤 那只是我自己的一个执念 话说出口了 我就无愧于心 燕三和睦 也是了断 是吗 是啊 耕颂生突然张开眼 目光从朱卫熙的脸上 一路往下 落在她的膝上 然后又回到她的脸上 半上 她又到 总要做个了断的 朱卫熙看着她 近了泪的眼睛 美得射人心魄 而她的同仁 却是漆黑的 幽深的 谁也没有说话 也没有挪开眼神 两个人就这么看着 山峰很大 呼啸而过 然而在他们的耳中 周遭的一切都是无声的 他们只听见了 自己胸膛里 那颗心的声音 朱卫熙 你了断了 那么我呢 耕颂生 我了断了 那么你呢 还还咳 一直没出声的老和尚 剧烈地咳嗽起来 那个女娃 别停啊 接着问下去 燕三和气的 都想拿眼睛弯她 都得到高僧了 怎么也没有眼力见 但一转念 似乎这咳嗽声 来得恰到好处 于是她问 耕颂生 后来耕家 把你赶了出来 耕颂生缓缓收回目光 也不算是敢 是我自己想走 没有一个人 站出来问她一句 为什么 都在指责 都在骂 爹说 更加列祖列宗的脸 都被她丢光了 娘说 就当没生过她这个儿子 兄弟们说 他们在洛阳城里 头都抬不起来 妹妹们说 他们有她这个歌 将来还能嫁个好人家吗 燕姑娘 当你是别人希望的时候 你看到的是一张张 凤城的脸 当你是别人拖累的时候 你看到的 都是一张张无耻嘴脸 耕颂生 把烟豆往老和尚手边一扔 示意她再弄一点烟丝来 老和尚脸上不愿意 手却乖乖地拿 起烟到 耕颂生叹了口气 我突然一下子 觉得墨意思透了 索性就离开了庚家 燕三合看一眼老和尚 然后你就看破了红尘 耕颂生愣了愣 突然哈哈一笑 我看破红尘做什么 天地那么大 一辈子都走不过来 一辈子都看不过来 我正好可以走走看看 这一笑 有青松明月一般的爽朗 李不言心酸了 他怎么还能笑得出来 小裴爷心酸了 这哥们心大 朱远昭心酸了 默默低下了头 燕三合也心酸了 他想到了燕行 也是从小就被重心捧月的男人 从天堂掉入地狱 却从来没有耕颂生这样的笑 燕行已经算是个看得开的人 而眼前这个耕颂生 似乎还比他还多了一层豪迈和不羁 只有朱卫熙 定定地看着面前的人 无声落泪 第五百六十六章 祖坟 锦衣玉石的公子哥 离开了家族的庇佑 冷了有谁添衣 热了有谁大善 朱卫熙气若犹斯 一定很苦吧 耕颂生唇角微微落下 然后又扬起 都过去了 他在朱卫熙面前 一个字都不肯多说 这让所有人对这个男人 又多了几分好感 女娃 还是你了解他 别看他现在笑得这么大声 我陷着他的时候 正缩在破庙里嗷哭呢 老和尚把烟豆递过去 哭得可伤心了 那眼泪哗哗哗的流啊 老兔驴 耕颂生瞬间爆发 你胡扯什么呢 没胡扯 老和尚一脸安详地看着他 刚刚我只是放了个屁 一句话 又把食物里 诡异的气氛给打断了 燕三河觉得 老和尚是故意的 故意不让这两人 有死灰复燃的机会 耕颂生 你到底被人 拿走了什么东西 这个问题 女娃儿你得问我 这小子就是鱼木脑袋 啥都不知道 所有人都恶然看向他 老和尚现所有的眼睛 都盯着自己 兴奋地搓了搓手 然后顶着比城墙还要厚的脸皮说 我吗 就不一样了 我好歹也是三百年 才出一个的高僧 小培燕 这名头他自己疯的吧 李不言 不要脸压过了小培燕 燕三河开口 听说缠月大师会算命 可是算出了他有什么灾伙 还用算吗 老和尚冷哼一声 我看到这小子的第一眼 就知道他被人换了命 换命 惊下来的猝不及防 每个人心里都咯噔往下一沉 燕三河忙问 他跟谁换了 不是跟谁换了 而是被换了命数 文昌星被拿走了 老和尚目光冷悠悠地 看着朱远昭 他的命盘里 文昌星从他三岁开始 能落到二十三岁 整整二十年 二十年的文昌星是少见的 所以这小子根本就是 李不言急道 是什么 老和尚突然眼泵锐光 文昌星下凡 文昌星下凡 怪不得这么聪明 小培爷 谁有这个本事 能把他的文昌星拿走 老和尚看小培爷的眼神 像看一个二傻子 小培爷心头一击 大声道 朱老爷 他这一喊 喊得石破天惊 火焰都抖动了几下 朱卫熙一把抓住 朱远昭的胳膊 哥 是 是爹吗 朱远昭恍若未闻 目光直勾勾地看着老和尚 咬牙切齿 你倒说说 我爹怎么改他的命 你学这一行 倒还来问我 现在的年轻人啊 说 朱远昭一声怒吼 整张脸上 轻轻猙獰地爆出来 老和尚不紧不慢地掏了掏耳朵 不紧不慢 吐出三个字 洞祖坟 光荡 西边的茶碗翻倒在地 茶水流了一地 这时的朱远昭连嘴唇 都已经有些发白了 声音颤得不像话 你是谁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 我是谁不重要 老和尚冲他笑了笑 重要的是 你应该好好回忆一下 你爹有没有动过 庚家的祖坟 朱远昭两个太阳穴 突突跳起来 几两鼓 窜起一股寒意 春围前一年 庚家来信 请爹 有空回去 帮着看看庚家的殷宅 说是他们府里 这一两年都不太顺 别是阴宅出了什么问题 爹不想去 经理的事情太忙 他走不开 但架不住娘的枕头疯 那回是大哥 跟着爹娘一起去的 爹有心让他献献世面 一个月后 人才回来 回来后 大哥按戳戳 把他和老三叫到了书房 兴奋地和他们说 庚家的祖坟 真真是块绝佳的风水宝地 不仅有天门开 还有地户壁 山管人丁 水管财 两山加一水 庚家不仅财运好 而且后代人丁兴旺 属于大贵之地 更难得的是 家拱的山很低 这样的阴宅 是发磕甲之地 将来能出大关呢 三弟当时还傻乎乎地问了一句 这么好的阴宅 还请父亲看什么看 不可能不顺的 大哥说 有两株树的长势不好 瞧着就是长歪了 爹让人砍了一些树枝 还让人松了松土 他和三弟都没有多想 砍树枝和松土 都是阴宅风水中 最简单的一些做法 会让儿孙的命格顺一些 所以 父亲是真的动了更加祖坟 不可能 不可能 朱远昭又连连摇头 逆天改命 改动者必遭受天罚 这是要反射的 我爹活得好好的 怎么可能 谁说反射就一定是当场 老和尚笑眯眯道 晚来个十年八年 也莫杀大关系 再说了 天罚 反射这种东西 又不是不能化解 怎么化解 我哪知道 老和尚一脸不屑 为你死去的爹啊 朱远昭惊得说不出话来 脑袋一寸一寸 一向朱未熄 朱未熄对上他的眼 一波又一波的惶恐 犹如浪潮般席卷而来 本来就没有一点血色的脸上 慢慢泛起不正常的潮红 爹改了耕颂生的命 爹拿走耕颂生的文昌星 爹 是爹 是这个世界上 最疼他爱他的人 急血攻心 扑的一声 一口鲜血 从他嘴里吐出来 他身子一痒 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朱远昭一把把人抱住 大妹 大妹 喊什么喊 赶紧掐他人中 老和尚似乎对这姓朱的小子很不满意 这口血吐出来就好 吐不出来 你才要多喊几声 二哥别急 小裴爷赶紧伸手去掐朱未熄的人中 朱未熄悠悠醒来 醒来先睁了几下 然后又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老人们曾经说过 人死后 会见到判官 判官会根据人这一辈子做的好事和坏事 判定这人是该上天堂 还是下地狱 只这一件事 朱未熄就觉得自己的余生 只有地狱这一条路 是他害的耕颂声 害他中不了科举 做不了大官 害他被耕家赶出去 最后顿入空门 朱未熄就这么一动不动地闭着眼睛 眼角流泪 一个是他最敬重的父亲 一个是他曾经愿意抛下一切的男子 肉眼可见的 朱未熄整个人像条迅速干河的河流 只剩下一片没有生命力的河石 他被彻底地击垮了 第567章 因果 耕颂声没有说话 甚至没有去看朱未熄 只是低着头巴达巴达抽着烟 燕三河深深叹了口气 不得不说 朱玄九这人心思之深 深道让人不寒而栗 为了不让女儿远嫁给耕颂声 他早早开始布局 一方面 他装出仁慈长辈的模样 让耕颂声觉得亲切 对他不设防 另一方面 则伺机而动 利用给更加看阴宅的机会 悄无声息地改变了更颂声一生的命运 改命还不够 更加世家的身份 就算更颂声没有终局 只要毛氏肯松口 只要朱未熄一意孤行 两家还有做成亲家的可能性 他为了把这个可能性掐死 故意拿着嫁妆单子 去更颂声面前 演了那样一出戏 逼更颂声走上歪路 这一逼 是逼毛氏死心 但是还不够 他利用更颂声故事里 阿军这个姑娘 找人假扮她 上演一出苦情女子负心汉的戏码 这一逼 是逼朱未熄死心 燕三河不由想到了 朱未熄说起的下棋 这哪里是毛氏和朱玄九的对弈 根本就是朱玄九一个人的战场 什么时候退 什么时候进都在她的算计中 但是为什么呢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想到这里 燕三河道 不言 把朱未熄 燕三河 别 朱未熄正扎着坐起来 用力擦去嘴边的穴子 你让我听下去 我想听下去 燕三河黯然扮上 点了点头 那你要撑住 朱未熄无力地靠在石壁上 轻轻合了一下眼睛 燕三河抬头看向耕颂声 耕颂声 你可有想过一个问题 为什么呢 为什么她要这么处心积虑地 折散我们两个人 对 你如果不改命 中前三甲十拿九稳 进入官场 有庚家 毛家 朱家的帮衬 仕途也不会差 将来留在京城做官 根本不存在远嫁不远嫁的问题 燕三河停了一下 你和朱未熄又是两情相悦 这本是一桩门当户对 郎才女貌 好的不能再好的姻缘 她为什么宁肯冒着天罚和反噬的风险 也要拆散你们 我想过 庚颂声吐出一口烟雾 眼神黯然 我这个人整天游山玩水 正经是不做 不是他心目中的良序 不对 燕三河断然否认 这个理由一点都不充分 耕颂声一正 那你说是什么原因 燕三河摇头 我不知道 但这里头一定有蹊跷 蹊跷很大 绝对不是耕颂声这个人的原因 会不会是因为你姓耕 他问 耕颂声吃惊 他恨我们耕家 这怎么可能呢 朱远昭 耕家是我娘的外祖家 我爹恨谁都行 但绝不会恨娘那头的人 朱二爷 李不言冷笑一声 这世上没有绝对的事 在刚刚之前 你也莫想到 你爹会下座道 连人家殷宅都要动 朱远昭被对得哑口无言 燕三河在心里 给朱玄酒动耕颂声的动机 打了个记号 又问耕颂声 你知道自己被改命后 为什么不去京城戳穿他 是啊 为什么不找他算账 小裴爷也表示不解 换了我 拼着一死 也要讨个说法 耕颂声眼睛看向别处 似乎不太愿意说 沉默了两酒后 他还是开口道 我在破庙里歇脚 掉眼泪 是大病一场 以为自己快死了 朱卫熙刚刚问一定很苦吧 何止苦呢 他从小到大 别说洗衣做饭 就是茶水都是别人端到他面前 从前游山玩水 身边跟了一个清风 清风看着瘦小 其实样样会做 衣裳破了补衣裳 马安坏了修马安 再说 身上带足了银子 总吃不了太多的苦 失魂落魄地回到庚家 清风投一个倒霉 三十几板子打得他 差点没了小命 所以他离开庚家 只带了几身衣裳 和一点私房银子 游山玩水 是要花银子的 银子花光了 就只能想办法找活 赚点银子再上路 有一回 他给粮铺挑了三个月的粮 算账的时候 掌柜客扣所有人二文钱 他不服气 出头找掌柜理论 掌柜最后把钱补全了 却找人 在半路把他打了一毒 还抢走了他身上所有家当 又气 又恨 身上又有重伤 他当下就觉得不行了 强撑着爬到了一座破庙 夜里发起高烧 人都烧糊涂了 想到了京城 想到了 国子剑 想到了从前的好日子 眼泪就止不住流下来 耕颂生下巴 朝老和尚一台 这个时候他看到了我 第一句就说 我被人拿走了文昌兴 我当时就气得吐了血 眼睛一闭晕过去 是我治好的他 老和尚一脸的洋洋得意 可费了我不少的事 偏这小玩儿 还不知道感恩 天天摆着一张死人脸给我看 你别说话 耕颂生冷冷看老和尚眼 他把我背进了一个道观 求他的倒是朋友出手救的我 饶是这样 我还在床上躺了足足三个月 燕三河听到这里都咬牙 下手真重啊 老和尚哼了一声 何止重殴 肋骨都断了三根 我让你别说话的呢 不说话 他们一个个就不知道你的惨 我的好 老和尚说完 还故意瞄眼朱未熄 那眼神仿佛在说 女人啊 救他娘的是红颜祸水 不是惨 是我从前的日子太好 这种事情再更加天天发生 丫鬟做错了事 小四传错了话 哪个不挨打 耕颂生 我之所以没找朱玄九算账 一来是谁会信我的话呢 连我爹娘都不信 所有人都以为 我是给自己找理由 二来 说到这里 他淡淡地看了朱未熄一眼 他为着我连私奔这种事情 都做出来了 我又何苦他这事 再去乱他的心 再说了 天到好轮回 总有报应的那一天 瞧 这不就来了吧 朱未熄抬起了眼 你不该为我忍的 这关系到你一辈子的前程 我 没有忍 耕颂生出生打断 是突然想明白了 这就是 我命中该有的一劫 是注定的 逃不掉 朱未熄心都绞在了一处 那你为什么对入空门 第五百六十八章 高僧 我逼他的 老和尚半点没有惭愧 只要他答应拜我为师 我就把更家的阴宅恢复原样 小裴爷怒了 老东西 你逼人做和尚 心里不羞愧吗 我为什么要羞愧 老和尚一脸狐疑地看着裴孝 他被人改了命 后面的命 就注定要遇到我 注定要入我们 裴大人 这也是因果 你这俗人不会懂的 我俗人 小裴爷气死 耕颂生的命改了 耕家人的命也会改 燕三合直视耕颂生 你是为这耕家人 才对入空门 瞧瞧 这里有个明白人 老和尚黑黑一笑 笑得十分的猥琐 想要再把命盘改回来 也得承担因果 耕家是因为耕颂生 才改了千年的风水 那么 这个结果就必须是他 老和尚指着耕颂生 眼中露出金光 因果因果 说白了就是代价 他做和尚就是代价 否则 燕三合 否则会怎样 否则 耕家的运势 不仅不会改到原路上 还会越来越差 老和尚缓缓道 这也是天罚的一种 差就差 李不言一拍大腿 耕家人那样对你 耕颂生 你管他们死活 还身体发福之恩 还养育一场的债 耕颂生鼻子里两团 白雾喷出来 算不得逼 心甘情愿的 再说了 我也不想我的脑子 一直糊涂下去 老和尚笑得 跟只成了金的狐狸似的 玩 可是你自个说的 心甘情愿 我说的 以后要好好孝顺卫师 替卫师养老送终 还没好好孝顺 你瞧瞧你浑身上下 有个高僧的样吗 耕颂生脸一沉 气势上来 喝酒 吃肉不说 眼睛还尽往漂亮的姑娘身上看 难无阿弥陀佛 酒肉穿长过 美色眼前过 佛祖在心中 老和尚半点不羞愧 高人都是 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的 小裴爷 真想一鞋底敲上去 李不言 不要脸到了一个新高度 这位高人 燕三合 你连更加阴宅的命盘 都能再改回去 想来也一定知道 朱玄酒是用了什么方法 才化解了反噬 你这女娃 刚刚还挺聪明 怎么这回就糊涂了 老和尚失望地直摇头 天罚 反噬这种东西 用正道是不能化的 要化解 只能用旁门左道 三百年才出我这么一个高僧 天地广阔 我一身浩然正义 以弘扬佛法为己任 怎么可能 高人请打住 燕三合 你的意思是 朱玄酒是用了旁门左道 老和尚一摊手 否则呢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如果 我是说如果 燕三合酝酿了一下措辞 有一个世家公子 原本被教养得很有规矩 很听话 后来却一下子变得好色起来 谁劝都没有用 他是被人改了命吗 这不是我大伯吗 朱远昭又要跳起来反驳 但一想到耕颂声被改了命 又只得咬紧牙关往下听 老和尚又一摊手 露出无辜的小眼神 这我哪知道呢 你一定知道 但你就是不想说 燕三合冷笑一声 还得到高僧 狗屁吧 说白了 就是骗子一个 礼不言哼哼 裴大人 你回头得好好管管啊 把你们僧禄寺的和尚轻一轻 别惊动些混子进来 光吃黄粮不干正事 妈 小裴爷叹了口气 主要是这些混子吧 仗着年纪大 一老卖老 一会说真话 一会说假话 真真假假的 鬼都不分清 三个人 三句话 把老和尚说的脸 都能开染房 燕三合却还要戳他的心窝子 耕颂声 你要好好考虑考虑了 反正都是做和尚 找个好一点的师父吧 礼不言惋惜 别上梁不正下梁歪 怪可惜的 小裴爷昂首挺凶 华国的和尚都归我 管 你随便挑 随便捡 我话扔这里 只有你瞧不上的人 没有我小裴爷办不成的事 话呀 骂我老和尚 人 想抢我徒弟 忍不了 不行了 得拿出点厉害 给你们这些无知小辈瞧瞧 否则 你们都不知道 马王爷有多少只眼 老和尚斜眼 朝耕颂声挑挑眉 耕颂声 敲敲烟斗里的灰 燕姑娘 你们三人去堂屋 朝菩萨科三个头 每人许愿替天下百姓 做一件事 我师父 就回答你们三个问题 燕三合 这是什么规矩 李不言 为什么要这么复杂 裴孝 为什么只能问三个问题 小爷我一肚子话想问呢 耕颂声抬眼看向朱远昭 山西有个运城 运城北边有个凤凰谷 凤凰谷有个世家 叫日行一善 你可知道 日行一善 朱远昭皱眉 可是行家 耕颂声 我猜你就知道 小培也等不及地问 行家怎么了 好好的 干嘛说起这个 朱远昭虽然也不明白 为什么耕颂声要说行家 却还是很耐心地解释道 行家也是算命看风水的行家 但这家人虽自称日行一善 干的却是歪门邪道 专门做逆天改命 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 小培也 你们这一行 还分名门正派和歪门邪道 朱远昭点点头 行家和我们朱家 完全是反着来的 行家长家的是女子 算命看风水也是女子 而且只传女不传男 行家的女子 到了十六岁就开始招续 十八岁成亲 成亲后 也不知用了什么神秘的古法 只生女孩 不生男孩 而且一辈子都只生一个 老和尚听得兴致勃勃 笑问 娃儿你还知道什么 行家这就磨一袋一袋传下去 传到后来 有个当家人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生了个男娃 朱远昭 据说是干的坏事太多了 什么古法 阵法都压制不住 绝脉绝代 从此世上再无行家 耕颂声看一眼老和尚 我师父就是那个男娃 燕三合 果然 李不言 我草 小培也 惊死我得了 朱远昭突然从蒲团上 直直坐起来 神色十分的激动 你就是那个一生下来 就必须败入佛门 否则就活不过三天的 难无阿弥陀佛 老和尚看着朱远昭笑 祖上造孽 而孙还债 也是因果 第五百六十九章 桃花 朱远昭一屁股跌坐在蒲团上 小培也好奇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他刚想问一句 这老和尚有什么过人之处吗 却听耕颂声道 我师父一年只算三次 每次只回答一个问题 不收黄白之物 只需来求的人 为天下苍生做一件好事 耕颂声看着燕三合 你们这一趟敢巧了 我师父今年还没有开挂 等一下 燕三合看着老和尚 行家不是传女不传男吗 你怎么会这些 李不言连连点头 对呀 谁教的 小培也 算得准不准啊 准 三人扭头看着朱远昭 眼神里都只有一个问题 你怎么知道 朱远昭目光死死地盯着老和尚 深深吸一口气 传说 这孩子是某个喇嘛的转世 带有前世的记忆 并且生下来就会说话 而且他的每一句话 据说都很灵验 真的 假的 朱远昭见他们不幸 忙又道 传说 这人还藏了一双天眼 白日看人 夜里看鬼 入福道是为压制他身上的邪性 给他剃度的人 就是他那个做喇嘛的父亲 剃度完 他父亲便作画而亡 而他母亲生完他以后 也含笑而去 小培也今的心都不跳了 喂 喂 为什么啊 朱远昭 因为这两人来这世上的目的 就是为了生下他 剃度他 任务完成 两人就修到成佛了 死记 真落可闻的死记 燕三合 怪不得 他一眼就看穿 耕颂生被拿走了文昌星 李不言 怪不得 他能替耕家 把命盘换回来 小培也 我手下竟有这么厉害的人 喂毛我不知道 喂毛 老和尚笑得依旧是那副鸟样 猪丸 这些话都是谁和你说的 我祖父 朱远昭回忆道 当年我祖父还到处打听过你 说是想求一挂 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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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天剑的当家人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能看天上星象 能断人俘虏生死 竟然还要找他求一挂 小培也真想抽自己一个大嘴巴 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有眼不识泰山 还是有眼不识金香玉 对了 我现在抱他大腿 拍他马屁还来得及吗 李不言也想抽自己一个大嘴巴 刚刚他还骂他混子 还劝耕颂生 再找个好一点的师父 老和尚不会记仇吧 燕三合什么想法也没有 他第一眼看到这老和尚 就觉得这人身上 有种让他感觉到很舒服的气场 就好像四经八脉都浸润了一样 这是前所未有的 当时他心里就隐隐有个念头 这个干别的老和尚不是普通人 所以才用了激将法 玩儿啊 听说这种事情都是不准的 老和尚竟然还一脸谦虚上了 什么喇嘛转世 什么前世记忆 什么白天看人 晚上看鬼 那都是狗屁 你们看看我 吃乌骨杂粮 还不是要拉屎拉尿 见这几个玩儿还在发愣 他又脸一沉 得了 抓紧时间 别耽误我睡觉功夫 老和尚夜里睡不好 白天也会磨精神的 三人赶紧从铺团上爬起来 走到外间佛像前跪下 三个响头 磕得不掺一点水分 磕完 双手合十 在佛祖面前许下誓言 李不言扶燕三合起来 拉着他往外走 走到门 喂 李不言扒在燕三合耳边 用只有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 既然是难得一线的高人 那就别问朱家的事 就问郑家的那个灭门惨案 是谁干的 燕三合有那么一瞬间 脑子里浮起过这个念头 咦 你们鬼鬼祟祟的在说什么呢 小裴也跟出来 李不言毛利子想敲上去 怎么哪都有这祸跟着 燕三合咳嗽一声 在讨论问什么 只有三次机会 每次只有一问 那么问什么很关键 小裴也把脑袋凑过去 神秘兮兮兮道 燕三合 我能问问怀人 什么时候做皇帝吗 李不言胳膊碰碰燕三合 瞧见墨 这小子也想办私事 不行 燕三合断然拒绝 你问朱家大老爷的事 不言 你问朱家吴老爷的事 我现机行事 李不言 真是个鱼目脑袋 小裴也 一点都不懂变通 回到石屋 出人意料的 老和尚竟然穿起了袈裟 胸前挂起了佛珠 这一换装 石屋里的气氛 一下子变得肃穆起来 就连老和尚本人 都好像变了气场 颇有几分得到高僧的模样 三人坐下 小裴也刚要开口 脑子里突然想到了一桩事 大师 什么样的事 才算造福苍生 必须得问问清楚 万一做不到 反射到自个身上 那不就亏大了 老和尚 与你来说 修路造桥 捐款放粮 都算造福天下苍生 怎么着 听这话的意思 每个人还不一样 小裴也赶紧探头 朝李不言眨了眨眼睛 快 问问清楚 李不言忙问 我呢 你吗 老和尚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就可算 这简单 我李大侠的名字 也不是随便叫的 李不言下巴 朝燕三河弄弄 他呢 他 老和尚 瞄了燕三河一眼 他什么都不做 便可造福天下苍生 燕三河心里微微一颤 总觉得老和尚 向他瞄来的那一眼 有些意味深长 为什么 老和尚双手合十 一本正经道 难无阿弥陀佛 天机不可泄露 燕三河 不用做还省事了呢 小裴也替燕三河 摆出一副占了便宜的表情 轻轻嗓子 道 大师 我可要问了 老和尚 问 那个 小裴也 我也不遮着眼着 就问问朱府大老爷 朱玄光的命格 老和尚 生辰报来 朱远昭都记在心里 盲报了一串数字 他刚报完 老和尚便冷笑一声 死人 哪来的命格 小裴也经的脸色煞白 听完生辰 就知生死 这么快的速度 连掐指一算的都不用 这 这 有点瘆人 小裴也 不瞒大师你说 这人就是刚刚燕三河说的世家公子 本来挺好的一个人 后来 老和尚 桃花井 什么 裴笑一头雾水 什么桃花井 大师 你能不能详细说说 下一问 等等 我这一问就结束了 不结束 难不成我老和尚 还要陪你唠唠嗑 这裴大人 莫非是个傻子 爸爸爸 既然是傻子 那就再多说一句吧 回去到他住的院子 派人下井 然后呢 老和尚一副难道他连傻子 都不如的吃惊表情 十分嫌弃地闭上眼睛 换个人问吧 第五百七十章 催命 礼不言天不怕 地不怕 但对上老和尚 心里还有些忐忑 大师啊 他难得的谦虚一笑 笑里还是一丝讨好 我问的是 诸府吴老爷朱玄家 也是个死人 这人生前很聪明 很有灵气 可惜从小身体不怎么好 后来长大了 古往今来 奇才都是伤官 伤识的格局 这回 老和尚连生辰都不问了 直接叹息一声 说了三个字 催命丁 催命丁是什么玩意 听上去怪下人的 李不言 然后呢 老和尚睁开眼睛 你一问 我一答 然后就结束了 虽然你是得到高僧 但也不能话只说一半 招人恨呢 李不言摇摇后曹牙 人 老和尚目光一片 也没平和 女娃你要问什么 燕三和刚要开口 只听到老和尚 用一种极为慈祥的语气 道 想好了再问 燕三和心跳突然快起来 也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眼前的这个瘦小的和尚 能看穿他的内心 刚刚被李不言一勾 他真的就很想问问 郑家命案的真凶 山风呼啸 燕三和在这封中开了口 我想问朱玄九 改了别人的命格 自己却丝毫 没有受到反噬 反而日子越过越好 他用了什么方法化解 你确定要问这个 确定 老和尚眼中有净水深流 只是几个眨后 便消失不见 借运 燕三和目光 灼灼像把刀 借谁的运 老和尚笑笑 谁的运好 就借谁的运呗 谁的运好 就借谁的运 燕三和身子往前一滴 扭头看向朱远昭 不想朱远昭 也用同样的姿势 向他看过来 四目相对 彼此眼中的恐惧 看得清清楚楚 朱家 就鼠毛师的运最好 就在这时 老和尚打了个哈欠 朝耕颂声笑咪咪道 徒儿 师父累了 伺候师父 等一下 燕三和突然起身 身子往前一扑 跪倒在老和尚面前 老和尚哀哀一声 突然在床上翻了个跟斗 躲到了角落里 直嚷嚷 别怪 别怪 受不起 受不起 所有人被他吓一跳 啥 啥意思 老和尚神成这样 竟然还有怕的 装的吧 耕颂声 已经吸引 未尝老和尚的疯疯癫癫 一敲烟痘 低喝道 师父 像什么样 赶紧做做好 老和尚看着耕颂声 一脸的委屈 你 你 你先让那女娃儿做好 我就做好 又开始为老婆正经了 耕颂声无奈摇摇头 燕姑娘 我师父最恨别人跪她 你起来 有话直说 那也不用逃得这么快吧 弄得我像什么温神似的 燕三河盘腿坐下来 缠岳大师 我心里有个疑惑 不求你答 只求你指点一下 啊 你这个女娃儿 怎么得寸进尺啊 老和尚一边爬 你别用吹胡子瞪眼睛 向燕三河表达愤怒 你不能仗着自己是 长得好看 就无法无天啊 说好三问三答 你非要 缠岳大师 人命关天 我求你 哎呀 哎呀 听不得求 折寿 折寿 老和尚连连摆手 脸上又气又恨又无奈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放完快滚 燕三河 朱玄九发七毛氏 鼠老鼠 正月初一生辰 他最近一日比一日衰老 还有七天的寿命 说完 老和尚身子一痒 往床上一躺 随即拉过被子 把自己蒙得严严实实 被子里传来他的咆哮声 滚 滚 滚 都给我滚 食屋里没有一个人动 所有人都心惊胆战地 看着那团被子 脑子里一片嗡嗡嗡 毛氏还有七天寿命 还有七天 七天 这 怎么可能 朱远钊只觉得心潮翻涌 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压制不住 嘴一张 也吐出一口血 哥 朱二爷 朱远钊一脸的悲怅 眼睛红得骇人 这口血 在他妻儿一失两命的时候 其实就应该吐出来 因为心魔末着落 硬生生地忍到此刻 此刻 听到桃花锦 听到催命丁 听到娘 只有七天寿命 他苦苦支撑的一切 在此刻全盘崩溃 果然 这一口血吐出来 心里头就好多了 他从怀里掏出帕子 将嘴角的血子擦去 又去擦地上的 彻底擦干净后 他起身跪倒在地 冲锋在被子里的人 磕了三个头 亮亮呛呛走出去 小裴爷怕他有个好歹 赶紧跟上 耕颂生收起烟痘 从床上跳下来 燕姑娘 去外头歇着吧 我再给你们烧个炉子 话是冲着燕三合说的 目光却轻轻落在 朱卫熙的脸上 朱卫熙捶着目 眼泪已经流不出来了 就这么呆呆的 沉默的 一动不动 耕颂生嘴唇动了动 有心想说些什么 可终究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又对燕三合道 饿吗 燕三合看看 朱卫熙受得发箭的下巴 饿的 我给你们煮点米粥 耕颂生说完 便从三人面前走了出去 李不言看着他背影 冲燕三合使了个眼色 难怪朱卫熙连私奔都愿意 这男人太野蛮了 夜色 深渐 山顶的风雪越发大了 把两扇子木门 吹打得砰砰直响 一边屋里 老和尚已经睡下 另一边屋里 丁一 黄旗 驴蛋三人的呼声震天 中间的堂屋 所有人围着火炉 坐在蒲团上 脸上的表情都很凝重 朱家兄妹俩 一个满面悲痛 一个神色呆滞 耕颂生端着锅 从外头进来 他把锅架到火炉上 把木铲塞到小培爷手里 我去屋后找点吃的来 小培爷 屋后 耕颂生 还有一间末门的小食屋 专门储藏些东西 说是找吃的 其实就是让出地方 好让燕三和他们慢慢商量 其实 还有什么 可商量的呢 毛氏只剩下七天的时间 朱远昭和朱卫熙 必须赶回去 献上最后一面 否则就是一辈子的遗憾 雪天路滑 回城的路不好走 明天天一亮 必须要下山 燕三和从裴孝手里 拿过木铲 放在朱卫熙的手心 朱远昭 不言 明天 你们陪我去外头走走 东台到底什么样 我还没看过 小培爷刚想说一句 你疯了吗 李不言的刀眼 已经射过来 射什么射 外面什么天 你们心里默点数吗 那是要冻死人的 燕三和 朱卫熙扯住 燕三和的衣摆 轻声道 莫必要的 我 有必要 燕三和斩钉截铁 人一生中有很多痛 最大的痛叫错过 第五百七十一章 恨过 耕颂生从食物里 拿出三个冻成石头的膜 这玩意放在火上烤 烤得两面金黄 香里 身后有才雪生 转头 现是燕三和 微微皱起霉 聪明人 有时候一个眼神 一个表情 一个举动 就能猜出很多东西 是要我去劝劝他吗 他问 燕三和摇头 道个别而已 耕颂生没你的更深 姑娘不怕我 你不是这样的人 耕颂生看着他的眼睛 忽然觉得想笑 他不是这样的人 这话很多年前 他渴望从每一个人嘴里说出来 如今真有人说 他却觉得 是不是这样的人 都已经不重要了 成 他一口硬下 你们就在这里猫着吧 燕三和环视四周 嗯 还算挡风 耕颂生哈哈一笑 转身离开 他一走 燕三和冲远处招招手 小培爷第一个冲进来 这鬼地方 怎么能这么冷 我刚刚出去撒泡尿 差点没被冻死 说完 朱远招缩着脖子进来 燕三和不废话 直接了当道 明天天一亮 不管天气如何 燕三和我们都下山 朱远招点点头 不言呢 来了 来了 李不言手里抱着一捧干柴冲进来 燕三和从哪里找到的 就这弹屋后面堆了好多 李不言把干柴堆起来 就在门口升起了火 火焰烧起来 小培爷拉着朱远招围过去 终于有命了 朱远招身上暖和了一些 突然开口 燕姑娘 我娘 今天什么话都不说了 燕三和打断她 神色平静又坚定 脑子里装的东西太多 我要想一想 你也要静一静 看看后面是个什么张成 要不要先让丁一回京 给你大哥送个信 不知道哪一句话 出到了朱远招心里 他突然跪倒在地 双手捂住了脸 肩弯下的同时 泪从他指缝里流出来 这一回连最心软的裴笑 都没有上前劝 是该哭的 洞音宅 拿走耕颂声的文昌星 桃花井 催命丁 还有戒狱 这哪是一个正常人 能干得出来的事 太他娘的下座了 还好丈夫 好父亲 我呸 珍珍应了四门前的那句话 画虎画皮难画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耕颂声走进堂屋 眼上门 在火炉前盘腿坐下 朱卫熙抬头看他 他从腰间掏出一把小刀 把磨切成一片一片 放在锅盖上 冰冻的魔药先软一软 烤起来才会好吃 木铲给我 朱卫熙递过去 他接过来 打开锅盖搅了搅 觉得有些干了 又往里面添了些水 再把锅盖盖上 朱卫熙心头一阵阵刺痛 记忆里 他那双手握过笔 翻过书 折过树叶 摘过花 唯独没有做过这些粗活 半上 他低声问 耕颂声 你恨我吗 他不打反问 朱卫熙 你恨我吗 他愣了一愣 恨过 他笑 我也恨过 他 我恨你不走正道 一夜风流 他 我恨你太傻 宁肯相信别人 也不信我 说完 两人都静了 恨 是因为用过情 情用得太用力 求而不得 就变成了恨 这些年 我走过很多地方 耕颂声抬头 对上他的眼睛 声音如从前一样 含着笑 最东走到过东海 往南到过穷台 往西我爬过拉奇山 往北我去过墨河 那些是诸位西穷奇一生 都无法想象的地方 是夜里的梦 我在东海边上 住了三个月 他慢慢陷入回忆 大海一望无际 海水很蓝 有时候会风平浪静 有时候会掀起狂风巨浪 海鸥在海面上飞 阳光好的时候 它们会飞得很高 我常常坐在牙石上发呆 什么都不想 就这么干坐着 阳光好的时候 我就躺在沙石上 能躺一整天 有时候醒着 有时候睡着 睡着了会做梦 梦里 是家吗 恰恰相反 耕颂声朗声笑道 什么都梦到过 就是没有梦到家 诸位西紧敏地唇颤了几下 心更痛了 他想问 那有我吗 让我最震撼的是拉奇山 我见到他不由自主地跪下去 眼眶湿润 那种高远 巍峨 磅礴 辽阔 他的眼睛亮得像天边的孤星 眼里有清澈的光透出来 让我觉得人在山水里 是那样的渺小 急急盈盈地荣华富贵 是那样的不堪一击 那些你争我夺 你死我活的算计 是何等无聊透顶 他看向诸位西 目光很深 我还遇到过很多很多 有意思的人 有个压镖的 年纪很大了 约莫五六十岁 混在镖队里 什么也不干 整天就叫嚷着 要早点回家 诸位西接话 是为了生计赚银子吗 他摇摇头 他压镖不赚钱 每次还要倒贴 给镖队二两银子 因为走得慢 还被人嫌弃死 诸位西不明白 何苦受这份罪呢 说是他如果在家 婆娘就又打又骂 但他跟着镖队压镖回来 回家就有好粥好饭 夜里婆娘还主动 给他暖被窝 好凶的婆娘啊 他婆娘什么都不记得了 老头子忘了 儿子女儿也都忘了 只有看到镖队从城门口回来 才会想起从前的事 他笑了笑 但也只能维持个几天 几天后 又什么都忘了 诸位西沉默了一会 那婆娘年轻的时候 一定天天去城门口等她丈夫 等着等着 便等成了习惯 耕颂生点点头 老头和我抱怨说 总有一天他会 被他婆娘活活累死 我就劝他别跑镖了 就在家歇着 你猜他怎么说 怎么说 耕颂生唇脚笑意很淡 他说我狗屁都不懂 活该出家做和尚 诸位西 后来呢 后来他压他的标 我跟师父走了另一条路 就再也没陷过 诸位西眼睛被火熏的发热 低下头 你难道 原来你们才一起 走了这么一小段路啊 是啊 我和他就这么一点缘分 耕颂生看着他 也就能听听他的牢骚话 诸位西四想到了什么 眼神闪烁了一下 第572章 放下 我还遇到过一对养风的夫妇 丈夫长得瘦瘦弱弱 婆娘长得又高又壮 一点都不搬佩礼 耕颂生的口气 听上去有些打抱不平 每天 男人坑吃坑吃干活 女人就在边上翘着二郎腿 男人干完疯场的活 还得洗衣做饭 女人不仅不帮着干活 还这个嫌弃 那个看不顺眼的 整天骂骂咧咧咧 诸位西正正仰起头 这样的恶婆娘 为什么要娶呢 是啊 我也觉得奇怪 她笑道 有次男人把饭烧糊了 女人一巴掌打过去 我实在忍不住 就上前呵斥 结果那男人反过来护着女人 你猜是为什么 诸位西摇摇头 养风是女人家祖传的手艺 男人是入坠的 入坠两年 女人莫舍得让男人动一下手 耕颂生 养风人要追花 那女人怀了身孕 很快就不能出去追花了 这男人手不能提拦 肩不能挑担 怎么撑得住一整个花旗 诸位西双眼红透了 静了好 一会 才说 原来后面的路 给她自个走了 耕颂生看着她 是啊 给她自个走了 眼泪终于又被热气熏出来 不敢让她看见 硬生生逼回去 耕颂生 我走不动了 我不知道 走下去还有什么意义 诸位西 你看 耕颂生伸出手 手上满是老茧 有几处还裂开了口子 从前这手除了握笔 什么都不会 现在砍柴 生火 洗衣 做饭 缝缝补补补 样样都不在话下 从世家公子 到和尚 是一场渡劫 渡过去就是重生 渡不过去就是活该 我可以 你为什么不行 你行的 诸位西 诸位西捶着长劫 看着她双手 眼底的泪 一颗一颗砸落在自己的心上 那个怀孕的女子上门后 诸位西哭得撕心裂肺 悲伤不能自已 她觉得自己是天底下一等一的伤心人 被欺骗 被辜负 如今才知道 真正的伤心是哭不出来的 只能合着泪咽下去 就像此刻 她的声音依旧温柔 她的目光仍落在她身上 她仍和多年前一样 把路上的井 遇到的人 同她讲的眉飞色舞 可诸位西心里 比任何时候都明白 她有 也只有这双眼睛 和从前一模一样 她已经把心里的刺拔出来 坦坦荡荡地往前走了许久 而她 今生今世 再也无法与她同行 哪怕只是几步路 诸位西 我师父有一句话 你要不要听一听 诸位西抬头看她 她说人这一辈子的终点 不是在山水踏进时 也不是作画成佛时 而是在放下的那一刻 耕颂声平视着她 温声说 往前走吧 别回头 回头没有人等你 诸位西没说话 一直沉默着 许久 她从怀里掏出一方锦帕 帕子展开 是一只雕工粗糙木簪子 耕颂声拿过来 看也不看 便往怀里一塞 一直还没谢过 那个救了我命的道士 这玩意 正好可以送给她 诸位西睫毛轻颤 抬起头 含着泪笑道 就这两处地方吗 就遇到两对 有意思的夫妻吗 还有别的没有 都和我说说 耕颂声笑 想听 想 那可多了去了 耕颂声把烧火钳子 架在炉子边上 又把锅盖上的 化洞的魔拿下来 放在火钳子上 忙完 她开口道 入冬前 我和师父去了 趟马驱草原 你知道那边的男人女人 怎么相亲 怎么相亲 姑娘看上了 用马套往小伙子 脖子上一套 小伙子要是不愿意呢 那就得想办法 挣脱出来 姑娘如果就是 相中她了呢 姑娘会让她站住 然后把自己 腰间的佩刀扔过去 表示我会带 丰厚的嫁妆过来 要不你再考虑考虑 心构成的 可不是吗 有一回 我脖子也多了个马套 那姑娘的眼光 一定很好 耕颂生点点头 看着她 很用力地看着 然后轻声说 能看上我的姑娘 眼光都好 小培也稳不住了 心急如焚 虽然 耕颂生一身硬骨头 被抽筋扒皮 也能再堂堂正正站起来 是条汉子 但 那时的人 那时的情 都已经是那时 如今朱卫熙已嫁做人妇 这孤男寡女的 可别说着说着 就情不自禁起来 不行 我得去听听闭脚 替谢武师稍稍盯着险 面前三个人 燕三河闭目养神 朱远昭面如死灰 就一个李不妍 睁着两只大眼睛 意味深长地看着她 看什么看 没看过这么风流 俊朗的公子吗 谁知李不妍不仅看 还伸过一只脚 碰碰她的 干什么 男女瘦瘦不轻 小培也用眼神表示谴责 可气势还没有摆出来 李不妍两条绣 没冲她一条 眼神往外瞄瞄 小培也心里 倒吸一口凉气 娘脸 敢请李大侠 也想去听闭脚 李不妍当然想偷听 但偷听的目的 是想看看 这两人有没有可能 再在一起 和尚不能娶妻 但喇嘛可以 老和尚爹就是个喇嘛 老和尚也应该是个喇嘛 那耕颂声岂不是也是 反正谢家那个鬼地方 谢老大那个鬼人 他瞧着就是不喜欢 劝诸卫西河离德了 孩子扔给谢家 这事 他一个人干不成 得找个同伙 小培也正合适 李不妍站起来 我那集出去一下 我 我也急了 小培也到了门外 李不妍等在边上 眼神一个对视 走 偷听去 两人亲手亲脚走过去 同时把耳朵贴到了门上 听半天 傻眼了 就请半点默序 谈的都是游山玩水的事 小培也冲李不妍挤击眼睛 这耕送声 还算爷们 李不妍回他一记眨眼 妈的 是爷们就往前冲 小培也在眨眼 不知道大嫂怎么想的 李不妍也眨眼 大嫂啊 虽说好马不吃回头草 但这草比家里的有嚼头啊 小培也继续眨眼睛 菩萨啊 红线已断 保佑他们各自安好啊 李不妍继续眨眨眼 老天爷啊 请让爱情的炉火 再烧得旺一点吧 门枝鸭一声打开 两个人同时指起身 那个 小培也心虚地看了眼耕送声 迅速调整神色 我就是来看看周好了没有 饿死了 李不妍恩一声 小培也的借口 就是我的借口 小培也 这 根 脚 石 棍 第573章 圆境 看破不说破 耕送声退后半步 面无表情道 周好了 正要去喊培大人和李姑娘 李不妍不安须的 确定话都讲完了 耕送声不答 只是把门拉开了 朱卫熙从地上爬起来 不妍 进来吃点热粥吧 虚云师 腹还烤了膜 怪香的 虚云师父 李不妍看一眼火炉旁的朱卫熙 差点眼泪就下来了 朱玄酒 我操你祖宗八代 你连自己的女儿 发气都要坑 你他娘的 就是个狗畜生 我去把他们叫来 他扭头就走 很快 燕三合和朱远昭都聚过来 各个捧起热粥 嚼起烤膜 一碗热粥喝下去 困意上来 燕三合想着 天一亮还要下山 我们就在蒲团上 对付一碗吧 耕颂声指指里头 堂屋里冷 你们分散着去 左右两个房间睡 我师父不会赶你们出去的 就是进屋的时候清闲 我去外头干点活 说吧 拉开门大步走进风雪中 小裴爷被冷风吹得 打了个哆嗦 嘀咕道 大晚上的 他要干什么活 有情人分道扬镳 李不妍心里不痛快 莫好气道 你管呢 小裴爷 这丫头怎么了 没有旧情妇人 不是好事吗 还能睡一个时辰 抓紧时间 一个时辰候起来 准备出发 燕三合抱起蒲团 往老河上屋里走 不妍 卫夕 你们跟我睡一屋 小裴爷听着那一屋的呼声 后曹牙咬得咯咯响 我也想进来 成不 我不困 不想睡 我去外头跑两圈 李不妍扔下这一句 也去了外间 朱远昭 燕姑娘 我想去找宋生说说话 燕三合点点头 只要你们有力气下山 做什么我都不会管 朱卫夕从地上爬起来 三合 我跟你进屋睡 好 两人轻手轻脚进到屋里 朱卫夕蜷缩缩在蒲团上 燕三合拿起一旁 老和尚的僧袍 披在他身上 朱卫夕正正仰起头 燕三合看着他 等回了惊 你到我别院来 我把肩膀借给你好好哭一场 朱卫夕摇摇头 我不是没人凭 一碰就碎 我撑得住 我撑不住 你把肩膀借给我 让我好好哭一场 哭完好 盼个脱胎新生 朱卫夕看着他 深深地看着 半晌 他伸出手 去握燕三合的 这手很冷 就像他的人一样 可朱卫夕知道 那冷冰冰的躯体里 裹着一颗最火热的心 只要心是热的 路就能走下去的吧 朱卫夕缓缓闭上了眼睛 燕三合等他气息 一点一点变稳 轻轻抽一下手 莫抽动 握得可真老 燕三合无声叹了口气 耕颂声 是他要面临的第一关 情关难过 也易过 后面这一关 想到这里 燕三合抬头看向床上 轻声道 大师 毛氏的命 还有救吗 无人应他 燕三合等了许久 等不到回答 只有躺下 就在他昏昏欲睡时 耳边传来嘀嘀一声 女娃 凡事莫抢求 耕颂声走到石屋后 一手抓起一捆木柴 拎到没有门的那个石屋里 屋里还有火 他把木柴解开来探地上 从里面的找出 粗壮的放在一边 又从木桶里 找出厚厚一卷草绳 在做什么 没什么 朱远昭走过去 刚要开口 耕颂声目光一灵 想好了再开口 我不耐烦听那些酸牙的话 朱远昭微微一愣 我就在这里待会 坐吧 耕颂声看了眼边上的蒲团 朱远昭坐下去 没有人开口说话 只有屋外呼呼的风声 从前你来朱家 最喜欢到我书房玩 朱远昭打破了沉默 你只忙着你的算卦 也不管我 我忙完 十次有九次谢你呼呼大睡 大爷房里人来人往 三爷这人嘴不停 救你 话少 安静 我一进你房里 就想睡觉 当时我想 这小子懒成这样 读书能好得了吗 当时我也想 这二爷奔成这样 算命能算得准吗 我们还打过两架 一次是我带他私奔 一次是怀孕女子找上门 你都没有还手 没脸学 朱远昭眼眶泛红 现在 我让你打回来 耕颂声静默了许久 最终摇摇头 和尚不打人 能还俗吗 朱远昭跟过来 说了那么一大堆的废话 为的就是这一句 总应该有办法的吧 朱远昭 朱远昭 唯一能做的 就是想办法让他还俗 耕颂声看着他 忍不住大笑起来 笑完 他目光冷下来 是不是还俗了 你们朱远昭的负罪感 就会少一些 朱远昭点点头 二爷还是不明白我 我不愿做的事 谁也逼不了我 我想做的事 石头牛也拉不回去 耕颂声不知想到了什么 手上的动作慢下来 你也不必为我可惜 红尘离我莫白走一遭 什么福都想过 什么罪都受过 走累了就要回家 家在何处 他看着夜色中的茫茫大雪 朗生一笑 无心安处 朱远昭默默垂下头 石屋里再次冷藏下来 耕颂声把一根草绳 咸进嘴里 问 你房里就剩两闺女了 一尸两命 说到这个 朱远昭一脸悲涩 鬼神十三针多目就过来 耕颂声拿下草绳 往手里吐了口唾沫 开始把两根草绳 搓成一根 生辰八字报给我 等你们走了 我让师父给他们母子俩 念一卷《网生经》 朱远昭 别麻烦 法师都做过了 我师父说 因心魔而死的人 只能在阴界做孤魂野鬼 只有得到高僧的《网生经》 才能去投胎转世 朱远昭心下大痛 宋生 为什么要帮我 我爹都把你害 你是你 你爹是你爹 耕颂声不屑地冷笑一声 你爹不是连你发妻嫡子 也莫放过吗 媳妇孙子莫放过 女儿莫放过 就连枕边人都莫放过 朱远昭嘴里刚刚散 下去的血腥 隐隐又有涌上来的趋势 赶忙换了个话题 你每年冬天都在这里修行 耕颂声点点头 能来看你吗 来做什么 耕颂声把搓好的绳子 放在一旁 你们下山后 这东台顶上 只有一个续云和尚 不必来 来了也不会见 云禁了 施主 第574章 还清 风雪中 李不言认认真真跑了五圈 后背跑出一身细细的热汗 很累 但说不出的痛快 自打那碗蛋炒 放在他手里凉了以后 他好久 没有这么痛快过了 有脚步声 李不言转身 你跑出来干嘛 跑出来干嘛 我哪知道呢 小裴爷心说我自己 都恨不得剁了自己的脚 怎么就这么 不听使唤的呢 那个 外头推冷 赶紧回去烤火 别动出病来 怕有什么误会似的 小裴爷赶紧补一句 别想歪 我这人现谁心都软 李不言静静地看着他 小裴爷现他不动 神叨叨又念着 这雪大的 明天下山 也不知道顺利不顺利 就剩下七天时间了 也不知道能不能 小裴爷 啊 你说这世上 有花好月圆吗 裴孝一正 李不言转过身 没有的 吴关月和胡三妹 擦肩而过 无数年和周也 一辈子主仆相衬 陆时和唐之卫 一个红尘 一个空门 遥遥相望 耕颂生和朱卫熙 明明一对碧人 最后的结局 是被活活拆散 还有 端木宫里的 如折线一样的男子 如果他真心笑出来 那眼里的光是 何等的勾人心魄 可如果他的笑眼去 眼里冷沉一片 又是何等的良意害人 怎么就圆满不了呢 有啊 我爹我娘就很圆满 哪里圆满 生了一个我啊 嗯 还生了一个你树弟呢 李不言冷笑一声 真别说 一敌一树 一气一气 可真够圆满的 对了 你树弟看病的本事 真不错呢 小裴爷被堵得连气 都喘不上来 这叫什么 这叫好心莫好报 李不言走到裴孝身边 眼睛黑得幽深 小裴爷 呃 如果没有花好月圆 那么我们来这世上走一遭 又是为了什么 为了将就吗 那我宁肯不要 裴孝愣住了 眼前的少女神色冰冷 风雪吹红了她的眼睛 眼睛里含着一点水光 浅浅的 裴孝觉得她 不仅管不住自己的腿 连手都要管不住了 要死了 她怎么这么 想去摸摸这位姑奶奶的脸呢 一个时辰转瞬即逝 所有人又围坐到堂屋的火炉前 驴蛋是被小裴爷揪着耳朵咬醒的 这小子 年纪轻轻打呼 打得能把屋顶都掀起来 也是个神人 还有半个时辰天就亮了 天一亮我们就下山 燕三河 驴蛋 这下山的路你要怎么走 你拿主意 驴蛋打了个哈欠 刚要说话 门被推开 我送你们下山 不用等天亮 一刻钟后出发 说完 耕颂声转过身 黑色的大厂被风雪刮得飞起 那背影说不出的挺拔和洒脱 燕三河收回目光 都准备准备吧 等一下 朱远昭犹豫一下 燕姑娘 我爹的心魔会是耕颂声吗 要不要把他一起请 燕三河 不是他 朱远昭 可万一呢 燕三河 没有万一 朱远昭 为什么这么笃定 因为 燕三河指了指东边屋子 这里睡着一个室外高人 比你朱家牛逼太多 真要心魔是他徒弟 耕颂声还会说送你们下山 一个颂字 就代表了耕颂声不是 真要请 也是请他 燕三河走到门边 抱了抱拳 佛法有边 烦恼无边 我祝大师心无忧 身无病 眉目有千秋 偏无我 无人应他 他也不在意 出发 血还在下 也依旧大 风雪中 耕颂声声如红钟 黄岐扶着裴大人 丁一扶朱二爷 李姑娘扶宴姑娘 驴蛋跟我一道 咦 怎么没有朱卫兮 裴大人手一指 那他呢 耕颂声莫里会 转身走到后面的石屋 在回来时肩上扛了个大家伙 他把家伙往地上一扔 淡淡看一眼朱卫兮 你坐上去 手拽住麻绳 拽紧了 驴蛋和我一道拉 所有人目瞪口呆 这是用木头绑成的 像鸟窝一样的东西 人可以蜷缩在里面 一前一后两道绳子拉着 里面的人都不用费一点劲 所以他说去干活 就是干的这个 朱卫兮把围巾往下拉 露出小小的唇 唇颤抖着 想努力扬起一点弧度 终于扬起来了 他笑道 一只木簪子换来这个 终究是我赚了 也就这一次 以后赚不着了 够了 足够了 朱卫兮弯腰坐进去 手死死拽着前面的缰绳 很用力都拽出了眼泪 耕颂声朝着东边的屋子 大喊一声 师父 我送送他们就来 下山 终究是要比上山轻松的 再加上各耕颂声 这一路走得无比顺利 离山脚下 还有几十丈距离的时候 耕颂声突然停下脚步 把手上的麻绳一扔 各位施主 就到这里吧 说吧 他转过身 大步向山上走去 猝不及防 就如同他从天而降 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一样 离开的也没有半点征兆 朱卫兮亮亮呛呛 从木板上爬起来 摘下帽子 取下围巾 目光死死地追随着他 没有回头 连一声道别都没有 一步地往上爬 慢慢地变成了一个黑点 慢慢地 黑点消失在 所有人的视线里 遇见是因为有债要还 离开是因为债还轻了 两镜 朱卫兮只觉得 心头有一块肉 被硬生生地剥了下来 痛得双腿一曲 跪倒在地上 嚎啕大哭 他哭得撕心裂肺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哭得鼻涕眼泪一大堆 半点没有当家奶奶的 优雅和气度 他突然回忆起 很多年前温泉庄子 他和他吃完烤地瓜 往回赶路 走到一半 胃里一阵阵地 泛起酸来 他已在树干 呕了两口 他在边上看戏 还时不时地 嘲笑他几句 呕完 他擦擦嘴 准备继续往回走 他往他面前一蹲 上来 他惊呆了 他明明说过的 服都不会服他一下 我说到三 一 二 他赶紧往他背上一跳 这背很宽阔 透着少年人 独有的单薄 像春天的柳枝 很有韧劲 如今 他的背不仅宽阔 还异常地结实 大雪之夜 是他背他上了东台顶 他虽然昏昏沉沉 但心里都知道 都知道的 诸位息哭痛快了 推开边上 伸过来扶他的手 慢慢从雪地里爬起来 他最后往山上看了一眼 然后磨磨泪 自己一个人往山下走 耕颂声 当时我也是真的动了心 也真心想嫁你 没有掺甲 第五百七十五章 世子 千里之外 京城 谢福 谢之妃刚洗漱好 谢小花匆匆进来 爷 诸府大爷等在小花厅 说要找三爷有要事 谢之妃一听诸府两个字 头就大 大嫂一走 大哥那头气氛凝重 连小淮州都偷偷跑来和他说 爹下换了一个人 事情的源头 就是因为诸府 可有说什么要事 诸大爷默说 对了 大嫂走几天了 竟然是第七天 那大概还有三天 三天后 他们就应该回来了 谢之妃深吸一口气 随我去看看 谢小花颠颠跟过去 左右瞧瞧无人 盲牙着声道 咦 方舟院兴添了一个 叫雪莲的丫鬟 谢之妃脚步一读 谁添的 太太添的 谢小花左右在瞧瞧 捂着嘴道 尝得颇有几分 前头那位的样子 前头那位 南山 谢之妃只觉得脑袋凉索索 心说娘啊娘 这个节骨眼上 你老人家来倒什么乱 真真是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小花 谢之妃勾住她的肩 给我好好盯着那人 一有风吹草动 就来回我 我的爷啊 老奴能盯的地方 一定死死盯着 盯不着的地方 也只能看命了 谢之妃一听这个命子 忽然觉得墨一丝透了 那天送走燕三河他们 他又特意回家一趟 大哥 燕三河有句话 让我转告你 这是大嫂心里的街 这个街解不开 他要惦记一辈子 一旦解开 他就又是谢府大奶奶 也只会是谢府大奶奶 人在气头上 再好的话都听不进去 他没有忘 只是故意没有说 他想一夜过去 大哥总能心平气和一些 不想大哥听完 冷冷回一句 落在他脚下 好的逮的 都是他自己选的 没有人逼他 他听完 半天想不出要怎么回 劝大哥 大哥也委屈 是个男人都委屈 劝大嫂 大嫂也可怜 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蒙在鼓里 他一个局外人 能左右得了谁 花厅里 朱远末根本坐不住 在屋里来回踱步 见谢之妃来 忙迎过去 一脸着急到 三弟 还有三天 他们能不能赶回来 路上没什么意外 应该能赶回来 谢之妃 故意把话说得很乐观 燕三合这人 从来舍不得耽误一点点时间 能赶回来就好 就好啊 谢之妃听这口气 怎么了 莫出什么事吧 朱远末神色一杯 我娘怕是不行了 谢之妃面露惊恐 朱家他去不得 这几日 他都是派朱青过去瞧眼 朱青一个下人 进不到内宅 回来只说一切安好 裴太医说 摸着脉象 应该还有几天的光景 别的太医也都这么说 朱远末真的是 被逼到了绝路上 我暗中替我娘排了个八字 她的八字竟然变了 大约就在这个月底 谢之妃正半上 才回神道 朱大哥 我这就派人赢在半路 实在不行 就像上回那样 让燕三合先回来 也只能先这样 不是 谢之妃总觉得事情古怪 太太他不过是变老了一些 底子还是好的 怎么就 朱远末 哪里能解释得明白 自打燕三合他们离开京城 人就一日不如一日 这几日更是醒的时候少 睡得时间多 醒来就喊身上疼 还喊有乌鸦要吃它 朱远末掀开她的衣服 发现身上左一块青 右一块青 真的就像被乌鸦啄了一样 吓得她和三弟 当场冷汗都下来了 朱远末没辙 为了保住太太的命 就在她住的院子里 想办法布了一个镇压厉鬼的镇 哪只镇刚不完 自己心口就像几千根钢针 同时扎下去一样 痛得她直接昏厥了过去 不得已 又只能把镇撤掉 才有了今日谢府这一趟 细做的事京城都查了个遍 下面就没有五城兵马寺太多事 事都移交给了锦衣卫 谢之飞宽慰道 只要燕三河回来 大老爷府和吴老爷府 就能盘问起来 那我就先回去了 谢总管 替我送送朱大哥 谢之飞等他离开 立刻让朱青派人去迎燕三河 又命他再从兵马寺抽掉几个人 盯着大老爷府和吴老爷府 燕三河莫问话之前 一定不能让他们离开京城 是 一切安顿妥当 谢小花圈复返 三爷 刚刚有人送了 一封信来 说是给三爷的 谢之飞抽出信纸 眼睛一亮 直接上面用狗扒一样的字写着 今晚 好汉楼 不醉不归 没有抬头 没有落款 但谢之飞心里就知道 是不溜 傍晚 谢之飞早早地离开兵马寺 去长乐路买酒 既然不醉不归 那就一定要有好酒 四九城最好的酒 都在长乐路上 骑马行了一段路 突然被人群堵出了去路 不等谢之飞开口 朱青已经下马前去查看 他去得快 回来得也快 爷 前面两辆马车迎头碰上 谁也不肯让谁 这才把路堵住了 谢之飞听了直皱眉 心说大冷的天 跑这儿来堵什么气 谁家的马车 汉王府和五安侯府 五安侯府的那辆马车 瞧着应该是贺世子的 贺云 谢之飞赶紧翻身下马 那汉王府的马车里 坐的是谁 是汉王世子 赵一显 谢之飞瞳孔书地凝固 他一下子就明白了 这两位祖宗 为什么大冷的天 非要在路上赌气了 汉王有六个儿子 四个女儿 世子赵一显并非嫡长子 上头还有两个竖出的哥哥 正因为生得迟 汉王夫妇十分的宠爱 赵一显长到三岁 就请封了世子 这小子别的都还算好 长得也气宇轩昂 就有一个毛病爱赌钱 赌输了还赖账 开贵方所有要不回来的坏账 都在这小子身上 赵一显在京城的时间不多 大部分都在封地上待着 原来他和贺云没有仇没有怨 见面还能闲扯上几句 问题出在杜一显身上 第五百七十六章 冤家 赵一显是在宫中的一次赏花宴上 对杜一显一见钟情的 据说 当时杜一显一身素衣战 在菊花中淫湿 人比花美 人比花娇 赵一显当时眼睛就直了 回去就说要娶她 汉王本来是 想用杜家的女儿 为他拉拢五安侯府的 既然儿子看上了 杜家门地又不低 他也就顺水推舟地硬下来 杜一显和五安侯府一亲在先 五安侯断然拒绝 赵一显和杜一显一亲在后 赵一显请最好的 没人上门说清 一个句 一个求 两子就这么 很微妙地接上了 更重要的一点 五安侯府拒绝和杜家一亲 说白了 也就是拒绝了汉王的拉拢 汉王这人信奉一个原则 你不来我的阵营 那么 你就是我的敌人 如今 敌人突然遇见了 自然是要赌一赌气的 谢之飞知道贺云的性子 绝不是吃亏的主 便对朱青道 我们换别的路走 是 刚掉码头 身后便有吼声传来 哪个小乌龟挡在路中间 怎么着 谢三爷莫让你舒服啊 非得撅起屁股 让本世子给你挠挠痒 才舍得离开是吧 就凭你那真一样的小玩意儿 也他妈配 空气安静一瞬间 谢之飞还没来得及 和朱青说一声坏事了 身后便传来了打斗声 朱青 爷 管不管 四九城的地盘上 光天化日之下 正是五城兵马寺的职责所在 真要打出个好歹 吃亏的是贺云 贺云虽然是京城一霸 但再霸 也霸不过皇子皇孙 人家姓赵的 谢之飞在心里骂了贺云一声浑蛋 抬手拔出腰间的长剑 目光在剑刃上停留一瞬 管 朱青立刻掏出腰牌 大喝一声 让开 让开 五城兵马司来了 看热闹的人群 一听是官老爷来了 赶紧让出一条道 谢之飞走过去 目光扫一眼两辆马车停下的位置 立刻就知道 那声浑蛋骂早了 根本就是赵一贤 故意拦在路中间 多住手 哪里还能住得了手 两边侍从都打红眼 连贺云和赵一贤本人 都动起了手 贺云忙里偷闲 还瞄了谢之飞一眼 承宇 你多远些 待我杀杀这鸟人的威风再说 话音刚落 只听见一声惨叫声 响彻云霄 众人赶紧停下手 只见赵一贤有个侍卫的手掌 被削去一半 鲜血喷涌出来 那侍卫抱着残手 疼得在地上翻过来 滚过去的嚎叫 贺云那侍卫 吓得脸色都白了 身体僵着 一动也不敢动 这一变故 谁也没有料到 就连贺云自己的心 都往上提了提 沙沙威风不错 真陷了血 怎么收场 赵一显见自己的人吃了大亏 冷笑一声道 来人 报关 贺云一听报关 一脑门子的怒火 输得熄灭 那侍卫叫陈东 手上摸多少拳脚功夫 正在办事用心 嘴巧人活络 他怎么就能一见 消去对方半个手掌 再一想 自己原本走得好好的 是姓赵的 非拦着不让走 还有言语激怒他 贺云绝非笨人 恰恰相反 他聪明得很 几个关节一连 感情姓赵的今儿 可是故意找茬来着 目的吗 自打谢成瑜 把戏做这事的好处 让给了他爹 爹这段日子 三天两头 被陛下叫进宫 商量出兵一事 这个查一招 五安侯世子纵奴行凶 五安侯连自己的儿子 都管教不好 怎么能带得 动千兵万马 这孙子是怕 攻打打打的主帅之位 落到他爹头上呢 关在这里 谢之飞走上前 朱青 把人和段障 都带去陪家 让陪太医想办法 把手掌接上去 慢着 赵义贤好像这时 才看到了谢之飞 呦 原来是谢大人啊 谢之飞冲他一抱拳 世子爷安好 谢大人来得正好 赵义贤手一指 五安侯儿子纵奴行凶 段我侍卫半个手掌 这是该怎么处理 先救人 再处理 谢之飞瞳孔微缩 陪家是一只家 如果赶得及时 段掌是能接起来的 世子爷体恤 下人 应该没什么意见吧 操你娘的谢之飞 竟然给本世子 扣个大帽子 赵义贤在心里破口大骂 如果他这回说不行 众目睽睽之下 有理也变成了没理 那就一谢大人所言 朱青 大人放心 朱青赶紧拾起段掌 背起人赶去陪家 谢之飞等人离开 这才笑眯眯道 请两位世子爷 一步去武城兵马司 喝口热茶 商量一下事情怎么处理 不用商量 一命换一命 一掌换一掌 赵义贤指着贺云身后的小厮 冷笑道 我要他的 这人是从小陪贺云到大的 主仆情义不一般 贺云沉着脸 做梦 你他娘的想都不要想 舍不得 赵义贤冷笑一声 那也简单 你贺文玉当众承认纵奴行凶 向我赔个不是 这是咱们就算 贺云兄中恨意 就似火焰一样烧起来 果然是算计好的 自己的名声本来就不好 如果再当众承认纵奴行凶 欲使台名而个 就会上弹河奏章 武安侯教子无方 主帅不主帅的 他贺云不稀罕 爹年纪大了 谁舍得让他上战场 但这口被人陷害得窝荡气 他忍不了 我凭什么赔不是 是你先动的手 谢大人 瞧见没有 赵义贤面若寒霜 不是本世子 不想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是人家横着呢 谁都不放在眼里 我看是你想挑事 谢之飞陪着笑 世子爷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看什么看 赵义贤口气陡然一立 感情三爷夜里 和他钻一个被窝 这回又穿一条裤子 竟想着让本世子受委屈呢 哇 三爷也是断袖 也玩兔眼 有钱人 都是一样的货色 祖宗的棺材板 都要压不住了 生出这种不孝东西 议论声很小 但谁都听得现 赵义贤心中得意极了 不好意思啊 谢三爷 你这属于出门 莫看皇帝 既然撞上来 不搞你一下 都对不起今日的天时地利 我父亲一次一次 向你爹伸出手 你爹倒好 一次次的装傻冲愣 当着我们汉王府好欺负啊 第五百七十七章 路窄 没有人敢让世子爷受委屈 谢之飞像是莫听到那些议论 笑眯眯地看了看 两边堵得水泄不通的路 大冷的天 都得赶回家吃口热饭呢 哟 听谢大人的口气 这是想帮赫世子出头啊 我这不起眼的五成小官 能出什么头啊 谢之飞笑得一脸温和 我就是个霍西尼的 两边都得罪不起 两边都劝劝 争取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尽量不给两位家中长辈添麻烦 到这里 赵义贤才认认真真地 打量了谢之飞眼 这小子顶着一张笑脸 看着没什么脾气 但说的话 却是表面一层意思 那里又一层意思 家中长辈一个汉王 一个五安侯 汉王虽然得宠 但也别忘了 贺家祖上 是跟着太祖打江山的 事情真要闹大了 贺家救贺云 一个嫡子 五安侯为着这一根毒苗 怎么这也会拼得一身寡 把你汉王府拉下马 你赵世子 是想要和气生财 还是两败俱伤 自个颠量颠量 赵义贤原本计划好好的 逼贺云承认纵奴行凶 明儿御史台一封奏章写上去 让五安侯焦头烂额一下 不曾想 谢大人一脚横出来 谢大人 谢之妃 杜一云青梅竹马的那一位 好 很好 赵义贤笑笑 措辞了一下 既然谢大人想货心泥 本世子就给谢大人一个面子 谢之妃刚要说谢 只听赵义贤诱到 但商人就是商人 陪太医医术再好 那只手也废了 既然谢大人和贺世子这么要好 那这个不是 就由谢大人陪吧 谢之妃痛快 世子爷说 要我怎么陪 简单 赵义贤看了他一眼 你谢大人跪下来求我 这茶就过去了 做你娘的春秋梦 贺云大怒 姓赵的 你别得寸进尺 贺文宇 贺云一脸吃惊的 看向谢之妃 谢之妃压住心头怒火 眼睛一沉 示意他闭嘴 贺云脖子一个 老子凭什么闭嘴 谢之妃冷笑 行啊 你想把事情闹大 你继续说 继续骂 贺云头一低 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谢之妃见他老实了 上前一步 走到赵义贤面前 缓缓勾起笑 是不是我贵了 今天的事情 就一笔勾销 贵了 事情一笔勾销 赵义贤嘀笑出声 故意击他 我这人向来说话算话 就不知道谢大人 能不能为了好兄弟 折一折腰了 能 谢之妃聊起衣裳 瞿膝跪下去 谢承宇 贺云死命去拉他 你他娘的快给我起来 男儿膝下有黄金 谢之妃再怎么说 也是堂堂内阁 大臣谢道之的嫡子 这一跪折辱的 可不光光是他自己 也是谢家 谢之妃挥开他的手 朗声道 世子爷 我替温玉给你赔个不是 事情本来不大 各让一步 就此结果吧 他这一举动 到赵义贤都惊住了 赵义贤压根没料到 谢之妃就这么卑躬屈膝的 不仅朝他跪了 这男人是软脚虾吗 脸都不要的 众怒睽执之下 他阴侧侧道 谢大人快起来吧 为了一个贺温玉 你哪至于啊 世子爷错了 我这一跪不为贺温玉 谢之妃昂起头 一字一句大声道 前些日子 我爹对我说 达达欺负我华国边疆百姓 烧杀掳掠 无恶不作 百姓遭殃 陛下震怒 最近 武城兵马司又在城里 搜出达达细作 嚣张至此 我暗中揣测 陛下绝不会做事 不管 你父亲汉王十多岁 就纵横沙场 曾随陛下南征北战 战功赫赫 赫世子的父亲五安侯 统领北营武林军 祖上跟着太祖打仗 三个嫡子 两个死在战场上 贺家上下赤胆忠心 我这一跪 是跪给两位将军 感恩他们 从前为百姓 为华国出生入死 二来是不希望 梁府为这样一件小事 而生了嫌隙 若将来华国 与达达必有一战 汉王和武安侯 都是陛下的左臂右膀 君臣一心 内外一心 上下一心 方可使山河带立 国德永宁 话落 原本喧嚣热闹的街市 一片安静 围观的百姓 都愣住了 我去 这谢大人 原来不是卑躬屈膝 人家心里 装着家国天下呢 心胸真不一般啊 他说的 我都想掉眼泪 断袖又如何 至少人家是条汉子 议论声中 谢之飞站起来 迎着赵义显的目光 坦然一笑 贺云 还不过来谢过世子爷 贺云深深看了 谢之飞一眼 上前走到赵义显面前 故意装出一副 毕恭毕敬的样子 温玉谢过世子爷 来人 马车掉头往后退 请世子爷先走 立刻就有侍卫去牵马 这一牵 一退 人群中又有一论声传来 真是霸道啊 我明明看到是汉王府的马车 先拦着五安侯府的 我也看到了 明明也是汉王府的下人先动手 我也看到了 嘘 还不赶紧闭嘴 多多不要命了 情势急转突变 赵义显气的肺都要炸了 铁青着脸 忙不迭地攥进了马车 贺云坏水冒上来 世子爷 我错了 下次你再拦我 我一定不和你杠上 一定乖乖地让你先走 他喊得很大声 几乎整条街都能听到 什么叫坏 这叫坏 坐时他赵义显 仗着身份有意挑衅 咄咄逼人 不仅咄咄逼人 还硬逼着堂堂内阁大臣的儿子 下跪求饶 马车里 赵义显狠狠砸了几下车壁 近视一听 忙催促道 快走 快走 没有热闹可瞧 人群一哄而散 散去的人群中 有两个灰衣人 一边牵着马 一边低声交谈 正是步六和他的属下张魁 张魁想着 刚才那一出 叹道 老大 这个谢大人 有点意思啊 何止有意思 简直就是能屈能伸 有勇有谋 把一场本该剑拔弩张的冲突 化解于无形 不仅如此 他还极为巧妙地 将了赵义显一军 让赵义显看上去占了上风 则食惹了一身骚 狗东西的 侦探娘的 和老子胃口 步六滴滴笑出声 第五百七十八章 故事 青石路上 一人在前面走 一个在后面追 谢成宇 你知道不知道一件事 不想知道 不想知道也得知道 赫云快跑几步 一把按住谢之飞的肩 小爷我认定你了 可千万别 谢之飞掀开他的鬼爪子 我对你没兴趣 赫云再次按上去 很用力 逼得谢之飞 不得不转过身 认你做我兄弟 能做我赫云兄弟的人 天底下没几个 所以呢 你很荣幸 谢之飞被他不要脸的样子 逗笑了 是啊 我多荣幸啊 你能放开了吗 不能 赫云更不要脸了 今儿跟你到哪 我到哪 跟时跟定了 滚 三爷我就不能让你干 赫温玉 干点正事成吗 谢之飞神色一脸 口气严厉起来 赶紧回去 把刚刚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告诉你爹 万一明天 御史台真有他的奏章 你们父子俩今晚 还能想想说辞 赫云知道 这话一万个对 但心里一万个不乐意 舍不得 这人刚刚内乎他的样子 简直说到了他的心里 到现在这颗心弦 砰砰砰直跳呢 那一会你去哪 回头我再来找你 谢之飞急着赶去好汉楼 莫功夫和他废话 找什么找 今儿夜里我巡逻 我陪你一起啊 谢之飞头都大 顺流嘴道 祖宗啊 你饶了我吧 祖宗 他叫我祖宗 赫云魂都飞出去了 飞到了九天之上 半天 呆着的眼珠子 才转了一圈 回魂了 一抬头 他傻了 人呢 我成语人呢 爷 三爷早走了 咱们也回吧 是要回 回去先到爹面前告一状 就说他宝贝儿子被欺负了 赵医宪 今儿这笔账小爷 我先记下 路长着呢 咱们往后走着瞧 好汉楼 顾名思义是好汉吃饭喝酒的地方 四九城的武将 都喜欢上这里来 谢之飞刚进门 就见张魁等在门里 谢大人 请 包房在三楼 不留一身普通装扮 已经在喝茶 桌上八个菜 两坛酒 谢之飞走过去 笑道 看来不将军心疼我 不留放下茶钟 这话怎么说 我这人就一坛的酒量 不留指了指地上 地上整整齐齐地摆了六坛 谢之飞先袍坐下 看来不将军 竟而各是想我醉死在这里 不留朝张魁看了一眼 张魁退到外京 把门轻轻眼上 不留把茶钟放下 屁话少说 就说喝不喝 之前先 你们这种世家弟子 就是喜欢叽叽歪歪 做事一点都不 不什么 不留说不下去了 一块青色的布条 出现在他眼前 不留同人一缩 他把小畜生扔到北厮时 小畜生身上 就穿了一身青色的袍子 这一趟进京 除了和谢三爷不醉不归外 另一个目的 也是想打听打听 那小畜生的情况 他本来打算 九过三巡再开口 不曾想谢之飞 直接就扔一块布条过来 人还活着 一天三顿饭 两次过堂 暂时 没挖出什么东西 所以锦衣卫还在往身里查 谢之飞手指沾了点茶水 在桌上写了一个六字 有人想往这人身上瘾 六就是他布六 徐念安是他布六的义子 哪怕他第二天 就上了请罪的折子 还是被某些人给盯上了 布六暗道不好 这也正是他担心的 谢之飞拎过一坛酒 倒出两碗 自己拿起其中一碗 养头先干了 喝了酒 布将军就当我下面 说的是酒话 酒话可听 可不听 布六疑惑地看着他 不知道布将军 可曾听说过锦衣卫十八酷刑 谢之飞 我见识过 每一种都让人生不如死 就算是铁打的骨头 都没有用 他在里面没有吃苦头的原因 全靠着那八十棍子先垫着 北四的人怕把人弄死 下手收敛着 但总有收敛不了的那一天 往下说 暗里 他当兵的出身 应该是条汉子 再加上我的人在暗下帮衬着 是能熬过去的 谢之飞画风一转 怕就怕他不是条汉子 布六的星 一下子提起来 人一旦贪生怕死 保不其为了活命 有时候会说一些违心的话 谢之飞脸往前凑近一点 直视着布六的眼睛 尤其是在被有心人引诱着 或者被许诺了一些 什么好处的时候 布六看着谢之飞 同人里自己的倒影 沉默片刻后 把青布往袖子里一塞 端起碗 谢兄弟 干一杯如何 好 碗碰到一起 两人仰博 烈酒顺着喉咙往下流 腹中像火烧一般 连干三碗 谢之飞只觉得头有些发晕 忙白手道 不能喝得这么猛 得吃点东西垫垫 否则这一坛 就能把我弄趴下 你吃 我来讲个故事给你听 如何 我这人最爱听故事 永和三年 皇上派郑玉将军 出兵平定大旗 带兵打仗的人 说起故事来 就四个字干脆利落 故事很简单 永和三年的布六 是郑家军中 一个只有短短三年兵临的小兵 他有个义兄叫徐安 进攻大旗皇宫时 遇到一波弓箭手 一只长剑朝布六射来的时候 是徐安一把扑过来 自己吃了那一剑 徐安临死前 把家中妻儿老小托付给了布六 徐念安就是徐安的独子 布六不仅认了徐念安做义子 还把徐家人 都接到自己家里养着 徐安的爹娘 莫几年就走了 徐安的妻子没有再嫁 守着儿子过日子 寡母多溺爱 小畜生被他娘宠得不成样 每次我想教训 他娘就提起他亲爹来 布六脸上说不出的痛苦 我手里的鞭子 就无论如何 也臭不下去 谢之飞回想起在御生楼里 徐念安对布六言语中的放肆 夫妻二子 家中谁主内 发妻主内 发妻和徐念安母亲的关系如何 说起这个 布六简直心力交瘁 苦不堪言 一口气连干了两碗酒 才开口道 当初 义兄的父母 是想把念安的娘配给我的 我莫同意 为什么没同意 心里有喜欢的人 第579章 冒险 短短一句话 谢之飞立刻就明白了 徐念安对布六的恨 从何而来 十有八九是受他亲人影响 徐安死的时候 他儿子几岁 不到三岁 所以将军是从小看着 他长大的 是 三岁看到老 将军觉得他是硬骨头 还是软骨头 布六扮上莫吭声 谢之飞也不去催他 自顾自吃了一口菜 他今儿这一番话 不是随口说的 那天和蔡司喝酒 他问起徐念安的事 蔡司一脸的不屑 说堂堂布六 怎么教养出那样一个窝囊废 刀子还莫割过去呢 就嗷嗷叫得不行了 真是耸祸一个 接着蔡司又像是随口说了一句 不过再怂 也是布将军的义子 这几日给这小子 送吃的人不少 多半是 冲着他义父的面子 去的吧 谢之飞听出一身的冷汗 锦衣卫府这个地方水很深 每个锦衣卫的背后 都藏着人 指挥使冯长秀的背后是皇帝 南镇府司 杨一杰的背后是汉王 北司蔡司的背后是太子 太孙 也有他 那么其他人呢 这些人里面 有没有恨不溜的人 有没有眼禅布家军的人 如果有 那么这个徐念安就是关键 这个节骨眼上 通过他的嘴 陷害一下布六 那简直就是轻而易举 踏实跟软骨头 不仅软 还好吃懒做 花钱如流水 目无尊常 口出狂言 布六想着 自己这条命是一胸给的 一直咬牙忍到了现在 谢之飞替他把酒碗倒满 将军 前几日有人告诉我 最近去牢狱里看他的人不少 一句话 让布六全身的骨头都绷紧了 陛下每次出征都带将军 想来是将军爱了有些人的眼 谢之飞举起碗 和他碰了碰 话说到这里 下面就是喝酒 布六从一个普通的小兵 十几年一步一步 爬到现在的地位 想来也是个聪明人 聪明人说话 点到位置 喝 布六端起碗 强撑着笑 说好不醉不归的 论酒量 谢之飞远远不是布六的对手 但前面几句话一说 布六心里藏着是 这酒就喝得有些力不从心 两坛见底 两人都有些微微的泊醉 汉王府 书房 爹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赵义显一拍桌子 恨恨到 怎么都莫想到 竟然半路杀出个谢之飞 坏了我的好事 汉王目光和董霄一碰 道 显儿 你先下去 赵义显一看父亲的神 爹 我是不是做错了 我 我就是想让爹做主帅 才拦住 你什么都没有做错 汉王打断他的话 先下去 爹和伯仁聊些事 是 书房的门开了 又合上 汉王目光一沉 伯仁 这是你怎么看 王爷 这是 确定了我从前的猜测 武安侯府和杜家的事 就是这个小子 在中间使得坏 董霄端起茶钟 慢慢送到嘴边 掩住了唇边一抹冷笑 放下茶钟 重新抬头的那一刻 他已面目平静 这小子说话行事 看着和和气气 实际上又老练又狠辣 别说一个世子爷 不是他的对手 就是十个 也未必会是 汉王一听这话 里里歪歪都不舒坦 怎么着 一个儿子比不上 十个也比不上吗 本王爷的众 有这么差吗 董霄像是莫看到 汉王的脸色 继续往下分析 王爷 他这一跪 跪了个一箭三雕 让世子爷出丑是第一 让贺云 对他死心塌地是第二 第三 也显得他谢道之 教子有方 让世子爷出丑 就是让汉王出丑 贺云死心塌地 就是王侯死心塌地 至于谢道之 这只老狐狸 看着哪边都不沾 其实早就暗下站了对 王爷 董霄轻轻叹了口气 扪心自问 在这桩小事上 我都未必能有他处理得 这么妥当 此人 有大财啊 听他这摩意说 汉王眉眼间 透出森冷的沙发之气 敲门声 打断两人说话 贴身侍卫推门而入 王爷 刚刚传来消息 谢三爷这回正在 好汉楼和布六喝酒 布六 汉王的眼皮 突突跳起来 布六这人他太清楚了 就是个打起仗来 不要命的主 而且还有勇有谋 因为这两点 父皇这几次的 御驾轻征 都带着他 王爷几次三番 想请布将军喝酒 布将军从来不应 谢三爷 却能和布将军 把酒言欢 董霄上前一步 用极为严肃的声音 一字一句 三爷比我们想象中的 还要厉害 太子用他穿针引线 穿起了王侯府 朱家 布六 为日后登顶大位 打下基础 王爷 此人留不得呀 是不能留了 汉王脸上露出些许争鸣 太子喜闻 大多数的文官 都是他的支持者 他常年跟着父皇 南征北战 混迹在各路武官之间 武官们大多数听命于他 这是他为自己 留的最后一手 就算父皇最后 还是把皇位传给了太子 他靠着这一手 也能把天给翻过来 如今太子的手 伸到了他的地盘 还在他的地盘上 兴风作浪 来人 王爷 立刻安排下去 立刻 董霄盲蓝道 王爷 会不会太冒险 要不要再详细计划计划 汉王看着他 冷冷一笑 博人难道忘了 本王一辈子图谋的 便是冒险之事 富贵险中求 董霄看着汉王 眉目间故意露出 一点谦卑之色 是博人太过小心了 包房里 空酒坛东倒西歪 人也东倒西歪 谢之飞舌头都大了 一双黑毛里都是水光 把布六这个粗人 看得直砸嘴 谢兄弟 你这脸真是祸害 会不会说话 爹娘给的 你羡慕不来 布六也是贺高了 我羡慕个鬼啊 你这脸上的战场 他妈的是要吃苦头的 怎么 谢之飞听得满头雾水 他们还专挑尝的 好看的人打 长得好看 手上功夫较弱 那些狗日的达达人 聪明着呢 布六指着自己的脸 从前野俊的 白白净净 大姑娘小媳妇贼喜欢 上了战场 屎都给打出来 老将军就罚我脱了衣服 在太阳底下晒 晒了整整三个月 皮都脱了十八层 老将军是谁 别打岔 布六挥开他的手 低头灌了几口酒 三个月以后 我照镜子一看 差点摸晕过去 这镜子里的黑鬼是谁啊 可上了战场是真好用 往马上一骑 跟个黑旋风李逵似的 谁看着都绕路走 谢之飞乐喷了 感情 感情你们当兵打仗 也能用脸唬人 第五百八十章 杀气 你懂个什么鸟蛋 布六身子歪歪倒倒 粗化满天飞 我们老将军说了 这是气势 气势摆出来 别说人 鬼都怕 谢兄弟 谢兄弟晕晕乎乎 啊 敢不敢跟我比个马 布六站起来 跌跌撞撞地往外走 谁输了 谁就拖了衣裳跑三圈 谢之飞 为什么要衣裳 布六倚着门 目光迷离 脑子里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谢之飞撑着桌子站起 想把人拉回来 布六突然来一句 溜溜鸟啊 啪大 谢之飞一屁股摔了回去 三人三马 驶出城门 张魁跳下马车 拔出后背长刀 用力往下一扬 两匹马 立刻就像离闲之剑一样 冲了出去 回回老大喝多了 就忽悠人玩跑马溜鸟 也没个宴的时候 张魁笑着摇摇头 翻身上马 三爷可不是军里的那些操汉 什么都玩得开 人家是读书人家出来的 脸皮薄着呢 想到这里 张魁一拉僵上 心说我还是慢点吧 谢之飞被冷风一吹 酒劲散去一半 顿时就后悔了 我怎么会答应他的 戳了什么风 谢兄弟 年纪轻轻 怎么不行啊 布六恰恰相反 冷风一吹 酒劲全上来 酒风撒的 那叫一个溜 你个卫老不尊 少他妈废话 刚刚是我敬老挨幼 谢之飞一抽马鞭 三下两下 就超过了布六 敬老 布六顿时被激起了好胜心 哈哈 谢兄弟 今儿个就让你看看 什么是老当义壮 两匹马你追我赶 你赶我追 无愤伯众 谢之飞感觉不到冷 脑门上的汗都冒出来 他看着布六宽大挺拔的背影 一股巨大的 足以掀翻一切的痛快 向他袭来 他忽然想到祖父 在他漫长的金歌铁马生涯中 也一定有过这样和属下玩笑的时候 他想到父亲 在他被困海堂院的那些年 也应该盼着能策马扬鞭的那一天 谢之飞心口末的一热 扬起马鞭 轻松越过了布六 一往无前 遇 谢之飞一勒缰绳 从马上跳下来 布六的马随后便到 他翻身下马 突然抬起手 一拳砸向谢之飞 谢之飞毫无防备 直接被砸倒在地 他娘的 老子在马背上 薄了一辈子的命 竟然被你赢了去 布六往他身旁一坐 气喘如牛 小子 你行啊 谁叫的 谢之飞索性往地上一躺 打了个酒隔 不回答 就黑黑傻笑 布六被笑得一头雾水 低头看他 眉如山 眼如心 说不出的让人喜欢 奇怪 这小子 他怎么会 看得这么顺眼呢 看什么看 拖 布六军里混了二十年 还怕这个 一个月身站起来 伸手就去解衣上 手刚碰到裤腰带 他神色疏地变了 谢之飞只当这人反悔了 布将军 别害羞啊 突然 布六拔出后背的大刀 谢之飞这才意识到不对 一咕噜爬起来 怎么了 有杀器 话音刚落 黑暗中有八条人影 向他们迅速围过来 谢之飞最后一点酒意 都被吓没了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竟然会有人胆大包天到这个地步 这里是哪里 四九城外 他和布六都是什么人 一个官 一个将军 谢之飞拔出长剑 他们冲谁来的 不管冲谁 我们先要活命 布六压着声音 用最快的语速道 背对背 死都不能分开 谢之飞还没有领悟这话的意思 黑衣人便围了上来 布六指尖一推 大刀枪一声轻响 露出嗜血锋芒同时 也震得谢之飞心头一荡 浑身的血都荡了上来 恰这时 黑衣人的剑已经刺过来 两人被贴背 便和黑衣人缠打在一起 谢之飞试过十几招 才发现这个姿势的妙处 我的后面是你 你的后面有我 生死与共 黑衣人万万没有料到 这两人竟然用了一个 打仗式的孤狼阵法 这阵法一手一弓 还能拖延时间 没错 布六就在拖延时间 等着张魁来 只要他一来 三对八 还是有胜算的 黑衣人一个对视后 也变了策略 把手脚功夫最厉害的人 去对付谢之飞 谢之飞瞬间就感觉到了吃力 眼看黑衣人的剑就要 挑到他身上 布六身后像是长了眼睛 突然大刀往前一送 砍中了黑衣人的手臂 黑衣人发出一声惨叫 叫声让所有人都微微一愣 就在这一愣神之际 布六脚步一挪 闪到了谢之飞的身前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和谢之飞换了一个身位 然而 黑衣人的剑只是一毒 并未收回 一剑刺在布六的肩头 血涌出来 布六连哼都没哼一下 继续挥舞大刀 血见到谢之飞的脸上 是热的 他受伤了 是因为我而受的伤 谢之飞 别他娘的 拖他后腿 他的背后是三万步家具 人一旦有了信念 激发出来的力量是无穷的 明明那些黑衣人的身手极好 但谢之飞硬生生地顶住了 但布六这边却出了状况 那一剑正中他的右臂 右臂握刀 刀的分量很重 伤臂使不上劲 挥刀的速度慢了下来 大刀在战场上杀敌好用 但近身薄命 却没有剑灵巧 这刀反成了布六的累赘 几个来回后 他身上已经被剑挑了好几处伤 他立刻低喝一声 换 虽然只有一个字 但谢之飞心里瞬间就明白 布六是要用他的刀 换自己的剑 他左手往后一抓 布六的手正等着 两手向握 两人几乎同时跃起 后退在空中变换身形的沙纳 手上的兵器也跟着换了过来 这时 卫手的黑衣人打出个手势 攻势瞬间猛了起来 几乎都是冲着谢之飞去的 时间的人 手上尖小 根本挥动不了这么重的刀 这是个极好的杀机 布六这时才发现不妙 自己下意识 把谢之飞当成了他布家军的人 小子 快换过来 他这一分神 一喊 一柄长剑 正中他的小腹 布六大痛 猴管撕裂般嚎叫 这叫声 刺得谢之飞浑身的血液 都往头顶冲 他身形一动 长刀往前一挑 不仅快 力道还足 直接将刺伤布六的黑衣人的头颅 给挑了下来 这一变故来得太突然 所有人都愣住了 谢之飞把刀往胸前一横 握着刀的手 青筋暴跳 眼里射出像野兽一样的嗜血光芒 孙子们 让三爷爷 来会会你们 第五百八十一章 刀法 儿子 郑家刀法 只有一个巧钻 是什么 快 快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郑家的刀落下来 会比别人的快百倍 千倍 爹 快有什么好处 别人刀刚过来 你的刀就能把他的人头砍落 这就是快 我怎么才能做到快 每天拔刀 不停地拔 不停地练 你就能快 可这刀太重了 我提不起来 这就是功夫 水魔功夫 没有捷径 只有基本功打扎实了 才能图快 海棠院几年 他每天就练基本功 变成谢三爷 他练的还是基本功 都说十年魔一剑 他是十年挥一刀 这刀挥出去之前 在他脑海里 已经演练了 千变 万变 谢之飞感觉 酣畅淋漓的同时 也杀疯了 如同从地狱里 走出来的染血修罗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张奎和朱青赶来的时候 就看到了这一副场景 将军和三爷被靠背 一个拿剑 一个拿刀 两人身上都流着血 被黑衣人团团围着 殊死拨命 张奎和朱青眼眶一热 冲进了杀戮圈里 黑衣人一看这个情形 就知道大势已去 所有人都同时使出一记绝杀 趁着对手还没有反应过来时 用极快的速度 引入黑暗里 布六此刻再支撑不住 手里的剑一松 仰面倒下 老大 布将军 布将军 三张脸在视线里出现 布六慢慢转动着眼睛 看向谢之飞 他人生第一次上战场 只想保住小命 于是就用了点歪脑筋 往死人堆里一钻 那一场战 打得异常惨烈 最后郑将军提刀上场 他透过一点缝隙 看到郑将军手起刀落 斩杀一个又一个的敌人 最紧要的关头 郑将军挥舞大刀 使出一记绝杀 他甚至没有看清 这一刀是怎么出的 只看到将军把刀往上一挑 敌人的人头 就滚到了他面前 郑家刀极为简单 只有十二招 前十招老将军没有私藏 郑家军的每一个儿郎都会 这一刀 老将军是拿出了 压箱底的本事 今天谢之飞这小子 也是把刀往上一挑 就把人头挑落在地 一模一样 可郑家人都死光了 死得透透的 连挑狗都没有活下来 海棠院的确有个郑怀佐 郑怀佐的确出不了院门 天天爬到墙头 用石子扔谢之飞 难不成还 天天教他一招刀法 他在说谎 他为什么说谎 他到底是谁 一股巨大的悲痛扑面而来 不留在支撑不住 昏了过去 老大 老大 别喊 郑将军只是失血过多 晕了过去 谢之飞眼前的视线 也越来越模糊 几乎是在硬撑着 张魁 现在有两个 选择摆在你面前 你选一个 张魁 啊 谢之飞 一是跟我回京 找最好的太医 治病你家老大 二是 你带他回到军中 找军医 那还用选吗 军医哪有太医好 张魁一咬牙 回京 谢之飞 一把抓住朱青的胳膊 用最后一点清明吩咐 去 去别院 把裴家父子二人都请来 三爷 三爷 饭桶 汉王一巴掌打过去 安卫们赶紧跪下 卫手的大着胆子道 王爷 那个谢之飞 根本不是什么三脚猫的功夫 他一刀就把我们一个兄弟的脑袋给挑落了 汉王整个人一震 汉王府的安卫 那都是他亲手从军中挑选出来的好苗子 再练个十年八年 才能出师 谢之飞一个短命鬼竟然 汉王扭头去看董霄 董霄正色道 一个小小的谢之飞 就藏得这样深 别的人呢 王爷 我们还是太轻敌了 一瞬间 汉王只觉得冷汗沉沉 从后背冒出来 怪不得那个瘸子 什么事情都不争不强 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 感情功夫都用在暗处啊 操他娘的 伯仁 下一步我们怎么做 王爷冷静 董霄想了想 缓缓道 先把这事的屁股擦干净 不要让人起疑心 然后再做打算 汉王看着地上的人 立声道 擦干净了吗 回王爷 行动前都是按老规矩办的 那具尸体 他们什么都查不出 下去吧 是 等人离开 汉王有些担心道 伯仁 他们会不会把事情 闹到陛下那头去 闹也无妨 一个谢三 一个布六 杀手到底冲谁去的 董霄冷笑一声 冲谢三 王爷是长辈 谢三是晚辈 八竿子打不着 冲布六 王爷和布六 一向井水 不犯河水 你说的对 依我看啊 闹大了更好 为何 布六这么重的伤 能不能治好 就算能治好 能不能再上战场 就算还能上战场 陛下还会不会派他打头阵 董霄画风一转 如果不能 布家军何去何从 妙啊 汉王整个人击灵了一下 一日 五十 谢之飞猛地睁开眼睛 一旁守着的朱青听到动静 忙凑过去 也醒了 谢之飞直指喉咙 朱青赶紧把边上预备下的温茶喂过去 一中茶喝完 谢之飞掀开被子看看自己身上 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爷身上一共有七处伤 大腿上的那处见伤十分的险 裴太医说再偏个半寸就伤到经脉了 布六呢 谢之飞有气无力 他怎么样 朱青 伤得别重 小夫那处伤费了裴太医好半天的功夫 又肩那一件刺的野生 谢之飞 快 扶我过去看看 爷 布将军已经回军中了 什么 谢之飞大吃一惊 伤这么重 他走了 将军临走前有话留给爷 说 布将军说 此事情也不要伸张 他自会查清楚 这些黑衣人是谁 这么说 谢之飞剧烈地喘了几口气 那些黑衣人是冲他来的 朱青 布将军没有说 谢之飞 那不伸张的原因呢 他有没有说 说了 朱青看着爷的脸色 他说 他还想追随陛下打几年仗 第五百八十二仗 回来 一个受伤的将军 只有告老还乡 这一桩事情可做 而他一旦告老还乡 布将军就要散了 布将军散 就意味着郑将军散 案里出这么大的事 谢之飞无论如何 也要请赵怀仁帮着查一查 现在看来 那就依他的 暂时先不伸张 谢之飞又问道 那具尸体上 查出了什么 朱青 是死士 牙齿缝里藏着毒药 死士 谢之飞冷笑一声 四九成养得起死士的 可不多 朱青一听这话 眉头微微促起 也是觉得 这些人不是冲着布将军去的 谁知道呢 冲着我来的也不一定 谢之飞长劫落下来 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 有人对布六 或者对我的一举一动 了如指掌 朱青一听这话 骨头缝里不停地往外冒凉意 爷这次遇险 恰恰选在他不在爷身边的时候 布将军那头 也是落了单 这说明什么 说明有一双眼睛 一直在盯着爷 或者布将军 布将军他不知道 但爷行事速来低调 怎么可能招来死士 爷 不能光靠布六 我们也得暗中查一查 必须查 马车里 张魁也在说着同样的话 老大行事速来低调 整天就是练兵练兵 怎么可能招来死士 会不会那些人 是冲谢三爷去的 不管冲谁去的 都要查清楚 布六看了张魁一眼 这事我交给你 不用老大吩咐 张魁也想把事揽过来 虽然没什么头绪 但伤老大 就是伤他 老大放心 我一定里里外外好好查 张魁做事 布六放心 这孩子跟了他六年 最是个稳妥不过的 一件事情交代完 另一件事情浮上来 布六沉默良久 忠实道 徐念安留不得了 你亲自去和三爷说 就让他闭嘴吧 老大 张魁大惊失色 徐念安是老大的命 这小子在犯魂 哪怕魂得上天了 老大都咬牙忍着 忍了十多年了 怎么这晦子 他不闭嘴 布家军就完了 布六眼中滑下泪水 终究是我对不住他爹啊 哪有对不住 要不是老大 在后面替他擦屁股 他都不知道死多少回了 张魁见老大实在伤性 忙又道 当真 没有一点救了吗 和戏做同床共诊三个月 还有什么救 布六微微叹了口气 你求三爷给他一个痛快 别受罪 回头等我伤好了 亲自上门道谢 张魁欲言又止 老大 三爷这人能信吗 虽说左二个他和老大 同生共死 虽说他请来了 太医院的裴太医 给老大治伤 但人心隔肚皮 鬼知道信谢的心理 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再说了 哪有现一面 就上赶着要帮人的 布六闭上了眼睛 只觉得浑身说不出的泪 能不能信 查一查不就知道了 老大 也交给我 不必 布六摇了一下头 这人 我要亲自查 查他个底朝天 徐念安死了 是在夜里咽的气 死因是 后辈的伤太重 因为没有从他嘴里 挖出些什么 尸体由布家军领回去 据说徐念安的寡母得知后 当场就昏厥了过去 醒来 这妇人便去了布家军 在军营门口 又哭又骂了整整两个时辰 话里话外 都是布六忘恩负义 害死了他儿子 布六没有出面 任由他骂 等他骂累了 才命侍卫送他回府 他这一闹 反倒让布六在武将中的威望 又高了一些 所有人都在议论 布将军十几年 对这个义子宠爱有加 甚至到了要心性 不给月亮的地步 但在大势大妃面前 他却丝毫不心软 该打打 该杀杀 布将军的事情刚结束 那头武安侯便上奏陛下 主动要求来年领兵出征打打 陛下夸了武安侯几句 将奏章流中不发 消息传到谢之飞耳朵里 他便知道 贺云这小子在中间起了作用 武安侯为了宝贝儿子 打算和汉王扛上了 于是他让朱青传讯给太孙 让太孙找个机会 与武安侯把酒言欢一下 还不止这两个好消息 培育去了趟布家军 说布六两处伤恢复得不错 伤口开始愈合了 谢之飞听完 当场就学着小培爷 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培育还带回了一根上百年老村 说是布六给三爷养伤的 三爷的伤需要时间 可三爷最没有的 就是时间 燕三合他们就快入京了 他这个留守京中的人 无论如何都想着要去迎一迎 培育一听 这小子要下地 二话不说 直接往地上一躺 想去 来 从本太医的尸体上踏过去 谢之飞好话说尽 马屁拍尽 培育从头到尾 就只有两个字 末门 日子一天一天过 这日夜 三爷刚要入睡 忽然竹青杏冲冲进来 咦 燕姑娘 他们在百里外了 这么快 谢之飞赶紧爬起来 快 快背我去城门口 等着 裴太医不让 他不让 我死给他看 谢之飞等不及了 汤圆 汤圆 别更衣 飞色的那件 能衬得我气色好一些 这些日子 三爷的吃喝拉撒 都由汤圆亲自照料 汤圆做起来 已经很熟练 三下两下 就替三爷换好了衣裳 哪知就在这时 朱府来人 来的是老总管朱景 酷丧着脸道 三爷 太太不行了 连餐汤都喂不进去 怎么这么快啊 谢之飞忍住惊涩 你家大爷呢 大爷和三爷 都守在床前 对了 大姑爷也在 朱景 大爷派老奴 来问三爷一声 要不要 预备下后施 这 这他哪里能知道 你赶紧回去告诉太太 就说燕姑娘 他们已经在百里外 燕姑娘肯定 打听到了很多消息 让她怎么着 也得撑下去 朱景一听 连招呼都忘了打 忙不迭地就往外跑 一边跑 还一边喊 燕姑娘回来了 太太有救了 燕 姑娘回来了 太太有救了 谢之飞听得心酸 朱景 快 第583章 无事 马车一到城门口 天空便飘起了雪花 爷 今年这天可真奇怪 冬至刚过末几天 这雪就下了好几场 比往年可冷多了 朱景替三爷披上大肠 也腿不好 到车里坐着等吧 不用 谢之飞声音低哑 全然没了 刚出门时的那骨子兴奋 这么快赶回来 路上一定很累吧 那丫头有没有收 大嫂没什么意外吧 她和更颂生的心结兜了吗 正想着 忽然见朱青趴在地上 耳朵贴着地面听了一会 爷 两辆马车 他们来了 谢之飞一下子就慌了 我一上墨咒吧 头发呢 脸色难看不难看 爷 朱青看不下去 冷静 淡定 冷静个屁 淡定个屁 夜里做梦都想着呢 谢之飞清了清嗓子 勾起头往远处看 远远的 两匹马车及时过来 驾车的丁一 看见路边等着的人 眼泪都激动地飙出来 爷 事业来接我们了 于 马车刚停下 朱远昭就从车上跳下来 跌跌撞撞地 向谢之飞跑过来 三爷 我娘怎么样 我娘怎么样 还活着吗 你怎么知道她 她活着 还是死了 你倒是快说啊 朱远昭像疯子一样大喊大叫 谢之飞被她叫得耳膜声疼 朱二哥 太太她 不行了 燕姑娘 燕姑娘 朱远昭又像疯子一样大喊着跑回去 我娘不行了 我娘真的不行了 她不行了 燕三和声音从马车里面传出来 上车 直奔朱驾 朱远昭疯了一样 跑到自己坐的马车前 手一伸 小裴爷 拉我一把 马车里伸出一只手 拉着朱远昭爬上马车 第一仰马鞭 驾 两辆马车 飞快地从三爷面前驶过 不是 谢之飞看着远处的马车 一脸郁闷 也这么大个活人 站在他们面前 朱青低着头 逼着笑 怕是情况不妙 郁闷过后 理智上线 谢之飞当机立断 快 追上他们 小半个时辰后 三辆马车几乎同时到达朱府 老总管早就望眼欲穿 现燕三和率先从马车上下来 赶紧冲过去 燕姑娘 可把你给炮回来了 太太的 预备后事吧 一个亮枪 老管家差点摸一头摔下去 目光扫现朱二爷 声音都打颤了 二 二爷 朱远昭眼眶泛红 就赵燕姑娘说的去做 太太还有十八个时辰 现在预备还来得及 谢之飞刚被朱青从马车上扶下来 冷不丁听到这一句 整个人都傻了 你们怎么知道太太还有十八个时辰 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 小裴爷一边揉着发麻的双腿 一边忙里偷闲 看了谢之飞一眼 承宇 大晚上的你怎么来了 多新鲜呢 感情刚刚在城门口迎你们的人 是鬼啊 我没时间和你废话 小裴爷顶着一头鸡窝一样的乱发 浑身臭得跟什么似的 我得忙去了 李不言三天莫洗脸 正嫌弃自己呢 一看谢三爷玉树林峰的站在那里 心里甭提都不爽了 他晃着两条膀子走到他面前 冲他瞪眼 谢之飞莫名其妙 瞪我干嘛 说不了话 着了梁 喉咙哑了 只要瞪你一眼了 没别的意思 你打扮得这么骚包 纯粹看不顺眼 瞪完 李不言又甩着两条膀子 晃晃悠悠离开 谢之飞深吸一口气 冷静 淡定 不和这根脚屎棍一般见识 行了 都别耽搁了 干正事 燕三和一声令下 便往珠府脚门走 余下人不敢落下半步 纷纷跟在他身后 怎么还没看见我呢 谢之飞急了 望了脚上有伤 也跟着走过去 哪知又脚刚一点对 一股钻心的疼 疼得他哀哑一声 所有人站定 齐齐向他看过去 燕三和目光从他的脸上 落到他的腿上 腿弯曲着 脚尖着地 他眉头一皱 你受伤了 小裴爷顿时炸了 成语受伤了 在哪里 在哪里 李不言瞄一眼 哑着嗓子 好像是右腿 丁一忧愿地瞪了朱青一眼 我在的时候 也可从来没受伤 黄旗裸起袖子 准备开干 他娘的 谁弄的 回头我给三爷报仇去 人都围过来 把三爷团团围在中间 回来了 相亲相爱一家人的感觉 统统回来了 谢之飞气也顺了 腿也不疼了 看着燕三和凌乱的头发 唇敏出一弯身残之间的弧度 一点小伤 你们先去忙 我就在外头等你们 燕三和扭头看向朱青 什么时候的事 朱青 回姑娘 是三天前 三天了 脚还不能沾垫 这是一点小伤 燕三和很想问得明白 奈何没有时间让他问明白 私存片刻 朱青 把你家也背上 不用 我 反正都要人背 跟我一道进朱甲 燕三和深深看他一眼 要实在撑不住了 就出来透口气 好像怕他拒绝 他又飞快地补了一句 情况有些急 事情也有些复杂 你得来帮帮我 离别是苦的 可若没有这点苦 又哪来重逢的喜悦 又如何会明白 你在我心中的分量 所以 你得来帮帮我 谢之飞点气的某种有效 像开出了一朵花 映得他那双桃花眼 比任何时候都要好看 哈 他看着他 轻声说 这一幕 让裴笑突然想起来 他还没来得及质问 这小子喜欢神婆的事情呢 不对啊 瞧着眼前的情况 好像神婆对他 也有那么一丁点意思 我没看走眼吧 神婆怎么会是这种口味 谢武师除了脸比他好看一点 哪一点能比得过他 裴笑用袖子擦擦眼屎 手一放下 眼前露出李不言的脸 你干嘛 他下意识往后退 小裴也 李不言 大家伙都走了 你发什么呆呢 裴笑一看 可不是都走了吗 我站在外头让风 散散我身上的味 不行啊 不嫌弃你 李不言往脚门里走 心说五天五夜没洗漱了 谁身上还抹点味 裴笑看着他背影 什么谢武师 什么神婆 统统忘了 脑子里就一个念头 谁不嫌弃他 是大家伙都不嫌弃 还是他不嫌弃啊 这人也真是的 话怎么不讲清楚呢 哎呀 你们慢点走 等等我 第五百八十四章 不信 进到朱府 刚走到二门 大爷朱远末 三爷朱远后 已经得了消息迎出来 朱远末也来不及看看 自家弟弟 妹妹变成了什么德性 盯着燕三合便问道 燕姑娘 我娘怎么救 朱二爷什么都知道 一会由她告诉你 燕三合看看身后的人 身上太脏了 要简单洗漱一下 给我们背一点热菜热饭 半个时辰后 我们再碰面 朱远末还想再问 燕三合深吸一口气 朱远末 容我们喘口气 后面有的忙 哥 朱远昭蓬蓬头够面 面如菜色 我们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一直在赶路 一直在赶路 都没有歇过 那 快背热饭 背热菜 快 朱远末说完 赶紧去看朱卫熙 却见他目光悠悠地盯着远处 远处 路的镜头 站着轻袍男子 男子备手而立 剑眉紧促 正是谢尔利 谢尔利目光 和朱卫熙的碰上 木火又烧起来 面前的女子 穿着臃肿的棉袄 头发凌乱 面色惨白 一张脸瘦得脱了形 叫他不要去 非要去 现在弄成这个鬼样子回来 给谁看 他胸口起伏了几下 转身扬长而去 朱远末怕自家妹子多想 忙道 这些日子 尔利天天过来守着娘 卫熙啊 哥 朱卫熙轻声打断 所有的事情 等送走了娘再说 成吗 朱远末只觉得 胸口又开始隐隐作痛 怎么他们一个个说的 好像娘就真的死定了一样 这一趟五台山之行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朱远末一把拽住朱远昭的手 跟我去书房 朱远昊了 也匆匆跟过去 三爷请慢 朱远昊赶紧站住 燕姑娘有什么吩咐 燕三合适看到了谢尔利 又折回来 把谢尔利叫进书房 让她也一起听听吧 朱远昊为难 这 燕三合 瞒不住的 她早晚会知道 从你们嘴里说出来 或许会好点 朱远昊看看燕三合 再看看朱卫熙 一跺脚 撑 朱卫熙 你也回房洗漱 吃点东西 再去看看太太 燕三合眼中 闪过一抹联系 回城的路 连小培也都被颠吐了 偏着人惨白着一张脸 坐在角落里一声不吭 看着都让人心疼 有些事情 莫必要现在就理清楚 后面有的是时间慢慢理 当真到了 无路可走的那一步 还有我和不言 朱卫熙抬起头 嗓音也哑得很 燕三合 你一定是上辈子欠了我的 所以 这一辈子对我这样的好 是啊 燕三合笑笑 看样子 欠得还挺多 谢尔丽跟着朱远昊走进书房 儿丽 你来得正好 朱远末指了指一旁的位置 坐下来一起听听吧 谢尔丽心里的怒气还没有消 我听合适吗 朱远末不是很确定 目光看向老二 朱远昭知道 这是燕三合的主意 点点头 再是喝不过了 只是一会别惊着 谢尔丽不以为然 这世上还有什么事 比自家老祖宗的心魔 比姬家的心魔 比唐之魏的心魔 更能惊着她的 等人坐下 朱远昭连灌了两宗热茶 把这一路发生的所有事情 一五一十地倒了个干净 最后一个字说完 书房里的空气陡然凝固住了 朱远末 朱远昊 谢尔丽脸上几乎是同一个表情 先是震惊 再是难以置信 最后目瞪口呆 没有一个人开口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都不敢相信 那个笑容和蔼可亲的男子 会有这样一副蛇蝎心肠 这 这怎么可能 谢尔丽的表情里 还多了一份无法言说的复杂 耕颂声势文昌心下凡 她是被人改了命 被人一步一步逼着 走上了作弊这一条路的 我真的不如她 这时 朱远昊从椅子上突然跳起来 二哥 什么三百年才出一回的高松 不能信吧 都是胡扯的吧 老三 朱远昭垂着视线 这话我反反复复问了一路 我也宁愿她是胡扯 可娘真的就不行了 这 这万一 就是巧合呢 朱远昊极的眼里 全是慌乱 爹不是那样的人啊 爹对娘那样的好 怎么可能是借约 爹怎么 可能去动更加祖宅 什么桃花井 什么催命丁 大伯和五叔 那都是 他们自己做出来的 三哥说的对 谢尔丽走到朱远昭面前 二哥 我相信 爹不会是这样的人 朱远昭 你凭什么相信 女婿是绊子 她把我当伴子看了吗 谢尔丽态度非常坚定 她把我当儿子看 她待我都这样 怎么可能对自己的 枕边人还算计 这话 谢尔丽没有夸大 人心都是肉长的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不好 言谈举止中都能看出 装饰装不出来的 就算装出来 她能装到什么时候 一天 两天 一年 两年 自己和朱卫熙成婚多年 哪一次回门朱老爷 不是对她嘘寒问暖 掏心掏肺 说句不笑的话 自家亲爹有时候都比不过 正因为朱老爷的好 她才三天两头地往朱家跑 戴毛氏就更不问说了 谢尔丽每次看到 他们夫妻二人恩爱有加 同进同出的样子 就打心眼里羡慕 恩爱也是能装出来的 二哥 你摸着良心讲爹 带你怎么样 谢尔丽素着脸 她疼你 爱你护你三十年 点点滴滴 难道还比不过外人的几句话 这 朱远昭答不上来 只有把头锤得更低 大哥 朱远昊冲到朱远末面前 你倒是说句话 咱爹不是这样的人 那个老和尚 就是在胡说八道 朱远昭缓抬起头 眼睛一片血红 老三 行家的事情 想来你也听说过 那又怎样 也只是听说过而已 谁知道是真是假 朱远昊冷笑连连 什么白日看人 夜里看鬼 吹的吧 哪有这样的神人 朱远末 老三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我不管他 什么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朱远昊一拳 砸在小鸡上 义愤填膺 我只相信 咱们爹绝不可能 做这样的事 依我看 多半是那个耕颂声 为了洗脱自己 和老和尚 一唱一鹤做戏呢 第五百八十五章 下井 一拳头 空气又凝固住了 朱远末也开始游移 被选为家主后 爹把他单独叫到秘境 和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孩子 心正身正 身正气正 咱们朱家能全掌 青天间这么些年 靠的就是一身正气 你一定不能辜负 爹对你的期望 把这个家好好撑下去 他记得很清楚 爹说这个话的时候 口气严肃 与众心长 难道 这一切 也都是假的 朱远昭一看大哥的神色 就知道他也不信 真的假的 查一查就知道了 朱远昊 怎么查 朱远昭 把桃花井 催命钉这两样东西 找出来 如果真的有 老和尚的话 就是真的 朱远昊压 压着眼里的火 如果没有呢 朱远昭发了狠 那这一趟五台山 老子算是白跑了 你说的 朱远昊扭头 哥 朱远昭没去看他 目光反而落在 谢尔丽身上 谢尔丽一点头 大哥 必须查一查 好还跌一个清白 朱远昭 来人 老总管就等在门口 听到喊 忙推门进去 大爷 你去预备两件事 一是在府里 找两个水星最好的人 准备几个火把 和两颗上好的夜明珠 第二 朱远昏出一口气 大老爷和五老爷 从前住的院子 你去亲一亲人 两件事 哪一件老总管 都不敢多问半句 他应了一声 老奴这就去办 便匆匆走了 客院里 丁一 趴在爷的耳边 滴里咕噜说了好一阵 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说清楚 末了 他还十分得意地补一句 爷 黄奇那小子是真睡 我是假睡 都听得一清二楚 爷放心 大奶奶和耕颂声 清白着呢 我让你偷听这个了吗 大嫂什么样的人 我心里摸点数吗 谢之飞本来想说扣月盈 抬眼一瞧 丁一那张被风吹的 粗糙的脸 心又软了 干得好 爷多赏两个月月盈 丁一笑得嘴角脸到耳后跟 终于得赏了 谢之飞靠着以前 慢慢合上眼睛 朱青以为爷难受 盲低声问道 要不要去脚门外歇一些 左右燕姑娘他们还在进房 不便 谢之飞忽得睁开眼睛 直视着朱青 你说 朱老爷连枕边人都戒狱 会不会还戒过别的人的狱 朱青 谢之飞 他会不会还害过别的人 朱青 谢之飞 燕三河目前查到的 会不会只是冰山一角 朱青 谢之飞 会不会阴界里那几千只乌鸦 就是他害死的几千个人 朱青脸色巨变 这 这 这怎么可能 是啊 这怎么可能 谢之飞拍了下脑门 心说自己想多了 丫鬟摆热菜热饭摆上桌 燕三河简单洗漱好 换了身衣上走出来 一抬就看见某人歪在太师椅里 眨着精亮的眼睛看他 他走到他面前 用过了没有 谢之飞身上不舒服 就懒得说话 合了下眼睛 表示自己用过了 燕三河 伤口在哪里 指给我看看 谢之飞掀开长袍 指了指右腿 燕三河 怎么伤着的 谢之飞无声说了两个字 遇刺 竟然有人要杀他 燕三河两条绣眉拧起来 谁动的手 谢之飞摇摇头 燕三河头一片 看向朱青 朱青忙解释道 那天不巧 我忙别的事情去了 燕三河转身坐回饭桌前 拿起碗筷 才开口道 什么事都 没有你家爷的命重要 以后小心些 朱青 是 燕姑娘 谢之飞胸口烫了起来 心跳也跟着加快 全音这一句话 很快 小裴爷和李不妍 也都从禁房出来 一个比一个像饿死鬼投胎 哪还有什么吃相 刚吃到一半 朱家三兄弟走进来 身后还跟了个谢尔利 燕三河放下碗筷 用帕子试了试嘴 道 朱远末 事情都清楚了 朱远末点点头 燕姑娘 人手都已经准备好了 先下井吧 燕三河一愣 为什么下井 朱远浩 不下井 怎么验证那老和尚 说的是真是假 这话一出 饭桌上的人 脸色刷得变了 李不妍一拍筷子 感情闹了半天 你们还不信 小裴爷也恼了 出家人不打狂语 他骗我们做什么 丁一 人家可是世外高人 黄旗 对 都不用掐指一算的 三河 洗漱过的朱卫熙走进来 身上落了几点雪花 下井查一查吧 你也不信 燕三河吃惊 朱卫熙站在门边 眸中都是傲雪凌霜 我们朱家欠羹送上一个清白 这清白 他说了莫人性 老和尚 说了也没有人性 那就让事实说话 所有人眼里都是惊骇 尤其是谢而立 已经说不出是何种心情 狠色 狠恼 还带着几分怒 哼 看来 这一趟五台山之行 还真是发生了不少故事 好 燕三河就一锤定音 那就让我们看看 到底是老和尚说了假话 还是朱老爷 披了一张假人皮 说完 不去看朱家三兄弟的脸 他冲饭桌上的人命令道 都别吃了 下井 哗 记得人心头一荡 谢之飞碰碰朱青 朱青赶紧弯腰 把爷背在肩上 小陪爷飞快地 扒拉着碗里的饭 连汤都顾不上喝 筷子一扔 把边上的李不言拽了起来 李不言撒了一口汤 也来不及满院 丁一和黄旗 索性把菜往饭碗里巴巴 一边端着碗吃 一边跟过去 大老爷从前住的院子 在西南角 院子有两镜 井在后院 此刻的后院灯火通明 亮如白昼 大爷 老总管迎过来 欲言又止 朱远末 有话就说 燕姑娘不是外人 不用遮着眼着 老总管忙道 大爷让老奴 找两个水性好的人 是为了下井 朱远末 对 老总管 老奴能问一下 下井找什么 朱远末也说不上来找什么 找一样东西 不瞒大爷 老总管愁愁道 老太爷当年也派人下过井 再说 要在这井里找东西 我祖父 朱远末大吃一惊 祖父可有说下井找什么 老总管 老太爷末说 只说他有东西掉进去了 朱远末 找到了吗 老总管摇头 下了两次井 什么都没有找到 朱远末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老总管宁神想了想 应该是大老爷和 雏娘女儿私通后 燕三合 这么久远的事情 你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 因为老太爷 除了下井找以外 还把大老爷 整个院子里里外外 都找了一遍 老总管 这么兴师动众的事 都是老奴一手操办的 祖父他老人家 肯定是察觉到了什么 所以派人看看 是不是有人弄了个桃花锦 来害他儿子 朱远浩看着燕三合 一脸得意 我就说爹 不可能是那样的人 第586章 没有 燕三合没有搭理任何人 自顾自把院子 前前后后走了个遍 走完 他问 这院子如今住的是谁 当初宅子翻新时候 爹用罗盘算了算 这个院子的风水 和三妹的八字相合 朱远末忙道 所以这院子 如今是三妹住着 燕三合 吴老爷的院子呢 朱远末 武叔的院子 我爹说风水不是太好 就改成了客院 不是燕姑娘住的那个 燕三合垂下眼睫不说话 火光中 他的面容显得有些浅淡 朱远末一看他的表情 就很忐忑 燕姑娘 燕三合脸了神色 朱远末 什么是桃花锦 就是在锦里摆桃花镇 桃花镇有无数重摆法 桃花锦最复杂 但也最隐蔽 燕三合 详细说来听听 先选桃花位 猴 树 龙在正西方位 蛇 鸡 牛在正南方位 虎 马 狗在正东方位 猪 兔 羊在正北方位 朱远末 水来裁 风来转 井的位置必须没有缝 才能把这个材 全部换成桃花 燕三合 然后呢 在锦里掀布下 要招桃花那人的私人东西 比如几缕发丝 一把梳子 一根用罐的簪子 红线要烧得黑而不焦 死死地缠住这些东西 朱远末 金哲之后 在井边种下桃花苗 即可招来桃花 燕三合 为什么要在金哲之后 朱远末 那是因为金哲之后 万物复苏 士气足 桃花井才更有功效 燕三合明白了 朱老太爷派人下过井 井里莫东西 井边也没有桃花 所以 这个桃花井 根本就不存在 燕三合目光 在朱家三兄弟脸上 一一划过 然后深吸一口气 道 我姓老和尚 不信你们的爹 下井 大哥 闭嘴 朱远末狠狠瞪了老三一眼 下井找了再说 燕三合转身往井边走 余光扫现院子的角落里 谢之飞无力地歪在太师椅里 朱青在边上替他打着伞 挡一挡雪花 他走到他面前 弯腰 冷吗 谢之飞抬眸 轻声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谁敢 燕三合现他头顶落了几片雪花 伸手轻轻扶了扶 你乖乖呆着 什么都不用管 头也烫了 烫得头顶的经脉 也跟着一跳一跳 谢之飞猴杰滑动 吞咽了一下刚要开口 燕三合已经转身离开 朱青 背我过去 朱青不敢 刚才在客院里 燕姑娘瞄他那一眼 虽然但 但里面分量不轻 燕姑娘让爷乖乖待着 混账 谁是你的主子 谢之飞没力气骂 只拿眼睛去弯 朱青弯腰T三爷 把大肠拢拢好 也小心动着 着凉了 燕姑娘也会心疼的 谢之飞 这小子 这小子 也该多赏他两个月月营 树九严寒的天 天空灰蒙蒙的一片 这时雪花越飘越大 地上 已飘了薄薄的一层 好在井水冬暖夏凉 不至于会冻死人 准备下水的是两个年轻的护院 约摸都是十八九岁的样子 先下水的护院 叫石鸣 石鸣拖的只剩下单一 单一的左右两个兜里 揣着两颗夜明珠 腰上绑一根拳头粗的长绳 刚要下去 举着火把的李不妍 一把揪住它 紧闭四周 给我仔细找找 沙土里要用手去挖 手去逃 黄旗 累了就上来换人 一旁朱远昊听了 胸口不停地起伏 怎么着 一个个的都信外人 不信我爹 朱远昊咬咬牙 索性道 仔细找 一寸都不要放过 是 三爷 石鸣答应一声 顺着井壁缓缓爬下去 李不妍几个把火把 都罩在井口 目光死死地盯着井下 一闸不敢闸 扑通 后生入了水 拽拽绳索 示意上面的人放他下去 另一个护院叫石白 是石鸣的孪生兄弟 他立刻把绳索刺溜一放 没了腰上的阻力 石鸣身子往下一沉 沉入井里 寂静 让人揪着新的寂静 小裴爷只觉得肾得慌 一会走到燕三河身边 搓了搓手 一会走到谢之飞面前 跺跺脚 一会又趴在井边往里瞧 一刻都待不住 怎么还不上来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这井有多深 他问 朱家三位 哪里知道这个 纷纷看向老总管 老总管 这个井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每个井的方位 都是老祖宗看过风水 用罗盘定位后才开挖的 应该差不多十米左右 十米 小裴爷倒吸一口凉气 也不知道 那人能不能潜下十米 石鸣沉下去了 谁很清澈 叶明珠在水里 散着悠悠的蓝光 井里的一切 看得清清楚楚 他没有先去看石壁上的东西 而是一口气沉到下面 先大致看看 这井到底有多深 这井不算深 水底干干净净净 什么东西也没有 石鸣沿着井壁 一翠一翠往上找 找到井面 他哗啦一声探出头 深深吸几口气后 又沉下去 如此反复几次后 石鸣拉拉腰上的绳索 石白察觉到 赶紧把人往上拉 石鸣从井下探出脑袋 大爷 石壁一圈找过了 什么都没有 下面我要掏井底了 掏井底 意味井水要变魂 朱远末不敢自作主张 扭头看着燕三合 燕三合干脆果断 掏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井底始终没有动静 燕三合头皮发紧 开始手心出冷汗 而井边其他人 神色都十分的凝重 连呼吸都病住了 就在所有人 等得都不耐烦的时候 石鸣从水里跃出来 嘴里吐出口水 大喊道 大爷 井底都摸过了 什么都没有 会不会是烂掉了 小培也没头紧皱 这都多少年过去了 朱远末摇摇头 小培爷 黑线是湿了皱的 黑线里的东西 能几十年不烂 李不言 那就是用了大老爷的 几个毛发 黑线缠着毛发 太细了 根本发现不了 朱远末 也有这个可能 还有一种可能 朱远末冷笑一声 就是我爹什么都没有做 他是清白的 老和尚和耕耕 都在说谎 屋檐下 谢尔利听到这句话 黑线的眼眸 看向不远处的朱卫熙 朱卫熙披着豆棚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也扭头看他 遥遥相望 谢尔利从女人的脸上 看到了一丝不甘心 第587章 找到 你是不甘心 找不到你爹 做恶事的证据 还是不甘心 耕颂声所谓的清白 是假的 疑惑着 不甘心嫁给了我 谢尔利收回视线 嘴角泛起一缕冷笑 微而不怒道 泥沙底下再掏一遍 一寸一寸掏 往身里掏 找到了东西 我赏你一百两 一百两 实名眼睛放光 朝自家兄弟递了个眼色后 又爬下井去 伞下的谢之飞 看着自家大哥 再看看另一边的大嫂 只觉得胸口堵得更厉害了 几乎透不过气来 把伞拿开 让我透口气 朱青芒 把伞往边上挪挪 谢之飞无力地把头往后仰 靠在太师椅上 突然 他一双桃花眼 一寸一寸地睁大 再睁大 大到快要爆出来的时候 谢之飞失声惊叫 你们快看天上 他这一嗓子虽然不大 但所有人都听见了 纷纷抬头 只见一片黑沉沉的夜空中 一轮圆月 正以一种诡异的速度 从乌云里攥出来 而雪依旧在下 很大 大到茫茫一片 所有人只觉得毛骨悚然 大雪天 黑云遮日 哪来的月亮 今日不是十五 哪来的圆月 一瞬间 圆月整个露出来的时候 一只乌鸦突然从里面冲出来 像利剑一样 冲向他们所在的这个院子 朱远默默明想到 阴界里的那一幕 大喊道 快抱住头 当心他要拙人 话音刚落 手还没 来得及举起来 所有人只觉得 眼前一道黑影闪过 随即井里传来东的一声 小裴爷倒吸一口凉气 这 这什么声音 黄岐无声往李不言那边挪了一步 好像是什么东西入水的声音 入水 乌鸦莫拙人 自己找死冲进了井里 小裴爷用眼神朝黄岐示意 你往井里看一看 爷 我也要赶哪 黄岐赶紧去看主心谷 他一看 所有人的目光 都向燕三河看过去 燕三河沉默半赏 很虚秒地叹了口气 如实道 我也不知道 话刚落 井里传来哗啦一声水声 石鸣的声音 不知道是冷得发抖 还是吓得发抖 大 大爷 一 一只鸟钻 到泥沙下面 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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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啄出来了 朱远末肝胆剧烈 那 那鸟呢 死了 一院子的人都僵住了 每个人脸上都是金布的神色 燕三河肆意识到什么 猛地抬起头 众人看到他抬头 也都跟着往天上看 天上哪还有什么月亮 云层黑压压的 漫天的雪花飘舞着 无声无息地落在每一个人的肩头 仿佛刚刚那一幕 只是众人的幻觉 燕 燕姑娘 朱远末的声音比石鸟抖得还厉害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燕三河放在身侧的手指 慢慢紧扣 月亮和乌鸦 都是朱老爷心魔里出现的东西 那里属于阴界 但阴界的东西 又如何会跑到现实世界里来 不知道 燕三河深深吸一口气 把人拉上来吧 朱远末回神 快 快拉人 这时 谢之飞再也沉不住气了 背我过去 朱卿这回没有劝 背着谢之飞便往井边走 石鸟被自家兄弟拽上来 不等站稳就从怀里掏出东西 一团黑黑的小小的东西 小培耶惊到 那死了的鸟呢 石鸟 不 不见了 所有人 那鸟把嘴里叼着的东西给 给了我就这么滑的一下 不 不见了 不见了 就是连个尸体都没有 小培耶护得抬手 抽了自己一个嘴巴 疼 他一把抓住李不言的胳膊 像抓住了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 可 可能是闹 闹鬼了 燕三河 也有可能是阴界里的朱玄九戒 不得我们这么蠢 助我们一臂之力 朱远默一听这话 立刻把东西拿在手里 哑声道 老总管 让石家兄弟俩先下去 是 李不言呼得冷笑一声 谢大爷 一百两赏银别忘了给 做男人说话要算话 谢儿立像是被惊醒 脸色铁青地看了眼李不言 从怀里掏出一张银票 李不言看着石鸣接过银票 头一扭 小培耶 这回你怎么不跳我背上来 这不是人多 没好意思吗 燕三河看着朱远昊 你还有什么话说 朱远昊眼圈通红 红得能滴出血来 他死死地握着拳头 胸口一起一扶好几下 突然暴怒道 我爹就是不可能做这种事 去堂屋 他冷声道 朱远昊 你亲手把这团黑线 给我解开来 堂屋摆着四个碳盆 和院子里是一冷一热的两个世界 所有人都围过来 呼吸声都没有了 黑线打了个死结 朱远昊的手有点抖 解不开 燕三河 拿剪刀 把烛火凑进点 朱远昊拿过剪刀 在死结上轻轻一剪 黑线散开来 朱远昊拔下头上的簪子 用尖的那头 一点一点拨开黑线 好让里面的东西露了出来 东西终于露出来 一共三样 一枚小小的的红宝石戒指 一片鲜红玉滴的桃花瓣 几缕鲜红玉滴的毛发 戒指 桃花瓣不稀奇 那几缕红色的毛发 是什么玩意 人一多 小裴爷的胆又肥了 伸手想摸一摸 这是什么毛 摸不得 裴向下的手一缩 有 有毒吗 边上 朱远昊一张脸煞白 整个人就像是被夯了一棍子 声音都是颤抖的 这是红狐狸的毛 啪 朱远昊手里的剪刀掉在地上 他几乎站立不稳 赶紧用手扶住捉脚 小裴爷被他吓一跳 红狐狸的毛有什么说法吗 朱远昊看了眼 失魂落魄的老三 咬牙道 在风水上 情欲 黑姑是邪性 情欲 我的个娘脸 怪不得大老爷 连厨娘的女儿都搞 感情这玩意 就是个催情的 小裴爷盲问道 这三样东西绑在一起 是不是最厉害的桃花井 朱远昊 还不是最厉害的桃花井 李不言 最厉害的什么样 朱远昊 整只红狐狸成水底 B588张 疑惑 我不想知道最厉害的 燕三合 我只想知道 这几根红狐狸的毛 加上一片桃花 会有什么作用 到这个份上 朱远昊 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桃花是情 红狐狸毛是玉 既能催情催玉 也能让人变得胆大妄卫 不计后果 像只发情的畜生一样 只想着交配 这不是就大老爷 朱玄光的真实变化吗 不够 还不足以让朱家人 心服口服 燕三合 老总管 你来看看 这枚戒指 是不是大老爷的 老总管莫去看戒指 而是坠坠不安的 看了自家大爷一眼 朱远昊 我无力地冲老总管摆摆手 这戒指是我大伯的 祖父有一年帮人看阴宅 得了五颗宝石 就让宝玉轩的老将人 做了五枚戒指 分别给了五个儿子 我爹那枚是蓝宝石 最后传给了我 大伯那枚就是红宝石 老总管忙又补了一句 因为丢戒指这事 大老爷还撵了房里的一个丫鬟 说他做事粗手粗脚 老母后来 把人安排去看园子了 朱远昊 燕三合冷冷看着他 这就是老和尚 说的桃花井 不这个井的人是你爹 目的让大老爷 早早地陷入情欲里 坏他学算并风水的灵气 你说可对 可对 可对 朱远昊纯一张一合 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但眼中的泪 却是止不住地滑下来 心口像是 被千刀万刀狠狠刺下 一片血肉模糊 要多痛 有多痛 燕三合却还要接着往下说 朱老太爷察觉到不对 心里多少有些怀疑 于是借口丢了东西 派人下井 但是 燕三合指着桌上的三样东西 这东西 小之又小 又是黑漆漆一团 被泥沙覆盖 想找到他太难了 老太爷派人下井两次 一无所获 也就没有再追查下去 于是大老爷就这么被废了 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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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远昊后槽压咬的哥哥作响 满腔的震怒无处安放 他只能像一头被射伤的野兽 冲到院子里 对着漫天的大雪 发出一声一声痛苦的嚎叫 他是娘最疼爱的小儿子 可小儿子心里最崇拜的人 是爹 爹以树子的身份 坐上了朱家的家主之位 不仅把青天间打理得井井有条 也让一家人的日子蒸蒸日上 族里上上下下 没有一个人不服他的 朱远昊资质不行 这辈子没别的念头 就像做爹那样的人 守着妻子儿女 本本愤愤过一辈子 因为爹说 儿子 爹不指望 你有大出息 爹就盼着你安安稳稳的 我会叮嘱你大哥 有他一口吃的 就有你一口吃的 所以 这一切都是假的 彤彤是假的 朱远昊吼吼完 狠狠一抹泪 转身走到堂屋 喘着粗气对燕三河说 你说得对 没找到桃花井前 护着自个亲爹寸步不让 恨不得都要跟他拼命 找到后 死死压着心里的痛 果断认 燕三河看着他眼底的血色 不由放柔了一点声音 桃花井是他做的 那么催命丁也是他做的 正因为是他做的 所以他做家主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宅子里里外外都翻新一遍 好把他做坏事的痕迹 统统都抹掉 只可惜 他停顿了一下 只可惜 这口井没有办法再翻新 井是你们朱家老祖宗留下来的 一代又一代 不仅没办法翻新 他还不能下井 把东西捞上来 因为老太爷已经捞过两次 他再捞一次 势必引起别人的怀疑 哪有那么巧的 东西都掉到同一个井里 于是 他就把这个院子 给了三小姐 燕三河画风一转 不言 你还记得三小姐说 二小姐喜欢耕送声 二小姐回了一句什么话吗 记得 李不言 二小姐说我不是你 陷着一个好看的男人 就动了芳心 这话是在说 三小姐每看到一个男人 就忍不住发情 燕三河吃笑一声 好好的归忠小姐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想 此刻便有了答案 这个答案 朱家三兄弟 比谁都清楚 大老爷已死 但桃花井仍在 三辈住在这个院里 一年两年没事 三年五年后 桃花井催情催欲的威力 就会慢慢显现在她的身上 庆幸的是 因为大妹和耕送声 私奔的原因 朱家上上下下 对三个姑娘都看得紧 三妹轻易陷不到外男 也只能自己一个人 胡思乱想 发发花痴 所以 她才会觉得 二小姐也是喜欢耕送声的 燕三河微微眯了下眼睛 事实上 偷偷摸摸喜欢耕送声的人是她 但耕送声是大小姐的 她怕自己心事露出来 于是把脏水泼到二小姐身上 李不言越听越火大 她娘的 自己儿子不祸害 光祸害女儿 这位朱老爷 真是好算计啊 是好事 燕三河十分淡定道 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 布下桃花锦的人 正是她朱玄九 否则嫡肠子的院子 岂能给三小姐住 朱家三兄弟的脸 顿时像开了染房一样 一个比一个难看 大家足利 儿子住哪里 女儿住哪里 嫡出的住哪里 树出的住哪里 都有规矩 当初爹把这个院子给小妹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就算和小妹的八字和 也不能为了规矩 但爹执意如此 所有人只当他对小女儿的偏重 也都不再多说话 我有个疑惑 所有人都向谢之飞看过去 朱大老爷和丫鬟偷情 还未满十五岁 谢之飞尽量让自己说的大声点 偏偏又没有力气 落在别人眼里 有几分掩掩一息的样子 朱老爷比大老爷小八岁 也就是说 他做这事的时候 刚刚六七岁 你的意思是 燕三河献他说话传 索性把话接过来 一个六七岁的孩子 刚刚接触着算命风水这一行 怎么就懂用这些阴邪之术害人 谢之飞合了下眼睛 燕三河目光一挑 朱远末彻底的有气无力 燕姑娘 我不知道 燕三河 那只有两众可能 小裴爷和李不妍 几乎一口同声 哪两众 燕三河 要么他天赋一柄 要么另外有人教他 朱家三位爷 你看我 我看你 眼里都是一个疑惑 谁会教 没有人会教啊 朱家祖祖辈辈 都是守规矩的 否则也不会执掌青天坚这么多年 我也有个疑惑 所有人都向朱青看过去 第五百八十九章 歹毒 朱青心说自打 跟着燕姑娘后 胆子好像也变大了 敢在大庭广众之下 开口说话了 桃花锦 老太爷发现了蹊跷 起了疑心 命不好莫找到 催命丁吗 你真正想问的 燕三河 是朱老爷接二连三 在背后搞这些小动作 为什么老太爷 没有发现是他 朱青用力点点头 燕三河 我想也有两个可能性 朱青 哪两个 燕三河 一是朱老爷年纪太小 二是 他隐藏得太好 还有一个原因 朱远末突然开口 桃花锦和催命丁说 白了是阵法 阵法有大阵 有小阵 有危阵 危阵是很难被察觉的 也不会立刻奏效 是靠时间一点一点 积累起来的 还有 小培燕一挑眉 还有 朱远末点点头 桃花锦只用一片桃花 和几根红狐狸毛 这种东西 如果用在现在的我身上 是毫无用处的 他说的寒 狐 但燕三河却一点就通 一来是你年岁大了 二来你经历过雨水之欢 姑娘真真聪明 朱远末十几岁的男子 血气方刚 正是对男女情势 最感兴趣的时候 这个时候百桃花锦震 哪怕是最小的威震 都能起到最大的作用 那他在吴老爷身上 试的催命丁 也正是因为 吴老爷身子骨本来就差 燕三河不仅一点就通 而且还触类旁通 而且他对风水算命 又特别感兴趣 世事投入忘我 不眠不休 所以才会起作用 堂内里鸭雀无声 所有人听得浑身鸡皮疙瘩 都冒了出来 一个年纪不足十岁的孩子 不仅会摆邪门的阵法 还会根据每个人 不同的特点 让阵法起效果 并且瞒过朱老太爷的法眼 这是孩子吗 这简直就是妖孽 只能说朱玄九 从小就善于观察 燕三河露出一记冷笑 小小年纪 就把每一个人的性子 摸得透透的 分毫不差 心思之身连大人都比不过 一句话 让所有人都泄入了深思 谢之飞 我六七岁 只会哄妹子呢 小裴爷 六七岁 我跟个二傻子似的 李不言 我还拖着两条鼻涕呢 丁一 我只想吃 黄旗 我只会玩 朱青 我只会练功 我有个问题 所有人的视线 向朱远昊看过去 朱远昊 这些歪门邪道的东西 你是怎么知道的 朱远末 这是每一代家族选定后 需要单独学的东西 朱远昊精了 学这些 只有学了这些 才有自保防身的本事 朱远末 老祖宗说这我们一行 入正道的不多 入邪道的很多 借着懂些风水算命之术 害人的更多 话 戛然而止 朱远昊面色一杯 无论如何 都说不下去了 燕三和却目光垂下 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朱卫锦 朱远昊和朱卫熙 只是外表神似 其实朱卫锦 才是最像朱玄九的人 一样的 从小就善于观察 心思颇深 一样的什么话 都不会说出口 只会烂进肚子里 一样的 不紧不慢 瞅准机会 给对方一击 造成朱卫锦 这种性质的根本原因 是他从小被忽视 被怠慢 那么朱卫九呢 他小小年纪 为什么会心思 这么细腻 这么歹毒 谁教的他 傅姨娘吗 谢承宇 帮我找两个人 谢之飞这时 是真的有些撑不住了 头晕目眩 浑身上下一点力气 都没有 他合了一下眼睛 示意燕三和指管说 燕三和 帮我找一下 从前跟着朱卫九的 两个小丝 小裴燕盲问 找他们做什么 燕三和 红毛狐狸从哪里来 朱卫九一个人 干不成这些事 一定有同伙 小裴燕 你是说 你和黄琪 一主一扑 好的像一个人似的 黄琪一定帮你 做过很多秘密的事情 我明白了 小裴燕 这两人的离开 肯定是朱卫九洞的手脚 因为他们知道 他太多的秘密 留在身边就是祸害 说不定人已经背 小裴燕手横在脖子上 往下一窃 杀人灭口 裴笑这个动作一出来 朱远墨两只 手赶紧扶住桌子 他趴下一瞬间 自己一头栽下去 朱远墨记得很清楚 那两个小厮 一个叫天氏 一个叫泰威 是从小陪着爹 一起长大的 天氏心术不正 偷拿了爹画的符咒卖钱 被娘赶出符 泰威在外头接私活 帮人看错了风水 事情败露后 就偷偷跑了 他当时年纪还小 墨心思 去想这些吓人的事 如今被燕三合一提 一回味 这才发现 诸多蹊跷的地方 爹怎么会随便画符 必是要别人求上门 他才会画一张 那些随手画的符 本来就是可以当做 人情送人的 其次 泰威在外头招摇撞骗 坏朱家名声 按朱家规矩 这种人事 一定要抓回来严惩 爹以主仆情分未由 放过了他 这不合规矩啊 朱远墨 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 燕三合眼间 朱远墨只觉得 浑身冷到了极点 半晌才开口道 的确是有蹊跷的地方 朱远墨说蹊跷 那就一定有蹊跷 谢成宇 不管有没有杀人灭口 燕三合找到他们 就知道为什么 朱远九小小年纪 会这些歪门邪术 也能知道 朱远九还做过 哪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早就该找的 小陪爷哼一声 只怪我们都被他 披着的那张人 披得晃了眼 李不言牵一声 可别侮辱畜生了 畜生可不会害人 朱家三兄弟一听这话 恨不得找个地洞攥一攥 羞愤于死 这时 朱远墨突然一个机灵 三爷且等一下 我来测一测他们的生死 燕三合同人一亮 如果活着 能不能测出方位 大致可以 朱远墨朝 两个兄弟递了个眼神 三人同时起身 匆匆走到里间 眼上了门 李不言撇撇嘴 看来 还是老和尚厉害啊 小陪爷挑挑眉 老和尚只要报个名 片刻后 门打开 朱远墨走出来 三爷六摇测出来 其中一个叫太威的人还活着 方位在西北角 第五百九十章 行动 谢之飞没说话 目光悠悠地看着燕三合 脸上有几分委屈 又不是驴 前头掉根胡萝卜 就吭吃吭吃拉末 总要给点好处啊 从前面到现在 话都没说上几句呢 燕三合发现 这人变了 莫喝醉酒 也要人哄着 竟然还会用眼神撒娇 再一看他脸色 非常的苍白 燕三合心软了 从怀里掏出个薄薄的东西 往他手里一塞 文书 四拿的护身符 好好收着 谢之飞 丫头啊 文书四是保学业的 你确定 燕三合 怎么 三爷还嫌弃 这话本来没什么 最后一个呢 字添得极好 谢之飞只觉得 那个呢字 顺着血液在身体里转了一圈 浑身舒畅 他心里没死了 把符死死拽在手心里 目光朝老总管描过去 老总管被他描得 一脸不知所措 燕三合心里 却一清二楚 朱老爷从前的贴身小丝 除了毛氏略之一二外 也只有老总管最熟悉 太威哪里来的 是外头买来的 还是家生的 家在何方 是不是就在朱远末 算出来的西北角 他都能说出个道道来 老总管 你把太威的情况 和三爷详细说说 去脚门外说 燕三合 朱青 三爷撑不住了 你赶紧把他背出去 是 朱青早就察觉到 背上的人越来越虚 只是不敢劝 听燕三合这么一说 他几乎是用飞的 丁一 你回去帮三爷 燕三合命令 是 丁一心里头早就想帮了 奈何新主子莫发话 他不敢呢 小陪爷看看丁一的背影 再看看燕三合 墓中喷出两团怒火 偷偷摸摸勾搭上 还什么都瞒着我 呸 一对臭不要脸的狗男女 燕姑娘 我也有个问题 从头到尾 一直沉默不语 静静坐在角落里的谢尔丽 忽然开口 燕三合看着他 你想问什么 我想问什么 我想问岳父 为什么要对耕颂声那样 谢尔严目光悠悠扫过 朱卫西的脸 我还想问问 他又为什么 选择我做他的女婿 这问题 问得好 这也是我想一路 都想不明白的地方 燕三合安静地看着他 但我内心里有一个推测 小培也等不及 快说说 是什么 和太太毛氏有关 朱远昊一听这话 两条剑没深深拧起 为什么和我娘有关 朱三爷 燕三合直视着他的眼睛 此刻 你相信不相信 你娘被你爹进了晕 我 朱远昊眼眶一点一点泛起红 然后垂下头 从尺缝里咬出三个字 我相信 娘鼠鼠生在正月初一 晨时一刻 鼠是十二生孝中的第一个鼠像 正月初一是新年第一天 仅仅这个生辰 娘这辈子就不愁吃 不愁穿 所以 生在鼠年正月初一的人 富不可言 贵不可言 她又是在晨时一刻 咕咕落的 凡人都早起劳作 鼠却在洞里呼呼大睡 此乃一生无忧的好命 除此之外 娘一张脸面若银盘 耳白且厚 耳面光润 人中分明 额缘发润 一双手柔弱无骨 这样的面相配这样的首相 万中无一 是最最好的望复命 而爹也正是因为娶了娘 运气才慢慢变好 最后坐上朱家家主的位置 既然你相信 那么你承认不承认 你爹娶她的目的 就是为了借她的孕 朱远昊喉咙里 等一声 你们六个儿女中 朱卫锦的长相最像毛氏 却最让你爹厌恶 朱老爷病得糊里糊涂的时候 看到朱卫锦 以为是毛氏 这次可以证明 其实你爹真正厌恶的人是毛氏 爹 厌恶 娘 朱远昊胆战心惊地 看了大哥一眼 连恩都不敢恩了 如果这一点成立 燕三和目光 落在谢尔利身上 那就可以初步推断出 他为什么要那样 对耕颂生 因为耕家 是毛氏的娘家 没有人应声 朱卫锡直愣着眼睛 呆呆地看着青石砖 暂时忘记了 自己的那点伤痛 如果问他们三姐妹 这辈子最想成为什么人 三姐妹一定都会说 想成为娘娘的人 一辈子衣食无忧 男人言听计从 几十年独宠她一个 内宅大全 牢牢握在手里 儿女双全 尤其是独宠这一点 试问这世上 有几个有权有势有钱的男人 能积十年如一日地喜欢 并宠着一个人 如果这一切都是假的 那娘这一辈子 岂不是都生活在谎言中 大老爷 吴老爷的事情水落石出 那么下一步 就该揭开太太身上的谜团 谜团有三个 燕三和深黑的毛子 向两汪寒谭 她是怎么找到她的 二 她是如何通过她 化解掉反噬 天罚 三 她内心为什么会那么厌恶她 诸位 老天爷只留给我们十六个时辰 十六个时辰 如果我们不解开些谜团 太太就会糊里糊涂地死去 朱远墨瞳孔急剧地收缩了一下 不仅是糊里糊涂地死去 娘如果和爹的心魔沾上关系 那么她的死对于朱家后人来说 就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燕三和缓缓起身 深欲一口气 时间不多 我们分头行动吧 朱远墨赶忙道 燕姑娘 需要我们做什么 你只管说 每个人都做自己最擅长的事 燕三和 朱远墨 朱远昭 朱远昊 你们三兄弟要想办法 找出朱老爷 利用太太化解反噬和天罚的方法 朱远墨立刻道 燕姑娘 这不用找 只有两个办法 燕三和 什么 朱远墨 一是施咒布阵 二是做风水局 燕三和 我感觉不到 你们朱府还有阵 朱远墨 布阵的人一去世 阵法就不在了 燕三和 能不能找出来 只能尽量 朱远墨看了眼老二 老三 干脆道 带上吃饭的家伙 先去烫祖坟 现在就走 真真是一刻都不敢耽搁 朱老二 朱老三二话不说 起身就往外去 小裴爷要不要跟着啊 李不言献陪笑白着一张脸 看着三人离开的背影 故意问一嘴 小裴爷扭头 刚要对回去 燕三和已经开了口 明天不能去 他还有事 听到没有 我有事 小裴爷狠狠弯了李不言一眼 心说你能不能判定我好 李不言 我这不是让你练练胆吗 第五百九十一章 打情 朱卫熙 谢尔丽 燕三和 你们俩去陪着太太 如果她还能说话 让她回忆一下 这些年 她和老爷相处得点点滴滴 夫妻二人的脸上 都有些不自然 小裴爷拼命朝 谢尔丽的眼色 快去啊 大哥 莫瞧出来 燕三和这是在给你创造机会啊 燕姑娘 谢尔丽声音寡淡 我就不陪着了 明儿一早衙门里还有事 等下了衙再来 也好 燕三和从不抢求任何人 小裴爷替我送送谢大爷 小裴爷真心不想答应下来 送是假 路上劝几句是真 可怎么劝 谢大哥 你要大度一点啊 反正大嫂已经回来了 这话 她小裴爷可说不出口 裴笑这边沉默着 燕三和却已经走到朱卫熙面前 外面雪大 我也送你一程 朱卫熙摇头 燕三和 我一个人也能走 你别送 赶紧忙你的 那行 记得给太太带句话 就说我回来了 再忙着呢 让她无论如何 也要等着我 燕三和 我带着真相去献她 朱卫熙眼眶一热 用力点点头 我去了 她自顾自走到门槛外 打起伞 一个眼神也莫 向谢尔丽扫过去 便走入了大雪中 一人一伞 消失在拱门口 没有回一下头 谢尔丽压着眼中的怒火 连伞也不撑了 匆匆离开 走出拱门边 她没有选朱卫熙走的那一边 而是转向另一边离开 小裴叶见状 冲出去 这边瞧瞧 那边瞧瞧 这算是分道扬镳的意思吗 就信谢的别扭样 哪里能跟耕颂生比 李不言人淡淡地挑了一下眉 合篱笆 还痛快点 别发牢骚 燕三和 陪我去趟借台寺 李不言大敢诧异 大雪天的 去借台寺干什么 燕三和轻声道 去看看桂花 借台寺就在那城里 裴笑太熟悉了 从前他带着和尚们 常常勾拦听曲 其中就有借台寺的住持 雪大了 四人打伞走出诸府 黄岐收起伞 一正 爷 快看 是三爷 是三爷 一手打伞 一手扶着马车 右脚须须点着地 双眸黑漆漆地 看着燕三和 裴笑见他连眼封都不给自己一个 气得赏了黄岐一记毛利子 自家也不看 看什么三爷 黄岐被打猛了 三爷不能看吗 裴笑 不能看 黄岐 为啥呀 爷和三爷不是好兄弟吗 好兄弟 裴笑冷笑一声 无话不说的才是好兄弟 暗戳戳干这个 干那个的 都是坏重 李不言 让这个泼妇闭嘴 好 李不言手下意识去摸腰 这才想起来 腰上的软剑 断在东台的半山腰 小裴烟 你自觉点啊 小裴烟 他又盗了一回泼妇 燕三和走到谢之飞的伞下 抬头 你怎么又回来了 事情都已经安排下去 太孙那头 锦衣卫那头 也在帮着一起找 竹青和丁一两个人都盯着 谢之飞宁没看着他 我没什么事 在朱府门口看看雪景 就扯吧 井怎么样 燕三和问 井一般 谢之飞目光一深 人不错 久违的舔嘴又回来了 燕三和 借台四的井不错 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谢之飞 要啊 燕三和 能爬上马车吗 谢之飞 需要你扶一把 燕三和拍拍间 来 扶这儿 算了 舍不得 谢之飞手撑着马车 单脚跳了几下 跳到马车前 一点一点先把伤腿抬上去 狗日的 竟然伤成这样 小裴烟又觉得心疼了 抬手照着黄旗 又是一记毛利子 没瞧见三爷不方便 还不赶紧去扶着 黄旗 李不言扭头看着小裴烟 扑斥一笑 小裴烟闷 你笑什么 李不言笑泼妇有点可爱 小裴烟 马车迅速启动 可惜没走多远 就被人拦下来 拦的人是锦衣卫 谢之飞撩起车帘 把腰牌递过去 又顺势递上一张银票 锦衣卫二话不说就放了行 最近四九成查的言 尤其是子时过后 几乎是逢车避减 逢人避问 燕三和一听不好 诸辅三位言 不用担心 谢之飞 青天间有自己的腰牌 他们办的差事又很特殊 锦衣卫一般不敢拦着 燕三和 碰到你大哥了吗 谢之飞一愣 我大哥走了 嗯 谢之飞微微尴尬 但也只是一瞬间 回去也好 总要给他时间缓一缓 燕三和看着谢之飞 谢之飞苦笑 我们都不是他 他听到耕颂声和朱卫熙的故事后 会怎么想 他得知岳父的为人后 会怎么想 我们都是漩涡外的人 嘴一张 话说得轻飘飘 他在漩涡里 滋味都得他自个尝着 不聊他 谢之飞转移话题 借台四的桂花 和朱玄九的心魔 有什么关系 他这么一问 马车里鱼下两人的耳朵 都悄悄支了起来 暂时还没弄明白 是什么关系 燕三和 朱卫熙的院子外头 有一片桂花 朱玄九重病 又让朱卫熙去了一趟借台四 我想 这应该是个很重要的线索 谢之飞 呕了一声 缓缓诱到 他既然讨厌毛氏 会不会心里另有喜欢的人 如果有 我猜想 桂花会不会和他喜欢的人有关 否则他不会在病中还惦记着 燕三和看着谢之飞 眼里微微惊讶 怎么 谢之飞 和你想一处去了 燕三和 是 谢之飞 那个人多多少少 还应该和我大嫂有关 否则 他不会让大嫂去的 燕三和 是 谢之飞 找出那个人 就能知道 他为什么偏爱大嫂 厌恶毛氏 也大概能明白 他为什么要拆散大嫂 和耕颂生 燕三和几乎要无言以对了 和他心里设想的一模一样 李不言听愣了 又一声 三爷突然变聪明了 去不了五台山 就只能天天在家里 一个人瞎琢磨 谢之飞抬头看了眼李不言 目光又落回到燕三和身上 省得被人嫌弃 处在那儿 就只能当根木头 这话 小裴也听不懂 但不懂 他就问 谁把你当木头了 燕三和看着谢之飞 眼中自己的影子 你 小裴也委屈 我什么时候把他当木头 燕三和 进城的时候 小裴也 有吗 谢之飞拖着调子 燕三和 原来你都明白 都明白 燕三和挪开视线 小裴也是故意把你当木头的 谢之飞 为什么 燕三和 谁让你不给他糖吃 谢之飞 那你呢 燕三和 我也是故意的 谢之飞了 为什么 燕三和 谁让你只给我糖吃 谢之飞一正 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边上 小裴也扭头去看李不言 你听得懂吗 李不言丢给他一记 你是傻子骂的眼神 他们打起骂靠的话 我们听懂他干吗 第592章 借台 裴大人深夜来访 借台寺的住持 赶紧从热杯窝里攥出来 住持叫悟空 笑得那叫一个产妹 裴大人 您这个时候来 听说你们这里有一片桂花 我带人过来赏赏花 深更半夜 大雪纷飞 赏花 怪不得裴大人 最近都不喊他勾拦听取 原是该走清雅路线了 悟空笑咪咪 裴大人 谢大人 请随我来 黄旗吃了两斤毛利子 这回学乖了 三爷 我背你吧 悟空 谢大人腿脚受伤了 我们寺里有轮椅 你要不要 要 轮椅拿来 一行人便往寺庙深处走 桂花在寺庙的后花园 算不得一大片 后花园只有十几株 但去后花园的路上 却是一株连着一株 试想八月花开的时候 那股幽香能飘出多远 燕三河问道 这片桂花 什么时候种下的 悟空一正 这位是燕姑娘 她问你什么 你就答什么 裴笑口气一诉 如实回答 不要遮着眼着 悟空赶紧冲燕三河双手合十 燕姑娘 这桂花自我们借台四开四 那日就有 约莫上百年了 燕三河 八月桂花香 来寺里赏花的人多不多 悟空 赏花的人不多 燕三河 为什么 桂花不是稀罕东西 别说高门 就是寻常人家 也会种上一两株 悟空笑道 再说了 这桂花比不得别的花 没什么看头 只有一股子暗香 燕三河 掌青天间的朱府 住持可曾听说过 同在四九城 朱府又赫赫有名 悟空忙点头 道 自然是听说过的 既然听说过 燕三河就直截了当地问 朱府前任当家人朱玄酒 会来这里赏桂花吗 这 悟空想了想 不曾听说过 燕三河 打理这片桂花林的和尚是谁 把他叫来 悟空赶紧朝身后的小和尚看一眼 小和尚撒腿就跑 很快 小和尚把人带来 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和尚 燕三河正打算问一问姓名 那和尚显然已经从小和尚嘴里 听说了他们要打听的人 开口道 朱大人每年八月底 都会来寺里赏一赏桂花 果然 燕三河心中一喜 低头去看谢之飞 谢之飞察觉 抬头冲他一点头 示意继续问下去 燕三河抬眼 师父怎么称呼 玉晨 玉晨师父是如何知道的 起先没留意 玉晨 有一回他渴了 问我讨茶喝 我给他沏了一壶自己种的茶 他喝了说香 临走前让我最近不要往水边去 有灾 偏他不信 结果九月九重阳那天 他挑水的时候 脚下一滑 就滑进了水塘里 第二年他再来 我一眼就认出了他 一来二往 就知道了他的身份 他一个人来吗 一个人 小思呢 女施主 没有小思 就他一个人 一般待多久 回回问我讨一杯茶喝 喝完就走人 兴致好的时候 也会跟我闲聊上几句 燕三河 多聊些什么 玉晨 聊聊佛经什么的 燕三河 没了 玉晨 没了 不带小思 一个人 年年 显然这一片桂花林 是独属于朱玄九一个人的秘密 自古以来 花想争的都是女人 牡丹富贵 荷花高节 兰花幽静 每一种花 都是世间一个女人的写照 桂花是哪个女人的写照 朱玄九站在这片桂花林下面 思的念的又会是谁 燕三河 玉晨师父 除了朱大人外 还有谁念念来看这片桂花林 玉晨愣了愣 拨动佛珠的手停下来 燕三河看着她的神情 试探问 有没有哪个女子 也会念念来看这片桂花林 玉晨想半天 摇摇头 燕三河不甘心 再想想 玉晨一 就摇头 燕姑娘 桂花不用看 用文 没有谁会特意跑我们寺里 只为赏桂花 前几个月 倒有一位女施主 在树下转了几圈 燕三河 什么长相 什么年纪 出家人不敢盯着女施主多看 浅浅扫一眼 只看了个大概 玉晨 约莫二十出头的年纪 很有气度 一看就是富贵人家的当家奶奶 燕三河低头去看谢之飞 谢之飞无声说了三个字 是大嫂 燕三河眼神有些失望 要不 我们去正殿看看 谢之飞柔声安慰道 反正都已经来了 正殿 燕三河心里一动 毛氏说过 他和朱玄九第一次相遇 就在正殿里 走 去看看 正殿的烛火还亮着 守香炉的小和尚 一看住持带了人来 忙又点了几盏油灯 进到正殿 燕三河目光四下打亮几下后 绕着正殿走一圈 最后停在了后殿 后殿摆着一个长岸 岸上有香炉 香炉前供奉着瓜果点心 岸前摆着三张菩团 供百姓跪拜 这里应该是朱玄九 和毛氏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燕三河指了只顶头的佛像 这里供奉的是 哪位佛祖 裴孝抬头一看 地藏王菩萨 燕三河 地藏王菩萨 是个什么菩萨 这就有故事 可讲了 小裴也摆出一副 说书人的架势 佛经中称地藏王菩萨 受释迦谋尼佛嘱咐 在释迦祭面 弥勒卫生之前 发誓要尽度六道众生 拯救诸苦 使愿成佛 他在过去的几世中 曾经几度救出 自己在地狱受苦的母亲 所以被认为 具有大孝和大怨的得业 也因此 被世人尊称为 大怨地藏王菩萨 小裴也 李不言冲他翘了翘大拇指 你可以啊 怎么说话呢 小裴也很不满意地瞪他一眼 明明是很可以 这时 燕三河突然掀起衣袍 跪倒在葡团上 缓缓闭上了眼睛 燕姑娘 我十二岁的年纪 还不信神佛 母亲在那边拜 我坐不住 转到佛堂后面 看见一个穿着白衣的小公子 双手合十跪在葡团上 闭着眼睛 嘴里念念有词 那小公子长得好看极了 唇很红 肤很白 我心里在想 一个十岁的锦衣公子 有什么仇事 需要来拜菩萨的 我竖起耳朵 偷听他嘴里在念些什么 原是在祈求菩萨 保佑他生母平安呢 燕三河在脑海中 一遍一遍回忆着毛氏的话 等一下 他突然抬起头 目光直直看向裴孝 你刚刚说什么 小裴爷一正 我刚刚说什么 第五百九十三章 夜审 我没说什么 裴孝被问得有些抓狂 就说了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是个什么菩萨 嘿 这丫头 难不成得了健忘症 怎么前脚说过的事情 后脚就忘了呢 明听 谢之飞语气带着命令 你再说一遍 小裴爷无奈又重复了一遍 燕三河听完 闭起眼睛 一副老僧入定的样子 半天没有吱声 这一下 小裴爷更抓狂了 胳膊一蹭李不妍 他这是怎么了 李不妍 别问我 我和你一样 一头雾水 裴孝又用脚蹭蹭谢之飞的 他发现了什么 谢之飞眼神一利 闭嘴 别影响他思考 我他娘的莫说话 裴孝伸手冲谢之飞点点 你小子 我算是瞧出来了 就是个重色轻友的 谢成宇 这时 燕三河睁开眼睛 我想线两个人 谢之飞 你说 燕三河 诸辅二老爷夫妻 谢之飞嘴角微妙地僵了一下 他派人盯住了大老爷和五老爷的宅子 不曾想燕三河见的 竟然是二老爷夫妻 为什么 黄岐 三爷 朱青这回在五城兵马司 你驾车去找他 谢之飞掏出腰牌 让他立刻带人 把二老爷夫妻带到五城兵马司 说着 他扭头询问燕三河 就在五城兵马司县 他们如何 好 黄岐接过腰牌 撒腿就跑 这时 别说小培爷的好奇心 已经被顶到了喉咙口 就是李不妍都忍不住了 三河 谢二老爷夫妻做什么 燕三河从蒲团上站起来 想问一些过去的事情 李不妍 哪里有问题 燕三河眼神闪过一点迷茫 好一会 才到 现在说不上来 等问了再说 明廷 让悟空背 一辆他们寺里的车 送我们去兵马司 还有 谢之飞目光朝远处的悟空看一眼 叮嘱他把嘴巴闭上 这还用你交代 裴笑把脸一沉 摆出时辰时的官威 向悟空那边走去 借台四的马车 比不上谢府的宽敞 四个人坐在马车里 手脚都伸展不开来 路上又碰到锦衣卫盘查 腰牌给了黄旗 三爷只能卖卖 他那张俊脸 好在三爷的俊脸 在锦衣卫十分的吃香 一路又是畅通无阻 燕三河这时 才后知后觉地明白过来 这人撑着一条伤腿 等在朱府门口 根本不是为了看紧看人 而是怕自己 有用得着他的地方 说不清心里 是个什么滋味 就觉得 这人和从前不大一样了 让人莫名地觉得 沉稳和踏实 很快就到五城兵马司 朱卿亲自去请人 值班侍卫 把谢之飞背进去 到三爷的地盘 这就等于到了家 热茶也上了 宵夜也端来了 三爷还变戏法式的 让人端出一盘瓜果来 李不言正恶的前胸贴后胸 靠谱啊 三爷 这就靠谱啊 靠谱的还在后头呢 赶紧吃吧 一会人就来 三爷料得不错 这头刚吃完 那头朱卿已经回来了 爷 二老爷夫妻到了 先把他们分开 一人一个房间 是 谢之飞安排好 转过身为燕三合 咱们什么个章程 燕三合一时默反应过来 什么什么章程 谢之飞 朱老爷的事情算不得光彩 朱家在四九城里 有头有脸 有些事情少一个人知道 朱家就多一份稳当 燕三合皱眉 到了这个份上 你还想帮他们瞒着 能瞒一时瞒一时 能瞒一个瞒一个 谢之飞轻轻叹了口气 这个时候 朱家已经够乱了 死人才会保守秘密 活人根本不可信 二老爷夫妻 显然不会和朱家人 是一条心 万一他们知道了桃花锦 催命丁 肯定会闹开的 这一闹 必定又是一场轩然大波 他的话在秦载里 燕三合果断道 你来问吧 问什么 二老爷问父姨娘 父姨娘 谢之飞 陪笑 李不言同时感觉到 一瞬间的眩晕 难不成 朱玄九的心魔 还和父姨娘有关系 谢之飞 那老二太太呢 也问父姨娘吗 燕三合 问毛氏 竟然问的还不一样 谢之飞深吸一口气 成 你就在我边上坐着 咱们老规矩 朱府二老爷 叫朱玄龟 可能日子过得太好 朱玄龟发福明显 一看就是养尊储幽惯了的 热被窝里被人叫醒 朱玄龟来的路上 一肚子怨气 但一进到五城兵马司 一股森森含义扑面而来 发气又被带到别处 怨气一下子就变成了忐忑 自个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啊 朱玄龟被人引到一间房里 房里坐着四个人 其中一人瞧着有些眼熟 你是 谢府三爷 哦 朱玄龟想起来了 侄女朱卫熙的小叔子 按备份这小子 还得叫他一声二伯父 朱玄龟 偏偏谢之飞联名待姓地叫 你坐下 我有个案子要问你 案子 朱玄龟当下就被唬住了 什么案子 什么案子 你不必知道 谢之飞脸一沉 你只需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朱玄龟是朱家人 算命看风水 虽不是顶尖的 却也是有几分真本似的 往日里都是别人求他 看他脸色 冷不丁被一个小辈摆了脸 心顿时往上一提 按道这案子怕是要命 你问 谢之飞要的就是他这一句 你父亲的姨娘 其中一个姓父的 你可熟悉 父姨娘 不早就过世了吗 怎么这案子还扯上他 朱玄龟 我熟悉 他怎么了 我问 你答 谢之飞面色阴沉 朱玄龟 别让我再提醒你第三遍 朱玄龟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 冷汗从额头冒出来 后背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燕三合看到这里 不由在心里感叹一声 三爷不仅哄人水平高 唬人的水平也可以 其实谢之飞心里也忐忑着呢 朱玄龟怎么也是他长辈 抬头不见低头线的 自己这一痛发作 也着实没有办法 傅姨娘一个死了几十年的内宅妇人 坟头的草长的说不定比人还高了 能扯上什么案子 只有先把人唬住再说 说说吧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好人啊 朱玄龟想都默想 脱口而出 第594章 谁好 好人两个字 老总管也说过 怎么个好法 好人还要怎么个好法 朱玄龟纳闷了 就是好人 大好人 谢之飞 你详细说说 朱玄龟一张老脸 瞬间就长红了 傅姨娘是她爹的小倩 做儿子的议论爹的小倩 这不合规矩啊 谢之飞见她有些张不开嘴 于是换了个问话的方式 傅姨娘和你亲娘相比 你觉得哪个更好 不给朱玄龟细想的时间 她用力一拍桌子 喝道 说 朱玄龟吓一跳 傅姨娘好 谢之飞寄人的脸色 同时微微一变 朱玄龟见他们吃惊 忙解释道 你们别误会 我娘其实也很好 只是她太要强 坐视一板一眼 什么事情都得听她的 她说往东 你就得往东 她说往西 你就得往西 谢之飞 傅姨娘呢 傅姨娘这人 你说什么 就是什么 从来不和你争 不和你辩解 什么是到她那里 都是不急不慢 朱玄龟 我爹发火 谁劝都劝不动 傅姨娘冲她笑笑 爹的火就没了 我们兄弟几个 为此少挨了多少顿板子 谢之飞 傅姨娘护着你们 护得紧呢 朱玄龟想起小时候的事情 眉眼之间柔和起来 我们朱家家教研 挨打是家常编饭的事 鞭子沾了水抽上来 魂都给抽没了 有一回 她惦记着房里养的郭郭 连天干地支 这种最简单东西都排错了 爹大怒 罚她挨三十鞭子 她那时才多大 三十鞭子抽下去 命都没了 娘劝劝不动 几句话一说 还和爹扛上了 爹打得更凶 最后是傅姨娘冲进来 不管不顾的 把她死死护在怀里 爹让她让开 她不让 爹发狠了 傅姨娘皮开肉绽 血都把后背染红了 爹才住了手 傅姨娘本来身子骨就差 那五鞭子 足足养了两个月 才能下地 从此爹下手 就再也没有那么狠了 这是 她记着傅姨娘 一辈子的好呢 谢之飞 所以 大房的四兄弟中 你和傅姨娘最亲 轮不到我 老五和她最亲 谢之飞扭头 看了燕三合一眼 后者眼睫轻轻一合 示意她问下去 为什么 是老五和她最亲 我五弟小时候身子骨差 傅姨娘就格外疼爱我五弟 照料起 来比奶娘都要精细 朱玄归 我五弟三岁之前 几乎都养在傅姨娘院里 后来是我爹发了火 才把我五弟抱回去的 谢之飞 你爹为什么发火 一看就是毛头小伙子 还什么都不懂呢 朱玄归 我五弟夜里 就喜欢黏着傅姨娘睡 边上躺着孩子 自然是不方便的 谢之飞一听这话 立马就后悔多问这一嘴 身后还有一个燕三合呢 人家还是黄华大闺女 忽得 后背有手指轻轻戳上来 谢之飞一愣 他要他顺着这话题问下去 你五弟黏着傅姨娘 那你四弟朱玄酒睡哪里 他有奶娘 自然是跟着奶娘睡 这么说来 你爹很宠傅姨娘 朱玄归 不仅我爹宠 我娘也疼她 倒是齐了 谢之飞故意冷笑一声 一个小妾 竟然还有这通天的本事 让正妻不仅容得下她 还心疼她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朱玄归一脸 你们这些年轻小辈 默现过世面的表情 傅姨娘是表姐妹 两人做姑娘的时候就要好 比亲姐妹还要亲 再说了 傅姨娘她是活不长的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三百天病歪歪 别说我娘心疼 我们兄弟几个也都心疼 听到这话 谢之飞心中一动 一个病歪歪的小妾 不仅男人疼 女人疼 连一众晚辈都心疼 可见这女人 一定是有过人之处的 朱玄归 你是个聪明人 我不会随随便便 问起傅姨娘的事 案子是和她有关系的 谢之飞啪的一声 又拍桌 你这么替她瞒着 小心或是惹你头上来 我替她瞒着什么 好就好 坏就是坏 我编排一个死人做什么 朱玄归一下子被惹怒 老子活了几十年 就没见过哪个女人 能比得上她的 菩萨的心肠都没她软 还案子 案你娘个头 十有八九 是你们五成兵马司的人 弄错了 没骂够 朱玄归指着谢之飞身后的 燕三和合理不言 又骂道 好好的姑娘家 不穿正正经经的衣裳 不梳个正正经经的头 大半夜的 还跟爷们私混 一点规矩道理都不懂 你们这些个女人 连傅姨娘的一根手指头 都比不上 就知道争风吃醋 无事生非 一会要这个 一会要那个 屁大点委屈 就恨不得哭得全天下都知道 说谁无事生非呢 李不言刚要发作 却先燕三和的目光 向她扫过来 又只好咽下去 燕三和压着声 在谢之飞耳边说 十字吗 喜欢什么花 谢之飞耳朵一烫 口气也软了下来 朱玄归 我正是希望弄错了 所以才问得这么细 案子 如果在我五成兵马司接了 就没锦衣卫府什么事 朱玄归 感情这小子 不是六亲不认啊 傅姨娘十字吗 十啊 朱玄归 不仅十字 还会讲故事 我家小五小时候 就喜欢听她讲故事 谢之飞 都讲些什么 多了去了 什么哪吒闹海 什么风神演义 什么梁山一百丹八好汉 百听不厌的 朱玄归叹了口气 小时候 我们兄弟几个 都爱往她那院里去 我们在她院里撒欢的闹 她都不生气 还让丫鬟变招法的 给我们做好吃的 谢之飞 傅姨娘喜欢什么花 好像喜欢辣梅 她替娘做的几件衣裳上 绣的都是辣梅花 说着 她一拍掌 应该是辣梅 我爹书房的美人瓶里 一入冬就插辣梅花 问她傅姨娘会不会去庙里 谢之飞脑子里乱成一团粥 但脸上却平静无波 她不烧香 也不拜佛 我娘倒是信这个 碰着傅姨娘身子鼓好 也会把她一起拉去庙里拜拜 拜哪个庙 我娘喜欢城外的庙里 具体哪个也摸个定数 朱玄归 傅姨娘如果跟着 她就不往城外去了 就去附近的借台寺 傅姨娘坐不了那么久的车 借台寺 谢之飞忽然有些喘不上气来 第595章 张氏 何止谢之飞喘不上气来 李不言和小裴爷更是面面相去 虽然他们不明白 雁三河把朱府二老爷夫妇找来做什么 但借台寺三个字一出 事情就有些微妙的不对了 好像 好像有什么东西要破土而出 谢之飞按住心里的震惊 你跟着他们去过借台寺吗 我哪有那个空 朱玄归叹了口气 四弟倒是跟着去过几回 话落 雁三河突然站起来 把余下人吓了一大跳 谢之飞忙道 今天就问到这里 你去衙门外等着 二奶奶约摸半个时辰后出来 朱玄归诧异的目光 从谢之飞身上 落到雁三河身上 这姑娘是什么人 为什么能坐到五城兵马司里 刚刚问话的时候 她趴在谢之飞耳边说什么 还有 傅姨娘一个死了八百年的人 扯上了什么案子 跟朱家有没有关系 带着一肚子的疑惑 朱玄归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她一走 三道视线死死地盯着雁三河 雁三河沉默了一会 还是那句话 现在说不上来 等问完了再说 朱玄归的发妻是张氏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张氏比朱玄归还要胖 挂着两层肉 富到人家都不用吓唬 屋里四个人冷悠悠地看着她 就足以让她惊心 有个案子 牵扯到朱府当家奶奶毛氏 也就是你的四弟妹 谢之飞目光故意一沉 毛氏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详细说说 张氏愣半天 呼得嘴角勾起了笑 这一点笑 让反应最迟钝 但李不言都明白过来 两周里之间 怕是有龌龊呢 四弟妹啊 人惊一个 张氏冷笑一声 我们朱家周里五个 谁都没她会来事 谢之飞 这话怎么说 哪有新媳妇一进门 就挽着婆婆的手 轻轻热热的 感情整个朱府 救她会喊母亲 别的人都是哑巴 张氏一想到毛氏大婚那天 心里就一肚子的火 老太爷真真偏心 一个树出的儿子 竟然娶了世家的大小姐 比嫡出的儿子 娶得都要好 这是哪门子的规矩 娶得好也就算了 偏偏嫁妆还多 128台 每一台都沉甸甸的 打开一看 里面装的都是好东西 张氏嫁妆只有64台 有两个箱子里的东西 还是用来烂鱼充树的 什么都被那毛氏比下去了 第二天给公婆敬茶 婆婆夸了她几句 她就找不着北了 一个劲地夸婆婆长得年轻 气度不凡 持家有方 是打着灯笼 也难找得好婆婆 大人啊 你试莫看到她那副样子 就跟谢这亲娘一样 张氏冷笑一声 你拼拼力 这人假不假 谢之飞沉着脸不说话 今儿个给老太太做新衣裳 明儿个给老太太下厨做水席 后儿个拉着老太太逛园子 趁得我们一个个钱 也舍不得花 手脚也不勤快 都成什么人了 这些话在张氏肚子里 憋了几十年 好不容易有机会往外倒的 都不用谢之飞问 张氏吐了个干干净净 府里宴请 她一个树出的媳妇 不安安分分缩在后面 偏要在老太太面前讨巧卖乖 树上的鸟儿 都没她会嘶嘶叉叉叫 张氏摇摇头 脖子一圈肥肉抖三抖 也只有小地方来的妇人 才这么没规没举 我们四九成出来的 个个要脸呢 就算是对着公公婆婆 也做不出溜须拍马的事 谢之飞总觉得 这话听着刺耳 毛氏是数字而喜 如果不嘴甜 不在老太太面前讨巧卖乖 这日子怕是不好过吧 除此之外呢 吃要吃好的 穿要穿好的 一点病啊痛的 就跟男人直嚷嚷 张氏学着毛氏年轻时候的 说话口气 爷 我脑人儿疼 爷 我肚子疼 爷 我胸口闷 生个大根 叫得整个朱府的屋顶 都要掀开了 怎么着 就数他生孩子最痛 我们都是拉个屎 孩子就拉出来了 这话 谢之飞听得直皱眉 心说这老妇人 怎么这么粗俗 还有吗 爱碾酸吃醋 四弟去了哪里 陷了什么人 事事都要问清楚 事事都要管 就莫见过 比他还黏人的女人 张氏撇撇嘴 四弟要是晚回来 一两个时辰 他就跑二门口等着 是哎 就他会心疼男人似的 还有别的吗 有吗 张氏挖空心思想半天 来一句 花钱大手大脚算吗 这话怎么说 朱府的老宅子好好的 一分家 他非要逼着四弟 把宅子重新翻新一遍 张氏冷笑 你们是莫瞧见 他那个院子 则则则 皇后娘娘都能住的 你说他能不能走 除了这些以外 还有吗 对了 张氏一脸愤愤 脸上绷出几道刻薄的弧度 他还不让四弟那妾 这也应该算吧 一个算字 在谢之飞的舌尖上 打了个滚 还是咽了下去 他扭头去看雁三河 雁三河微微摇了一下头 于是 谢之飞冷冷道 行了 都问完了 你回去吧 谢大人 张氏身体往前凑 四弟妹犯了什么案子 大不大 要不要把人抓起来 这不该是你问的 谢之飞再好的脾气 也忍不住了 来人 请二太太离开 朱青从外面拉开门 张氏起身走到门边 突然又回头 谢大人 你们不能因为 他的身份地位 就放过他 王子犯法 怕 李不言一拍桌子 怒了 有完没完 完了 完了 张氏吓一跳 赶紧小跑着离开 小裴爷只摇头 这个二太太 平常不吃饭 光喝醋的嘛 怎么酸味飘了几十里 谢之飞扭头 看向雁三河 她的话 有用吗 雁三河缓缓站起来 滴滴地笑了一下 酸归酸 有用 谢之飞 那现在 找第二消息 雁三河直指自己的脑子 这里满了 也累了 需要先睡一觉 那 小裴爷 桂花的事情 你弄明白了 雁三河一点头 我大致明白 是怎么一回事了 这就明白了 小裴爷看看谢武时 看看李不言 心说 我们都还糊涂着呢 快 快和我们说说 等竹家三兄弟那头 有消息再说 我都快急疯了 还不到疯的时候 雁三河一字一句 等听到真相的时候 再疯不迟 第596章 祖坟 听到真相 再疯不迟 小裴爷看看谢之飞 再看看李不言 心说 能把我小裴爷 听疯的真相 那该有多么害人啊 谢之飞 眼珠心里的震撼 衙门里我有房间 你要不嫌弃 不嫌弃 雁三河感觉 自己答得太快 忙又添了一句 狗窝我都睡 谢之飞正了片刻 呼得笑了 雁三河斜眼看他 笑啥 谢之飞面容在烛火下 很有几分疲话 忘了和你说 我的就是狗窝 雁三河 谢之飞没有谦虚 确实是狗窝 五城兵马司这差事 常常没日没夜 小小一个院子 东西两个厢房 东厢房是 谢之飞休息的地儿 西厢房是 朱青和丁一的地盘 比着西厢房 东厢房的这间狗窝 还算能入眼 至少被子叠得 整整齐齐 小裴爷进到房里 很大度道 竹榻归我 床归你们 说完 他把探盆往竹榻边挪挪 拱起身子就睡 实在是撑不住了 李不言更撑不住 枕头让给你 直接去回周宫 剩下他一个人 说什么 燕三和有些手足无措 看一眼谢之飞 你出去把灯灭了 把门带上 我不出去 谢之飞单脚跳了几下 在太师仪里坐下 我守着你 是错觉吗 这个门 好像是他故意加上去的 燕三和不知道说什么了 愣在当场 谢之飞看他这样 嘴角扯了扯 嘴上说不嫌弃 瞧瞧 还是嫌弃了 谁嫌弃啊 燕三和往床上一躺 刚要闭眼 听到嘀嘀的一声笑 这才回过未来 他刚刚是在 化解他的尴尬呢 人的一生中 总有一些时刻 是会莫名感动的 燕三和觉得 这一晚上的感动时刻 有点多 他迎出城门 他跟着他进朱家 他等在朱家外面 到此刻 燕三和勾了勾嘴角 慢慢合上了眼睛 谢之飞等他呼吸缓下来 低唤了一声朱青 朱青点脚走进来 蹲到他面前 谢之飞趴过去 长臂冲着烛火轻轻一浮 门眼上的同时 他低声说 派人去城门口守着 朱家三兄弟一回来 立刻通知我 是 朱家的祖坟在城西 哪怕快马加鞭 也得一个多时辰 燕三和他们睡下时 三兄弟还在赶路 又赶了大半个时辰 才到了西山脚下 下车 劈上大厂 拎上灯笼 三人顺着小径往里走 没有人说话 只有一声笔一声粗的喘气声 走了约一盏茶时间 终于到了朱家祖坟 祖坟南陵水 北靠山 风水虽然比不上 更加那样浑然天成 但已经是上家的风水宝地 据说当年老祖宗 用罗盘寻龙点穴 找了整整两年 才找到这里 往下一挖 竟然挖出了石壶 和一股清泉 能寻到石壶或者清泉 已是一千个地中 也难遇到的一个 两处都有 那便是少之又少的 骑龙怪穴 朱家老祖宗 根据朱家人的命理 用心思做了些布局 于是 这处骑龙怪穴 就成了朱家的祖坟 其实 朱家真正的老祖坟 还要再往西区五十里 三人到了地方 没有急着查看 而是找了一处 避风的地方 坐下来休息休息 等天稍稍亮一些 再干活 这一行 无论是算命 还是看风水 都需要精气神和体力 心不静 气不平 是看不出东西的 夜很黑 雪很大 身后是一座座坟营 天地寄计 三人也寄计 朱家的男人 打小学风水算命 鬼鬼神神的事情 听说过很多 世间能人很多 有开天眼的 有通阴阳的 也有专门捉鬼打鬼的 但像今儿这样 雪天出圆月 圆月中冲出一只乌鸦的事情 回想起来 还是胆战心惊 天象 往往是某些大事的预兆 可 朱远昊吸一口凛冽寒气 燕三河是解心魔的人 月亮和乌鸦 会不会是他召唤出来的 相传 朱家祖师爷最鼎盛的时候 就能召唤日月 朱远莫看了老三一眼 燕姑娘的本事 还不到那个份上 一旁 朱远昭欲言又止 二哥 你想说什么 朱远昊问 朱远昭想了想 还是说了实话 这趟五台山之行 燕姑娘有个怪异的地方 她不怕冷 东台顶上那么冷的天 她都是一身单衣 这事 朱远莫也发现了 不仅这一处怪异 还有一处 让她觉得匪夷所思的事 在那丫头身上 看不到她的正邪 做他们这一行的 看人的第一眼 先看面相 再感觉气场 就像她身边 跟着的李布言 这姑娘整体面相不错 只是两条眉毛太浓了些 命运怕是有些波折 气场是让人舒服的 靠近她 没有钉点不适 可见 这人的根是正的 气是正的 燕三合不适 明明脸就在眼前 却像是蒙了一层雾 感知不到她的命运 气场就更不用说了 很淡 淡得几乎感觉不到 这些话 朱远莫从前放在心里 此刻也不会和两个弟弟说 少一论别人 先想想眼前 说到眼前 朱远昭有话要问 哥 就像你说的 化解反噬 天罚 一靠施咒布阵 二靠风水局 你怎么判断出 咱们爹一定用的是风水局 施咒布阵是二流风水师做的 一流的风水师都是做风水局 朱远莫 爹比这一流还高出一大截 想找出来 只怕莫那么简单 先来祖坟看看吧 这话翻译成人话是 他也莫把握 这不是自谦的话 论天赋 自己比爹差一点 而且所有的本事 都是爹教的 如果 爹有心满一点 光这一点 都够他朱远莫钻研个十年八年了 所以 干他们这一行的 都是传承 副传子 子传孙 一代一代的没有死藏 家业才能维持 歇够了 干活吧 朱远莫站起来 从怀中掏出锣盘 东南 南 西南未归我 东 西两未归老三 东北 北 西北三未归老二 好好找一找 一寸都不能放过 朱老二 朱老三一听这个安排 就知道 大哥是在用八运飞星图 先找一找 这找 可不是这招几十丈 得往外走出十几里 天光大亮时 三人浑身乏力地 回到了坟营中间 身上的大肠已经湿透 造靴上都是泥渍 脚冷得跟冰渣子似的 朱远莫 老二 怎么样 朱远昭摇摇头 朱远莫 老三呢 朱远浩也摇头 朱远莫深深叹了口气 我也一无所获 第597章 鸟龙 朱远浩一听连大哥 都莫找到 手指指下面 会不会这个风水局 坐在下面 不可能 朱远莫断然否定 做风水局 尤其是在自家祖坟 是一件非常险的事情 一个不慎 连祖坟原来的气域 都要改变 更不用说 挖开地墓了 这个找不到 那个不可能 朱远昊急了 那现在 我们怎么办 朱远莫浑身说不出的泪 往石头上一坐 眸子木然地看着远方 老三 如果你是爹 你会怎么做 我 朱远昊哑然 他只是个二流风水师 如果他要用一个女人 化解掉反噬和天法 只会湿皱不振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首先要有那女人的画像 然后对着画像 烧半根紫色的香 和自己的贴身物品 烧到一半时 还要让那女人 喊出自己的名字 然后 再烧那女人的指甲毛发 烧出来的香灰放进香囊 让那女人随身带着 第二步是做实验 自己割破手指 如果那女人能感觉到痛 两人就共运了 如果不能 则还要重复第一步 第三步 对着画像烧剩下的半根香 还有那女人的指甲毛发 同时喊自己的名字 最后把剩下的香灰 放进香囊里 让女人随身带着 这便完成了全部的转换 至此后 一切反噬到自己身上的厄运 都会被转移到那女人身上 爹和娘朝夕相处 做这些很方便 可问题的关键是 爹比他聪明很多啊 如果是我 朱老二握了握拳头 冷然道 我就用朕做个龙 把娘困住 朱远默猛地抬头 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朱老二 看了好一会 他似突然想到了什么 目光又往山顶看过去 然后一咕噜爬起来 赶紧上山 大哥 朱老三神色微变 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 上山再说 朱远默大吼一声 急匆匆地往山上走去 两兄弟不敢耽搁 赶紧跟过去 雪天爬山 真真是要了三人的命 但就算是在养尊处优的朱老三 也不敢多哼一声 爬到山顶 三兄弟就跟死过去了一样 倒在雪地里喘着粗气 喉咙里都是血腥味 等缓过那股劲 三人相互搀扶着爬起来 一步一步往最顶处走去 这山的最顶处 朱远默来过一次 当时祖父去世 棺材选了及时落葬 落葬的第二天 按经中规矩 儿子 孙子要来坟前送饭 爹就带了他来 送完饭 烧完纸 爹说天气不错 去山上瞧瞧吧 到了山上 爹背手站了好一会 站到他腿都抹了 才说下山 那时候 他还莫开始接触阴宅 也不懂好坏 只觉得从山上往下看 山风连绵不绝 湖水一片闭塞 事也说不出地开阔 他还清楚地记得爹站的位置 就是这里 朱远默直指面前的大石 爹就是站在这里看的 老二 老三 快 快把我扶上去 朱老二用袖子 胆胆石头上的雪 和朱老三一左一右 扶着大哥爬到大石上 朱远默站稳了 没有急着去看 而是缓缓闭上眼睛 等心跳慢慢趋于平稳 再睁开眼 眼前 依旧是白茫茫的一片 什么都看不清楚 真真是天宫不作美 如果天气好一点 应该能看出现 呼的 朱远默眼珠子定住了 一片白茫茫中 似乎有什么东西 慢慢往上涌出来 竟然是黑气 黑气穿破白茫 涌出来一点 又涌出来一点 朱远默混合着 惊骇和恐惧的眼睛 慢慢睁大 大到眼珠子欲破框而出 一股巨大的寒意 从心底窜起 他眼前一黑 整个人便一头栽了下去 哥 大哥 两兄弟 四只手 死死抱住朱远默 把他从石头上抱下来 朱远默一屁股 跌坐在雪地里 脸色比死人的脸 还要难看 眼泪从眼眶里 争先夺后地涌出来 嘴里乌叶着 一个字都说不清 大哥看到了什么 朱远默二话不说 手脚并用地爬上了石头 呼啸的大雪中 他看到朱家祖坟的上方 一片黑云笼罩 那黑云的形状 真的就如二哥所说 是一只鸟龙 兵马斯 朱卿大步走进来 三爷 朱家三兄弟进城了 谢之飞趴在书岸上 对付了两个时辰 脸上睡出几道印子 他揉揉脸 哑声道 被好早饭 被好热水 去把他们都叫起来 朱卿 爷跟过去吗 我跟过去 你留在这里 谢之飞抬起脸 那个叫太威的 一有消息 你就过来报训 爷 放心 朱卿转身走到院子 又侍卫跑到他面前 低语几句 朱卿听完 又匆匆折回来 太孙殿下派人来问 朱家的事情 可有什么进展 谢之飞想了想 告诉他 目前还没有 但只要找到太威那人 就一定有 是 狗窝里睡一觉 所有人都感觉活过来了 没有人敢耽误时间 连最爱说话的小陪爷 在吃早饭的时候 都乖乖地闭上了嘴巴 半个时辰后 燕三合一行人 又回到了朱府 老总管打伞 等在朱府脚门口 献马车来忙营上去 燕姑娘 三位爷在太太的院子里 燕三合 从前的 还是如今的 老总管 从前的 那院子有问题 燕三合在心里 做出判断后 立刻道 走 一起去看看 老总管领着人 直奔毛尸的院子 燕三合远远就先 朱府三位爷 手里拿着锣盘 冒着雪 在院子外头 来回忙碌着什么 现人来 朱三爷扔下手里的东西 小跑过来 燕姑娘 你们先去堂屋里坐 我们这头 还要一盏茶的时间 燕三合看着他满身的狼狈 没一压 找到了 朱三 也眼神一暗 点点头 众人一听找到了 脸上的神情 瞬间就像打了鸡血 李不言和小陪爷 哪里还坐得住 一个跟着朱老大 一个跟着朱老三 看他们在院子外头 到底在忙什么 谢之飞也想去看 奈何身体吃不消 只有进屋 老老实实地坐着 燕三合转身 看着老总管 太太现在怎么样 老样子 大部分时间昏睡着 偶尔醒过来 就哭着喊身上疼 老总管背过身抹了把泪 左二个 大小姐 三小姐 还有两位奶奶 轮流守了一夜 十六个时辰 还剩下十个 燕三合在心里 盘算了一下 你偷偷去把大小姐叫来 是 等一下 燕姑娘 还有什么吩咐 一会你 也来堂屋里听着 老总管 心头咯噔一下 是 第五百九十八章 八门 说是一盏茶 还真就是一盏茶 很快 人都聚在了堂屋里 燕三合县朱家 三位爷衣裳和造靴 都湿透了 赶紧回去换身衣裳再来 耽搁不了太多时间 朱家三兄弟眼中 都有差异 这话从大妹嘴里说出来 稀疏平常 但从燕姑娘嘴里听到 便是难得了 朱远末心中感动 忙道 燕姑娘稍等 我们去去就来 三人匆匆去 匆匆来 最后一个进门的朱远后 走进堂屋 转身就把门给掩上了 屋里瞬间按下来 老总管忙把烛火点上 又给三位爷奉了热茶 朱远末接过热茶 顾不得烫 咕咚咕咚几口喝完 然后把茶中 重重往桌上一放 他在殷宅那边 摆了一个八门阵 开门 修门 生门 伤门 渡门 锦门 金门 以及死门 都湿了咒 朱远末开口的第一句话 就把所有人都惊了一跳 他 是指朱老爷 朱家三二三女 除了二小姐外 余下的人都是爹 爹 爹的 把朱老爷挂在嘴边 如今朱远末用一个 他做称呼 看来是真心失望了 燕三和 什么是八门阵 这话说起来就太长 朱远末 简单来说 就是个风水局 一门一个变数 八个门一层套着一层 这个风水局的主要目的 是困住门里的人 燕三和大致是听明白了 门里的人是谁 我娘 朱远末 这个院里 曾经也有个八门阵 每个门都有我娘的血 指甲和头发 还有她的生辰八字做阵眼 朱远末手伸进怀里 掏出一方包好的帕子 帕子放在桌上 展开来 所有人勾头去看 只见帕子里放着小指甲 盖大小的香灰 燕三和眉心一跳 这个宅子里找到的 朱远末脸上掩不住的恨意 知道八门阵后 我们用娘的生辰八字 定位了八个门 这些都是在八个阵眼里 刮出来的 燕三和 阵眼在哪里 朱远末手朝地下直指 这地下有阵眼 所有人只觉得 脚底心有一股寒气 直冲上来 一直冲到了天灵盖 我的娘脸 怪不得 朱玄九从不肯在这院子里过夜 所以 燕三和声音 带着少见的颤抖 当初他重新修缮这个宅子 除了要掩盖他的丑事外 也是为了暗中不这个阵 朱远末咬牙切齿 应该是 何止燕三和震惊 屋里 所有人都经得目瞪口呆 朱玄九做家主后 这院子就开始修缮了 换句话说 太太在这个院里住了很多年了 燕三和深吸一口气 他是怎么做到 把阵法部的人不知 鬼不觉的 燕姑娘 因为这个院子 不是风水局的主阵 这时 朱远昭缓缓接话 主阵在祖坟那头 这里只是主阵里的一个小阵 起的作用很微小 不是 燕三和 你们清明上坟 七月半烧纸 也没察觉到吗 朱远昭看了眼大哥的神情 硬着头皮道 燕姑娘 这个阵除了替他挡掉反噬和天法以外 其实还有一个作用 是什么 用来保护朱家儿孙后代 朱远昭直指大哥 三爹 我们都是朱家人 这十几年都被八门阵保护着 所以根本察觉不到 换句话说 燕三和声音冰冷 朱远九 牺牲了毛氏一个人 来维持你们朱家所有人的安容 朱远昭死死地咬着牙齿 从齿缝里咬出一个 嗯 还是人吗 李不言瞬间怒火冲天 毛氏远嫁到朱家 替他生儿育女 曹耻内宅 辛辛苦苦几十年 结果在朱远九心里 他连个朱家人都不是 就是个挡在的工具 燕三和一记眼风扫过来 李不言握着拳头 咬着牙 把怒气拼命往下压 朱远末悠悠看了李不言一眼 这只是地下的 还有地上的 地上还有 李不言恐惧道 朱远末点点头 地上也有八个门 也是八门阵 除了死门外 别的门上都种着一株蒲公英 一共有七株 小裴爷刚喝了一口热茶压压惊 盲问道 朱大哥 蒲公英有什么说法 朱远末没有回答 而是朝朱远昊看一眼 朱远昊推门走出去 在进来的时候 手上多几株草 他把草粪粪往地上一扔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这几株草上 燕三合一眼 就看出了不对 这蒲公英的叶子 看上去像是一根针啊 就是针 朱远末脸色苍白 满手心都是冷汗 每一根针 每一天 每一月 每一年都直刺向这院子的主人 燕三合惊得倒吸一口凉气 会怎样 活着时 我娘是他网中之鱼 龙中之鸟 任他宰割 这辈子都休想逃出他的手掌心 死后 我娘还要替他下十八层地狱 朱远末眼眶慢慢泛红 这在风水上叫七沙镇 八门镇里套着七沙镇 屋里接二连三的倒抽凉气声 空气瞬间凝成了刺人的冰茶 所有人 只觉得浑身的血都凉透了 都说一日敷七百日恩 这要多狠毒的心 才能对枕别人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 这也是 我娘会越来越老的原因 因为他所有的精血 气血 都被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地号光了 朱远末的泪 终于流下来 本来 本来 他应该还有三十年的寿命 少了三十年 我的娘脸 谢之飞和裴孝 胆战心惊地对视一眼 都有种想拔腿 就跑出朱家的冲动 燕三河颤着声道 这才是太太 还剩下十个时辰的真正原因 朱远末 是 燕三河和心魔并没有多大关系 即便没有心魔 他死后 我娘也活不过半年 都耗尽了 什么都耗尽了 朱远末缓缓闭上眼睛 脸上呼之欲出的是 浓烈的恨意 燕姑娘 你说对了 八门阵 七杀阵 这已经不是厌恶了 这是在谋命害命 毛氏十二岁第一次遇见他 十八岁定情 夫妻同床共整了三十多年 到头来 却是这么一个下场 披着一张人皮的狼 缓缓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 这面目惊得所有人瞠目结舌 太太娘的可怕了 第五百九十九章 傅氏 何止可怕呀 燕三河看着朱远末的脸 想着毛氏和他说过的所有的话 心里说不出的寒凉 现在 终于可以明白 为什么太太生理难产时 朱玄九毫不犹豫说出宝大两个字 小陪爷一拍桌子 怒道 因为他还没有坐上家主的位置 太太死了 谁来忘他 他又该和谁人介遇 朱远末 燕三河 哪怕他算出来是个儿子 在当时的情况下 你这个嫡肠子 在他眼里一文不值 燕姑娘 别说了 求求你别说了 朱远末声音说不出的痛苦 不说出来 又怎么能把他披着的人皮 一层一层地扒掉 不扒掉 又如何画念解魔 燕三河语气严厉 把太太安排到这个院里 说是罪利于他的身体 自己却依旧住在海棠院 实际上呢 实际上 有八门阵 七杀阵等着呢 我呸 李不言气得咬牙切齿 还找借口说毛氏打呼 又说 不想让毛氏跟着他受苦 满嘴谎话 燕三河 算出自己大献将至 还甜不知耻地 让太太去庙里烧香 替他祈祈福 太太心疼他 初一 十五 风雨无阻地往庙里去 谢之飞不知 从哪里生出一股力气 接话道 太太压根不知道 朱玄九世做多了亏心事 是怕死后入地狱呢 燕三河 他生病 不让太太事后 嘴上说是心疼 实际呢 实际 他还想利用毛氏的好命好运 让自己多活一点时间 丁一蹭地站起来 太太如果有点事 你们朱家人孙后代 可就没有人护着了 说完 他才发现不对 看看四周 又赶紧缩着脑袋坐下去 妈呀 我跟着燕姑娘胆都变肥了 都敢跟朱家人叫板了 燕三河 什么对太太言听计从 假的 什么到死心心念念的 都是太太 假的 什么几十年的夫妻恩爱 假的 什么一生一世一双人 统统都是假的 最后一个字落下 所有人只觉得 一阵阵的寒气扑面而来 何止是朱家人 就连谢之飞他们的脸色 都难看得形容不出来 尤其是朱卫熙 他大概是真被吓到了 整个人都在打仗 牙齿发出咯咯的声音 朱远末看着自家亲妹 有心想安慰几句 可怎么安慰呢 一个时辰前 他们三兄弟 也都瘫坐在雪地里 想哭哭不出 想喊喊不出 仿佛有一只大兽 死死地掐着他们的喉咙 最后 三弟倒在雪地里 四肢蜷缩着 嘴里发出 嗯嗯的 像野兽受伤的声音 这是他的嘶吼 也是所有朱家儿女 无法言说的痛 是真的痛啊 就像万剑穿心一般 那可是他们的亲爹啊 朱远末 你们的父亲朱玄九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 外表儒雅温和 实际心肠恶毒之极 那只从天而降 冲进井里的乌鸦 燕三合停了下 说不定是哪个 被他害死的亡灵 迫不及待地 想要揭穿他真面目 小裴也打了个哆嗦 我怎么觉得是大老爷 李不言点头 你的觉得 就是我的觉得 小裴也 燕三合听完小裴也的话 心猛地沉了下去 如果一只乌鸦 代表一个亡灵的话 那么阴界里的那么多乌鸦 岂不都是朱玄九害死的人 正想着 忽然见谢之飞的目光 向他看来 欲言又止的同时 眼里一抹浓浓的担忧 燕三合眼睛睁大了一圈 你也这么觉得 谢之飞合了下眼睛 丫头 我也这么觉得 燕三合眼睛睁到最大 几千人 谢之飞再度合了一下眼睛 几千人 燕三合脑子里嗡嗡嗡地想 他忽然想到 第一次感应到这个心魔的时候 他心里涌上来的恐惧和拔腿 就想跑得慌张 完了 这几桩事情 可能还真的只是冰山一角 但是又不对 燕三合眉头紧皱 心魔是朱玄九生前有念 死后才形成的魔 难不成 他死后觉得后悔 想把自己做的恶事 一件一件揭开来忏悔 燕姑娘 燕姑娘 啊 燕三合回神 慢慢缓过 一口气来的朱远莫开口问道 他的卫人 我们已经弄清楚了 你那头有没有什么发现 有 大概这一个有字 太过铿锵有力 连朱未息 都停止了打仗 捏着帕子 竖起耳朵 听燕三合把话往下说 偏偏燕三合没有说话 而是起身在唐屋里来回的踱步 显然 他是在思考着什么 没有人敢催他 一个个的目光 都随着他的脚步 来来回回地晃 燕三合理好思路 终于开口 朱玄九取毛氏的真正目的 是因为毛氏独一无二的好命 这个好命便于他争夺朱家的家主 他对毛氏没有半分情义 所以树子上位 根本不是他天赋异禀 而是他通过桃花井 催命丁 处心积虑谋划来的 他让他搬进新宅子 就是为了化解他做恶事的反噬和天法 这两点 朱远莫你们没有意义吧 朱远莫摇摇头 还有什么意义呢 都已经明白的 不能再明白了 桃花井的事情 发生在朱远九七八岁的时候 朱远九从那个时候 甚至更早 就对朱家的家主有想法 已经在缓缓涂枝了 燕三合走到朱远莫面前 这个推测 可对 朱远莫 对 燕三合 我们七八岁的时候 还懵懵懂懂的 什么都不懂 但朱远九的七八岁 却已经定下了远大的目标 这是为什么呢 所有人被问得一愣 对啊 为什么呢 燕三合 因为一个人 朱远莫瞳然一说 谁 燕三合传一起 轻轻吐出三个字 傅姨娘 三个字 让谢之妃 小裴爷 李不妍 心潮澎湃 来了 来了 从借台寺里 一路被勾到现在 他终于肯说了 三个字 也让朱家兄妹的脸 都白得全无血色 傅姨娘 是他们真正的 有血缘关系的祖母 只可惜去世的早 别说他们没献过 就是娘也不曾献过 这位婆婆 怎么会和她 有关系呢 比朱家兄妹 脸色还惨白的 是老总管朱警 朱警怎么都不敢相信 事情还牵扯到了傅姨娘 那个病歪歪的女子 从来都与世无争的呀 老总管好半天 才找到了自己的生意 燕姑娘 难不成这 一切都是傅姨娘窜多的 第六百章 让步 窜多 燕三河看了老总管一眼 并没有回答 是 还是不是 而是自顾自地 娓娓道来 傅姨娘是老太太的表妹 两人在归中的时候 关系就很好 傅姨娘因为身子的原因 没有人敢娶 娘家又渐渐地 负担不起她的药费 胸嫂给冷脸看 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 老太太出于姐妹情深 就把人接近了府里养病 这是傅姨娘进朱府 最根本的原因 燕三河叶昂首 老总管 我说的没错吧 老总管点头 姑娘说的都是事实 没有半分夸大的 所以 傅姨娘一开始不叫傅姨娘 应该叫傅姑娘 她不过是 记住在朱府的一个穷亲戚 而且这个穷亲戚 每个月还要吃掉 朱家不少银子的药 燕三河 小裴爷 如果你是傅姨娘 你会怎么样 裴孝一正 会感恩啊 燕三河 除此之外呢 裴孝挠挠头 说话做事会变得小心翼翼 燕三河 对谁小心翼翼 裴孝想了想 当然是对所有人 我这是寄人篱下啊 燕三河走到老总管面前 小裴爷的话 说的对吗 没有错 傅姑娘进到朱家 不肯多行一步路 不肯多说一句话 脸上永远挂着笑 待谁都是温温和和的 没有一丁点脾气 老太太让她往东 她不会往西 老太太让她站着 她不会坐着 刚进朱府的头三天 有下人想探一探 这姑娘的身前 故意怠慢她 她硬生生忍着 一个字都不吭 后来还是老太太发现了 杀鸡警猴处置了那个下人 想到这里 老总管深深地叹了口气 燕姑娘 小裴爷说的都说对 燕三河 傅姨娘尝得怎么样 老总管 难得一线的好相貌 尤其是皮肤 白的要人眼睛 只是身上有骨子病态 瘦瘦弱弱的 瞧着就和寻常姑娘不一样 你错了 一个身体娇弱的姑娘 比任何寻常姑娘 都要惹人恋爱 燕三河 所以 你们家老太爷 才会铁了心地 想纳她为妾 老太爷那些这个事 老总管到现在 还记忆犹新 那日夜 老太爷把她叫进书房 说要给付姑娘一个名分 想听听她的章程 她一个下人 能有什么章程 同位男人 她早就知道 老太爷对付姑娘很不一样 眼睛常常往她身上描呢 早就惦记上了 只是碍于付姑娘的身份 一直没有和老太太挑明罢了 付姑娘本来不肯做妾 后来在老太太的劝说下 只能硬着头皮答应 她为什么答应 燕三合乎的一笑 因为如果不答应 这朱府就不能留 离开朱府 她又能去哪里呢 谁来负担她庞大的吃药钱 小裴爷一拍掌 我明白了 付姨娘做老太爷的妾 不是心甘情愿 是没办法了 哼 李不言咬牙道 这世道 总不给女人留活路 丁一看了眼李不言的气势 她不做妾 朱家总不能养她一辈子吧 莫这个道理 黄旗嘴皮子一动 刚要开口 看到李不言冲她一瞪眼 吓得又赶紧闭嘴 燕三合看着争执的激人 目光平静道 话说的都对 这是傅姨娘唯一的 也是最好的选择 虽然她心不甘 情不愿 那诸位不妨再想一想 傅姑娘变成了傅姨娘后的处境 谢之飞宪没有人说话 于是低声道 她的处境很微妙 没错 就是很微妙 燕三合对上谢之飞的目光 老太爷显然是喜爱她的 那么老太太呢 老太太当真就新宽 到什么都可以不在乎吗 怎么可能呢 李不言哼一声 新宽都是装出来的 装给男人看的 心里肯定会酸 所以傅姑娘变成傅姨娘以后 说话做事更要小心翼翼了 燕三合目光一挑 挑向老总管 对吗 老总管重重叹了口气 对的 燕姑娘 她记得很清楚 老太爷常常抱怨傅姨娘 小心太过 多往她房里睡几回 她就往外赶人 还常常劝她去老太太那边 这对表姐妹同是一副 没有嫉妒 没有口角 没有龌龊 一派其乐融融 燕三合 谁做了让步 老总管 老总管 傅姨娘 燕三合 谁做了妥协 老总管 傅姨娘 这个心魔纲开始查的时候 我其实有一点特别想不通 为什么老太太会容得下 傅姨娘剩下数字 燕三合转身 看着精致的雕花木门 朱家的家规摆在哪里 老太太在姐妹情深 也应该伸不过儿子的前程 偏偏她就容下了 小培爷接话 这只能说明一点 傅姨娘乖巧的 懂事的 忍让的 妥协的 都让老太太心疼了 燕三合 对吗 老总管 到这里 朱锦才彻底明白过来 为什么燕三合非要让她也进来听听 因为这些前程往事 都只有她知道 何止老太太心疼 老太爷也心疼 老总管 府里上上下下 就没有不喜欢她的人 让一个人喜欢 简单 让所有人喜欢 太难 燕三合 由此可见 傅姨娘在朱家生存的窍门 就是一个忍字 不和任何人起冲突 对什么人都笑盈盈 与世无争 老总管 对了 傅姨娘就是这样的人 正是因为她是这样的人 老太太才容许她怀孕生子 于是朱玄九孤孤落的 燕三合转过身 这个孩子以傅姨娘的身子 本来不应该生的 如果不生 她还能多活几年 小培爷 她为什么要生 啊 羊毛也不能光带着一只蒿啊 小培爷硬着头皮 道 生下一男伴女 她在这个家里 才算真正有了根 燕三合目光落在朱家兄妹身上 可见傅姨娘虽然不争不抢 暗地里却还是为自己做打算的 这话 朱家兄妹都不反驳 因为这是人之常情 有子嗣的妾和没有子嗣的妾 最后的命运截然不同 傅姨娘因为生下一子 最后入了朱家祖坟 受儿孙后代祭拜 而老太爷那几个没有子嗣的姨娘 是连祖坟都进不去的 只能在祖坟边上 找个地儿随便埋了 这还只是死后的待遇 活着的时候呢 天差地别 第601章 尹子 生下朱玄酒后 傅姨娘伤了身子 老太太心疼她 提出要把孩子养在身边 傅姨娘是怎么说的 燕三合 老总管 老总管忙到 她说敌就是敌 树就是树 一丝一毫都乱不得 燕三合 这说明什么 小培业 别吼了 祖宗啊 都要吼吐了 小培业急得想跳脚啊 说明傅姨娘生了儿子以后 也记得自己的本分 谢之飞看了眼 焦躁的陪笑 滴滴开口 一如既往的小心翼翼 势必从前任何时候 都要小心翼翼 安守本分 燕三合目光 和谢之飞的碰上 因为朱家的家规 是所有儿子都有继承权 不分敌数 只看天赋灵气 朱姨娘生了个儿子 这个儿子有没有天赋灵气 谁知道呢 那么 一直沉默的朱卫熙 忽然开口 老太太想把树子养在身边 除了傅姨娘身子的原因 其实也是想看看 这个树子聪明不聪明 这是一种试探 燕三合 对 朱卫熙 而傅姨娘莫同意 是给老太太吃颗定心丸 敌是敌 树是树 老太太放心 我们母子绝对不会忘恩负义 燕三合看着朱卫熙 轻轻点头 到底是女人了解女人 她分析的一点也不错 其实 在傅姨娘生下儿子的那天起 老太太和傅姨娘的姐妹情深 就多了一些微妙的东西 老太太是暗中防备着 而傅姨娘 则是想证明自己没有异心 可怎么证明呢 燕三合的目光 仍看着朱卫熙 朱卫熙滴滴道 傅姨娘只有拼命对老太太好 还有老太太的四个嫡子好 才能证明自己没有异心 这也是傅姨娘生下儿子后 唯一的也是最好的选择 燕三合眼中露出一抹赞赏 既能让老太太安心 也能让自己和儿子的日子 过得好一点 小裴也等不及了 然后呢 上面这一番话 只为让你们都明白 朱玄九从小深处的环境 燕三合看了陪笑一眼 这些都只是影子 我的娘啊 这才刚刚是个影子 老总管按臭一口凉气的同时 赶紧往每个人的茶碗里 添了些热茶 等老总管添完茶 燕三合又继续往下说 西北角梧桐院 是朱玄九打小生活的地方 这个院子很僻静 本来也应该很安静 可因为傅姨娘人太好的缘故 院子里常常人来人往 老总管一惊 燕 燕姑娘是如何知道的 燕三合 离开戒台四后 我在兵马斯 献了二老爷夫妇 朱远末下的心露一排 燕姑娘 你没有 在兵马斯县的他们 用的也是查案的借口 就是为了不让他们起疑心 燕三合打断他 下巴随即朝谢之飞一台 这一点 你得感谢三爷 是他出的主意 朱远末长松一口气 抬手冲谢之飞 报了报拳 三弟 我 朱大哥 谢之飞话说得有气无力 这会不是道谢的时候 咱们听燕三合往下说 燕三合走到老总管面前 说说吧 梧桐院是不是人来人往 老总管看了眼朱远末 回燕姑娘 这府里当家人爱往哪里去 热闹就在哪里 傅姨娘生了个儿子 老太爷开心得不得了 各色补品都跟不要钱似的 往傅姨娘院里送 傅姨娘一出月子 老太爷就常常现在那里 老太太虽然踏里着家 却也是得空就跑来看傅姨娘 大老爷 二老爷 三老爷也爱往这院里来 傅姨娘从进出家的那天起 就对这三位爷示弱几出 凡事都护着 有时候连老太爷的面子都赶薄 三位爷也喜欢亲近这位姨娘 都唤她一生姨母 这份热闹 一直持续到老太太怀了吴老爷 老太太有了身孕 傅姨娘便常常往他院里去 帮着下人一起照料太太的饮食起居 偶尔老太太累了 傅姨娘还要帮老太太看看账 离离家 梧桐院反而落空了下来 八个月的时候 老太太被野猫吓了一下 羊水破了 早产生下吴老爷 吴老爷没有足月生 身子打小就不好 傅姨娘也是打小身子就不好 久病成一 自然知道怎么照料能让孩子舒服 他心又细 手又轻 生又软 渐渐的吴老爷连奶娘都不喜欢了 只要傅姨娘抱 只有傅姨娘喂的东西 他才愿意吃 一个人是男友三头六臂的 燕三合 傅姨娘把心思用在吴老爷身上 就不可能用在自个儿子身上 他顾得上这一头 就得委屈那一头 吴老爷打小跟着傅姨娘睡 朱玄九打小跟着奶娘睡 吴老爷吃喝拉撒 是傅姨娘亲手照料 朱玄九是奶娘照料 所以朱玄九是被冷落的那个 老总管 可对 老总管没有急着点头 他想到了一桩事情 老爷小时候 约莫两三岁的时候 喜欢搬一张小板凳 坐在傅姨娘厢房的窗下 没有人知道 他为什么要坐那里 后来才知道 他是等着傅姨娘 把弟弟哄睡着 好和傅姨娘亲近亲近 燕姑娘 你又聊对了 不是我聊对了 而是所有人的话串到一起 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 朱远昭 燕姑娘 你现在可明白了 为什么三个儿子中 你爹最疼的人是你 燕三和看着朱远昭 朱远昭是长子 朱远昭是妖 你排行老二 本来应该和二小姐一样 被冷落 他从你的身上 看到了从前的自己 所以多给了你一份关心 朱远昭只觉得 燕三和的话 有说不出的荒谬 却又异常的合乎情理 所以 你们发现了没有 真正最像朱玄九的人 其实是二小姐 因为他们的童年经历都差不多 燕三和 但两人又有不同 朱玄九是父姨娘唯一的儿子 他的瘦冷落不是父姨娘的原因 小裴爷赞同道 父姨娘这个人 对别的孩子尚且这么好 对自己儿子肯定不会差 刚刚老总管说 朱玄九小时后 喜欢坐在窗户下 等着父姨娘闲下来 燕三和 这一点说明了 只要有空 只要没有外人 父姨娘会把一腔母爱 统统都给到亲儿子 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 老总管 我说的没错吧 第六百零二章 地狱 没有错的 老总管 父姨娘对老爷是极好的 老爷的字 都是父姨娘一笔一画交的 老爷小时候 有个头痛脑热 父姨娘能急死过去 但这一切好 都要排在吴老爷 甚至另外三位嫡子之后 燕三和举了一个 最直白的例子 朱玄九和吴老爷 同时伸出手 要父姨娘抱 父姨娘哪怕心里 再想抱这个儿子 也只会抱起吴老爷 对吗 对 老总管用力一点头 父姨娘就是那样一个人 宁肯委屈自己 也要把事儿做得漂亮 这不是委屈 这是生存之道 燕三和 正道有正式的生存之道 妾室有妾室的生存之道 朱三眼 他画风一转 如果你是朱玄九 事事都要排在别人之后 你会不会嫉妒 会不会怨恨 我 朱远昊神僧目睹地想了想 我会的 燕三和 为什么会 朱远昊一梗脖子 因为那是我亲娘啊 我也会 燕三和垂下眼睫 我也会嫉妒 会怨恨 他垂目的样子 总给人一种 格外幽静清冷的感觉 旁人看了没什么 有一个人看了心疼 当年在海棠院里 娘对他也是不冷不热 高兴起来问几句 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扔在一旁不管不问 有时候甚至故意 对他视而不见 燕三和 谢之飞低唤一声 别停啊 往下说 燕三和抬起眼 深深吸了一口气 不知道为什么 刚刚说出 我也会的时候 心口闷闷地 情绪莫名地低沉下来 这世间 孩子的战友 遇是醉降的 被抢了吃得要哭 被抢了手里的东西要闹 看到别人手里好吃的 好玩的 就要伸手去抢 如果朱玄九 从没有体会过母爱 也就算了 偏偏他体会到 却只有偶尔能得到 这得有多不甘心 何止孩子不甘心 小裴爷难得感叹一声 其实大人也不甘心的 只是忍着不说罢了 燕三和 所以朱玄九从懂事起 就在这样的不甘心中 患得患失中长大 所有人都点点头 二小姐被父母冷落 恨的人是朱卫熙 朱玄九也不会例外 她恨的是 所有抢了她母爱的人 燕三和 如果二小姐恨朱卫熙的程度 是一分的话 那么朱玄九就有五分 但是还不够 小裴爷 什么不够 让朱玄九冒出 骇人念头的程度 还 不够 燕三和沉默片刻 那么 还有五分从哪里来 父姨娘出来 开口回答的人 是朱卫熙 朱卫熙对上 燕三和的目光 我可以说吗 燕三和用眼神鼓励她 只管说 我离开半个月 心里最愧疚的 不是大爷 而是淮州 我担心她吃得好不好 睡得好不好 下人们有没有细心照料 朱卫熙 我只有这一个儿子 也没有别的孩子要惦解 可就是这样 我还是觉得亏欠她 将心比心 父姨娘肯定也觉得亏欠了孩子 燕三和 往下说 人一旦觉得亏欠 就会加倍补偿 说话会比平常温柔十倍 做事会比平常细致十倍 朱卫熙看着燕三和 还会想办法 给自己找一些理由 儿子 娘是因为有了老太太的可怜 才有了今天 儿子 要不是老太太点头 娘哪里能生下你呢 做人要知道感恩 儿子 你要听话 要懂事 忍一忍就好了 儿子 你不要和他们去争 你是树出 他们是敌出 你争不过的 儿子 娘也想疼你 可娘没有办法 儿子 你只要明白一点 娘心里最疼的人只有你 朱卫熙咬了下唇 母子连心 这样的话说多了 那剩下的五分 慢慢的就有了 不仅女人最懂女人 母亲也最懂母亲 还差一点 燕三和眸中藏着灼灼烈火 傅姨娘的身子本来就差 她是经不得劳累的 我明白了 李不言恍然大悟 她的身体照看一个孩子 其实是吃不消的 但她为了讨好老太太 就只有咬牙硬撑着 小裴爷也恍然大悟 这些别人看不到 但朱玄九是她儿子 和她住一个院里 她看得最清楚明白 不言 燕三和 我被累很了 你尚且要和别人拼命 朱玄九呢 李不言呼吸一致 燕三和 朱玄九年岁还小 和别人拼不了命 但恨意却是一天比一天浓烈 在她看来 自己的亲娘 每天都在受着老太太的欺负 受大方的欺负 尤其是吴老爷 她最为憎恨 傅姨娘对她所有的爱 都被这人给掠夺了 傅姨娘的身体 也是因为照顾吴老爷 而变得越来越差 所以 燕三和冷然一笑 她也要去掠夺别人的东西 她也要让吴老爷的身体 越来越差 屋里 让人窒息的死寂 所有人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 这也就是为什么 朱玄九小小年纪 就能弄出桃花井 催命丁这种恶毒的玩意儿 如果上面这些 还不足以让人幸福 燕三和胸口起伏几下 我记得进朱家画念 解模的第一天 老总管和我说起过 这样一件事 每年生辰 傅姨娘总要亲手 给四个孩子 做一套衣裳 算是生辰礼 就是病重那年 老太太都不允许 她拿针线了 她还是偷偷地做了 燕姑娘 老总管忙道 我其实还说少了 傅姨娘身子好的时候 也常常会给哥几个 做点鞋袜 荷包什么的 这说明了什么 燕三和 说明了傅姨娘至始至终 都在讨好老太太 讨好大房的几个嫡子 哪怕身子快不行了 李不言 这些讨好的举动 落在朱玄九眼里 只有更恨 燕三和看着李不言点点头 朱玄九和毛氏的第一次相遇 是在戒台四 昨晚我们去过 朱玄九当时拜的菩萨 是地藏王菩萨 小裴爷在给我介绍 地藏王菩萨时 说了这么一句话 到这个时候 裴孝再要想不明白 是哪句话 那他就是笨得无药可救了 我说 地藏王菩萨在过去几世中 曾经几度救出 自己在地狱受苦的母亲 说完 他睁大眼睛 看着燕三和 所以 朱玄九认为傅姨娘在朱家 就是在地狱里受苦 第六百零三章 巧合 燕三和质地有声地回答 没错 他就是这么认为的 小裴爷看着燕三和 还是一脸的匪夷所思 这才多大的孩子 就有这种想法 大户人家 哪个做姨娘的 日子会好过呀 这世道宠妾灭妻的 毕竟少数 像谢家 柳姨娘在得谢道之的宠 献了太太 还不得唯唯诺诺 这是做妾的本分 燕三和 会不会是巧合 戒台四的大殿里 供奉了好些个菩萨 正前面就有三个 两边侧面也有几个 燕三和目光一冷 小裴爷 他为什么只拜 藏在后面的地藏王菩萨 小裴爷 也许他前面的都拜过了吗 燕三和摇摇头 还记得太太 当时是怎么说的吗 他说娘在那边拜 他坐不住 就在大殿里这里瞧瞧 那里看看 转到佛堂的后面 却现一个穿着白衣的小公子 双手何时跪在菩团上 闭着眼睛 嘴里念念有词 小裴爷一下子就明白过来 拜菩萨其实很快的 跪拜 许愿添一点香油钱 就完事了 毛氏这里瞧瞧 那里看看 什么都莫看到 却只在佛堂后面 看到了小公子 那么也就是说 小公子是冲着地藏王菩萨去的 而且 他在那里拜了很久 小裴爷惊呼 我的娘脸 他真的认为父姨娘 在地狱里受苦 燕三和 朱家是地狱吗 根本不是 小裴爷 没有朱家 父姨娘的日子会很惨 在朱家 他至少一事无忧 但朱玄九偏偏认为是 燕三和 由此可见 小小年纪的朱玄九 因为没有完全享受到 父姨娘全部的疼爱 想法是异于常人的 心里是扭曲的 一个心里扭曲的人 才会做出 常人不敢想象的事情 于是 朱玄九跪在了菩萨面前 祈求菩萨 能让父姨娘的 病好起来 祈求菩萨保佑他 顺利把父姨娘 从地狱里解救出来 燕三和 而救出父姨娘的唯一出路 就是坐上朱家家主 母凭子贵 就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 不用委屈自己 小培耶 而想坐上朱家家主 就要干掉蓝路虎 李不言 二老爷 三老爷资质平平 算不上蓝路虎 可以放他们一马 但大老爷和五老爷可不是 谢之飞眼睛一睁 于是 他就偷偷摸摸下手了 通了 都通了 可怜大老爷和五老爷 到死都不知道 自己一生的运势 被同父异母的兄弟 给偷偷改变了 尤其是五老爷 那么有灵气的一个人 那么爱钻研 最后留下孤儿寡母 落得一个早亡的命运 真是惨啊 朱远默想着 五叔曾经对他的好 心中大痛 燕姑娘 我还是问那句话 他年纪小小 是怎么学会 这些歪门邪道的东西的 不知道 燕三合 不仅不知道 关于这一点 我甚至连一丝 头绪都没有 这话 让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小培耶心思一动 会不会是傅姨娘教他的 对 李不言脑洞瞬间大开 傅姨娘 其实是行家的人 朱远默摇摇头 燕姑娘 我们朱家就算是那个妾 也是要查祖孙三代 策八字运势的 朱远昭 何况 老太太打小 就和傅姨娘相识 不可能是傅姨娘 燕三合 她要有这个本事 还用得着在朱家委屈求全 小培耶 那会是谁 李不言 鬼知道 一个谜团的解开 迎来的是另一个 更大的谜团 屋里又安静下来 真落可闻 良久 朱远默开口 那他是怎么找上我娘的 又为什么这么恨我娘 话题扯到太太身上了 那就是说来话长 燕三合端起茶碗 一口气把里面的温茶喝完 老总管现茶碗空了 忙又添了一遍热水 燕三合清了清嗓子 太太和朱玄九的第一次见面 是在借台寺 不言 你可还记得 太太为什么去借台寺 李不言 记得 太太第一次进京 听她表姨说借台寺消灾 祈福 必获最灵光 她母亲就拉着她去了 太太还说了一句话 燕三合 她说母亲喊她去方丈那里抽签 她很快就把遇到朱玄九的事情 抛到了脑后 抽签 小裴爷激动地站了起来 悟空说说 借台寺以前有个老和尚 叫了了 替人划签最准了 可惜死了好多年 否则 借台寺的香火 绝对不是现在 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 燕三合 小裴爷 解签怎么解 就看那人问什么 裴孝 问姻缘 解姻缘 问前程 判前程 问凶吉 侧凶吉 这你不应该问我呀 问猪大哥 他最在行 燕姑娘 这是最简单的算命方式 签文其实都是一样的 放在一个桶里 就看抽签的人 朱远末 大部分和尚道行不深 就是吓唬吓唬人 让你多添几个香油钱 聊聊和尚我听说过 他解签看抽签人的八字 燕三合 八字配着签文 是不是很准 朱远末 七分准 我想 太太一定是抽了一支上上签 解签的时候 抱上了生辰八字 生辰八字和解签的内容 被朱远九无意中听了去 燕三合看向朱远浩 呼得玩耳一笑 朱远九打小就是学着行的 一个万中无一的 好八字摆在他面前 他自然就会留心 朱三爷 我说的可是 是 朱远浩想着自个小时候 学算命的经历 不仅会留心 还会回去把这个生辰八字记下来 排一排 算一算 研究研究 借台四很小 花点银子一打听 就能打听到毛氏的真正身份 燕三合轻轻叹了口气 我想 这第一面的初见 朱远九记住的不是毛氏这个人 而是他的生辰八字 和特殊的命格 李不言拍了拍胸口 有些后怕道 以后 生辰八字 还不能随便报给别人听 小裴爷十分赞同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第一 被有人心拿出去做坏事 就要命了 黄骑 头发和指甲 也都要藏藏好 说吧 四人齐刷刷 向朱远墨看过去 你们朱家就是这个有心人 第604章 布局 尤其是生辰八字 不可随便说与人听 里面藏着一个人的命格和运势 朱远墨满脸羞愧 却还是缓缓道 人的命格和运势 在投胎的时候 老天爷就已经为你大致安排好了 所谓命运 先是命 再是运 命论终生 运在一时 小裴爷 李姑娘 你们记住了 朱远昭接着道 不仅生辰八字 不可随便说与人听 贴身物件也要随时清查 毛发指甲剪下来后 记得放碳盆里烧掉 小裴爷 吓人 李不言 恐怖 不扯那么远的话题 燕三河目光一瞥 把话拉回来 老总管 父姨娘走了 朱玄酒应该很伤心吧 老总管 老爷病了整整一个月 燕三河 老太太提出 想把朱玄酒带在身边 亲自照料 朱玄酒莫同意 是的 老总管 太太不放心 老爷一个人住吴同院 和老太爷提过好几次 老太爷莫意见 只是老爷说他一个人能行 按道理 一个数字 刚刚九岁 死了生母 嫡母要把他养在身边 这个嫡母论亲书 还是他的姨母 燕三河 正常的话 很少有人会拒绝 他却断然拒绝 为什么 他怕嫡母害他 这话 小裴爷脱口出 说完 他自己都愣住 奇怪啊 我怎么会这么想 燕三河却冲他点点头 小裴爷 我这人还说对了 朱玄酒在九岁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防备嫡母 为什么防备 燕三河直截了当地 说出了答案 因为朱玄酒心里清楚地知道 大老爷被他弄废了 朱家的家主之争 就剩下他和吴老爷 而一个害人的人 最担心的就是 别人也会害他 这是一个刚刚满九岁的孩子 所有人心里 同时发出这样一声感叹 老总管 劳烦再帮我七盏热茶 茶淡了 是 热茶端上来 燕三河用茶盖 拨动几下茶叶 喝了一口 热水顺着喉咙流到了胃里 烫得五脏六腑都暖了起来 他这才又缓缓开口 朱玄酒和吴老爷的天赋 吴老爷略高一筹 奈何吴老爷的身子 是个大问题 老太爷为着朱家的将来 未必不会选择朱玄酒做家主 燕三河看着老总管 我想 老太爷动过这个心思吧 老总管此刻对这个单薄的少女 已经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不瞒燕姑娘 老爷真的动过这个心思 奈何朱玄酒是个输出 姑娘又猜对了 老总管 朱家历代家主 基本上都是嫡出 输出的极少 同工也就一两个 所以老太爷是有顾虑的 那么 最初吴老爷和朱玄酒做家主的可能性 吴老爷是八成 朱玄酒是二成 可对 对 老总管 这么多儿子中 老太爷真正最疼的人 其实是吴老爷 老奴能看出来的 燕三河目光 向朱远墨飘过去 在天时地利都不利于你的情况下 你想拿下家主之位 会怎么做 朱远墨被问的一正 你会在背后下苦工 燕三河 而朱玄酒 既然已经用过一次歪门邪道 自然而然也会用第二次 于是崔命丁便开始布局了 朱远墨吻了吻气息 燕姑娘 崔命丁布南布局 床板上 梁上 屋顶上 甚至再设一个风水局都可以 只要有武术生辰八字 和毛发指甲 燕三河 但是不够 什么不够 光有崔命丁还不够 燕三河 朱玄酒最嫉恨的人 就是吴老爷 他必须把吴老爷做家主的可能性变成零 他必须保证自己的尚未万无一失 才够 小陪爷嗷一声 于是 他打起了毛氏的念头 李不言嗷一声 他要把毛氏的好命好运 借到自己的身上 谢之飞歪在太师仪里 强称道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毛氏的家事实在太好 和这样的人澄清 对他做家主 有百利而无一害 燕三河看着面前的三个人 嘴角微微勾起 想当初去南宁府 一路上不是拉肚子 就是丢钱 状况百出 如今 都开始有了默契 没错 他就是打起了毛氏的主意 燕三河话锋一转 朱玄九是有帮手的 帮手就是他身边 两个最贴身的小厮 这两人从小就跟在 朱玄九身边 情分非比寻常 朱玄九坐上家主前 做过的坏事 包括桃花锦 催命丁 包括打听算计毛氏 都离不开他们 再找 朱清候着呢 谢之飞弱弱开口 你少说话 燕三河瞪他一眼 扭头看向老总管 朱玄九找上毛氏 还有一个原因 他不想老太太 掺和他的婚去 老总管脸色变了好几遍 父姨娘临终前 把儿子的婚事 托付给了老太太 老太太很早就开始流行了 数字的婚去 向来都是高不成低不就的 老太太找一圈 也没找着合适的 燕三河 当年去洛阳府的那趟差事 可是正正好该轮到 朱玄九头上 老总管拧着没想好久 燕姑娘 时间太久远了 老奴真的想不起来 想不出也没关系 燕三河 轮到他 那便是他的命好 轮不到 以他的心思 也一定会让本来 出些状况 出些状况 燕姑娘 老奴想起来了 老总管一拍大腿 激动到 那一趟差事 本来应该是三老爷 跟着老太爷去的 出发前两天 三老爷从马上摔下来 胳膊摔断了 小培爷阴阳怪气 这么巧的吗 李不言怪气阴阳 就是这么巧的哟 还有更巧的呢 燕三河冷笑一声 人山人海的灯会上 毛是谁也没遇着 偏偏遇到了他 小培爷眼睛一亮 这一定也是 他算计好的 燕三河 遇到还不算 还十分体贴地 要送毛氏手灯 李不言眼睛一亮 十有八九 就一直跟在身后 燕三河 献毛氏默认出他来 于是主动提起戒台四 还说毛氏冲他笑来着 谢之飞刚要接话 想着燕三河警告 又老老实实把嘴闭起来 一旁 丁一替主子开口 这 这是引起人家姑娘 注意的手段 燕三河 他把老鼠灯 塞到毛氏手里 指尖不经意化过 毛氏的掌心 黄其气鼓鼓 这 这是明目张胆的勾引 这只是勾引吗 燕三河呼地看向朱远墨 第六百零五章 之一 朱远墨被他这么一提醒 瞬间反应过来 燕姑娘 有一种歪门邪术 叫重情谷 什么是重情中 小裴爷一惊 心说听名字就怪下人的 朱远墨 小裴爷可有求而不得的人 裴笑瞄一眼燕三河 再瞄一眼谢武时 不谢道 笑话 我这么欲数凌风的一个人 还能求而不得 如果小裴爷有 就可以把你的生辰八字 和他的生辰八字 写在一张纸上 找高人施皱烧成灰 灰放一点在茶水里 让他喝下去 朱远墨 这就是重情中 裴笑 被中了情中的人会怎么样 朱远墨 从此他心里眼里只有你 终不解 一辈子痴情痴性 那 小裴爷经声道 太太是被中了情中吗 八门阵 七杀阵出来了 一个重情中算什么 朱远墨咬咬牙 指甲里沾一点香灰 放在娘的掌心 虽然起不了大作用 但足以让娘芳心大动 意乱情迷 燕三河原本只是 随口这么一问 莫想到 竟然问出了个重情中 不由地想到毛氏说的话 好像我活了十八年 就是为了遇见 这样一个人似的 那一夜我脑子里除了他 没别的 果然芳心大动 意乱情迷啊 那么 燕三河叹了口气 后面在毛家宴请上 发生的事情 也就顺理成章了 毛氏的娘 请老太爷帮毛氏 算算姻缘 老太爷首长青天坚 算的都是 家国天下的大事 哪能算这些小儿女的婚事 于是让朱玄九 替毛氏算 朱玄九算着算着 算到了他自己头上 最后还一有所指的 补了一句 是天作之和 妄夫 妄妇 妄宅 话到这里 屋里又沉寂下来 连口大气 都没有人敢喘 从出发前 向三老爷动手脚 到给毛氏仲下情中 再到家宴上 不动声色的 为自己牵线搭桥 连线灌了市面的老太爷 都被蒙在鼓里 一个十五岁的少年 心机如此之深 谋算这般严谨 真真让人毛骨悚然 不寒而栗 三爷 燕三合 如今你可明白了 他是怎么找上你娘的 朱远昊无声点点头 一个人再好的命 也敌不过一颗恶毒的心 娘这辈子 做得最错的一件事 就是去了戒台寺 遇到了他 老总管 燕三合 朱玄九和毛氏的婚事 老太太有没有反对 老总管 老太爷定下的事情 没有人能反对 但老太太还专程派 心腹去洛阳府打听了一圈 说是不大放心 老太爷的眼光 瞧瞧 这些心机用得多好 没有一个人怀疑 真正促成这门轻事的人 是他朱玄九 燕三合冲朱府 三位也冷笑 朱玄九本来就聪明 只是和吴老爷比起来 少那么一点灵气 成亲后 有了毛氏的好运 好命 更加势如破竹 谁都挡不住他了 老总管 是这样吗 老爷成亲后 当真是越来越出众 老太爷夸他的次数 也越来越多 老总管沉默了一会 又道 而且 太太带到朱家的嫁妆 是最多的 这就称得大太太 二太太 三太太的嫁妆 有些寒酸 太太这人手段大 什么东西 都舍得往老太太院里送 多少银子 都舍得往老太太身上砸 再加上太太嘴甜 会来试 现谁都是乐呵呵 老太太对这个 输出的媳妇是很满意的 亲媳妇都靠了边 难怪二太太张势 对毛氏一肚子尖酸刻薄 原来根子在这里 燕三合 毛氏对老太太的好 不止这些吧 当然不止这些 老总管 老太太有个头痛脑热的 太太跑得最勤快 还自掏腰包 变着法的 给老太太做好吃的 老太太昨日说想吃甘蔗 女儿甘蔗就摆在老太太根前 还一小片一小片的切好了 就怕老太太崩了牙 人心都是肉长的呀 燕姑娘 燕三合 所以 太太和老太太的婆媳关系 刚开始十分的好 老总管 刚开始一两年的确是的 老太太总夸太太孝顺 太太也常夸老太太会疼人 燕三合 后来老太太 发现了庶子的出众 怕家主之位被她夺去 这才冷了下来 老总管 是 我想 燕三合目光偏向 朱家三位爷 这就是朱玄酒厌恶毛氏的 原因之一 屋里所有人 都正愣了 太太讨好婆婆 难道不好吗 把婆婆哄好了 得力的 还是他们输出的这一方啊 因为在朱玄酒心里 毛氏真正的婆婆 只有父姨娘 毛氏讨好老太太 就是对付姨娘的背叛 老话说得好 千年媳妇熬成婆 做人媳妇是男的 哪怕朱卫熙的娘家 已经这么得力了 朱卫熙在太太无事面前 也只能唯唯诺诺 这是规矩 但做了婆婆 那又是另一番光景 哪怕太太无事蠢成这样 谢家的小辈对她 也只有恭恭敬敬的份 父姨娘在做妾时 家缝里生存 处处委屈自己 讨好别人 委食不容易 朱玄酒娶了媳妇 如果父姨娘活着 毛氏孝顺的人 应该是父姨娘 讨好的人也应该是父姨娘 享福的也应该是父姨娘 偏偏 父姨娘一天都没有 享受过做婆婆的福气 福气都给老太太 朱玄酒这样一个 心里扭曲的人 会怎么想 她不会觉得 毛氏是未了她 才孝顺老太太的 燕三河冷笑一声 她只会认为 毛氏处处讨好老太太 她眼里根本没有父姨娘 小裴爷扎了下嘴 她为什么会这么想 李不妍皱了下眉 似乎有点牵强啊 不牵强 朱远莫见所有人的目光 都向她看来 即被有些发僵 她和娘唯一的一次吵架 就是为了父姨娘 那年朱远莫五岁 清明 老太爷 老太太一大家子人 给祖宗上坟 老太太年纪大了 上山的路又难走 全城都由娘和三伯母 扶着的 父姨娘因为生了儿子 埋进祖坟 坟在东北角的角落里 上坟快结束的时候 爹拉着她去东北角看了看 拔了些杂草 老太太身侧离不开人 娘只朝他们这头苗几眼 人没有过来 爹当时末发作 回到梧桐院后 据说砸了一只听风瓶 还说娘对付姨娘不孝 娘气得一天都默吃 饭 三天末里爹 说她无理取闹 后来听说爹哄了好些天 才把娘哄好 燕姑娘 我也想到一桩就是 这时 老总管突然开口 第六百零六章 活该 燕三合看着老总管 什么就是 你说 父姨娘过世后 东西没有全烧 还留了几件零零碎碎的小东西 被老爷收起来了 摆在书房里 老总管 那年老爷已经做了家主 腊月二十四 是扫房日 新来的丫鬟给老爷清理书房 扫出一只豁了口的茶钟 豁了口的茶钟 哪能入嘴呢 丫鬟就把这事回了太太 太太莫多想 做出赏给了她的陪房 结果老爷回府听说后 直接冲进陪房院里 把茶钟抢了回来 老奴陪着老爷去的 老总管 回来的路上 老爷忽然停下来 恶狠狠地骂了一声 那个蠢父 真他娘的该死 燕三合没心一跳 他骂的是谁 老总管垂下脑袋 当时我以为 骂的是太太的那个陪房 如今才明白过来 他骂的是太太 燕三合追问 为什么这回明白过来了 因为他在朱家待了一辈子 前后事后过两位主子 老太爷是个说一不二的人 脾气有些硬 难事后一些 但老爷是个好性子 话从来不会说的那么难听 像这般咬牙切齿的骂人 还是头一回 老总管微一沉默 低声道 因为老爷接着又添了一句 活该下地狱 所有人都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目光 看着老总管 活该下地狱 那就是说 朱玄九心里一直都知道 毛氏死后会下地狱 朱玄九刚开始取毛氏 是为借运 借到他荡上了家主 又拿他来挡煞 挡天乏了 哪怕他替朱家生了三子三女 依旧没有让朱玄九产生半分心软 这何止是一般厌恶 一般的恨 是厌恶到了骨子里 恨到了骨子里 厌姑娘 老总管硬着头皮 又道 那个茶中 是傅姨娘生前用惯的 果然是因为傅姨娘 小裴爷觉得奇怪 又多嘴问了一句 难不成朱玄九 还用这茶中喝茶 那倒不会 老爷把他摆在书岸上 心烦的时候会 拿在手上把玩一下 偶尔 老总管停了下 也会用他冲一冲茶 燕三合突然站起来 自顾自走到门边 伸手拉开门 门外 血已经小了 一股寒气扑面而来 燕三合舒服地吸了几口气 脑子一下子清静不少 可再清醒 也掩不住心里的惊诧 傅姨娘死了几十年 朱玄九竟然留着她的杯子 还时常拿出来把玩 这还能用一句 悼念仙人来解释吗 只怕是不能了 燕三合在门边站了很久 酒到屋里的暖气 都被外头的寒风吹散了 酒到屋里 所有人的茶都凉了 她才眼上门 转过身看着朱远末 问道 毛氏的性子有些外相 大大咧咧的 对吗 朱远末不知道 他问这话的用意是什么 指得如实道 我娘这人心思不过夜 心里想什么 嘴上就说什么 是个开朗的性子 燕三合 除了开朗 他还很主动 也擅长和人交际 朱远末 姑娘说得对 我娘但凡存了心思交好的人 就没有施过手 燕三合 他也不喜欢忍着 心里有什么委屈 身上有什么痛 都要说出来 喊出来 朱远末 是 燕三合 他喜欢黏着朱玄九 也喜欢过问他在外头的事 还会粘酸吃醋 说到朱玄九 朱远末没有多解释一句 只是黯然点点头 他的性子 和傅姨娘的性子 截然相反 燕三合 脸上透着浓浓的嘲讽 这便是朱玄九 第二个厌恶毛氏的原因 傅姨娘因为身体不好 性格极度内向 心里有事 从不在脸上露出分吼 又因为寄人篱下 凡事忍让 凡事小心 身上再多的不舒服 都咬着牙一声不吭 他在做傅姑娘的几年时间里 总是安安静静地待在梧桐院里 基本不往外头去 他不善交际 也不喜欢应酬 他对老太爷 从来不会主动 朱老太爷在他房里 多谢了几日 他都要把人推出去 一个是火 一个是冰 一个热闹的红 一个是安静的白 一个是雍容华贵的牡丹 一个是空谷中 独自绽放的幽兰 完完全全是 南辕北辙的两个人 燕三合 朱玄九从小看 惯了傅姨娘的安静温和 再看太太的热情外相 自然是一百个看不顺眼 不是 小培也有些不明白了 为什么总拿太太 和傅姨娘比啊 是啊 为什么总要和傅姨娘比呢 这问题问得好 但我现在不能回答你 求求你回答吧 我都急死了 小培也只好问 那有没有第三个原因 哟 燕三合 朱玄九第三个 讨厌毛氏的地方 是毛氏的娘家 毛氏嫁给朱玄九 外头看着门当户对 实际上毛氏是下嫁 朱远墨 我娘是嫡女 没错 燕三合 更是当初选择这个女婿 一是女儿年纪有些大了 她心里着急 二是朱玄九长的仪表堂堂 树子被老爷带在身边 她觉得前途无量 一个嫡女嫁给树子 又赔了那么多的嫁妆 天平的两头是不对等的 所以在毛家人的心里 朱玄九始终是高攀的那一个 而人一旦有这种起心动念 言谈举止中 多多少少会带出一些 趾高气扬来 燕姑娘 你说得太对了 朱远墨 我外祖母总是对别人说 我爹有现在 都是因为我娘的好命 我娘有望富裕 看 这就是原因 任何一个有本事的男人 听到岳母说这种话 心里都会 不舒服 何况是朱玄九 燕三合 朱玄九本来心里就有鬼 她又是心思最深最暗的人 能不对毛家人生恨吗 燕姑娘 还有一个原因 许久都不曾说话的朱远昭 突然开口 我娘是远嫁 她对娘家很护的 老三朱远后应声道 毛家和庚家 只要有什么事 都会来找她帮忙 有时候 我们看着都嫌烦 朱远墨 我娘那个性子疯疯火火的 无论她手上忙着什么事 都要求第一时间 帮毛家和庚家解决 我外祖母也是 事情已经很明白了 太太越护着娘家 朱玄九就越厌恶 毛家 庚家的人 麻烦她越多 她越厌恶 第607章 替代 燕三合同情地 看向朱卫熙 庚颂生姓庚 在朱玄九的眼里 她最原始的身份 是太太的娘家人 朱玄九没有办法对付毛家 反抗毛家 只有拿庚颂生开刀 发泄心中的不满 朱卫熙正正地看着燕三合 庚颂生越惨 也就意味着毛家越惨 朱玄九就会越兴奋 这是一个长期 被岳父家支配的 女婿的无声反击 燕三合 这也就解释了她 为什么会选择谢尔丽 因为谢家和毛家 没有半点关系 谢尔丽对朱玄九很敬重 谢家也从不随随便便求上门 所以 他们夫妻二人结婚后 朱玄九反而更看重谢尔丽一些 庚颂生说 到底只是个倒霉蛋 就这么撞到枪口上来了 如果她不姓庚 事情就又不一样了 可更颂生是真心对大嫂好的 小培爷气啊 就算是看在大嫂的份上 也不应该把更颂生弄得那样惨 燕三合走到朱卫熙面前 扶住她的胳膊 让她站起来 你们看 她长得像谁 朱远昭深深看了朱卫熙一眼 大妹长得像爹 燕三合 朱玄九像谁 老总管 老总管 老爷长得像妇姻娘 燕三合 那么 朱卫熙长得像不像妇姻娘 老总管心里咯噔一下 目光朝大小姐看过去 因为一趟舞台之行 朱卫熙整个瘦得脱了形 一张本来就苍白的脸 现在更是苍白的过分 再加上刚刚听到的事情 就像天塌地崩了一样 以至于她站都站不稳 整个人无力地 已在燕三合的身上 老总管越看越惊心 越看越害怕 这 这 这 根本就是活脱脱的妇姻娘暂时 燕姑娘 像 像极了 老总管有气无力道 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朱卫熙一听这话 两腿再也撑不住地软下去 李不妍眼急手快 一把把人抱住 大奶奶 我送你去礼物 不 不 朱卫熙嗓音哑地不能听 声嘶力竭道 让我听下去 我要听下去 燕三合朝李不妍打了个眼色 李不妍赶紧把朱卫熙服坐下 长臂一身 把人揽在了怀里 怀里的人奄奄一息 脆弱得像柳枝一样 一折就断 还以为耕颂声 已经是大奶奶的一个大劫 不曾想 更大的劫还在后头 朱卫熙哪里是真正疼她 分明就是因为 她长得像妇姨娘 房间安静得可怕 朱家三兄弟的脸色 都已经找不出词来形容 她偏宠大妹 是因为妇姨娘 竟然是因为妇姨娘 燕三合走回自己的座位 端起茶碗 一口气把里面的茶水 喝了个干干净净 然后 她把茶碗往桌上重重一个 砰的一声 所有人的心都被惊了一跳 谢之飞 谢之飞看着她 我在呢 燕三合去借台寺的路上 你问我 朱玄九既然讨厌毛氏 会不会心里另有喜欢的人 谢之飞点点头 没错 她问过 她还说 桂花会不会和她喜欢的人有关 否则她不会在病中还惦记着 我现在告诉你 朱玄九心里没有喜欢的人 除了她自己 她不喜欢任何人 燕三合 但她心里有个依恋的 牵挂的 舍不得的人 那人就是 谢之飞小心翼翼地说出三个字 傅姨娘 是 燕三合深深吸一口气 这世间每个人永远和自己母亲的关系最为密切 那是因为 我们曾在母亲的肚子里待了九个多月 那九个月 母子二人同生共死 所以 我们都会对自己的母亲产生依恋 你会 我会 她也会 唯一的区别是 有的人浅一些 有的人深一些 谢之飞 你的意思是 朱玄九深一些 燕三合看着她 一字一句 是极度的依恋 也是变态的依恋 噗 小裴爷一口热茶喷出来 喷了自己半身 他一边想用手去擦 一边又想把仙茶盏放在小脊上 结果手也在抖 腿也在抖 一通手忙脚乱 茶盏巴的一声掉在地上 小裴爷呆呆地看着地上阴生而碎的茶盏 心中咆哮 神婆啊 你说极度 变态两个字之前 能不能先打个招呼啊 为什么说极度 说变态 燕三合 第一是因为梧桐院 朱府这么多院子 唯独梧桐院没有修缮过 还保留着原来的样子 梧桐院的主人是傅姨娘 傅姨娘从进到朱家开始 就在这个西北角的院子里住着 到死都没有换过地方 朱玄九在这里咕咕落的 童年 少年 娶妻 生子 漫长的一生都在这里度过 所以梧桐院对朱玄九来说 就相当于傅姨娘的子宫 这是她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燕三合 梧桐院里 还有傅姨娘留下的花花草草 留下的各种摆设 她被这些东西包裹着 才能睡着觉 小培爷胆战心惊地问 第二呢 燕三合 第二就是那只豁了 口的茶钟 太太把茶钟随手给了赔访 可见这茶钟也不值什么钱 她为什么舍不得扔 为什么常常放在手上把玩 她什么时候放在手上把玩 老总管说 她心烦意乱的时候 放在手上把玩 燕三合 一个人心烦意乱的时候 就是没有安全感的时候 这个时候 手上握着傅姨娘生前用过的茶钟 就等于傅姨娘在无声陪伴着她 小培爷 第三呢 第三 就是朱卫熙 燕三合 朱卫熙长得很像傅姨娘 所以在朱玄九的心里 她就是傅姨娘的一个替代品 朱玄九小时候 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保护傅姨娘 让她受了很多的委屈 遭了很多的罪 如今她成了家主 掌握了权势 自然就有能力保护母亲 所以 她才会对朱卫熙百般宠爱 半点委屈都不让她受 所以她才不让朱卫熙 嫁给耕颂生 因为耕颂生代表的是毛家 是毛氏 朱卫熙则等同于傅姨娘 她认为毛氏从来没有把傅姨娘 当亲婆婆看待 那毛家又怎么会善待朱卫熙 以上三点 你们还觉得牵强的话 那么 燕三合沉默了一会 借台四的桂花和朱卫熙院子外的桂花 就是第四点 第608章 圆上 借台四的桂花 是这样布局的 先是一棵连着一棵的桂花树 连成一片桂花路 桂花路的尽头 才是一片桂花林 而朱卫熙院子四周 是一棵一棵的桂花树 走到院后 则是一片桂花林 这个布局 应该称得上是一模一样 那么 燕三合 这一段桂花路 和这一片桂花林 对朱卫九来说 意味着什么呢 李不言不想动脑子 三合 快说 朱卫九童年的时候 什么事情都要排在吴老爷的后面 而傅姨娘身居内宅 身子又不好 对于这样一个女子来说 能出门的机会并不多 老太太到借台四上香 傅姨娘趁着身子好的时候跟了去 而且还带着朱卫九 车子到了借台四 朱卫九扶傅姨娘下车 傅姨娘怕儿子乱跑 紧紧地牵住儿子的手 就这样 母子二人从四门外 走到四门里 走过长长的一段桂花路 八月的桂花满是幽香 是那样的令人心旷神怡 傅姨娘一定是走不快的 她的步子卖得很小 儿子 真香啊 儿子 这寺庙清静 娘喜欢 儿子 要是咱们府里也有 这样一段桂花路 便好了 朱卫九紧紧地跟着她 鼻尖出了桂花的香外 还有傅姨娘身上熟悉的味道 她抬头 看到傅姨娘脸上的笑 那是发自内心真正的笑 和在朱家的假笑不一样 傅姨娘笑得眉眼都弯了下来 朱卫九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傅姨娘 而傅姨娘的眼里 除了眼前的桂花 再无其他 也只有儿子一个人 这一幕 像印章一样 深深刻在她的脑海里 誓死难忘 燕三合 老总管 大小节院子外的桂花树 是谁种的 老总管 是老爷长家后 修缮房子时种下的 看吧 燕三合冷冷一笑 朱卫熙是傅姨娘的替身 傅姨娘喜欢的东西 朱卫九一定会满足她 所以才有了和借台寺 几乎一模一样的桂花林 李不言欲出一口气 怪不得她病重时 还让大奶奶 替她去借台四桥眼 人之将死 回忆的都是从前的人 从前的事 对朱卫九来说 傅姨娘才是她这辈子 共生共死的人 燕三合 而造成朱卫九 极度依恋傅姨娘的原因 是她小时候 没有享受到傅姨娘 全身心的母爱 母亲被吴老爷 被其他人掠夺了 人从来都是这样 缺什么 就执着什么 而且是一辈子的执着 通了 又都通了 所有人脸上 都露出一丁点欣喜的笑容 朱远默看着燕三合 迫不及待地问 燕姑娘 那她的心魔 到底是跟傅姨娘有关 还是和大伯 武叔有关 这话 问得燕三合哑口无言 似乎都无关 又似乎都有关 说无关 是因为心魔是雪月 雪月意味着大祸临头 大老爷 吴老爷 毛氏 不过是三条人命 和雪月比 还弱了一点 说有关 是因为一个人做任何事 都有她起心动念的根本原因 朱玄九 摄震动大老爷 吴老爷 借毛氏的运 夺朱家家主之位 说到底是因为傅姨娘 那么雪月呢 是不是也因为傅姨娘 我想 燕三合迎着朱远默的目光 到目前位置 我们只是解开了冰山的一角 后面还有很多东西要深挖 话落 朱远默只觉得心跳也快 脉搏也快 如果不是因为她是家主 要稳定朱家所有人的心 她也想到外头 像狼一样 发出几声嚎叫 发泄一下心口的沉闷 费了那么大的周折 来回一趟五台山 竟然还只是冰山一角 燕姑娘 她咬着牙问 有什么依据吗 直觉 燕三合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既然我们已经证实了 朱玄九是个 彻头彻尾的英读小人 那么直觉告诉我 朱玄九利用她算命 看风水干的坏事 远远不止这么几桩 害死的 也远远不止这么几个人 呼吸统统停止 所有人你看我 我看你 刚刚事情圆起来时的喜悦 被这一句话 炸得灰飞烟灭 我的个老天爷啊 这几个人的手法 布阵都已经让他们 叹为观止 竟然还远远不止 老太爷啊 就在一片让人窒息的死寂中 老总管突然跪倒在地 便伏地痛哭起来 他是朱家的家生子 父母都是 朱家得脸的奴仆 他从小就跟在老太爷身边 一步一 不从贴身小厮 做到掌家大总管 除了算命风水上的事 老太爷不会和他说起 别的事情 老太爷都和他有商有量 他记得很清楚 老太爷最终选定 老爷做家主后 身上的担子终于卸下来 拉着他在书房里 喝了几重酒 伴醉的时候 老太爷突然发出一声长叹 阿景啊 我想来想去 还是把家业交给了色 他是父侍手把手交出来的 父侍那样心善的一个人 儿子一定不会差 朱家有色撑着 我也舍得闭眼了 那刻 朱景清楚地看到 老太爷脸上欣慰和自豪 那是一个垂垂老矣的父亲 对儿子的阴阴期盼 期盼他能让朱家绵延昌盛 能造福儿孙后代 哪里知道 哪里知道 老太爷啊 老太爷啊 您睁眼看看吧 您看看啊 朱景痛哭流涕 一声一声呼唤着自己的旧主子 朱远莫听着老总管的哭声 反而是慢慢冷静了下来 万事开头难 六个月的时间 还剩下五个月出头 还有大把的时间 不能急 也急不得 只要有燕姑娘在 这个心魔就一定能解开 一定能 老二 老三 把老总管扶下去 不用扶 老奴能撑下去 朱景抬起头 用手抹了一把脸 脸上露出破斧沉舟的决绝 老奴不相信老爷 他丧心病狂到这种程度 老奴要亲眼看着 亲耳听着 除了燕三河和朱家人以外 谢之飞和小裴也几个脑子里 同时浮出一句话 切 那就拭目以待吧 朱远莫吻了吻情绪 燕姑娘 那下一步我们 暂时没有下一步 朱远莫脸色一变 怎么就没有下一步了呢 第609章 一声 燕姑娘 怎么就没有下一步了呢 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做 燕三河走到朱卫熙面前 低头看着她 太太还剩下几个时辗 你们做儿女就先去陪陪她 守守她 顺便商量一下 是让她清醒地走 还是让她糊涂地去 朱卫熙眼里已经没有泪 她缓缓抬起眼睛 对上燕三河的目光 燕三河被她的眼神吓一跳 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这个眼神 好像是空洞 又好像是绝望 眼前的朱卫熙只剩下了一个躯壳 魂被一记又一记的重拳 打得细八岁 此生在南平凑成一个完整 耕耕生对她来说 虽然刻骨铭心 到底已成过去 那只簪子送出去 她就决定往前走 耕耕生给了她往前走的力量 可现在呢 过往二十几年的幸福 都是假象 她是个替代品 她每次向她投注 温柔而又慈爱的目光 是通过她这张脸 去怀念另一个女人 她和娘其实没有区别 都是她棋盘上的棋子 唯一的区别是 她因为这张脸 得到了所谓的善待 而娘因为没有这张脸 还有几个时辰 地狱 三河 嗯 诸位西面色惨白 双眸四血 死死地看着燕三河 唇动了好几下 偏偏说不出一句话 燕三河弯腰 你想说什么 我 她唇角缓缓流出一点血字 我这辈子 怕是不能再照镜子了 一句话 说得所有人心中大痛 镜子里的脸 是一张像 急了父姨娘的脸 往后余生 她都要顶着这张脸 走完一声 医生啊 多么漫长 每一个时辰 每一个天 每一月 每一年 她怎么能走下去呢 走不下去了 诸位西无声 倒在燕三河怀里 诸位西 大妹 去请太医 快去请太医啊 三河 你走开 我把她抱进厢房里去 掐人中 快掐人中 哎呀 她嘴里的血 还在往外流 慌乱中 谢之妃十分冷静地 朝丁一递了个眼神 丁一忙跑到外头 随便拉过一个小丝 低声道 快去汉林院 找你家大姑爷 是 人中一掐 诸位西悠悠醒来 醒来睁眼 看看四周的人 又再次闭上了眼睛 燕三河替她 掖了掖被子 起身 让她休息吧 众人走出厢房 走在最后的李不言 轻轻掩上门 老总管 朱景抹了一把泪 燕姑娘 给太太准备后事吧 燕三河默了默 为了不让外人起疑 对外可以说 朱老爷去世 太太伤心过度 于是随她而去了 这话一出 连同朱家兄弟 都被恶心坏了 有一种想把隔夜饭 都吐出来的冲动 可是不能吐 三兄弟心里十分清楚 这是唯一能用的借口 因为在世人眼里 他们夫妻 从来就是恩爱如初 朱远莫强忍心中的翻涌 老总管 你下去准备 是 朱景一边抹泪 一边转身往外走 雪不知何时已经停了 可天气还是阴沉的 他低着头 弯着背 仿佛瞬间老了十岁都不止 丁一 把你家主子背起来 燕三河看向谢之飞 别硬撑了 赶紧离开 我送你出去 谢之飞知道 他这是有话要说 轻轻合了合眼睫 小培爷赶紧站起来 我也送 李不言也跟着站起来 宋三爷 不能少了我 扔我一个人在诛驾 我才不干呢 这鬼地方 吓死个人 黄旗颠颠 跑到谢之飞跟前 三爷 上来 我来背你 丁一 燕姑娘请留步 燕三河看着朱远沫 朝身后的人摆摆手 示意他们先走 谢之飞手朝黄旗肩上一压 黄旗立刻站住 裴笑 李不言 他们也都不走了 竖起耳朵 听朱远沫要对燕三河说些什么 他的心魔解到现在 我娘会不会 不会 燕三河口气笃定 你娘 不是解魔的人 朱远沫 为什么这么笃定 燕三河眉头微微一皱 心下几个念头转过 索性把话说开 本来是想等送走了太太 再详细 和你们商议 既然你们问起 那我就实话实 还是直觉 纵观朱玄九这一辈子 用最简单的时间线 可以分为两段 一段是成为家主前 一段是成为家主后 成为家主前 朱玄九的头上有老太爷 狐狸尾巴一定藏很深 一个大老爷 一个五老爷 就应该差不多了 成为家主后 老太爷过世 他在朱家说一不二 在青天间也说一不二 是真正的掌权者 这个时候 他想走歪门邪道 已经没有什么人 可以约束他了 我们先不说 他这些歪门邪道的本事 从哪里学来 只论眼前 燕三河停顿一下 眼前调查的重点 应该在他手掌 青天间后 朱玄默的心脏 狂跳起来 身子剧烈地晃动了几下 朱老二 朱老三 现实不好 赶紧上前扶住 黄旗背上的谢之飞 更是心惊胆战 嘴唇动了好几下 三兄弟 还是顺利出了城 为什么 因为青天间的特殊性 青天间里有两众人 一种是普通的青天间 他们负责观察天象 推算节气 制定立法 替礼布算各种黄道吉日 另一种 是像朱玄九这类 真本事的人 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 也只忠于皇帝 替皇帝策凶吉 算兴盛 前一种 暗中查查 说不定还没什么 查后一种 那真是贤命 活得太长了 更何况 当今皇帝还建在 朱玄九任 青天间监政的十九年 主要是替皇帝在办事 查他 别说自己和明廷默 那个本事 就是皇太孙在 也不敢应声啊 李不言献他们 一个个不说话 怎么 查不得吗 谢之飞话 是冲着李不言说的 目光却看着朱远默 贤命长 可以查一查 嗯 小培爷伸出一个巴掌 但一想 一个巴掌还是太多了 于是便拳起两个手指 三天 只要三天 保管大侠 能吃到锦衣卫的牢饭 钉一捕刀 顺便还能尝尝锦衣卫的十八酷刑 黄旗宇重心长 他们真不是在吓你 李不言 别说 我还真被吓到了 第六百一十章 真相 燕姑娘 朱远默挥开两兄弟的手 踉呛着走到燕三河面前 千万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一定从长计议 否则 否则 否则朱家便是万劫不复 燕三河闭上眼睛 深深吸了口气 腹又睁开 我知道的 一切还是等送走了太太再说 谢之飞 走 一行人离去 堂屋里只剩下朱家三兄弟 弟弟们的目光 都落在长兄朱远默身上 这是他们的大哥 也是朱家这一代的家主 无需商量 大哥说什么 就是什么 清醒地走 就是告诉娘真相 糊涂地去 就是什么都瞒着 怎么选择呢 然而朱远默却一反常态 你们怎么想 都说说吧 说什么呢 朱远昭坐在椅子里 忍受着一波又一波的耳鸣 棺材裂开的那天 二房一尸两命 认识和他夫妻十几年 感情不同寻常 他腹中的孩子 是他期盼已久的 听燕姑娘说 他们是因为他的心魔而死 朱远昭心里有怨吗 有的 可只要一想到 他从前带自己那样好 什么都骗着自己 怨也就散了 哪怕他把耕送生害得那样惨 朱远昭心里 仍在为他找借口 可谁曾想 朱远昭咬牙切齿 我不想让娘死不瞑目 瞒着吧 二哥说得对 朱远昊哽 娘这性子 一旦知道真相 没有心魔 也会骑出个心魔来 他既然开心快活一辈子 就让他走得安心一点吧 我想告诉他 朱远昭眼神 催着恶毒的恨意 不为别的 就为让他下辈子 哪怕投胎成了畜生 也记得要离那人远一点 这世间 天元地方 阴阳对等 父慈子孝 兄友地公 福一福顺 都是有规矩 有约束的 而人之所以能称谓人 就是因为这些规矩和约束 否则 和畜生有什么两样 父姨娘是她的娘 她不过是被搏呆了一点 就搅得整个朱家天翻地覆 害了这个 又害了那个 那么太太呢 太太是他们的亲娘啊 他们也在太太的肚子里 待了九个多月 同生共死 他们对太太也有依恋 也有不舍 也有深深的牵挂 可 可 朱远末冲两人摆摆手 用一种万念俱灰的口气 道 我这辈子所有的东西 都是她给我的 我的命是她给的 我的本事是她教的 我的地位全是 是她留下来的 按理她就是 把这个天都先开来 我也应该站在她身边 可你们看看 她把咱们朱家 都呼害成什么样了 她的眼泪缓缓流下来 我是她儿子不错 可我姓朱啊 朱家传承几百年 祖妃里睡着一个个仙人 用尽了毕生的本事 才让朱家走到了今天 成了青天间的头一份 朱远末双手捂着脸 眼泪从指缝里 不住地往外涌 如果事情真的扯上青天间 朱家就要被她生生毁了 我怎么 有脸去献祖父他们 怎么还有脸啊 满腔的震怒和痛楚 无处可藏 朱远末这个堂堂无耻汉子 哭得气不成声 哭朱家的命运 哭青娘的惨 哭死去的弟妹侄子 哭大妹的遭遇 也哭自己 此刻 燕三河一行 已经走到了朱府外 谢之妃单脚落地 只觉得头也不疼了 眼也不花了 气也顺畅了 总算是活过来 啊 她撑着丁一的肩 扭头朝朱府看 庭院深深 感觉真像是做了一场噩梦 说吧 她偏过脸 看着燕三河的黑眸 还有话说吗 燕三河摇摇头 刚刚说完了 也猜到了 谢之妃 其实让朱家三兄弟 早些知道也好 至少让他们 有个心理准备 青天间的事情 朱远末必须挑大梁 别人谁都帮不上忙 她看了看天色 雪停了 我先回衙门 衙门里还有事 明天 你跟我一起走 我干嘛跟你走 小培爷刚要出生 却见谢之妃的目光 硬茶茶地向她看来 嘿 你学硬茶茶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否 谢之妃没动 而是看着燕三河 尖尖的下巴道 这府里马上又是一场丧事 你也不是铁座的 后面要查的事情多着呢 回别院些一些吧 燕三河恩一声 答应了太太 要献她一面的 等献了她再回去 话音刚落 却听见身后有才雪声 一回头 现是朱远昊 朱远昊走近了 眼眶红红道 燕姑娘 劳烦你帮我们拿个主意 到底要不要和我娘说实话 燕三河莫说话 而是出门坎外的 谢之妃摆摆手 你们先去 谢之妃也不多废话 朝朱远昊抱了抱拳 被丁毅和黄旗 一左一右地 驾上了马车 裴笑跟过去 一脚踩着矮凳 身子转过来 心有余悸地 看了朱甫一眼 算了 这地儿以后 还是少来吧 别要有什么 震摸车干净 最后一到她身上 车孤路转动起来 燕三河才看向朱远昊 这种事情不要问我 你们资格做主 燕姑娘 必须问你 朱远昊面露悲色 我们三兄弟意见不一样 求你给我们 选条明路吧 我娘她 可怜 人死后 都会去阎王那里报道 有罪的人 才会下地狱 地狱十八层 按时间和受苦的程度 来区分 她做得饿 她来受 光三条人命 就足够打她入无间地狱 永世不得超生 而所谓无间 是指受苦无有间断 一秒都不能休息 永生受苦 娘被虫子咬一口 都要哇哇叫上半天 她怎么受得住 怎么受得住啊 燕三河鼻翼微作酸 拧着眉响了两久 轻声道 等太太醒了 就让她自个做选择吧 马车里 兄弟二人大眼瞪小眼 都有一肚子话要说 又都不知道 要从何说起 瞪了一会 小培也索性眼一臂 不理这个王八蛋 我对燕三河 想必你也看出来了 莫和你说 是八字还莫一撇的事 谢之飞 我家和你家差不离 我说不定比你还难点 这什么情况 卖菜 小爷不听 不听 其实早在你动心的时候 我也动了心 莫敢和你抢 因为你是我兄弟 这又是什么情况 歌唱兄弟情 小爷还是不听 不听 总之是经历一番 很大的波折 谢之飞话说的含糊 却没有假话 后来他拒了你 我自己心里 这一关过去了 才又动了心思 第611章 选择 明天 这事到底是我不对 你要打要骂冲我来 只别惊着他 嘿 小培也睁开眼睛 合着我身在 不讲道理的泼妇吗 你是我好兄弟 八百年都难遇到的 谢之飞脚不能动 手灵活着呢 伸到他颈后 轻轻揉捏着 顺顺他的毛 我谢武士上辈子 接了什么的 这辈子才得一个你 针针的 小命推好了 滚 滚 滚 小培也他一口气 梗在胸口 不上不下 但脸色 却已经软了好多 以后我有什么事 彤彤告诉你 一定不瞒着 谢之飞宁明门 还有 一定不重色亲友 他排第一 你排第二 这还不重色亲友 人家是神婆 我摸那个胆 把你排第一 谢之飞小脸委屈呢 你说是不是这么个实情 还有什么欠 还有什么冤 小培也要的就是 他认错的态度 态度一好 十万根榨起的毛 都能同同捋捋顺 得了 收起你那副件 稀稀的嘴脸 小培也心胸十分的宽广 说吧 叫爷跟过来 是什么事 说起正起 谢之飞立刻收回了手 正色道 怀人天天问我 竹家心魔的事 后面什么个章程 咱们要商量商量 竹玄九的心魔 如果扯上青天间 那事儿真就大到了天 怀人那头要不要说 怎么说 还有 从长记忆 还是得记忆 这下一步怎么走 往哪走 都得好好想想 裴笑一个头 两个大 心说小爷这会子跳车 还来得及吗 正想着 车子猛地停下来 三爷 是大爷的马车 谢之飞一听是自家亲哥 头长得比小裴爷还要大 怎么来这么快 他赶紧冲裴笑递了个眼神 我腿脚不方便 你下去引引我哥 我不 小裴爷头一锁 你哥是我现在最怕见到的人 谢之飞都快气死了 刀眼还没弯过去 车帘被掀开来 谢儿力一身官服 面色沉沉地站在车外头 谢之飞赶紧招手 哥 你别动着 赶紧上车来 事情清楚了一半 明天 你说给咱哥听听 还我排第二 狗畜生一转身 就把我给卖了 裴笑摇摇后槽牙 伸手去拉谢儿力 谢儿力坐进马车 冲裴笑一摆手 说 你这腿怎么回事 看到他被背着进朱府 刚开始还指当他是 身子骨受不住 结果仔细一看 是腿伤了 谢之飞陪着满脸的笑 捉江湖大道时 被人捅了一刀 朱青呢 他被人弄了个调虎离山之计 真话 假话也得当真 话来说 谢之飞恩一声 人已经送到锦衣卫了 大哥不幸 可以找锦衣卫熟悉的人问问 老三 大道跑了还能再捕 你的命只有一条 谢儿力神情严肃 给我优着点 我也是这么批评他的 这小子一碰到事 命都不要了 裴笑笑得咬牙切齿 大哥 你多骂他几句 骂醒他 快 谢儿力目光一偏 说朱家的事 裴笑看着谢儿力眼中的寒光 没法子 只得把事一五一十的 到了他干净 谢儿力听完 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 裴笑冲谢之飞挑挑眉 啥情况 谢之飞眨眨眼 不知道 裴笑 他这么不喜不怒的 有些甚人啊 谢之飞 谁说不是呢 裴笑 要不 你劝劝 谢之飞 你劝 狗东西 裴笑咳嗽一声 大哥 这事 他心魔的事 绝对消不了 谢儿力的脸色 前所未有的凝重 你们俩和燕姑娘说一声 千万千万要小心 一定不能轻举妄动 谢之飞 裴笑 太太醒了 太太醒了 厢房里传来的喊声 让等在门外的每个人 都打了个寒战 没有人挪布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燕三合 燕三合深吸一口气 刚要走进去 忽然屋里传来毛氏的叫声 疼 好疼 我疼啊 声音从喉咙里压出来 不高也不低 却像鞭子一样 狠狠地抽在 每个猪家儿女的身上 三小姐眼面痛哭 老总管 燕三合 有止疼的药汤吧 老总管 有的 有的 一直在炉子上热着呢 拿来给我 药汤很快拿来 燕三合接过碗 走进厢房 房里 帘子遮得严严实实 三个碳盆烧得很旺 床上 毛氏蜷缩在被窝里 整个人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眼眶深深地凹陷下去 露出下室的光景 燕三合 把窗户打开透透气 屋里多点几盏灯 两个丫鬟 赶忙一个开窗 一个掌灯 出去吧 把门掩上 是 燕三合在床边坐下 放下要斩 伸手拉开一点被子 太太 是我 三合 毛氏努力睁开眼睛 第一下没有睁开 第二下才慢慢睁出一条缝 是他 你终于来了 我等好久了 事情刚刚忙完 燕三合看着他 来为你吃药 顺便和你说说话 毛氏听了 从被窝里伸出手 慢慢整理自己的头发 神色有些羞愧 我这个样子 让姑娘现笑了 和第一次献你时 一样好看 来 张嘴 毛氏听话地张开嘴 一勺汤药从嘴里喂进去 一半流了出来 燕三合掏出帕子 替他轻轻擦了擦 太太 你全名叫什么 毛慧宝 他声音微不可闻 慧宝 燕三合笑了 如真四宝 真是个好名字 毛氏眼睛弯出一点弧度 我娘也是这么说的 慧宝 我这里有个故事 你要不要听一听 燕三合慢慢又喂 一勺汤药下去 毛氏看着燕三合 合了下眼睛 说 从前有个叫阿胜的姑娘 她没有记忆 和祖父一起生活在一处 山清水秀的地方 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燕三合 有一天 阿胜做了一个梦 梦里他的家人 被一群黑衣人杀了 死得很惨 阿胜醒来 觉得这个梦很真实 好像是他亲身经历过的一样 于是他问祖父 祖父 别人都有爹娘 我却只有你 我的爹呢 我的娘呢 他们在哪里 祖父的脸色 变化了好几下 才开口回答 阿胜啊 你爹娘都在瘟疫中去世了 阿胜醒了 很快就把这个梦 抛到了脑后 但他不知道 当天夜里 他祖父躺在床上 无声流泪到半夜 毛氏听得入神 阿胜的爹娘 一定不是因为瘟疫死的 确实不是 燕三合看着他 惠宝 如果你是祖父 会告诉阿胜实情吗 还是让他快快乐乐地活下去 第612章 冤孽 毛氏不说话 只是眼睛 比刚刚沉了一些 也背了一些 梁九 他问 实情是非常残忍的 是 非常残忍 燕三合又为了毛氏一口药 然后凑近了 惠宝 你怎么选 好苦 毛氏眉头紧紧地皱着 我最怕苦了 傻惠宝 能治病的药 都是苦的 燕三合一手 把药碗放桌上 一手去握他的手 手 瘦骨鳞巡 像鸡爪子似的 谁能想象 在三个多月前 这只手还保养得柔弱无骨 毛氏常常叹出一口气 还是别告诉了吧 燕三合的手轻轻抖了下 为什么呢 快快乐乐不好吗 毛氏的眼里不知为何 有了一点生机 说话的声音 也比刚刚大了一点 人生已经很苦了 那些不好的 就让他过去吧 总不能一辈子 都这么糊里糊涂地过去吧 那是他的亲生父母呢 孩子 毛氏缓缓地笑了 不要事事都弄明白 很累的 这是你的选择吗 可我替阿胜觉得不甘心 他应该知道的 毛氏反手握住燕三合的 孩子 人这一生 可以开心 就不要难过 很短的 你说的对 燕三合也笑了 后来祖父什么都没有说 阿胜就这样糊里糊涂 开开心心地活了一辈子 就该这样 毛氏似乎满意 故事是这样一个结尾 燕三合 故事说完了 我去把大爷他们叫来 他们在外头守了好久了 都是好孩子 毛氏目光很温柔 你也是好孩子 我不是 我没有救回 你的命 汇宝 对不起 我失言了 燕三合深深看他一眼 迅速抽出手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出去 所有人都迎上来 燕三合面色平静 道 什么都不要说 让他开开心心地走吧 而女们都围在床前 毛氏一张脸孔 一张脸孔地看过去 身上脏死了 刚刚见燕姑娘太失礼 我要换件干净衣裳 朱远昊藏在背后的手 用力地都爆出了青筋 娘 穿那件红色的 绣牡丹的 好看呢 还是三儿懂娘的心 快替我换上 毛氏看向朱卫熙 大妹 你在哭吗 没有 朱卫熙迅速用手背 擦了下眼泪 娘 就是眼里进沙子了 三妹 快帮你大姐吹吹 哦 三小姐做事吹了两下 却把自己的眼泪给吹了出来 大姐 忍住 朱卫熙拨开她 娘 我来替你换衣裳 再帮我梳个头 毛氏拿起一缕头发 怎么都白了呢 谁的头发不白啊 我将来也会白的 朱卫熙低头 娘 我帮你梳个最好看的 一定要最好看的 毛氏脸上有些小得意 当年 你娘在洛阳城 也是数一数二的大美人 门槛都被媒婆 踏矮了三寸 不是美人 能生出我们这几个 朱远昊把衣裳拿到近前 娘 你伸手 兄妹五人替毛氏换好衣裳 梳好头 毛氏又说嘴巴没味道 想吃甜的 四个汤圆 吃了半个 毛氏扎巴扎巴嘴巴 满足了 眼里的光也淡了 他在人世间最后的时刻 终于到了 毛氏目光看向朱远昧 老大 娘 背娘回自己的院子 这院子娘睡不惯 朱远昧失神片刻 蹲到他面前 娘 你上来 毛氏扶在大儿子的身上 脑袋贴着他宽阔的背 无声笑了 老大 娘生你的时候 你这批孩子 差点莫把娘疼死 这回身子骨 都长这么结实了 娘 我都三十出头了 大人了 毛氏叹了口气 你是长子 弟弟妹妹就交给你 这个家要撑起来不容易的 我儿受苦了 朱远昧脚下一毒 眼泪夺眶而出 老二 娘 朱远昭赶紧跟上过去 毛氏抬起手 轻轻抚摸他脸上的每一寸 以前娘一直莫瞧见 我的老二 原来也长得这么好 别怨娘 不怨 一点也不怨 老二 娘谁都不担心 只担心你 毛氏看着他 又叹气 将来遇着好的 再讨一方吧 从前娘带人是不够好 你替我带后面那位 再好一点 你带他好了 他才能疼咱们姐 才能疼你 朱远昭一边流泪 一边点头 老三 娘 娘 昔日最得宠的儿子 死死地 拽着毛氏的手 一边走 一边哭 哭什么 都大人了 将来要好好帮衬你大哥 要听你大哥的话 别给家里闯祸 记着没有 嗯 记着了 记着就好啊 毛氏有些累了 合上眼睛 怎么还不到 娘 马上就到了 朱远昭脚下飞快 朱远昭 朱远昭 再左右帮衬着 不过片刻 便到了中路 走到院门口的时候 毛氏呼地睁开眼睛 深深地看了院子一眼 他没有说话 直到睡在自己的床上 整着熟悉的枕头 才悠悠叹一句 还是自个院子好啊 所有人又再度围过来 这时 已经没有人在哭 连三小姐的脸上都干干 嘴一脚含着笑 燕姑娘说了 要让娘开开心心地走 毛氏目光抬起 划过朱远昭 落在谢儿丽身上 谢儿丽走上前 在床边坐下 娘 哎 毛氏应得很大声 儿丽亚 娘往常带你如何 娘带我好 那你就看在娘的份上 也带她们好一点 嗯 这孩子 性子像我 什么话都藏不住 什么事都敢做 你别和她一般计较 啊 谢儿丽 娘放心 我不会的 毛氏 就算将来她有什么错 你也轻点骂 轻点打 打在她身上 疼在娘心里 娘见不得自个女人受苦 谢儿丽 娘 我会好好待她的 好孩子 真是个好孩子 毛氏眼中闪过一点泪光 大妹这辈子最有福气的 就是能嫁给你 谢儿丽扭头 看了眼珠未熙 也是我的福气 三妹 娘 记着娘的话 好好听哥哥姐姐的话 你只要听她们的话 就一辈子有福气 娘 我也会听你的话 我以后都听你的话 傻丫头 毛氏瞪眼 嫁了人 就该听夫君的话 听公婆的话 停了片刻 她又摇摇头 三妹啊 嫁了人 就是别人嫁的人了 多少委屈要受呢 你那个性子 娘愁啊 娘 三小姐再也忍不住 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毛氏拍拍她的手 又朝朱未熙招招手 朱未熙一步一晃地走过去 身子扶下 把头轻轻埋在毛氏身侧 就像小时候那样 娘歪在竹榻 她非要凑过去 母女俩挤在一起 娘伸出胳膊 把她轻轻搂在怀里 毛氏摸了摸她的后背 轻声说 我的大妹瘦了 朱未熙无声落泪 吃几顿就回来了 娘有装心事 你替娘去做 嗯 娘这些年 很少去向家 以后你替娘多往向家 走动走动 毛氏眼中的光 慢慢暗了下来 咱们女人嫁了人 要是没有娘家人走动 时间长了会被人欺负的 嗯嗯 娘这一辈子 从没亏欠过什么人 就一个二妹 是我欠了她的 不应该啊 毛氏眼里闪过一点泪光 回头 你记得和她说 让她下辈子投胎 还做我女儿 我一定会好好疼她的 朱未熙已经哭得 说不出话了 只有用力点头 光越来越暗了 毛氏的同人 也越变越小 她还有一句话 没有说 可是 已经说不出来了 眼前儿女们的脸庞模糊了 房间一点一点昏暗起来 是天要黑了吗 黑暗中 毛氏看到了她的爹 她的娘 娘已在爹的怀里 拿着帕子试泪 哭啥呀 女儿一辈子活得开开心心 没受叮点委屈 也算是圆满了 咱们女儿啊 永远没有办法 和自己的心较劲的 谁让我喜欢她呢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就莫问是福还是货 是缘还是结 毛氏眼睛的最后一点缝隙 终于合上了 黑暗中 她看到了戒台寺的大殿后面 有一个纯红齿白的小公子 跪在菩萨面前祈福 她心想 这是谁家的小公子 怎么长得这么近 她看到了洛阳府的老街上 那望不到头的花灯 花灯的另一边 站着一个人 那人眉眼俊朗 小公子 你 你叫什么名啊 朱玄九 到此刻 毛氏才终于说出了那句 他来不及说出口的话 只有三个字 冤孽啊 小门外 一辆马车停下来 朱卫锦回开男人伸来的手 直接跳下马车 拎着裙脚 朝朱府里拼命地跑 拼命地跑 也不知道跑了多久 忽然 耳边听到一阵哭声 朱卫锦愣了愣 只觉得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 狠狠地刺穿了 娘 他扑通跪地 喊得撕心裂肺 第六百一十三章 笼子 朱家挂起白帆时 燕三河回到别院 一头栽进了床里 李不言 轻手轻脚地 替他脱去衣裳 盖上被子 正要转身时 手被拽住 不言 燕三河眼神茫然 我不明白 为什么他不想知道真相 李不言搂了搂他 我娘说过 笼子里的鸟 被主人捐养的时间长了 哪怕鸟笼没有锁 他也没有勇气把门打开 对他来说 笼子里是天底下 最安全的地方 有水喝 有东西吃 风吹不着 雨淋不着 鸟主人又对他足够好 到哪里都拎着那只鸟 燕三河 你的意思是 那个院子困住了毛氏的人 也困住了他的心 李不言点点头 他被朱玄九娟养得太好了 好到他连体会一下 痛彻心扉的勇气都没有 燕三河轻轻松开 李不言的手 不言 哪怕那笼子是金子做的 我们都不要钻进去 李不言嗡一声 随即脸色就变了 你问我这个问题 为的就是对我说刚刚那句话吧 燕三河心思被他识破 也不恼 把被子一蒙 瞎说 我是真不知道 信你才有鬼 你连朱玄九娟养畜生 几十年前的心思 都摸得透透的 还会摸不透毛氏的 李不言站起来 走到门边 丢下一句话 轻轻掩上了房门 三河 有的女人是注定什么笼子 都关不住的 有的女人注定关不住 有的男人也是注定要挨打的 打人的不是别人 正是裴太医 爱岗今夜的裴太医 不容易啊 去别院 扑了个空 去谢府 又扑了个空 去朱府 看到朱府门口挂白番 一打听 太太走了 谢三爷也走了 裴太医没办法 只好杀到兵马寺衙门 赏了谢三爷和自家小畜生 一人一记毛利子 前者 瘸了个脚到处乱跑 后者 出一趟远门 回来也不知道 先给爹娘报个平安 白养活了 两兄弟挨了打 一个使出嘴上功夫拍马屁 一个端茶倒水 哄半天 才算把裴太医的毛给履顺了 谢之飞大腿上的伤 愈合得不错 再过十天半个月 就能和从前一样 剑步如飞 裴太医换完药 把椅子搬进点 准备向这两个小子 打听打听朱家的事 哪知还莫来得及开口 朱青突然先连进来 爷 人莫找到 谢之飞脸色大变 太威原名朱威 祖上是朱家的家生子 太威的祖父后来得的恩典 削了奴籍 一家人被放了出去 有一年 太威祖父带着孙子 回京看望东家 老太爷朱六 摇线太威长得 十分聪明伶俐 就把人留了下来 还许诺他祖父 将来会教太威一些 算命看风水的皮毛 朱家人手里露些皮毛 就够别人受用几辈子 太威祖父当下跪地 扣谢东家的恩典 就这样 太威才做了朱玄九的贴身小丝 他老家离京城不远 就在宣化府 出事后 老总管还亲自找上了门 太威的祖父早就去世了 他父亲一听 儿子干的那些个丑事 当场就泣出一口血来 怕苦主再找上门 他们一家连夜卷卷铺盖 到别处讨生活去了 但太威还有两个姑母 在宣化府 宣化府就在四九城的西北方 于是三路人马 一路直奔太威老家打听 一路去找太威的两个姑母 还有一路去寻太威父母兄弟 三路人马 一路都没找到 一路都没有找到 都说再没陷过这人 出事后 太威的父亲莫称过半年就病死 他娘很快也跟着男人去了 唯一的兄弟在宝定府住着 朱青 他兄弟以为人死在外头了 还专门在爹娘坟边 又弄了空坟 放几件太威以前的旧衣裳 方便清明给他烧点纸 说吧 朱青走近了 压着声道 连韩爷都说没辙 韩爷就是韩勇 在锦衣卫任总旗 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当初能找到隐居的唐建西 就是走了他的路子 韩勇说莫哲的人 要么是死了 要么隐姓埋名在哪个 鸡脚嘎拉里猫着呢 朱家人算出他还活着 那就一定活着 可关键 天下这么大 这人在哪个鸡脚嘎拉里猫着呢 谢之飞挠挠头皮 难办了 太威是谁 裴太医好奇地问 裴孝 朱玄九从前的小丝 用习惯的小丝 很少会放出去 裴太医一听就知道 这里头有道道 他犯了什么事啊 裴孝 帮人看错了风水 偷偷跑了 那就在看风水的人 里面找啊 这种人肯定会重操旧业的 就像你爹我 裴太医重重叹了口气 就算治死了人 还得接着治 没办法呀 要养活某些个心里 只有兄弟 没有爹娘的狗畜生 命苦呢 小裴爷完全莫听出 自家老爹的话里有话 谢武时 我爹说的有道理啊 他爹 确实有道理 谢之飞 但天下那么大 朱家还有多少时间 给咱们一个第二一个第二的找 要不 小裴爷 让老总管说一下他的长相 燕三合画出来 咱们像耕颂生那样 拿了画像在找人 谢之飞 耕颂生这才几年 人和画像就不一样 太威离开朱府 已经多少年了 裴孝 小爷我也没辙了 裴太医一脸的好奇 你们找这个太威做什么 我说老爹 要换完就可以走了吧 怎么屁股 就坐着不动了呢 小裴爷心里这么想 嘴上不敢露出半点 他知道朱玄九从前的事 裴太医 好事 坏事 小裴爷 坏事 那就意味着 这人知道了朱玄九的秘密 知道秘密的人 一般都活不长 裴太医起身 一本正经地 在屋里躲了几圈 然后一脸笃定地开口 这人到现在还活着 说明他藏在了一个 谁也想不到的地方 多新鲜呢 要想得到 还能找不着 裴太医走到谢之飞跟前 压低了声音 神秘兮兮道 如果是我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话音刚落 三爷在兵马寺的下属 罗大强冲进来 老大 老里的哑巴不见了 谢之飞微微诧异 怎么会不见的 不知道 就突然不见了 问了一圈 都说墨现着人 罗大强声音一抖 老大 莫非咱们兵马寺有鬼 一听就是墨现过世面 小裴爷不以为然道 那就还在兵马寺 在哪个地方躲起来的吧 关键他没有腿啊 怎么躲 啊 小裴爷愣住了 第614章 哑巴 一个磨腿的哑巴 突然间凭空消失了 谁信 谢之飞命令道 朱青 大强 你们俩把今天出入兵马寺的人 一一找出来 前门 后门 侧门 狗洞 一个都不要落下 是 朱青和罗大强得了命令 转身就走 裴太医又好气上了 这哑巴犯了什么罪 谢之飞 放火 裴太医更齐了 他连腿都没有 怎么放火 被问到这个 谢之飞也是一脸的无奈 从前任老大白燕林手中 接过五成兵马寺 谢之飞 新关上认三把火 第一把就是要 清点一下兵马寺牢狱里的人 这一清 就清出了个哑巴 这老货十几年前入的狱 罪名是放火 放火这种罪 一般关个半年就能放出去 偏偏这哑巴一放出去 不出半天 就又能被抓回来 罪名 还是放火 就这样 放了十几次 抓了十几次 前前任兵马寺老大一发狠 心说这不是屡教不改吗 索性就把人关起来 这一关 就关了十几年 谢之飞一听 就知道 这人是打算老死在牢里 腿磨了 又是个哑巴 到了外头 连跟狗抢食的能力都没有 牢里 好歹还有吃有喝 有个能睡觉的地儿 风吹不着 雨淋不着 平常这人 就是缩在角落里睡觉 睡醒了吃 吃了再睡 也不生事 哪怕少喂他一顿 他也不喊 谢之飞 我心想算了 也可怜 就随他去吧 别是躲什么臭娇 裴太医摸摸细说的几根胡子 嘖的一声 瞧着有点像了 爹 该回了 小裴也陪着笑 时辰不早 娘在家等你吃晚饭呢 你还知道你娘 裴太医一听这话 气不打一处来 正要开骂 朱青去而复返 爷 今儿进进出出的 都是咱们自个的兄弟 只有一个时辰前 沈老头拉着一车的粪 从后门出去了 裴太医脱口出 这人不会是 藏在粪桶里了吧 小裴也赶紧捂住了嘴 问声道 他也不怕被活活熏死 爷 追不追 朱青问 追他做什么呢 反正也是要放出去的人 这话刚要出口 谢之飞的脑子里 忽然闪过一丝疑惑 奇怪 这哑巴想离开牢里 找老头说一声就得了 何必还把自己 进到粪桶里活受罪 兵马斯上上下下 哪个不巴望着他 赶紧滚蛋 事情不太对 谢之飞一拍桌子 追 兵马斯找个人不容易 追辆粪板车还不简单 不出半个时辰 沈老头就被堵在了 回家的路上 他一看朱青翻身下马 立刻知道事情不对了 赶忙扑通跪在地上 从怀里掏出一定银子 颤颤巍巍巍地过去 青眼 这 这是哑巴给我的 沈老头掉了两颗门牙 一说话就漏风 朱青看了眼银子 莫去接 他人呢 半路就从粪桶里爬出来了 去了哪里 这 这我就不知道了 你把他在哪里放下的 就在王老二铁匠铺边上 那条末人的巷子 朱青伸手 冲沈老头用力点点 你就等着老大发落吧 这拉粪的买卖 也别想做了 青眼 沈 老头忽然往前一扑 小的不是 图他几两岁银子 他对小的一家有大恩 有大恩啊 朱青冷笑 倒是齐了 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巴 那你对沈老头 有什么大恩 青眼 他会算命 沈老头仰起头 我家那个傻儿子 要不是他提醒 两年前就掉进河里淹死了 你就鬼扯吧 你 朱青抽回腿 往板车边查看了几眼 乎的面色骤然一领 又赶紧走回去 你刚刚说什么 他会算命 沈老头忙不迭地点头 怎么算 用嘴算 朱青真想一鞭子狠狠抽上去 一个哑巴 话都不能说 怎么可能用嘴算 我报给他生辰八字 他用嘴咬着笔 就写在纸上 一个纵火的哑巴 竟然会写字 朱青敏锐地 察觉到不对了 他立刻翻身上马 命令到 分成两队 一队跟着我找人 一队把这老东西 带回兵马司 让老大好好审一审 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青眼 小的就是报个恩啊 沈老头一听见谢老大 吓得又开始嚎上了 青眼 饶命啊 小的以后再也不敢了 求你放我一马吧 大不了以后 以后小的免费 给兵马司拉算还不行吗 青眼 青眼啊 天色 慢慢暗沉下来 谢之妃看着地上的沈老头 瞳孔急速扩大又缩小 丁一 被我去关哑巴的牢里看看 我也去 我也去 小陪爷看着自家清店 你去做什么热闹 陪太医 你能凑 凭什么我不能凑 老子难得闲下来 管个闲事都不行啊 丁一不去看 裴家父子的眉眼官司 飞快地把三爷背起来 直奔后面的大牢 裴家父子紧随其后 老头先是老大来了 赶紧捧了个油灯跑过来 一脸心虚道 老大 那哑巴 谢之妃立声打断 哑巴关哪里 带我去看看 老头一听这口气 吓得赶紧前面带路 老大 就是这间 打开牢门 是 丁一 放我下来 谢之妃 你和黄岐一起进去查查 一个人在这间牢房里面 关了十几年 肯定会留下些蛛丝马迹 明天 你也去 操 臭鸡熏天 小爷我隔夜饭都想吐出来 裴孝从怀里掏出帕子 死死地捂住口鼻 跟在丁一的身后 猫腰钻进牢里 牢里比牢外更臭 裴孝心说 我这事做了什么呢 偏那信谢的独角螳螂 还在不停地下命令 地上 墙上 一寸都不要放过 睡人的草垛 给我翻开来 小爷懒得理你 裴孝并不住了 一猫腰又钻了出来 我眼花 他们两人够了 谢之飞朝牢头看一眼 再去弄几盏灯来 是 灯弄来 整个牢房顿时亮堂了起来 丁一和黄旗 一翠一翠地找过去 地上没有 墙上没有 那就只有草垛下面 两人对视一眼后 一个伸手把草垛轻轻掀开 另一个把手里的油灯凑过来 爷 快来看 地上有东西 谢之飞心露一拍 长臂勾住裴孝的肩 陪我进去看看 我也去 裴太医好奇死了 第一个钻了进去 很快 大家都凑到那块方寸之地 灯火下 每一双眼睛都骤然睁大 眼里巨视惊恐 半上 裴太医长叹一声 我说什么来着 最危险的地方 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第615章 太威 京城的雪 下了一天两夜 虽然已经停了 但地上 还是积了厚厚的一层 这么冷的天 本来街上行人就少 一到傍晚 更是人鹰也瞧不见一个 青石路的镜头 有一个黑影 慢慢在地上蠕动着 说是蠕动 因为那黑影只有大腿 没有小腿 两条胳膊倒是很有劲 只可惜没了手掌 露出光秃秃的手腕 一只手腕往前伸 另一只手腕跟上去 身子就往前挪动一点 手腕再往前伸 另一只又跟上去 身子再往前挪动一点 把身下的雪草的干干净净 露出清灰的石砖来 偶尔有几个晚归的路人 瞧见了 纷纷捂着口鼻 从边上绕开 这人身上的棉袄 散发着阵阵臭味 头发还有黄水滴下来 别是刚从粪堆里 爬出来的吧 黑影从百花景象的这一头 慢慢爬到了那一头 随即一个左拐 又往撒金像去了 爬累了 黑影索性趴在地上歇一会 把脸埋进雪里 左蹭蹭 右蹭蹭 慢慢地 脸上的污渍越蹭越少 露出一张常年不见阳光的 苍白的脸 脸上的五官很是普通 唯有一双眼睛 赤红的吓人 似乎能滴出血来 撒金像的镜头是什么 是青莲像 青莲像里车来车往 好多人得了血 冒着寒冷从家里赶过来 吊咽青天间 朱大人刚刚去世的母亲 天色越来越暗 谁也没有注意到 那黑影又翘无声息地 爬进了青莲像 朱府门口 白灯笼被封刮的七零八落 朱景就站在正门口 与前来吊咽的客人 一一抱全行李 然后吩咐身后的下人 把客人引进去 随行的车夫和小厨 则被人引到门后边的棚子里 喝口热茶 吃点热点心 不到四个月时间 朱府三场丧事 来吊咽的客人们脸上不显 心里却是直犯嘀咕 这朱府不会是泄露天机太多 遭报应了吧 慢慢的 朱府门口已经停满了马车 一片忙碌中 黑影像黑色幽魂一样 离朱家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最后 他在一辆马车边停了下来 光秃秃的手腕撑在地上 简单地让自己坐起来 除了后背 他周身的衣服已经湿透 但他不觉得冷 胸膛里一股灼灼怒火 烧得他四斤八脉 甚至连血液都是滚烫的 多少年了 到底多少年了 他终于熬到了这一天 可能是爬累了 他以着车咕噜做了好一会 然后抬起右手 伸到腰后 摸到一样东西 手腕摩擦着那东西 那东西又摩擦着他的皮肉 一点一点挪到了面前 是个火褶子 他低头用嘴叼住火褶子 在车咕噜上 一下又一下地摩擦着 电光火时间火折子折了起来 记忆深处的某个片刻 也被重新点亮 空旷的四野 他被绑在一棵大树上 嘴里塞着破步 他死命挣扎 没有用 他们慢慢向他靠近 接着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那是从地狱里走出来的魔鬼 魔鬼用世上最轻柔的声音说 看在我的份上 请您留他一条命吧 砍了四脚 毒哑了就行 他让身子做做正 又伸手腕里了李头发和衣裳 从前 他也算是个体面人 所以死 也得死得体面一点 嘴一松 火褶子落在身上 烧吧 烧得越望越好 最好把这宅子 也一起烧掉 统统烧掉 火光中 有人大步向他走来 那人一把将他拎起 往雪地里一埋 他刺目欲裂 急得眼泪都要下来 死命的地挣扎 却听见那人 用很平静的声音对他说 太威 我家三爷想献献你 心脏一瞬间停止跳动 你是谁 你家三爷是谁 你们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 灵堂里 二老爷朱玄龟携发漆 给毛师上香 跪地磕头时 主家的儿子媳妇 女儿女婿 琪琪向他们磕头海里 调研完 朱玄龟夫妇退到了外间 也不往后面去吃茶 找了个末人的第二头 挨着头议论 张氏 昨儿个兵马司的人才调查他 今儿夜里就走了 不会畏罪自尽吧 朱玄龟叹气 谁知道呢 张氏 你说 一个妇道 人家会犯什么 朱玄龟 不好说啊 张氏眼珠子 转得低溜溜 兵马司问老爷的 是关于傅姨娘 问他 则是四弟妹 这两人有什么 必然联系吗 有啊 一个是四弟的亲娘 一个是四弟的发妻 难道说 是你四弟 犯了什么事 放屁 朱玄龟狠狠地 瞪着发妻 我四弟都躺进棺材里了 还能犯什么事 给我管管好你的嘴 别一天到晚 在背后嚼别人的舌根 张氏撇撇嘴 心说躺进棺材又怎么了 还有躺进棺材 被拎出来鞭尸的呢 就在这时 老总管匆匆走进院子 冲两人行了个礼后 又进了灵堂 他蹲到朱玄墨身边 傅耳道 大爷 刚刚三爷传消息来 此时过后 燕姑娘别怨献 今天是毛氏的头业 按规矩 长子连灵堂的门都不能出 朱玄墨嗓子都哭哑了 问 三爷可有说什么事 人找到了 太尉找到了 好一会 朱玄墨才找到了自己的声音 你去和三爷说 我准时到 是 棺材的另一侧 谢尔利看着老总管 匆匆离去的背影 呼得起身 走到朱玄墨身边 所有人都被他吓一跳 谢尔利视而不见 跪在朱玄墨身旁 捂着嘴问 老总管找什么事 朱玄墨也不瞒着这个妹夫 三爷之所以这么处理 除了燕姑娘的关系外 这个妹夫也大有原因 太尉找到了 三爷让我去别院 一会我陪你去 谢尔利看着朱玄 朱玄墨吃惊的表情 声音微僵 灵堂离不开人 你一走 二哥三哥定要守着 还得天香烧纸呢 我陪着去最合适 不等朱玄墨应声 他又滴滴道 都到这个份上了 竟得往一处驶 你们都死绝了 就要轮到他 说吧 谢尔利又起身 跪回到原来的位置 恰好有宾客前来吊宴 须家属搭理 他一身笑伏伏在地上 身子弯成一个拱形的弧度 朱玄墨一下子又红了眼眶 第六百一十六章 人情 这一觉 燕三和睡得又沉又深 连个梦都没有 醒来 屋里一片漆黑 燕三和伸手往边上摸摸 床的一边是冷的 他在和明廷斗嘴 明廷一惊 快被气死过去了 嗯 这回就差一口气 燕三和一惊 这才发现 窗下的贵妃他上 懒懒地歪着一人 谢之妃 他瞪着眼珠子 这里是闺房 你能不能要点脸 他以为找到了 啊 燕三和蹭地 从床上坐起来 这么快的吗 为了找这个人 我到现在 眼睛都默闭一下 累得腿上的伤都裂开了 三爷越说越委屈 我坐这屋里 是想等你醒了 好想先和你说一下 这人现在的状况 哪知道你 你怎么能那样说我呢 燕三和 谢之妃 还有莫有点良心了 燕三和 谢之妃见他不出声 手撑着贵妃他站起来 朱青 朱青 我错了 谢之妃动作一读 你 你说什么 我说 我错了 错哪了 这得好好说到说到 燕三和眼睛适应了屋里的光线 看着窗边那道影子 咬牙深吸了几口气 不该那样说你 那应该怎样说 辛苦了 谁辛苦了 谢承宇辛苦了 谢去掉 承宇辛苦了 态度不错 谢之妃毛被捋顺了 笑得桃花眼斜飞起来 但原谅不原谅 还得看我心情 燕三和磨牙 还没完了 太威就藏身在我们武城兵马寺的大牢里 听到磨牙声 谢之妃现好就收 说起了正事 兵马寺就在朱府的西北角 朱远摸算的一点都没有错 可惜了我三路人马 千里迢迢的白忙活一场 就在京城 就在所有人的眼皮子底下 你是怎么找到他的 这就说来话长 谢之妃不紧不慢地 把整个过程一一道来 当然 以三爷不要脸的程度 他着重刻画了一下自己的警觉 以及当机立断的英明决策 偏偏燕三和只关心一件事 所以 他现在是没有四肢 并且还是个哑巴 黑暗中 谢之妃点点头 你知道我在草都下面的石砖上 找到了什么 什么 几千个字 燕三和大吃一惊 他会写字 用什么写 用嘴 谢之妃 用嘴咬着石头 一笔一画 在石砖上 写了几千个字 他都写了些什么 朱 燕三和脑子里出现了短暂的空白 半嗓才颤着声道 他这回人在哪里 我必须马上见到他 不急 就在别院 半个时辰前 才把人清理干净 这回裴叔再替他看病 他身上有病 谢之妃不问反答 你知道他为什么 这个时间点 从大牢里跑出来吗 为什么 他感觉到自己大陷将至 想跑朱府门口 放最后一把火自焚 燕三和眉梢狠狠一跳 那你怎么 不早点叫醒我 现在也不晚 裴叔给他喂了磕还混蛋 还能称一称的 谢之妃 再说不过此时 朱远末也出不来 他这个苦主 是一定要在场的 不如让你安安稳稳地 睡个好觉 燕三和看着窗边的 那道黑影 那黑影虽然占墨占相 坐墨坐相 却有一种岁月 沉淀下来的踏实感 想得真周到啊 算得真周到啊 要说谢吗 说 似乎把两人的距离 拉远了 不说 这人情欠得有点大 正在犹豫的时候 他喊了一声 朱青 这回只叫一遍 朱青就推门进来 眼睛也不敢乱瞄 静止走到窗户边 把三爷背起来 在窗外透进光 光打在谢之飞 微微翘起的嘴角 他无声说道 等你 谁要你等 燕三和摸着发烫的脸颊 心说这人哪儿哪儿都好 就是那骨子招人的劲 欠抽 燕三和洗漱完 饭菜已经摆到桌上 他简单地吃了点 又用茶水竖了口 才抬步走出院子 没有直奔小花厅 而是背着手 慢慢往外踱步 离一离混乱的脑子 一个临死前 宁肯溺在粪桶里 也要去朱家门口 放把火的人 接下来这人身上藏的秘密 足以把朱玄酒 最后一层人皮给揭开来 冷风一吹 脑子异常清醒 燕三和直奔花厅 走到拐角处 迎面匆匆走来两人 他抬眼一看 微微诧异 他怎么来了 朱远末瞧见 燕三和的神情 忙道 燕姑娘 我大媚妇她 往后的事 说不定我能帮上忙 谢尔丽的声音十分平淡 燕姑娘不会拒绝吧 不会 燕三和扔下两个字 率先抬步走进院子 花厅里灯火通明 饶是他有心理准备 再见到太威的瞬间 还是被惊到了 光头 头上斑斑点点 好多地方都生了窗 两只耳朵 一只还拳护着 一只被什么东西 咬得只剩下一半 因为常年关在牢狱里 他的身形萎缩得厉害 坐在太师椅里 整个人都在往内扣 显得特别小只 余下的 都遮掩在那件宽大的旧袍中 无从得知 头发是裁剔的 一头的狮子 根本没办法清理 谢之飞 身上洗了足足二三十遍水 勉强算是洗干净了 总而言之一句话 裴玉一脸感叹 他能活到现在 简直就是个奇迹 朱青 给他们看看 朱青走到太威身边 卷起他的裤管 燕姑娘 你看 燕三河看得浑身的 鸡皮疙瘩都起来 两个断膝处 黑乎乎的 比锅底盖还黑 其中一处 还在往外流着浓血 而他身后的朱远末 则整个人都往后退了一步 好像有一根长针 一下子洞穿了他的心脏 他这一动 太威的目光被引过去 啊 啊 太威一下子激动起来 原本还算平静的眼神 瞬间燃起怒火 他是朱玄九的长子 燕三河 昨天晚上 他才彻底明白 他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太威扭头 去看谢之飞 谢之飞点点头 这位就是 我和你说的燕姑娘 他替死人画念解魔 朱玄九的真面目 就是他一层一层撕开的 只是撕开冰山一角 燕三河走到太威面前 蹲下 仰头看着他的眼睛 他还有很多藏得 很深的真面目 太威 你能告诉我吗 第617章 女人 啊 啊 太威的身子拼命往后缩 一边缩 还一边挥着手腕 想赶燕三河离开 燕姑娘 朱卿苦笑道 这人好像怕女的 刚刚李布言凑近一点 她也是这副模样 吃了女人的亏 上了女人的当 燕三河 她不怕谁 朱卿下巴往边上一抬 燕三河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 果然是谢成宇 怎么 那张脸 不光对大姑娘小媳妇管用 对男人也有用 燕三河用眼神朝她示意 你来问 谢之飞指指自己身旁的椅子 你坐下 燕三河坐过去 用只有两人才能听到的声音 道 让裴太医离开 和她想一处去了 谢之飞堆起满脸的笑 裴叔 太晚了 你先回去歇着吧 裴玉脸色一沉 用得着我的时候 裴叔裴叔 你快来 用不着了 裴叔你去歇着 歇什么歇 老子一肚子好奇呢 谢之飞也不多 解释 丁一 黄旗 去院门外守着 一只苍蝇都不能放进来 丁一 我想听故事 黄旗 我也想 虽然想 但两人还是力锁地走出了花厅 有些事情 是一定要小心 小心再小心的 尤其是牵扯到青天间 连着当朝皇帝呢 裴玉一看着阵仗 二话不说 抬腿就走 有些事情可以好奇一下 有些事情一定不能好奇 罢了 他这条老命 还想多活几年呢 裴太医一走 朱青立刻掩上大门 抬了张桌子 放到太威面前 并在桌子上 放笔墨纸验 明天 扶我过去 裴笑扶谢之飞 走到太威面前 谢之飞垂目 我在你睡的草垛下面 看到了几千个字 太威抬起头 这应该是你用嘴叼着石头 一笔一话刻上去的吧 让我猜猜 你刻这些字的用意 谢之飞 一是心里有恨 二是 想着有朝一日 能光明正大地 走到人前 可以一笔一话 写出那人的罪行 太威瞳孔狠狠一缩 都对 但是还少说了一样 十多年的牢狱生活 他像条死狗一样 蜷缩在角落里 如果没有这几千个 一笔一话 来发泄心里的仇恨 他怎么能熬过来 下面我问你话 不重要的 你点头或者摇头 重要的 你就在纸上写下来 行吗 太威目光冷冷地 看着他 一动不动 谢之飞 知道他不应声的原因 或许我现在做不到 但总有一天 我会把他的罪行 都昭告天下 太威鼻孔里连着 发出几声喝 嘴角抿成一条直线 表示对谢之飞的话 很是不屑 你不信我 太威不说话 那你想带着这些秘密 躺进棺材里 谢之飞呼地冷笑一声 谁会知道 你曾经是青天监监主的 最得宠的小慈 谁知道你是被冤枉的 谁知道 人前温文尔雅的朱玄酒 其实是个跪的手 太威的身形 开始剧烈地晃动 跟斗筛子似的 你出事后 朱家找上门 你家人只有连夜逃走 你爹末多久就死了 是被活活气死的 你娘也很快跟着去 你哥想你 就在爹娘的坟边 给你也弄了个坟 放了几件你的旧衣裳 谢之飞 他以为你死了 怕你在那边摸银子花 说弄个坟 就算是有根的人 清明烧纸你就能收到 不会被别的小鬼欺负 太威眼底泛起红 红到能滴出血来 太威啊 谢之飞轻轻叹一口气 他给你束缚 烧纸 说明他是惦记你的 泪 从太威的眼底流出来 一滴 一滴 这人命啊 逼狗剑 笔猪剑 可再见的人 也想被人惦记着 牵挂着 思念着 太威狠狠地吸了吸鼻子 一边点头 一边嘴脸 啊啊 这一幕 看到屋里所有人都心酸无比 连醉毁茶壳打混的小裴也 都沉默着做回了原位 沉默着端起了茶碗 谢之飞坐定 偏过脸去看燕三合 燕三合冲他轻轻一点头 朱府吴老爷的桃花锦和催命丁 是你们帮朱玄酒一道做的 太威眼睛打量着谢之飞 似乎有些不敢相信 他们竟然连这个都能查到 半上 他点点头 谁的主意 谢之飞 朱玄酒吗 点头 谢之飞 是为了朱家家主之位 点头 谢之飞 红狐黎毛哪里来的 太威目光扫向笔 朱青芒把毛笔沾了点墨汁 塞到他嘴里 太威咬住笔 身子往前一凑 头一低 在纸上一笔一画开始写字 燕三合怕自己凑过去惊着他 谢之飞腿脚不变了 目光一偏 朝向小裴爷 你去 小裴爷着急想知道 这人写了什么 轻手轻脚地走过去 站在他身后 我 求 我 去 山 里 收 的 小裴爷这边读 那边朱远默着急地 冲谢之飞低眼色 谢之飞合了下眼睛 表示自己心里有数 等太威写完 他问到 朱玄九的这些歪门邪道 跟谁学的 是谁教他的 太威把毛笔往上一抬 朱青赶紧给笔 又占了些墨汁 一 个 女 人 小裴爷读完 不等谢之飞开口 自己先忍不住问道 这女人是谁啊 太威咬着笔 摇摇头 不认识 谢之飞转身和燕三合对望 燕三合低声到 地点 时间 谢之飞赶紧转回去 你们第一次 献这个女人 是在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太威陷入了回忆 来源府刘知府的府上 半年内连死了五个人 风水大师找了好几个 都查不出原因 刘知府末法子了 求爹爹告奶奶 花了好多银子 找人关系通到了朱家这里 老太爷觉着好奇 就专门走了一趟 傅姨娘的娘家 就在来源府 傅姨娘进朱家这么久 还没回过一趟家 老太爷就把他们娘俩都带去了 到了来源府 老太爷被人请进了知府府上 傅姨娘和四爷 则被傅家人接到了家中 到了傅家 傅姨娘忙着和歌嫂说话 小四爷在一边有些闷闷不乐 傅家小门小户 吃得喝得哪里比得上朱家 那家人的嘴脸也恶心 各个产妹都恨不得 跪下来舔傅姨娘的脚 别说小四爷瞧着不高兴 他们坐下人的也看不惯 傅姨娘献儿子这副表情 就命天使和他陪着小四爷 去外头转转 这一转就转到了后花园 后花园里 有个仆妇盘腿坐在苗圃里 耳边插一朵大红花 冲四爷招了招手 第618章 行家 他和天使一线那匍匐 就觉得有什么不对 那人很瘦 瘦得皮薄骨头 两腮的胭脂擦得很红 嘴上也擦 满了胭脂 一双漆黑的眼珠子 直勾勾地盯着人桥 有几分圣人 于是两人赶紧把四爷拦住 哪知就在这时 那女人嘴里发出一连串的声音 抗星造作掌房档 十日之中竹有殃 田地消磨官失职 接运定氏虎郎商 若还用此日当时害获主重伤 彼时 他刚到四爷身边不久 老太爷也莫教他什么算命 和看风水的本事 不等反应 四爷挥开他们的手 就跑过去了 你刚刚嘴里说的是什么 四爷问 你是朱家人 倒还来问我 仆妇答 你怎么知道我是朱家人 我还知道你排行第四 你是谁 仆妇冷哼一声 又答 我是你姥姥 四爷顿时大怒 转身就走 这时 那仆妇嘴里又冒出来一通话 四爷走着走着 就慢了下来 最后静一扭头 又跑回去了 就这样 仆妇坐着说 四爷站着听 足足半时辰 两人都一动不动 他数次想上前把四爷扶走 都被天使给拦了下来 天使长他三岁 很早就在四爷身边当差了 他不敢不听天使的话 只好悄悄问 那仆妇都嘀咕了些什么 好像在说算命风水的事 天使摇摇头 我也不太懂 他急得太阳穴一跳一跳 你不懂 还敢放心让四爷听他胡说八道 万一教坏了怎么办 你刚来 四爷有些脾气还不知道 天使低声道 他不愿意听的 一句话都进不了耳朵 他愿意听的 谁也拉不走 见他还瞪着两只 眼睛不明白 天使又道 咱们做下人的 小主子高兴才是头等大事 别的都能睁只眼 闭只眼 过了一会 傅家的人远远找来 那仆妇轻浮地 在四爷脸上摸了一把 笑眯眯道 遇上我是你的造化 记住了就受用一辈子 我的亲亲好外孙 天使一看那女人动手 吓得赶紧冲过去 把四爷抱走 他跟在他们身后 瞧得很清楚 四爷的眼睛 一直望着那仆妇的方向 一眨也不眨 这时 傅家人也瞧见了 苗圃里的仆妇 你问我 我问你 都问这仆妇 是哪里钻出来的 小裴爷已经听猛了 难不成那仆妇不是傅家人 太威摇摇头 后来这人呢 太威摇笔写了三个字 骂 打 敢 家里莫名其妙 跑出来跟风女人 傅家的几个下人 一拥而上 骂的骂 打的打 把女人赶出了宅子 那女人头发 被扯下来一柳 花也掉了 袖子也被撕坏了 脸上一左一右 都是巴掌印 狼狈的不像样子 偏她还咯咯咯地笑着 一边笑 一边还手舞足蹈地 跳起舞来 像个疯子一样 太威 当时朱玄九几岁 太威在纸上 写了一个字 六 六岁 仅仅六岁 就能记住 疯女人的疯言疯语 朱卿 喂点谁给太威 让她先谢一谢 谢之飞吩咐完 扭头看着燕三合 刚要说话 小裴爷像支箭一样 冲过来 自己过来还不够 还朝李不言招了招手 示意她也过来听听 李不言真是无语了 这人半个时辰前 和她吵架 玄指天发誓再不理她 这回又招她过去 小裴爷有点好了 伤疤忘了痛啊 去就去 大侠我心里好奇着呢 四个脑袋凑一块 小裴爷立刻说话 这个傅姨娘有些邪门 谢之飞 我觉得 她是故意等在傅家的吧 李不言 她说的多半是些 歪门邪道的东西 燕三合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 懂这些歪门邪道 又是女人 会不会就是邪家人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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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人 八只眼 眼里同时冒出一个信息 邪家和朱家男不成有仇 谢之飞当机立断 得派人再去一趟 五台山东台顶 小裴爷一想 那老和尚的德性就头疼 他不肯说真话怎么办 简单 燕三合冷笑一声 你拿着耕颂声的吊令 看他说不说 真聪明 也真觉得 小裴爷立刻走到太威的桌前 拿起桌上的笔 开始奋笔集书 写完 掏出随身带着的观印 哈了几口热气 啪的一声 把自己的观印盖上去 剑歪在太氏仪里的太威 一眨不眨地看着他 小裴爷把纸折起来 冷横道 大人我想办法 把那封女人给找出来 朱大哥 掏钱 朱远默支着耳朵 把四人的话听得清清楚楚 他二话不说 就从怀里掏出来几张银票 小裴爷接过银票 打开门走出去 招来黄琪一通叮嘱 黄琪的心比黄莲还苦 才回来 又要去 再这么下去 他索性也在东台顶出家得了 多了个银子 统统归你 黄琪一看那几张银票 足足有一千多两 心里顿时乐开了花 这是烫顶顶肥的肥差啊 他赶紧把银票塞进怀里 冲一旁的丁一道 我不在 护好我家也 还有 一个字都不能漏 回来彤彤要说给我听 丁一 剩他一个人看大门 怪冷清的 裴孝回到屋里 充艳三合他们一点头 表示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 三人同时举起右手 同时翘起了大拇指 裴孝心头那个得意啊 看到了吧 关键时候 还得靠他小裴艳 殊不知 这一幕落在太威的眼里 又是另一番光景 小裴爷 就是帮他把卖的裴太医的儿子吧 裴家是试医之家 谢大人的底细 他也听牢头说起过的 那个大臣谢道之的小儿子 两人都围着那个叫 艳三合的姑娘转 是不是就意味着 那艳三合是真的有本事 这一幕 落在谢尔丽的心里 也是另一番光景 这才 多久啊 老三 明天就和艳三合主仆 熟悉成这样 一个说上半句 一个接下半句 四人言谈举止间的默契 谁都插不进去 第619章 杀念 四人都坐回原位 朱卿也趁即换上新纸 谢之飞见太威胁得差不多 又问道 从附加回去后 朱玄九有什么变化 太威低头写 整理 谢之飞 他把从风女人嘴里听到的 一一整理下来 太威点点头 谢之飞 他整理的东西 你看到过没有 太威点点头 谢之飞 是什么 太威写 骇人 果然都是些骇人的邪术 谢之飞 在他书房里 没有找到这个东西 太威写 三月 烧 谢之飞 他研究了三个月后 就把那东西烧了 太威点点头 谢之飞目光看向朱远末 这一下 算是水落石出了 朱远末正要说事 却听燕三和滴滴道 查到那封女人 才能真正的水落石出 那封女人多大年纪 太威 谢之飞忙问道 那封女人多大年纪 太威想了想 三 四十 朱远末的脸色 微微一变 三四十 那就和祖父 年纪差不多 难不成朱家和行家 还真有什么关系 这时 只听谢之飞又问 后来 你们还有没有 见过那封女人 太威摇头 谢之飞 朱远九世 怎么盯上太太毛氏的 太威低头写道 解签 谢之飞 毛氏在戒台寺 找了和尚解签的时候 太威点头 那天 小四爷默让他们跟进去 他和天使就等在店外头 恰好听见了和尚帮太太解签 这时 他和天使都已经学了一点皮毛 一听这命格 立刻就竖起了耳朵 小四爷从店里出来 天使把太太的生辰八字 说给他听 小四爷立刻就让天使 去打听太太的来历 后来呢 朱玄九世怎么做的 谢之飞问 太威摇笔写道 研究 谢之飞 研究太太的命格 太威点头 谢之飞 那么三老爷从马上摔断了胳膊 也应该是你们做的 太威脸上露出些羞愧 正是他和天使做的 方法很简单 找个要饭的小娇花 给他一两碎银子 等马飞驰而过的时候 扔只破鞋子过去 马保证受惊 那么 谢之飞缓缓吸口气 洛阳灯会上和太太的偶遇 也是你和天使事先安排的 太威点头 不仅偶遇是他们安排的 就是那只老鼠灯 也事先做了手脚 老鼠灯的骨架 是用水泡过的 那水里洒了 用太太生辰八字制成的符咒 太太只要路过 就一定能被那灯吸引住 他只需要在边上 守住带兔就行 兔子等到了 根本逃不脱 且不说四爷那副皮像万中无一 退一万步 就算太太瞧不上长相 也还有种情谷在等着他呢 小培爷读完最后一个字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燕三河身上 眼中的敬佩 几乎要呼之欲出 太神了 竟没有一样是料错的 燕三河心里 却没有半分高兴 笛声道 问问他 还害过什么人 谢之飞刚要扭头传话 太威已经低头写字了 显然 他听到了燕三河的话 哦 嘿 小培爷读出三个字 朱远末手里的茶盏 阴声而碎 他顾不得身上的水渍 直冲到太威面前 颤着声问 老太太也是他害死的 太威似乎没有听见他在说什么 而是自顾自写了两个字 石石 朱远末惊骇的眼珠子 都要弹出来 小培爷一看他那副样子 就知道事情小不了 忙问道 朱大哥 什么是石石 快说说 百年老坟边的石子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沾了尸体的死气 小培爷浑身起鸡皮疙瘩 然后呢 老人身边会加速他的死亡 说到这里 朱远末面色骤然一领 呼地蹲下来 直视着太威的眼睛 可是我 可是我 太威看着他惊恐万壮的神情 得意地一边点头 一边啊 大喊 朱远末一屁股跌坐地上 差点昏厥过去 这世上 没有几个小男孩 是不爱玩小石子的 他也是 从各处逃来 奇形怪状的小石子 当成宝贝一样 揣在口袋里 有时候还送给这个 送给那个 他记得他送了老太太一堆小石子 老太太莫舍得扔 就让下人放进庭院的花坛里 而那堆小石子 正是天使和太威 给他玩的 老太太本来就时日不多 目气很沉 在一瞻死人的气息 也难怪他过世前 毫无征兆 几个儿子一个都没有送到中 朱远末拳头垂打着地面 叫得比哑巴还要惨 简直就是歇斯底里 傅姨娘去世的早 老太太就是朱远末嫡亲祖母 虽然待他不像亲孙子那般亲 但好吃的 好玩的从不少他的份 朱远末怎么能想到 自己竟然成了帮凶 燕三河听不下去 明廷扶他起来 小裴叶去扶 哪里能扶得动 谢尔丽赶紧过来帮忙 两人一左一右架住 才把人扶到了椅子里 他动老太太 可是怕老太太吹枕头风 夜长梦多 太威看着燕三河 用力一点头 两个儿子一千一后都废了 老太太心里有所怀疑 只是四爷太拐巧 太听话了 老太太苦于没有证据 也不好拿他怎么样 于是 老太太就在老太爷面前 说四爷的坏话 四爷知道后 就动了杀念 又多了一条人命 久不出生的李不言 看着太威冷笑 你和天使 帮他干了这么多的坏事 最后落得一个惨 一个死 也是 老天的报应 这话一针见血 太威胸腔一起一伏 最后无力地垂下了脑袋 是的 都是报应 老太爷一死 他登顶家主 你们虽然成了他的功臣 却也是他的心头之患 燕三河不用谢之飞在传话 而是直接开问 自古功臣能善终的很少 天使应该是他杀的 丝脉符咒只是一个幌子 因为只有死人 才不会泄露秘密 太威直愣愣地看着他 为什么 他能猜得这么准 为什么 当时没有一个人来提醒天使 和他 太威 燕三河缓缓喊了他一声 说说你和天使吧 第六百二十章 太监 天使 太威这两个名字 来自天象中的三元 紫威元 太威元 天使元 老太爷根据生辰八字 分别赐了他们这两个名字 天使是四岁的时候 从外头买进朱府 刚开始跟在老总管身边做事 后来入了老太爷的眼 赐名天使 天使在老太爷身边待了五年 九岁的时候 才被派到梧桐院 当时的四爷 仅仅只有三岁 按祖上规矩 为了不长于妇人手 朱府男孩三岁就要离开奶娘 身边侍候的人只有小四 主子的前程 就是小四的前程 天使无爹无娘 想要将来出人头地 眼前的小四爷是关键 小四爷身边 其实还有两个小四 但天使太能干了 嘴也甜 心也活 末几个月就把那两人比下去 小四爷到哪里都要天使抱着 太威是在小四爷满六岁的时候 才到的梧桐院 祖辈都在朱家当差 他不能给祖宗丢脸 所以事后期小四爷也是真心实意 因为他将来要放出去 所以天使没有像排挤其他人一样排挤他 反而对他和颜悦色 世世提点 他本来还纳闷呢 回家和祖父一说 祖父冷笑一声道 他这是在土你的将来 这人善于钻营 你离他远一些 可惜他没有听 离天使远 那就意味着离小四爷远 离小四爷远 万一老太爷瞧见了 不教他真本事怎么办 就这样 他和天使成了小四爷的左臂右膀 他们每帮小四爷做一件坏事 小四爷都会暗中教他们 一点算命看风水的本事 所以小四爷要做什么 他们从来不拦着 再说了 四爷当上家主 长青天间 他们这些小四多体面 在他们三人的齐心协力下 四爷终于变成了老爷 老爷当家后 他和天使果然威风凛凛 府里上上下下的人 哪个不巴结他们 就连老总管朱锦献了 都要客客气气的 天使的野心 是要取代朱锦 做下一个朱府的总管 只可惜他太年轻 根基还不稳 朱家的枝枝叶叶 又实在是多 就算老爷捧他 至少还得磨个几年的功夫 老爷做家主的时候 天使已经成家好些年 配的是府里的丫鬟皇室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坏事做多的原因 皇室一连生了三个女儿 就是生不出个儿子来 他就更不顺了 家里给他娶了一房媳妇 独守空房木熬住 在外头偷了人 被他修了 又续娶了一房 结果生产的时候难产 一失两命 老爷给他算了一卦 卦象显示他命中无妻无子 是孤独终老的命 他一看着卦象 顿时泄了所有的心思 这时 老爷正式出任青天间监主 其实定下家主以后 老爷就跟着老太爷 出入青天间了 他有幸跟着老爷 也进去过几次 衙门是真气派啊 但如今跟着老爷 出入青天间的 只有天使一个人 他也不眼热 自己和老爷暗中说好的 再在老爷身边学三年 三年后放出去单干 而且他在帮老爷 做一件极为重要的事 重新修缮诸服 这时不仅有油水 里头还有很多 不能让人知道的门道 尤其是太太毛氏的院子 老爷要他亲自看着 一眼都不能错过 那是他和天使一生中 最快或得意的一年时间 直到有一天 皇室偷偷来找他 问天使是不是在外头 养了小婊子 三天两头不着家 就算回来 身上也是浓浓的脂粉味 皇室因为生了三个女儿 腰板不硬 就怕男人在外头 不仅养小婊子 还生了野重 哭天喊电 求他帮着劝劝 皇室和他有几分就交情 小女儿还任他做了淡爹 于是他就请天使喝酒 向旁敲侧击地问一问 哪知天使喝多了酒 自己就往外道 一会说谁谁谁送他银子 一会说谁谁谁 请他喝花酒 哪个楼里小娘子 在床上最会试候人 哪个楼里的小官人 身段最柔最巧 他听得目瞪口呆 你怎么连小官人都玩上了 哪是我想玩 天使醉醺醺到 都是人家带我玩的 他好奇 哪个人家 谁 你一定猜不到 他黑黑一笑 指了指自己的当下 然后做了个气的动作 太监 他声音都惊呲了 你跟哪个太监混在一起 天使摆摆手 你别管 怎么能不管呢 诸家家归 家主入主青天间 就只能忠于皇帝一个人 如果是皇帝身边的太监 倒也罢了 如果不是 不行 得问问清楚 他见天使不肯多说 就拼命灌他酒 还净挑些好听的话说 见醉得差不多 他便开始旁敲侧击 下回你和那太监 再出去喝花酒 把我也带上呗 让我开开眼见 从小到大 还莫瞧见过太监呢 听说一个个都跟女人似的 声音又细又尖 还撬兰花指 天使的把头 摇得跟个波浪鼓似的 不是兄弟小钱 实在是那人不轻易献外人 我也是机缘巧合 才入了他的亲眼 不就是个太监吗 他故意冷笑 有什么了不起的 还不见外人 谁呢 兄弟啊 他可不是普通的太监 人家来头大着呢 什么来头 天使一脸得意 赵王跟前第一人 像是数万个炮杖 齐齐在每个人的耳边炸下 所有人都被炸得魂飞魄散 肝胆剧烈 只差飞话升天这一步了 当今陛下还未登基时 刺封赵王 严如贤在设计陷害 唐其令春为舞弊案以后 便上位成了赵王身边的第一人 所以 和天使混在一起的太监 就是颜如贤 这 这这 这这这 所有人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都觉得一股寒气 游走四经八脉 心都凉透了 尤其是朱远墨 急促地呼吸着 好像要把心里的不安和恐惧 都呼出去 谢之飞的灵魂 第一个归了原位 他看了眼燕三合 胆战惺惺惺地问道 天使和颜如贤喝酒 朱玄酒知道 不知道 太尉一下子写了这么多 显然已经累到了极点 牙齿不住地打颤 嘴唇也变得轻子 谢之飞突然有些后悔 把裴叔赶走 万一这人写到一半 突然不行了 连个救的人都没有 不想太尉冲他一点头 又低头写了三个字 往下看 第621章 防着 太尉不知道赵王哥前 第一人是谁 但他知道赵王是谁 更知道朱家的家规 你疯了吗 他一把揪住天使 万一被老爷知道了 仔细他接你的皮 我们就喝个小酒 玩个小官人 又莫做别的什么事 你操哪门子闲心 管好自个的事吧 说完 天使一头栽下去 醉得不省人事 他把人送回去 回到家越想越惊心 一夜都没睡好觉 一日 他把天使拦在半路 劝他少和那些太监来往 别得意忘了行 惹老爷不高兴 兄弟啊 我心里有数的 你把心放回肚子里 天使拍拍他的肩 匆匆离去 他说有数 太尉自然相信他有数 这些年 天使能稳稳地站在老爷身边 靠的就是凡是有数这四个字 他掉过头 又劝了皇室几句 让他不要胡思乱想 就把这事扔到了脑后 哪知三个月后的一个深夜 天使像个幽灵一样 摸黑进了他的房间 把他咬醒 他吓一跳 问有什么事 天使说和皇室吵一架 没地儿去 来他这里坐坐 说说话 他闻到一股酒味 骂天使活该 换了他是皇室 也得和他吵 又喝酒 三天两头喝酒 怎么莫喝死在外头呢 天使黑黑笑 喝了一盅温茶后 聊起了从前做的那些坏事 他赶紧拦住 还说这种事情得烂在肚子里 万一被老爷听到了 可不得了 说到老爷 天使一下子就收了嘴 开始撕扯自己的头发 一副很烦躁的样子 你怎么了 我 天使抬起头 这时他才发现 这人的眼底都是红血丝 眼圈四周 则是一圈黑青色 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喝酒喝的 最近求老爷办事的人太多 一个个都跑来通我的路子 天使抹了一把脸 忽然重重地叹了口气 泰威啊 你说咱们做下人的一辈子 涂个什么 不就涂个好主子吗 涂好主子做什么 不就是为了能填饱肚子吗 填饱肚子为什么 就为这条奸命能活下去 这话听得他有些发舞 你到底怎么了 没怎么 就觉得活着挺难的 天使冷笑一声 从前做狗 主子让咬谁 我就咬谁 后来成家立业 别人叫我一声音 就觉着自个是个人了 实际上 我还是条狗 主子让叫 我才能叫 主子不让叫 绳子都在他手里牵着呢 天使没有再说下去 撑床边站起来 赤红的眼睛看着他 太尉 咱们做狗的 也别太忠心 也得防着一些 防谁 他不解 防你的主子 天使说完 便转身走了 等他反应过追出去时 只看见半场开的院门 他躺在床上 翻过来覆过去的想 怎么也想不明白 那家伙好好的 为什么说 那样一通话 要说到主子 这世上 哪还有比老爷更好的主子 多半是他和太监来往的事情 被老爷发现了 老爷骂了他几句 早就提醒过他的 死活不肯听 现在好了 惹老爷生气 白白生出事端来 老爷虽然很多事情 都由他们 但这种触犯 祖宗家规的事 老爷再好的脾气 也容不下 第二天 他还没想好 要怎么帮天使 在老爷面前求情 老爷就派他去梁广 采买一批上好的红木 宅子快要修上好了 缺些个家具摆设 太太偏好红木 整个华国 只有梁广盛产红木 这是一桩肥钗 他收拾收拾东西 领着两个下人 当日就出发 出了南城门 才想起来 望和天使打个招呼 梁广一来一回 要三个月 三个月后回到朱家 先到老爷跟前交了钗 交完钗 拎了一壶好久 去天使院里转转 到了院门口 发现落了锁 一打听才知道 天使偷卖老爷的符咒 被太太发现后 一家五口都赶出了朱符 他顿时觉得不对劲 从前老爷还是四爷的时候 经常会画一些 普通的符赏给他们 他们拿着这些符 按戳戳去外头倒卖 一张符 卖个二两银子 换点酒钱回来 如今天使身为老爷 身边第一得意人 哪还需要干这些够当 动动嘴皮子 那些想走他路子 求老爷办事的人 自然会乖乖掏银子给他 他不敢去问老爷和太太 只好偷偷去 天使外头的宅子找人 送钱的人多了 天使就在外头置了房舍 一个三进的小宅子 在护城河边上 他敲半天门 没有动静 第二天去 依旧没有人开门 第三天再去 还是 闭门更 这个时候 他才发现 事情似乎有些不对了 天使和皇室 都是从外头买进朱家的 夫妻两个无亲无妻 被赶出朱家后 只有这一间宅子可以容身 人呢 入夜 他领着心腹小厮 翻墙进了宅子 宅子里空空荡荡 什么都没有 厨房没有碗筷 床上没有被褥 那么也就是说 天使一家被赶出朱府后 根本没回到这里 那他们又会去哪里呢 太威左也想不通 右也想不通 总觉得事情蹊跷 就在这时 老家宣化府 有个姓张的把总 找到了他 张把总一妻三妾 生了六个丫头骗子 就没有一个带把的 张把总觉得 自家的宅子风水不好 请他帮忙通通路子 求老爷去张府 看看风水 张把总出手很阔绰 足足二千两银子 他收了银子拍胸蒲印下 五百两装进自己口袋 余下的奉给老爷 请老爷出马 不曾想 老爷一口拒绝 说最近衙门里的事情很多 抽不出空去宣化府 他从来没想到 老爷会拒绝 一时傻眼了 往日只要他开口 老爷都是有求必应 大话已经说出口 岂有收回去的道理 再说老家那头的人 个个都知道 朱家的小二子 在京城混得贼好 是青天尖尖主身边的红然 这一点小事都摆不平 传出去 他面子往哪搁 爹娘悬要不要做人了 人有那么一瞬间 总会鬼迷了心窍 他一咬牙 自己回了宣化府 去张把总府里 实地查看了一番 当然 对张把总的借口是 老爷衙门里公务忙 派我过来看一看 回去再转述给他 他看得很仔细 甚至还画了几张草图 回去钻研了半天 觉得莫把握 就旁敲侧击地问了问老爷 老爷说这是好办 弄个安床催子法就好了 第622章 安床 太威学过安床催子法 根据夫妻双方的生辰八字 选好时辰后 把床重新安一个位置 这事的关键点在于 风水师实地下罗盘时 天池中的池针必须精确 不能有丝毫偏差 老爷这么一说 他心里就有了底气 抽空回老家 找黄道吉日帮张把总安床 张把总夫妇问朱老爷 为什么不亲自来 他撒谎说这一趟 就是老爷让他来的 老爷实在抽不出空 但法子什么的 都和他说清楚了 张把总夫妇知道 太威在朱家待了二十几年 学了不少朱家人的本事 也就没有起疑心 安完床 他以为这桩事情就过去了 又忙着找天池一家人 就插在九大城门口 安个寻人告示 哪里知道 仅仅过了半个月 大哥就从宣化府偷偷跑来 说张把总夫妇出事了 张把总训练士兵的时候 摔了个跟斗 一个小跟斗 竟然把腿都摔折了 本来身为武将的张把总 很有可能最近要升职 这腿一断 升职的可能性也就断了 他夫人也突然变得疯疯癫癫 说是家里有个影子 从早到晚的跟着他 夜里就站在床边看他 太威一听这话 只觉得不妙 那天下罗盘的时候 他因为紧张 手抖了一下 持针似乎偏了一点点 他不敢和大哥说实情 只说回头找一下老爷 他在房里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急得不行 想和老爷坦白 不敢 老爷和从前不一样了 天使偷福咒卖 就被赶出猪府 生死不知 自己这事 私自在外头接活 还差点闹出人命 罪更重 万一张把总找上门 万一老爷不顾往日勤奋 把他送关 人一慌 心就乱 他想来想去 好像就剩下一条路可走 跑 于是 他就带着多年积攒下来的银子 偷偷跑了 前两天还好 第三天就开始后悔了 天地是很大 可他能去哪里 老家的父母兄弟 会不会受他连累 张把总会不会 把气都撒到他们身上 他没敢跑远 藏身在宣化府里的 一间小客栈里 打小就被送进朱家 宣化府里真正陷过他的人 其实不多 客栈这种地方 消息最灵通 然而不好的消息 一个接一个传来 张把总觉得事情不妙 请了当地的风水先生 来家里查探 张把总带着一对人 马上了京城 张把总放出风声要抓他 让他不得好死 太威彻底害怕了 备了些干粮 连夜跑出客栈 往南边去 不敢走官道 也不敢雇马车 专挑默人的小路 夜里 他蜷缩在树下 回忆起从前的好日子 一声又一声地唏嘘感叹 自己怎么 就混到了这一步 接着 他又想到了那夜 天使在他床边说的话 防你的主子 他不笨 能在朱家立足 就没有笨人 能学周一六摇 更是要脑子好才行 张把总的这桩事情 但凡老爷肯接下这个活 自己就不会铤而走险 也就走不到现在这个地步 飞鸟静 梁工藏 天使和他一前一后出世 原因只有一个 他们知道 老爷为了当家主 都干了哪些伤天害理的事 如今他身份地位都有了 自然是要把那些知情的人 一个个都干掉 那么 天使偷卖符咒的是假的 他们一家 应该是遇到了不测 而现在 终于轮到他了 正想着 四周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他一抬头 几个士兵 拎着明晃晃的刀冲过来 他来不及正扎 刀就横在了脖子下 绑起来 嘴塞住 快去和他总说 人找到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是他这一辈子 都不敢去回忆的 他们逼着他喝下药 砍了他的四脚 就在疼得快死过去的时候 他侍奉了二十几年的 主子蹲下来 那张脸还是那么好看 儒雅中带着一点出尘 难怪太太被他 迷得神魂颠倒 可只有他和 天使知道 这张皮囊下的心 有多黑 有多硬 傻人不眨眼啊 太威啊 朱玄九唤了他一声 那声音和从前一样 温柔无辜 别怪我 要怪就怪自己命不好 怎么就跟了我呢 是啊 怎么就跟了这么一个畜生呢 如果那回不是他死活 要跟着祖父来京城献献世面 他应该在宣化府 做个普普通通的人 两母薄田 三餐四季 到了阴曹地府 如果看到天使 记得带句话给他 他脸上露出阴毒的笑 既然做了狗 就不要总想着要做人 修炼一张人皮 哪是那么简单的事 最后一笔写完 太威嘴一张 毛笔落地的同时 他也无声无息地 瘫倒在椅子里 太威 朱青赶紧把手伸到他鼻子下 燕三合冲过来 怎么样 朱青 还有一点气息 太威 你一定还有话 没有说完 别睡 醒一醒 快醒一醒 燕三合在他耳边低声说 他这张人皮皮的太好了 光凭这些 我还不足以把他撕开 你再撑一撑 撑下去 小裴爷突然一拍脑袋 对了 我爹留了一盏汤药 说是他历节的时候 可以喝一点 还能撑撑 我去热 李不言像阵风一样冲出去 片刻后端着碗又冲进来 李姑娘 把药给我吧 我来喂 朱青接过药 用吊羹一点一点喂进去 半碗要喝完 太威慢慢睁开了眼睛 看了看药碗 表示他还想喝 燕三合常常松出口气 也难怪这十多年 他能活下来 即将地求生欲啊 太威 你不要闲了 我来问你 你点头摇头就行 他必须节约他的体力 张把总的事情 他应该是设了一个局 让你一头钻进去 至于这个局是什么样的 我们先不说 只说他想动你的原因 燕三合的语速很快 一是你知道了 他太多事 二是 你一直在找天使 你不相信 天使就这么无声无息的不见了 太威点点头 燕三合 你能活下来 应该是被好心人救了 是被山里的一对老夫妻救下的 老夫妻无儿无女 现他还有口气 就把人抬回了家 还请山里的郎中 替他治伤 郎中没什么大本事 用的都是自制的草药 伤口好一阵 打一阵 那段日子 生不如死 他天天想着要寻死 一醒过来就拿头撞墙 可撞墙是需要力气的 他还剩多少力气 能让自己一碰就死 他想咬蛇自尽 回回咬出了血 又下不了狠心 他心想跳井吧 好歹死得痛快点 可他这个身子连井边都爬不到 就在他打定主意 不吃不喝 要将自己活活饿死时 他做了一个梦 第623章 乌咒 他做了一个梦 梦里 天使从井里爬出来 满身血污 头和脖子中间 横着一把刀 天使的眼里流出血泪 一字一句对他说 我虽然是条恶狗 可真正作恶的人 是他 泰威 你替我看着他的报应 他一定会有报应的 就这样 他活了下来 燕三合 在你养伤的那些日子 你应该是想到了一些事 否则不会又跑回京城来 泰威点点头 天使死了 不仅他死了 他的妻子 女儿都死了 所以你找不到 至于他们一家是怎么死的 我猜不出来 燕三合 但朱玄九只动了你 没动你的家人 而且没有直接杀你 让你自生自灭 说明朱玄九 忌惮天使更多一些 泰威又点头 前面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都是你和天使一起帮他做的 你们俩唯一的区别 是在朱玄九做了家主后 天使跟着他进了青天间 而你则留在朱家 帮他修缮朱府 泰威点头 天使那天晚上 醉酒到你房间 撞他很烦躁 并且还说起从前的事 停了好一会 才到可见 他应该是察觉到了一点什么 泰威看着面前的少女 用力点头 第二天 朱玄九就把你远远支开了 可见当天晚上 天使来找你的事 朱玄九知道了 燕三合 由此可以推断出 朱玄九暗中派人盯着你们俩呢 点头 燕三合 也由此可见 朱玄九把你支开 是为了斩断你和天使之间的联系 点头 那么 燕三合缓缓吸了一口气 天使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让朱玄九忌惮成这样 这话一出 所有人的心都被吊了起来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是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首先 这肯定是件大事 是件要命的事 因为朱玄九连他妻女都莫放过 宁肯错杀 燕三合忽然伸出手 抓住泰威的胳膊 稍稍用了一点力 如果我没有猜错 应该和赵王跟前第一人的严如贤有关系 对吗 都对 统统都对 泰威的唇一动一动 如果此刻他能说话 定会由衷地夸一声 真聪明啊 啊 他嘴里叫喊着 正扎着要起来 朱卿赶紧扶起他来 又把笔沾了些墨水 塞到他嘴边 泰威深深地看了燕三合一眼 随即低头写字 这一回 他写得很慢很慢 慢到似乎 这已经是他最后的一点力气了 他写完一个字 小裴爷读出一个字 半 年 后 三个字 朱远莫坐不住了 谢尔丽也坐不住了 就连脚不好的谢之飞 都一颠一颠地围过来 李不言更是挤到了小裴爷的身旁 往前探出了半个脑袋 泰威察觉 抬起头看了看身边的人 嘴里忽然发出呼吱呼吱的声音 这声音很诡异 听得人头皮发麻 燕三合忍着浑身竖起来的寒毛 泰威 接着血 下去 泰威似乎没有听见燕三合的催促 目光在所有人身上扫一圈 最后落在了朱远莫的脸上 朱远莫惊一跳 这是怎样的一双眼睛 有恨 有怒 还有一抹怜悯 这人竟然怜悯他 朱远莫不知怎么的 心开始发慌 前所未有的慌 好像他站在了悬崖边 下一瞬就要掉入万丈深渊 这时 泰威收回了目光 自己把嘴里的毛笔 伸到艳态里 叫足了墨汁 然后用尽所有的力气 写下了最后的六个字 先 乌 咒 先太子三个字先出来 小培爷的脸色急剧变化 从红到白 从白到青 最后又变得煞白无比 乌咒暗三个字后出来 小培爷惨白着一张脸 不可思议地望向谢之飞 谢之飞没有对上 陪笑的目光 他耳畔嗡嗡隆隆地坐响 四耳鸣又四五雷轰顶 半年后 先太子乌咒暗 这什么意思 难不成先太子乌咒暗 还和朱玄九有关 他茫然看向燕三河 嘴唇动了动 想说些什么 可还没来得及说 一道哑得不能再哑的声音 刺出来 不可能 朱远莫一拍桌子 挥舞着拳头 冲他疯狂地大声叫喊 绝对不可能 你再胡说 你一定是在胡说 根本不可能 你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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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彻底疯了 他叫喊得耳红脖子粗 像个疯子一样乱蹦乱跳 还要伸手去揪太威的前金 朱卿见势不妙 赶紧从边上一把将他抱住 死命地往后拖 朱大爷 朱大爷 冷静 冷静啊 放开我 放开我 我要杀了他 我一定要杀了他 朱远莫一边挣扎 一边叫得声嘶力竭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这怎么可能呢 不可能的 李不言本来还想上去喝斥几声 忽然见朱远莫嘴角慢慢渗出血 整个人像贪 那你一样 倒在朱卿身上 又忽然觉得他好可怜 再看边上的谢尔丽 嘴唇发抖 身子也在发抖 神情里 目光里 是无可掩饰的害怕 恐惧 还有惊骇 怎么反应 一个个都这么大 李不言促起眉心 走到燕三合身边 用胳膊碰了碰他的 燕三合看着他 脸上没什么表情 但脑子 却在飞速地转动着 为什么 为什么泰威会把天师的死 牵扯到先太子的乌宙岸上 这里面有什么 可以连起来的关系吗 泰威 你 燕三合转过头的同时 声音一下子卡住了 泰威如写的目光 看向朱远莫 嘴里发出呵呵呵的声音 与此同时 他嘴角慢慢上扬 再往上扬 兵马斯十几年的牢狱生活 他和重属卫灵 和屎尿同睡 活得连条狗都不如 没有哪一天 不盼着朱玄九 被五马分尸 遭天打雷劈 可老天不长眼 这样人面兽心的人 不仅没有遭到报应 竟然母刺子孝 儿孙满堂 寿终正寝 真真没天理啊 可如今 他发现错了 天理在你做下坏事的那一刻 其实就已经在了 他没有报应在你身上 也会报应在你的儿孙身上 没瞧见吗 朱家大爷都快疯了 更狠啊 可是还远远不止 整个朱家 整个朱氏一族 很快都会发疯的 都会疯的 哈哈 太微嘴角 扬出一记大仇得报的弧度 接着 他声音戛然而止 眼一闭 头一垂 含笑而去 第624章 天塌 小裴爷颤巍巍地伸出手 探探他的鼻息 他 他走了 不能走 不能走 要把话说清楚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朱远木声音哑的 已经说不出话了 整个人贪坐在地上 反反复复地说这几句话 整个人都垮掉了 空气已经不能用窒息来形容 每个人脸上的表情 就像是冰死的鱼 睁着两只茫然的眼睛 慢慢地倒着气 别的事情稍后再说 先把人埋了吧 燕三合最先恢复冷静 谢成宇 让丁一 把他送到宣化府 焚尸现成的 也算是落叶归根 谢之飞点点头 朝朱卿看过去 朱卿忙拉开门 走到丁一身边 低语了几句 丁一先是愣了愣 随即进屋 把人横抱了起来 又走出去 门 再度眼上 空气里的窒息 没有因为少了一句残尸 而慢慢缓和下来 而是越发的凝重 谁能料到 这个心魔查过来 查过去 最后进拐了个弯 直奔十七年的 那桩惊天大二去 谁能再查下去 谁敢再查下去 要不 李不言实在是 受不了这份压抑 今儿个就先到这里吧 这一天天都怪累的 没有一个人阴盛 也没有一个人动 总不能就这么干 做到天亮吧 李不言一跺脚 再说了 也未必会跟那 什么案子有关 对对对 裴笑像是 做梦刚醒的样子 都都都回去吧 我和谢五十好几碗 没睡 累 累死了 朱青 小裴燕 背你家爷回房 朱青没敢阴声 抬眼看着三爷 谢三爷掠过朱青的目光 死死地盯着大哥谢尔丽 老三 谢尔丽迎着他的目光 缓缓道 你腿不好 先去歇着吧 谢之飞咬牙点点头 朱青这才敢上前 把人背起 裴笑一听谢尔丽的话 知道这一位是个冷静的 忙又道 谢大哥 你也陪朱大哥回去吧 太太这是第一夜必须要守的 再有一个时辰天都要亮了 谢尔丽深目看了裴笑一眼 架起一旁魂 已然不在身上的朱远墨 一言不发地走出去 三 三合 你也去睡 小裴爷不但舌头打结 脑子也打结 哪个啥 睡一觉肯定神清气爽 脸色辣好 你们姑娘家是熬不得夜的 容易老 等在门槛边的谢之飞 冲燕三合合了下眼睛 像是解释 又像是感叹道 事情太大 都得缓一缓 嗯 燕三合伸手往外拨了几下 示意他们先走 谢之飞冲陪笑递了个眼神 三人很快消失在夜色中 花亭里空落下来 李不言上前一步 把大门砰的一声和尚 然后走回到燕三合身边 万分紧张地问道 三合 太威最后的一句话 真的还是假的 燕三合走到桌前 拿起太威最后写的那张纸 遮笔用力 入目三分 可见是用尽了浑身的力气 是真的 为什么这么笃定 李不言想想 光凭天势和严如贤交往这一条 也不能够啊 燕三合私存半晌 目前我想到的 有三点 三点 这么多 李不言傻眼了 你快说说 第一点 心魔解到现在 朱玄九这个人 就是个实实在在的伪君子 燕三合 他做事喜欢藏在别人背后 坏事让别人去做 好人的名声落他头上 你的意思是 李不言反应非常的快 天势和严如贤的交往 他其实是知道的 就像拆散耕颂声 和朱卫熙一样 他才是幕后真正的操纵者 对 证据 天势对泰威说过一句话 从前做狗 主子让咬谁 我就咬谁 后来别人叫我生爷 就觉得 自个是个人了 燕三合 实际上 我还是条狗 主子让叫 我才能叫 主子不让叫 绳子都在他手里牵着呢 我明白了 李不言一拍额头 天势以为自己出息了 长本事了 实际上 一切都在朱玄九的掌控之中 燕三合点点头 应该说天势 是朱玄九手里的一颗棋子 往哪里走 怎么走 都在他的算计之中 没错 朱玄九把所有人 都当成他手里的棋子 李不言 那第二点呢 燕三合 乌咒 李不言眉头一皱 乌咒 燕三合 这套神神鬼鬼的东西 正是朱玄九最擅长的 没错 一般人还想不到这种事情呢 李不言 第三点 燕三合目光垂下去 两久的沉默后 才道 还只是我的猜测 回头等朱玄末 来替咱们解惑吧 李不言顿时怒目 燕三合 你不是人 你连我的胃口都掉 不言 我不是掉你胃口 燕三合 而是有些事情 只有身为青天监监主 才有资格说出来 否则 我没有把握 别的没把握的事情 他还能猜一猜 但这一桩 连猜都是犯了弃君之罪 李不言顿时泄气 不言 燕三合抬起头 对上李不言的眼睛 这些年 你都没回过那个家 马上要过年了 你要不要 李不言又怒目 你这话什么意思 燕三合蹲下 把手里的纸 放在炭盆里点着 火光呼地烧起来 那只很快就烧成了灰烬 燕三合起身 是想告诉你 后面很危险 很危险的意思 李不言想着 刚刚花厅里的那一幕 声音有些发抖 会 会危险到什么程度 最坏的结果 我 你 朱家 谢家 裴家 燕三合深吸一口气 统统死光 一个都不剩 我的老天爷 李不言心跳急剧地 加速 客房 一灯如豆 兄弟俩一个床头 一个床尾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回房小半个时辰了 惊吓还在 都还没有缓过神 裴笑实在忍不住了 伸出爪子 掐了谢之飞一把 兄弟 你给我句实话 太为几分可信 谢之飞沉默着不搭枪 我觉得五分吧 裴笑一点都不介意他的沉默 前面的都是真的 后面一句不可信 一点都不可信 谢之飞微微叹了口气 得了 别想了 睡觉吧 能睡着吗 裴笑怒了 这他娘的都扯上 先太子那三个字 他都没胆说出来 谢之飞呼地坐起来 看着他 眉头眉尾地说了一句 明廷 今儿给我做对了一件事 又做错了一件事 第625章 地线 小裴爷问 你什么事做对了 谢之飞 让你爹先走 小裴爷脸色微微一变 什么事做错了 谢之飞 没把我哥赶走 所以 裴笑跟着坐起来 胆战心惊地问 你觉得太威的话 是真的 真不真的 不好说 谢之飞咬咬唇 我只知道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祖宗啊 小裴爷急的眼泪 都要掉出来了 求求你别吓我了 他的话要是真的 咱们再查下去 就是抄家灭族的大货 小爷我媳妇还没有娶 儿子还陌生 不想这么早死 所以 你现在要考虑的 不是太威的话 真不真 假不假 而是 谢之飞脸一沉 用前所未有的严肃语气 要不要跟着燕三盒 再查下去 还是到此为止 这 小裴爷犹豫了一下 查下去 命不报 不查 朱家一个个都死绝 但 朱家人死 又不是他死 裴孝当机立断 不查 撤 保住小命要紧 不仅咱们得撤 还得让燕三盒 他们也撤 裴孝之无了下 尤其是李大侠 必须看住他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李大侠不算什么 关键是朱远末 谢之飞摸着手心里的冷汗 只要他不想 把这个心魔解下去 燕三盒和李不妍 根本就不用看住 裴孝屁股往前挪了几寸 压着声音道 我要是朱远末 就不查 谢之飞 为什么 虽然都是一个死字 裴孝把声音压得更低 被心魔连累而死 总好过抄家灭族 前面还能保住 朱家的名声 后面可就什么都没有了 谢之飞缓缓吐出一口气 他这回心口疼 很疼 马车里 朱远末以着车臂 脸白得跟个鬼似的 奄奄一息 大哥 谢儿立把温茶递过去 喝一点 润润唇吧 唇上裂了好几个口子 两边嘴角还有血字 没有擦干净 这个样子回去 家里人要担心的 朱远末摇摇头 哑声道 儿立 等娘出了病 你把大妹带回去 朱家就暂时不要来了 大哥 你叫我一声大哥 我总要替你们着想的 不能把你 把你们谢家也牵扯进来 朱远末缓缓道 能保一个 是一个吧 这话 谢儿立听得惊心 却又无力反驳 明听说事情 扯上青天间 他努力往坏处想 也左不过是朱玄九 故意替人算错了命 看错了风水 或者又害了什么人 哪层想 竟然扯到先太子头上 这可是朱九族的大货啊 谢儿立本来还想着帮上一把 如今看来 怕是万万不能了 不仅他不能 老三和明听都得撤回来 坚决不能让他们再掺和进去 回去后 这是你先不要 和任何人提起 包括老二 老三在内 一个字都不要说 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大哥 那朱家怎么办 儿立啊 朱远末心如刀脚 朱家 走到头了 到头了 谢儿立同情地看着他 想说天无绝人之路 又想说左右还有燕姑娘呢 什么都说不出口 天无绝人之路 但朱家偏偏就是 走到了绝路上 左右还有燕姑娘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 莫非王臣 燕三和不过是个弱小的姑娘 她能替死人解心魔 却没办法让活人网开一面 先太子乌宙案 那可是直指当今陛下呀 马车停在后门 老总管匆匆下了几层台阶 打起了帘子 谢儿立福住远末下车 进到门里 老总管把笑衣给大爷穿上 简单地说了说府里现在的状况 又低声问 七日后出病 大爷打算把太太葬哪里 老奴好出手准备起来 朱家规矩 原被夫妻同葬一幕 这其实是不需要多问的 但如今 老总管不得不多问一句 朱远末影秀擦了他嘴角的血字 冷冷道 他的棺果不是在庙里摆着吗 那目的先让太太的棺果落下去 至于那个人 朱家的祖坟他都不配进 是 主仆二人一边说 一边进到灵堂 老二 老三 见大哥回来 赶紧爬起来迎上去 朱远浩刚要张嘴 朱远末目光一立 拿出长家人的派头 一切事情等把娘送走了再说 朱老二 朱老三 看着大哥板着的脸 不敢多说 立刻退回到原来跪着的位置 朱远末拿起一根香 点着了插进香炉里 然后屈膝跪在蒲团上 三个头磕下去 他没起来 而是在弟妹的惊呼声中 一头栽倒下去 就在朱远末栽下去的同时 谢之飞敲响了燕三河的窗户 是我 让朱青扶你去堂屋说话 燕三河一夜末睡 衣裳什么的都是整齐的 他走到堂屋 掌了灯 拉开门 请主仆二人进来 门外 谢之飞一手扶着门槛 一脚虚点着 就在这里说吧 也没几句 此刻天色还是灰暗的 烛火从燕三河的身后照过来 像是在他身上 一圈淡淡的柔色 他的心也跟着柔下来 这几日我就不过来了 回家住一阵 痒痒腿 七日后太太出病 我去送他一程 燕三河点点头 这个心魔 谢之飞一边说 一边打量燕三河的神色 要不先缓一缓吧 一切等送走了太太 让朱大哥考虑考虑再说 谢成宇 天使在京城买的宅子 不知道还在不在 谢之飞同人一抖 你 你想干什么 想去看看 燕三河现他脸色都下白了 赶紧诱导 就我和不言 趁着天黑的功夫 不会惊动任何人 谢之飞捂着心口 燕三河 我惜命的 燕三河打断他的话 只要朱远莫说不查 我坚决不会往下查 你说的 我说的 一言未定 一言未定 谢之飞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 他最怕燕三河 执意要查下去 我回衙门后 会想办法帮你找找 但不能你们两个去 带上朱青 燕三河 好 这么听话 谢之飞都有些不太习惯 从前是没有人惦解 燕三河扔下这一句 砰的一声眼上门 谢之飞的手 差点被门夹住 幸好收得快 他微微眯起眼睛 回味着刚才那句话 原本跳得很快的心脏 一下子又快了几分 从前是没有人惦记 如今有人惦记 自然就惜命了 第626章 放弃 朱青背着谢之飞走到二门 裴笑等在那里 他怎么说 只要朱远莫说不查 他就坚决不会往下查 哪怕得了燕三河的亲口保证 谢之飞其实心里半分开心也没有 不是怕燕三河反悔 而是怕面对朱家人 尤其是大嫂 人都是惜命的 太威都那副模样了 玄机炎惨喘十几年 大嫂他们何其无辜 朱家的孩子们何其无辜 真要看着他们一个个因心魔而死 于心何人 裴笑一看谢之飞的神色 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却也只能无奈一探 谁让胳膊拧伤了大腿 鸡蛋碰上了石头 背后一大家子人 他生死呢 哪里能随心所欲 三人沉默着走出别院 一抬头就看到谢尔丽站在马车前 去而复返 那就是有重要的话要说 谢之飞和裴笑二话不说 一前一后乖乖递上了车 马车启动的时候 谢尔丽开了口 老三 明廷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 大哥 谢之飞郑重道 你就是不说 我和明廷也打算这么做 对 燕三河也不打算查下去了 裴笑 大哥放一百个心吧 我和成语虽然混 却也是只轻重的人 倒是大哥 谢之飞有些同情地看着兄长 和朱家的关系更深一些 想来也更难一些 话 说得很含糊 谢尔丽却听得很明白 男在哪里 男在朱卫希 劫发夫妻 一个床上睡觉 一个桌上吃饭 朝夕相处 真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吗 谢尔丽面色僵住 此刻 他才发现 自己这一趟来得有些多余 弟弟们心里不仅清楚明白 甚至比他 看得还透彻 停车 谢尔丽拍拍 老三和明廷的间 不顺路 我还回朱府 大哥 谢之飞拉住他 朱大哥那头 是个什么张成 谢尔丽默了默 嘴里有些发色道 他让我等太太的事情结束后 就带你大嫂回家 暂时朱府就不要再去了 还说 能保一个是一个 谢之飞眼眶有些发酸 朱大哥脑子是清楚的 他也不想连累别人 朱远默病倒了 高烧不退 病得昏昏沉沉 不知白天还是黑夜 裴太医亲自诊脉 说是急火攻心 斜风入体 急染药并不见好 反而更重 吓得朱老二 朱老三纷纷追问谢尔丽 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谢尔丽的话 和朱远默的一模一样 只说等太太出病后再说 朱老二 朱老三一看这副情形 就知道事情小不了 只得强打起精神 代替兄长操持丧事 灵堂里少了当家的长子 前来调研的宾客 议论纷纷 说什么的都有 第三天 朱卫西也毫无征兆地 昏倒在灵堂里 谢尔丽一把将他打横抱起来 直奔内宅 这一抱 他心里涌出大片的心疼来 太瘦了 瘦得几乎不用他费什么力 边上 春桃县大爷的脚步慢下来 只当他是嫌大奶奶重了 忙到 大爷 让奴婢来背吧 谢尔丽目光一偏 春桃被他眼中的寒光吓一跳 盲退后半步 剩下的半段路 一个字都不敢多说 裴太医匆匆而来 一把脉象 和朱老大的病情 几乎是一模一样 只是多了一个思虑过肾 气血两亏 施了针 开了药方 裴太医拍拍谢尔丽的肩 一言不发地离开 灵堂那头离不开人 谢尔丽叮嘱春桃 好好照顾大奶奶 诸位息歇了一天一夜 便又回到灵堂 谢尔丽看着他苍白的脸 泪聚怎么不多些几日的话 哽在喉咙里 始终没有说出口 出病那天 朱远末一身笑服 出现在众人面前 只见他两塞凹陷 逼两边两道深深的法令纹 一头黑发灰白了大半 整个人看上去垂垂老矣 别说外人 瞧着触目惊心 就是自家的兄弟姐妹 也都静得说不出话来 大哥才三十出头 正直壮年啊 谢之飞代表谢家 来送毛氏最后一程 七天静养下来 他腿已经好了大半 只是还不能太用劲 由丁一和朱青 一左一右地搀扶着 丁一是昨儿夜里 从喧化府回来的 看到弟弟的尸体 泰威他哥狠狠哭了一场 却什么都没有多问 只是不停地朝丁一道谢 并且连夜就让弟弟入了土 连丁一都觉得 他哥真是个聪明人 什么不能问 什么应该做 心里一本账 宋斌的队伍很长 孝子贤孙披麻带孝 走在棺果的后面 几步一跪 几步一败 哭声震天 谢之飞看着这 风风光光的排场 想到毛氏的一声 心中说不出的唏嘘感叹 这时 路的两边 已经挤满了看热闹的百姓 短短半年 朱府抬出三口棺材 这是少见的事情 百姓们焦头接耳 压着声议论纷纷 忽然 人群里出现一张熟悉的面孔 正是锦衣卫总棋韩勇 谢之飞朝朱青瞄一眼 朱青立刻三步并坐两步 走到韩勇身边 韩勇歪着头 在朱青耳边低语几句 随即冲谢之飞抬了抬下巴 转身离开 朱青回到三爷身边 傅耳道 韩爷说宅子找到了 好兄弟 谢之飞五拳放在唇边 滴滴道 你这回就去别院走一趟 是 朱青又跟了一段路 慢慢磨蹭到队伍的最后面 然后趁人不备 迅速消失在人群里 宋斌队伍到了北城门 北城门已经停了几十辆的马车 宾客们不再不行 纷纷上车 谢之飞一掀车窗 发现车里竟然坐着陪笑 这人搭拉着两条眉眼看着他 一脸的愁眉苦脸 这是怎么了 谢之飞爬上车 说被谁欺负了 三爷替你算账去 他昨儿找我 问我朱家心魔的事 我只能说还磨个头绪 陪笑话风一转 可总不能一直说磨头绪吧 猜到就是为了这装饰 谢之飞叹气 说实话 他这几日借口腿伤 莫往开贵方去 就是因为不知道如何面对赵一时 现在还能用太太出病做演示 后面呢 小陪爷愁得慌 后面这心魔不查了 咱们要怎么和怀人解释 哎哟 我的脑人啊 都快炸了 谢之飞无言以对 他早就炸过了 夜夜炸 太孙之所以这么关心朱家的事 就是打算等朱家的心魔结束后 他要慢慢用到朱远末这个人 如今 心魔解到一半解不下去了 解不下去的原因 是因为牵扯到前太子 解不下去的后果 是朱远末这步棋 算是废了 如实坦白 还是死死蛮着 简直是一筹莫斩 第627章 晕倒 小陪爷说他恼人炸的时候 燕三合这回正在庭院里 看着李不妍练剑 这把软剑刚从铁匠扑拿回来 剑身薄如蝉翼 却锋利无比 燕三合一看李不妍武剑的姿势 就知道这五百两银子花的值 李不妍练出一身汗 把剑往腰间一别 斑把小凳子坐在燕三合边上 一边擦汗 一边闲话 三合 今天好像是太太出殡的日子 嗯 咱们要不要去送送 不去 谁昨日夜里翻过来 覆过去了半天 宵夜吃多了 胃里难受 得了吧 多半是在想太太的事 想朱家的事 李不妍也不拆穿她 对了 朱家真的不打算再查下去了 不知道 那就只有等死了 李不妍重重叹气 你和朱远墨的血服 还有两个月的时间有效 倒也好 省得你再放血了 燕三合捶着眼帘 不说话 姑娘 吃早饭了 这时 汤圆拎着篮子走进来 燕三合在家敬养了几天 脸色立马好看起来 全靠汤圆一天五顿地调养着 多出来的两顿 一顿是下午的点心 一顿是晚上的宵夜 燕三合起身 你和兰川也来一起吃 兰川说 今日还要多练半个时辰 汤圆笑道 前几日挨了李姑娘的骂 这几日练功 是一天比一天用功 用功没用 得用心 李不妍冷哼一声 早饭给她多留点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得吃饱 李姑娘真真是刀子嘴 豆腐心 汤圆把早饭摆出来 盛一碗小米粥 放在燕三合手边 燕三合刚把筷子拿起来 朱青冲进来 燕姑娘 宅子找到了 这么快 燕三合眼睛一亮 那我们就夜里 这回就可以去 朱青 那地儿 我认识 僻静得很 四周末几户人家 夜里出行 反而惹巡逻的人注意 咱们五十过去 这些日子相处下来 燕三合早就摸清了 朱青的脾性 没有把握 他不会说这种话 听你的 汤圆给朱青加付碗筷 既然是偏僻 就不能骑马坐车 引人注意 三人就靠两条腿走路 五十 城北某条巷子口 朱青见四周末人 脚下一使劲 长臂一勾 人就到了墙头 随即几个月身 便消失不见 燕三合和李不妍 依旧手挽住手往前 走了大约一盏茶的时间 路过一扇斑驳的木门 门吱压一声 拉开一条缝 燕三合迅速钻了进去 李不妍四下看了好一会 现末人 踩一个闪身进了门里 一个荒废了近二十年的房子 当真是杂草丛生 朱青 燕姑娘 要进屋看吗 不用 看景 燕三合 每一个景都看 朱青话不多 但脑子好使 燕姑娘 是觉得 天是一家五口 不知道 看了再说 二进的宅院 讲究一点的人家 最多两口景 院子的第一口景 就在厨房边 井里有水 井边摆着个木桶 打一桶水上来 水色很轻 燕三合尝了一口那水 还有些甘甜 她把井盖一盖 找第二口景 第二口景在后院 后院是个小花园 井就掩埋在一堆杂草里 朱青拨开杂草 打开井盖 一股浓浓的腥臭味 扑鼻而来 差点没把它熏死过去 燕三合也闻到了 面不改色道 朱青 掉桶水上来 这口景边没有水桶 我去那边拿 李不言飞快地去 飞快地来 朱青接过桶 往井里一扔 没有听到一声清脆的入水声 手感也不对 燕姑娘 井里有东西 趴下去看看 朱青没有趴 而是用脚勾着井盐 身子往井里一钻 只看了一眼 他便飞快地收回身子 颤声道 井里有尸体 李不言一听 也想探身下去看 却被朱青一把揪住 别看 肾得慌 燕三合 几句 朱青 把水都堵盐石了 绝对不止一句 燕三合捏了捏鼻梁 应该就是天使一家 李不言脸色惨白 妈呀 一口井里五具尸体 难怪兴气熏天 朱青几乎是用崇拜的目光 看着燕三合 燕姑娘 你怎么知道天使一家的尸体 被扔进了井里 五个大活人忽然失踪 十有八九十遇了险 什么地方藏尸最安全 最省心 只有这处 没有主人的宅子 燕三合 太微说屋里房里都找过了 那就只有井里 他没敢往井里想的原因 是他抱着希望 希望天使一家还活着 那 朱青想着三爷的叮嘱 燕姑娘找出尸体的目的是什么呢 让死者入土未安 别做孤魂野鬼 燕三合 朱青 回头你把这事说给朱府大爷听 让他自个想办法吧 是 朱青一点头 燕姑娘 咱们回吧 燕三合斜眼看着他 你家主子怕我惹事 朱青 你让他放心 燕三合玩耳一笑 我是个说话算话的人 话刚说完 他只觉得心口被什么东西狠狠一戳 痛得他身子一下子蜷缩起来 燕姑娘 你哪里不舒服 三合 你怎么了 燕三合听到两声喊的同时 眼前一黑 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朱府分音 毛氏的棺果已经在及时落葬 一座新坟竖起来 哭花了脸的孝子贤孙们 在坟前给仙人侍奉第一顿饭 一切妥当 所有宾客下山 独留三个儿子在坟前 要给仙人五角 这 是丧事的规矩之一 五角用汤驼子 老总管在边上小声提示 三位也一步一步要做什么 最后一步做完 朱家三兄弟累得席地而坐 这漫长又短暂的七天啊 各种繁文入节 各种规矩思宜 已经把人折腾得只剩下半条命 老总管 你先下山吧 七天了 朱远墨的声音不仅没有好起来 反而更哑了 我和老二 老三说几句话就来 大爷 刘老奴下来听听吧 朱远墨微微诧异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 老总管点点头 大爷那日夜里回来 脸色难看得紧 老奴就知道 有大事发生 他在朱家当了一辈子的差 打小父亲就教他 坐下人第一要紧的是会看主子脸色 爸 爸 爸 朱远墨有气无力道 你们都坐过来 三人都围坐过去 朱远墨看看身后的群衫 再看看眼前的长河 最是藏风俱气的风水宝地 可惜了 他眼中闪过一抹很绝 咬牙道 老二 老三 这心魔不解了 三人的表情如出一辙 先是没有任何反应 接着 脸色骤变 哥 朱远昊一把抓住朱远墨的手 惊慌失措道 为什么呀 朱远墨刚要开口 只觉得胸口一片窒息 气都喘不过来 人直挺挺地往后倒下去 哥 大哥 第628章 契约 谢之飞因为腿脚的原因 把关果送到山脚后 就和小培也打到回府了 到了城门口 马车突然停下来 朱青一跃而上 谢之飞只当他是为了宅子的事 问道 那宅子燕三盒看得怎么样 爷 燕姑娘在宅子里突然昏过去了 裴太医用了三遍针 人还默醒来 他说 朱青看着三爷的脸色 怕是不中用了 什么 谢之飞只觉得一块巨石 砸他脑门上 砸得他头昏目眩 两眼直冒惊心 他一把揪住朱青的衣襟 你 你刚刚说什么 再说一遍 对啊 裴笑反应慢慢拍 什么叫不中用啊 朱青看着自家爷的脸色 刚要开口 身后突然传来急促的马蹄声 马蹄声戛然而止的同时 冲过来一个人 竟然是朱二爷跟前的小丝陈妍 陈妍到了马车前 火急火了道 小裴爷 大事不好了 我家大爷昏过去了 怎么掐人中都不行 裴太医呢 今儿是什么日子 大家一起昏过去 献阎王的日子 不对劲啊 裴笑僵硬的脖子 一寸寸转向谢之飞 却发现这小子一张脸煞白 揪着朱青的手不停地再抖 我爹在燕姑娘的别院 你们把人送去那边 说着 他试图想去拉开谢之飞 揪着朱青的手 却不想那手揪得死死的 根本拉不动 谢武时 你松手啊 松手啊 喂 朱青见自家也什么反应都没有 盲伸手点在他胳膊的酸筋上 谢之飞手一缩 整个身子狠狠颤了一下 然后疯狂地大喊道 回别院 快回别院 三合 燕三合 燕姑娘 每一个人的声音 燕三合都听得清清楚楚 可惜他就是睁不开眼睛 他感觉自己的魂飘飘荡荡 飘到了一棵大树下 树上 几千只乌鸦死死地盯着他 他们黑洞洞的眼睛里 没有任何情绪 但燕三合却莫名地浑身发冷 他从来不怕冷 但此刻却冷得瑟瑟发抖 原来 冷是这样一种感觉 比热更难受 好像身体被塞进了一把 又一把的冰渣 骨头开始隐隐作痛 四经八脉停止了流动 以至于 他连心都感觉到了 彻骨的冰寒 这时 卫手的乌鸦突然飞过来 在离他最近的枝头停下 冷冷地看着他 一眨不眨 燕三合和他对视 但仅仅只片刻时间 他就想挪开眼睛 一种巨大的心虚 从心口往外蔓延 蔓延 燕三合突然明白过来 自己为什么会晕倒 为什么会昏睡不醒 为什么会心虚到这种程度 对不起 他说了三个字 说完 身上的寒意突然消失 燕三合正了正 睁开眼 却现眼睛上方好几张熟悉的脸 他看着其中一张满脸胡叉的脸 伸出手指 轻轻擦了擦那桃花眼角的肋子 怎么就哭了呢 谁欺负你了 谁 你 谢之飞跌坐在床边 把脸埋进手掌心 昏睡了四天四夜 喊不行 掐不行 针扎也不行 急得他差点把裴太医的胡子 都一根根拔光 李不言一把揪开谢之飞 那个只会哭的废物点心 在燕三合床边坐下 怒目圆睁 说 好好的 为什么会昏过去 小裴爷的脑袋 这四天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李不言 你要再醒不来 我就给你买棺材去了 嗯 他当开始要买一口棺材 小裴爷瞄李不言一眼 后来说一口不够 还要再买一口 留着给他自个用 燕三合抓起李不言的手 轻轻捏了一下 两头也不够用 三口才够用 小裴爷 还有一口给谁 燕三合 朱远末 裴笑整个人跳起来 你怎么知道他也 燕三合一只手撑着床颜 慢慢坐起 看着窗边的谢之飞 谢之飞察觉到他的目光 转过身 燕三合十分诚实 坦白地把自己的梦境 都说了出来 这次是给我们俩一个警告 如果再有下次 那棺材就真的要用上了 李不言一惊 什么意思 不言 燕三合 我是干什么的 李不言 替死人画念解魔呀 死人等我来 我摸上他的眼睛 对他说告诉我 你还有什么放不下 燕三合 于是他带我去阴界 把心魔告诉我 这等同于什么 李不言 什么 燕三合 就等同于我和他签下了契约 谢之飞在燕三合 说出那个梦境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明白 你半路放弃这个心魔 就等于单方面毁约 对 燕三合苦笑 毁约的后果就是 我去死 为什么会昏迷四天 四等于死 想要活命 这个心魔就必须要查下去 而且 燕三合有些艰难地说 主宰这个心魔的 不是朱玄九本人 裴笑悚然一惊 那会是谁 乌鸦 那个梦里 根本没有朱玄九 只有几千只乌鸦 如果一只乌鸦 代表的是一个亡灵的话 那么 那几千只乌鸦 就是几千的亡灵 燕三合一字一句 乌鸦 才是这个心魔真正的主人 小培野听得毛骨悚然 燕 燕三合 你 你是说 朱玄九此人 心思歹毒 自私自利 他连枕边人 连手足兄弟都害 他这样的人 怎么会有心魔 燕三合冷笑一声 所谓心魔 是心里有放不下的执念 他放不下什么 对啊 李不言一拍脑门 这王八蛋吃得香 睡得着 死前还让菩萨保佑他呢 他有什么放不下的 放不下父姨娘嘛 我呸 人家父姨娘早投胎去了 这个心魔是血月 血月意味有重大的冤情 燕三合 别人都是官恋 他呢 他是诈官 为什么诈 有人不想 让他入土未安 什么人 那几千只乌鸦 乌鸦控制住了他 他流出的黑泪 那一轮血月 其实都是乌鸦在替自己叫晕 小培爷 你还记得在冰窖里突然出现 又突然消失的血吗 记得 小培爷至今想想 还心有余悸呢 太他娘的吓人了 燕三合 血流成合 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小培爷 什么 前围有一个bug 当今天子在登基前 是赵王 而非端王 修正一下 第629章 薄命 意味着因朱玄酒而死的人 不计其数 燕三合抽了抽嘴角 当朱玄酒的人皮被扒下来 当太威说出先太子乌咒案 阴界里所有的一切和现实都对上了 这个心魔 根本不是朱玄酒的心魔 而是几千只乌鸦的心魔 那几千只乌鸦的心魔 除了让朱玄酒这个伪君子献原形外 便是乌咒案 根本绕不过 避不开 躲不掉 朱府二奶奶的一尸两命 朱远墨的衰老 也不是朱玄酒在祸害自己而孙 而是那几千只乌鸦的暴富 并且 只要这个心魔不解开 乌鸦的暴富还会继续下去 燕三合看着仗顶 苦笑连连 难怪他在最初感应到这个心魔的时候 觉得有生命危险 难怪朱家一个个都会死绝 这一切真正的始作俑者 是乌鸦 李不言觉得自己不行了 腿软 得坐下来先缓一缓 小培也觉得自己也快不行了 茶呢 他口干舌燥 嗓子冒烟 快渴死了 而谢之飞的耳朵 一直处在耳鸣的阶段 就像涨潮的水 滑得一下涌上来 滑得一下退下去 如果这世上有后悔要可买 就算倾家荡产 就算用他的命位代价 他都想买上一颗 吞下去 当初是他追到云南府 求他接下这个心魔 换句话说 是他亲手把燕三合 推到了绝路上 放弃心魔 死 心魔解下去 说不定也是死 燕三合 他一开口 就咬到了自己的舌头 疼得把眼泪又逼出来 万事皆有因果 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事 燕三合看着他 呼得轻声一笑 也是好事 至少我不用夜里 睁着两只眼睛到天亮 总觉得心虚惭愧 人啊 不能心虚 心一虚 饭吃不香 绝睡不着 难受力 燕姑娘 就在这时 朱青的声音再连外响起 朱大爷刚刚醒了 想立刻谢燕姑娘一面 我也正想献献他 燕三合目光 依旧在谢之飞的身上 他这一决 应该也做了一个难忘的梦 谢之飞 走 我陪你 燕三合摇摇头 谢之飞 我想一个人去献他 谢之飞的心 书弟往下一沉 朱远末的梦 何止是难忘 他一缕魂魄 来到了阴曹地府 正好看到了天子殿中 判官审判娘的一幕 判官每说一个恶名 娘就哭着喊一声冤 数十条罪名报完 判官拿起令牌 往娘脚边一扔 打入十八层地狱 勇士不得超生 狱卒罗沙 把娘押入刀山地狱 命他光着脚上山 每一步 那刀深深搁进娘的肉里 血流如注 娘腾的哇哇大哭 他在边上看得心如刀割 恨不得替他受过才好 他痛苦地闭上眼睛 在睁开时 眼前的刀山地狱 忽然又变成了火山地狱 狱卒罗沙 把一个又一个的幽魂 往火山上赶去 这时 一个幽魂突然掉头就跑 一边跑 还一边喊救命 这声音 朱远末太熟悉了 正是他的大儿子朱云兰 怎么会是他 他还在阳间 好好地活着呢 朱远末还没来得及细想 却像好多幽魂转过了身 眼神朝他看过来 就像是无数道天雷打下来 朱远末经的魂飞魄散 那些幽魂的脸 都是他熟悉的 妻子灵侍 大女儿 二女儿 二儿子 小儿子 二弟 三弟 三弟妹 连老总管都在 朱家所有人 坠入地狱 没有轮回转生 只有无止无尽的修罗火海 什么撕心裂肺 什么万剑穿心 根本不足以形容 他看到这一幕时的痛 朱远末跪倒在地 撕心裂肺地大喊道 朱玄九 你真是个畜生啊 狱卒罗沙呼的 转身 呵斥道 哪来的生魂 给我滚回去 朱远末只觉得 自己心口狠狠一痛的同时 人也醒了过来 这才发现 是黄粮一梦 更让他吃惊的是 这个梦做了整整四天 燕姑娘 朱远末哪怕是附数一遍 都是心有余悸 为什么我能在那边看到 朱远末 想不想听听我做了什么梦 燕三合不等他说完 自顾自把他在梦境里 说出来 听完 朱远末脸色煞白 半晌道 那天 只有我和燕姑娘进了阴界 一句话 燕三合就知道 他已经什么都明白了 他们俩人进了阴界 所以乌鸦找上了他们俩 并且告诉了他们 心魔不解下去的后果 一 他们俩都会死 二 朱家所有人都会下地狱 朱远末颤着声 小心翼翼地 看着燕三合的神色 燕姑娘 如果我想不管不顾地 把这个心魔 那我便不管不顾地陪着你们 燕三合起身往屋外走 走到门帘边 他转过身 冲朱远末淡淡一笑 别冲动 我再给你一个时辰考虑 不用考虑 朱远末呼的一线被子 赤脚快走到燕三合面前 燕姑娘 姐 燕三合看着他 眼神犀利 不怕 怕 怕得要死 朱远末到现在 都无法压抑住胸膛的起伏 那个梦境的每一点每一滴 都像钢针刺在他的心口 前路是死 后路一是死 左右就是个死 我想替他们搏一搏 说吧 他直直朝着燕三合跪下去 也求燕姑娘 替他们搏一搏 他的儿子 女儿 侄子 侄女们 何其冤 二弟 二弟妹 三弟 三弟妹 发妻 何其冤 老总管 何其冤 解下去 就算最后的结局 世灭九族 也好过死后下地狱 永生永世 不得超生 永生永世呢 谁能受得住 那便搏一搏吧 燕三合昂首一笑 也未必不能搏出一个 朗朗乾坤来 帘子落下 朱远末看着晃动的棉帘 热泪滚滚 哥 大哥 朱老二 朱老三围上来 一左一右把人扶起 朱远默默了把泪 目光在两人脸上 一一扫过 老二 老三 有件事情 我一直瞒着你们 他的心魔扯上 仙太子乌宙案 朱老二一个亮枪摔下去 朱老三连连退后树步 跌坐在床榻上 难怪大哥说 这个心魔不解了 难怪他病得连起都起不来 难怪他一下子 苍老了那么多 原来 原来 第六百三十章 我帮 燕三河脚跨出门槛 一偏脸就看到 站在窗边的三个人 三人脸上的表情各异 但都不好看 很显然 是听到了他和朱家三兄弟的对话 燕三河走到谢之飞跟前 脚伤怎么样了 能不能陪我去园子里走走 谢之飞忙里抽空洗了个脸 刮了刮胡子 漆黑的眼珠里带着水汽 有些潮湿 他什么话也莫说 呼地抓住燕三河的手 死死地拽在掌心 然后一拳一拐地拉着他走出去 这 身后两人看得目瞪口呆 李不妍 三爷的胆是真肥啊 小裴爷 肥点好啊 肥点才能把媳妇追回家 李不妍冷哼 现在是想媳妇的事吗 小裴爷 得让人苦中作乐一下 李大侠 想媳妇 就得豁出去命啊 李不妍扭头看着他 阴阳怪气道 小裴爷 你这个好兄弟 陪不陪着呀 才说苦中作乐 你这就往我心口插刀了 就不能让我缓缓吗 小裴爷拿 眼睛瞪着李不妍 心说我在心里强烈地谴责你 打个赌吧 李不妍从怀里掏出一个铜板 赌一赌三爷是要保命 还是要媳妇 我赌他要命 小裴爷 这脚屎棍 是想逼风泄武时吗 李不妍又从怀里 掏出一个铜板 再赌一赌 小裴爷是要保命 还是陪着兄弟 一起去送命 我赌他也要命 小裴爷 错 他连我都想一道逼风 一个男人的手 手心怎么可以这么热 就像火炉一样 真奇怪 燕三合看低头 看着两人的手 心想是他胆子太大了 还是他太纵容了 好像 还不应该走到这一步 不过 被他握在掌心的感觉 很不错 就是自己的心 跳得快了点 谢之飞走到长廊 松开手 低着头 猝着眉 一言不发地看着他 这个表情 这个眼神让燕三合 有些喉咙发紧 他在为难 他身后有个谢家 他和皇太孙是好兄弟 谢之飞 燕三合为养下巴看着他 后面的心魔 你和明廷 都不要掺和进来 他没有让他们陪着 一个人去献了朱远墨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他才是解魔人 他不能拖累的他们 一个个都没了命 燕三合 他没怎么犹豫就说 当初我来云南府找你 求你接下这个心魔 我是有私心的 我的私心 就是让朱家为怀人所用 解心魔是一个契机 他的如意算 打得非常好 可现在我后悔了 就在刚刚 谢之飞目光慢慢压下来 我会帮你 前提是你要听我的 不要随便行动 燕三合一脸诧异 谢之飞 别忘了 你身后还有一个谢家 更别忘了这件事情的危险 你 你只要回答听我的 还是不听我的 谢之飞 这不是听不听的问题 这是能不能活命的问题 听我的 我们或许能活 谢之飞口气应了三分 不听我的 你们一定不能活 为什么 燕三合不明白 为什么你一定要超火进来 因为你是郑怀佑 因为你比谢家的人重要 比赵怀人重要 甚至比我自己命还重要 因为我做的念 我得学 还因为 你是我祖父 我父亲哪怕豁出去整个郑家 也要保护的人 谢之飞看着燕三合 坦荡又诚恳道 因为你 如果出一点事 我也活不下去 小田嘴来的 真是猝不及防 不对 这不是小田嘴 这是情话 是能让心跳加速 面红耳赤的情话 燕三合 我们之间没有过过名路 不过名路 不是因为我不想 而是朱家心魔 没有让我们有喘息的机会 谢之飞索性坦荡到底 那次你们出发去五台山 我给你买了一包糖 我在买糖的时候 自个都瞧不起我自个 一包糖值几个钱 我想买最好的 最值钱的东西给你 吃的也好 穿的也好 带的也好 别的姑娘有的 你也要有 而且一定不能比别人差 谢之飞 你 我就是这么想的 谢之飞 我能给你的 我不能给你的 我都要给你 燕三合摇了下头 我从来不要那些东西 我知道 你看不上 谢之飞说到这里停了一下 笑道 所以 我只能把自己给你 你没事 我没事 你有事 我一定有事 至于谢家 他又停了一下 不是你该考虑的 你要考虑的是 怎么把我这个人用好 怎么把那几千只乌鸦的心魔给解了 怎么让所有人都活下来 谢之飞 燕三合看着他 至于这么喜欢我吗 我们才认识多少天 就把命搭上 至于 燕三合第一个反应 这人是不是疯了 他不是最会绸谋算计的吗 可他说的特别认真 和从前那副吊锒的样子 完全不一样 这样的谢之飞 让燕三合没办法忽略 他突然发现 自己其实和普通女子没什么区别 一样有贪念 一样有贪恋 而他的贪念是他 贪恋亦是他 他的一颗真心 燕三合不交情 他在李不言身上试过交情 被骂了 所以回报真心的唯一办法 就是全身心地投入这个心魔 他不相信郑家的案子 还没有查清楚 老天会让他死 燕三合朝谢之飞伸出手 谢之飞被他弄得一正 干嘛 我牵你回去 燕三合 保护好帮我的人 是把心魔查下去的第一步 这便是同意了 谢之飞一把握住他的手 弯唇笑起来 燕三合 咱们这是有点鞋子之手 与之同脑的意思 谢成宇 你想多了 后半句话还没开口 他自己先得意地笑了 我这是关爱老弱病残 谢之飞皱皱眉 表示不太满意 这话能不能去掉其中一个字 燕三合 哪个 谢之飞 关 燕三合望着他 扮上 道 有点得寸进尺了 他无辜一耸肩 趁愿的口气 命都搭上了 还不让人得寸进尺一下 燕三合 这人正经不过几分钟 第六百三十一章 八字 两人回到院子 李不言看着他们 还牵在一起的手 惊得半天没说话 谢三爷 我李不言 还是太小瞧了你 狗爷们 就在李不言 在心里夸谢之飞的时候 裴笑已经冲过去 一把揪住他的衣襟 谢武师 你过来 我有话和你说 我已经决定了 你再劝也没用 谢之飞很认真地 看着裴笑 我早就和你说过的 他排第一 你排第二 凑 凑 凑 裴笑看一眼 边上的燕三合 彻底怒了 谢之飞 你知不知道 你这个决定 意味着什么 谢之飞 知道 知道你学 裴笑急死了 你不要命了 想想谢家 想想你大哥 谢之飞嘴角一挑 想不了那么多 也顾不了那么多 明廷 你回去吧 是啊 小裴烟 回去吧 李不言抱着胸 笑眯眯道 我输一局 又赢一局 咱们打平了 裴笑一听这话 气不打一处来 谁他娘的跟你打平 难不成小裴烟也想 还是陪着兄弟 一起去送命 李不言一脸遗憾道 那我就都输了 你 裴笑气势汹汹地 瞪着李不言 想把这个人掐死 燕姑娘 这时 朱远末从屋里走出来 太威死的那天 有件事情我没有说 现在是到该说的时候了 果然被我撂到了 走 屋里说话 燕三和轻轻抽出手 走到裴笑面前 明廷 别李不言 你回去 以后这里不要再来 你的选择才是对的 说完 他扭头看了看身后 那人 傻死了 那人跟过来 拍拍裴笑的肩 我犯傻就算了 你可千万 不能跟我学 晚点我来你家找你 李不言也过来 脸上再无半点嬉笑之色 我这人要面子 只能接受平局 不能接受输两回 他眸中有最真诚的光 小裴爷 慢走不送 门 缓缓合上 裴笑一个人 孤零零地站在院子里 忽然觉得 这是到真他娘的荒谬 荒谬到 他也想推开那扇门 走进去 可是 他身后有裴家 有爹娘 有赵怀人啊 屋里 朱远昭 朱远昊走到谢之飞面前 两人同时 朝他深深一一 谢之飞赶紧站起来 一手扶一个 朱二哥 朱三哥 快不必如此 我不是因为你们 为谁都一样 朱远末轻轻合了下眼睛 落井下使者常有 雪中送探者少见 这时的险 是险到了极致 朱大哥 不说这些 咱们讲正事吧 好 讲正事 朱远昧目光一瞥 燕姑娘 那件事是关于 碰 门 被一脚踹开 小裴爷气鼓鼓地走进来 伸手朝谢之飞 做了一个要掐死他的动作 然后往太师椅里一坐 翘起二郎腿 冲李不言冷笑 你输了 回头记得给我钱 不等李不言开口 他指高气扬的手一指 关门 李不言正愣住了 谢之飞也热了 燕三合在心里评价了这人一句 对谢之飞 好得有些过分了 朱远昧起身 亲自关上了门 亲自走到裴孝面前 冲他深深一一 裴孝端坐着瘦了 半点都没谦虚 废话 小爷我为了朱家 把脑袋都别再哭腰带了 一个一算什么 跪下来超三个想头 都不过分 说正事吧 是 小裴爷 朱远昧坐定 继续前面墨说完的话 太子乌咒案 发生在原封三十一年 原封二十九年 我祖父去世 他尚未做家主 尚未后的两年 太子乌咒案发生 燕三合点点头 和他心里拉的时间线 一模一样 往下说 乌咒案是 有人把先帝的生辰八字 写在人偶上 施以咒法 进行诅咒 朱远昧顿了毒 姑娘有所不知 皇室中人的生辰八字 其实是秘密 燕三合一挑眉 秘密 对 朱远昧 大多人只知道年月日 具体到什么时辰生的 和稳婆一清二楚 皇子变成皇帝 他的生辰八字 更是秘密中的秘密 登位那一日 稳婆如果不在了 那便罢了 若是还在 必是要死的 为的就是防止有人 将皇帝的生辰八字 泄露出去 让某些人为非作歹 燕三合的反应非常迅速 你们青天监呢 知道不知道 朱远昧点头 整个青天监里 只有正 附两位监主两个人知道 我从他手里 接过青天监的时候 他给了我一份 所有皇室成员的 生辰八字 小培爷等不及地问 有没有皇帝的 其中有一张纸上 专门写着皇帝的生辰八字 朱远昧看着小培爷 他叮嘱我 这张纸连着你的命 一定要守口如瓶 燕三合坐不住了 蹭得站起来 在屋里来回夺了几步后 停在朱远昧面前 你告诉我这些 再次证明了 太威说的话没有错 先太子无咒案 的确和朱玄九有关 朱远昧眉头皱得死警 我想告诉燕姑娘 先帝的生辰八字 他是位数不多知道的人 我觉得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 小培爷这回在堂屋里坐着 底气十分的足 朱玄九上位后 利用天室 把先帝的生辰八字 透露给严如贤 严如贤再透露给赵王 赵王利用这个部下乌咒案 逼先太子起兵 最后达到上位目的 最后一个字落下来 整个堂屋里一片死寂 小培爷现 所有人都看着他 心里突然一阵一阵后怕起来 菩萨啊 我怎么能这么顺流的 说出这种话来 死罪啊 死罪 一切都是我们的推断 乌咒案还是要查 燕三合看着朱远末 语速一下子慢下来 并且 我们还要弄清楚 朱玄九为什么要这么做 怎么敢这么做 燕姑娘 这些都是 我想知道的 朱远末咬牙切齿 且不说朱家的家法 家归摆在那里 只说飞鸟尽 梁公藏这一件事 他是怎么在乌咒案后 做到全身而退的 第六百三十二章 心善 燕三合转身 走到谢之飞面前 目光幽深不见底 怎么查 谢成宇 我听你的 这事只能秘密进行 怎么秘密进行 没想好 谢之飞直指自己的脑子 这是太突然了 到现在还是一头的江湖 得给我时间考虑 不催你 燕三合声音 愈加的平静 想知道当年的事 无非就是找出当年的人 还有当年的案卷 案卷不可能 想都不要想 谢之飞果断拒绝 只要动了案卷的主意 一定会打草惊蛇 还是得从长计议 陪孝赶紧补一句 燕三合 你忘了连唐奇令春为舞弊的案卷 咱们都拿不到 我没忘 我只是提出建议 看看有没有那个可能性 燕三合坐回到自己的椅子里 朱远末 我答应了三爷 后面怎么做 都听他的 他说从长计议 就只能从长计议 三爷的话是对的 朱远末感激地看了眼谢之飞 反正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 急也急不得 谢之飞缓缓起身 既然听我的 我便有几句话要交代一下 头一件事 就是守口如瓶 朱远末 三弟放心 这件事除了我们兄弟三人 不会有第四个人知道 而丽娜头 我会亲自去叮嘱他 我哥不用担心 他比谁都贪生怕死 谢之飞在心里回了一句 又道 其次 朱家 我去不得 别人人少亲近 三位大哥就往这里来吧 好 朱远末点点头 最后 谢之飞揉了揉眉头 想想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就祝我们好运吧 这话一落 屋里的气氛又沉下来 朱远末实在受不了这骨子沉默 从怀里掏出三枚铜钱 往地上一扔 两枚铜板一正一反 第三枚在地上转了十几个圈后 竟然立住了 他惊得不知道说什么 燕姑娘 你看 燕三河走过去 把那枚铜板拿起来 不用看 也不用测 一切急在人位 也在天定 说得好 谢之飞拍了一下掌 有一个当年的人 可以先去拜访他一下 燕三河 唐建西 谢之飞看着燕三河 眼里有光射出 这丫头总能和他想一出 没错 就是唐建西 他虽然做了影视 但他和太子怎么说也是同门师兄 并且楚延廷是曾 遇到了太子起兵谋反的 唐建西虽不关心太子的事 但一定会关心楚延廷的一举一动 毕竟楚延廷在他心里 是完全不一样的存在 燕姑娘 唐建西是谁 朱远末问 先太子的师弟之一 燕三河 我解上一个心魔牵扯到的人 怎么 朱远末暗暗惊心同时 觉得有必要多问一句 上一个心魔也牵扯到先太子的事 这话 问得燕三河几个同时微微一正 是啊 怎么又扯到了先太子 上一个心魔只是扯上了一丁点 燕三河没有多解释 这一个是直奔先太子而去 朱远末一听这话 顿时哑巴了 唐建西那个人 小裴爷不确定地摇摇头 未必肯说吧 我去 他应该肯说 燕三河扭头问谢之飞 我可以去吗 谢之飞想了想 你和朱二爷一起去 燕三河一下子就明白了 带朱二爷的用意 唐明月估摸着快要生产了 孩子的八字如何 怎么起名 将来的运到如何 都是朱家人的拿手好戏 朱远昭也知道自己 能派什么用场 我还能帮他们看看风水 燕三河 谢之飞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谢之飞 三天后 燕三河 为什么非得等到三天后 因为你刚刚醒 身子还弱 因为你查起心魔来 比拼命三郎还要拼命 我说三天后 就自有三天后的道理 谢之飞视线落在燕三河身上 眼神很委屈 你答应我什么的 好吧 好吧 都听你的 燕三河在他的眸光里 静了一回 那就三天后 朱二哥 谢之飞头一片 你明儿一早就出发 一个人 雇车 在永清县一个 叫越来客栈的地方 等着燕三河 一个先走 一个后走 这样就不会引起人注意 燕三河这才明白 谢之飞为什么要自己等三天 果然用了十分的小心 朱远招一点头 我和大哥再商量商量 找个好点的理由出京城 毕竟我娘刚走末几天 我这回出远门 会引起怀疑的 暂时就先这样 各自散了吧 谢之飞起身 忽然想到了什么 又坐下道 朱大哥 天使宅子里的五具尸体 先不要动 就这么放着 朱远莫一惊 茫然看向自家两个兄弟 他刚醒 还不知道这桩事情 还有 半年之内 连抬三具棺材出去 朱家这回在风口浪尖上 这是朱大哥 要小心的一桩事情 还有一桩 谢之飞停了一下 陛下那头朱大哥 要想好说辞 若是陛下起义心了 不如就以太太过世 丁忧个两年 把青天坚先交出去 朱远莫一听这话 心下大害 这些日子 他忙着心魔的事 衙门里 已经有些日子莫去了 按华国律力 双亲去世 未官者需得丁忧三年 青天坚这一行特殊 无需丁忧 但连抬出三口棺材 确实稀罕 旁人倒无所谓 陛下那头 一定要小心应付 谢之飞一看朱远莫的神色 就知道他听进去了 燕三河 三天后 我想办法悄悄送你离开 这几天 你哪里都不要去 好好在别院养身子 他的目光 在燕三河脸上停留片刻后 转过脸看着裴笑 明天 你跟我走 朱远莫跟着起身 老二 老三 我们也回去 谢之飞 朱大哥 你们从后门走 对 裴笑 以后你们都从后门走 前门太引人注目 咱们得分开 朱远莫看着裴笑 轻声道 回头我给小裴爷也化张服 小裴爷一定要随身带着 小裴爷半点不客气 顺便还得帮我们家的宅子 看看风水 朱远莫 不用看 小裴爷 为什么 朱远莫 裴太医和小裴爷的心善 就是你们裴家最好的风水 第六百三十三章 赐婚 马车里 谢之飞和裴笑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谁都没有说话 比起扎心魔来 他们现在更难面对的 是赵怀人 还是不说了吧 还是不说了吧 两道声音几乎同时说出来 出奇的一致 谢之飞 朱老爷的为人 还是要说一说的 裴笑 扯到先太子的部分 就算了 谢之飞 就说心魔还在查 还没有头绪 裴笑 对 太微没有交代出 什么有用的东西 谢之飞 我们不算故意瞒着他吧 裴笑 当然不算 我们是不想让他左右为难 那位是他皇祖父呢 大事商量完 兄弟二人又呆呆的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一肚子心事 他们跟在赵怀人身边很多年 从来不是鲁莽的性子 凡是谋定而厚动 怎么接个偏偏就 你就那么喜欢燕三河吗 你干嘛要跟进来 又是一口同声 这默契 也默谁了 谢之飞苦笑 我就是那么喜欢他 裴笑无奈 谁让你是我兄弟呢 一个烟火在眼前炸开 谢之飞眼睛一热 明听 裴明听知道他要放什么屁 莫好气道 干什么 我还想再夸夸你 闭嘴巴 裴笑伸手冲他点点 回头我爹打我的时候 你替我就成 我替你 谢之飞狠狠一点头 多少鞭子只管来 保证哼都不哼一声 狗日的 裴笑在心里骂一声 心说别到时候 跑得比谁都快 就在这时 马车一读 朱青先连把手伸进来 放下一个纸团 爷 刚刚太孙身边的 刘江扔过来的 谢之飞展开来一看 脸色微微一变 怎么了 裴笑凑过去低头一看 纸上只有两个字 赐婚 怀人被赐 婚了 哪家的姑娘啊 谢之飞想起那和千里迢迢 送给李不言的月饼 默默地摇了摇头 裴笑看着他摇头 有句话卡在了喉咙口 那李大侠怎么办 再有半个月 就进入腊院 一到年底 不仅这个楼 那个楼里寻婚的客人多了 连赌方的生意 都比往常好二成 游船从开贵方驶出 使到码头等了一会 没有人上来 怕让人起疑心 谢之飞命船往前开 绕一圈再回到码头 远远就看到 一个青涩的身影 谢之飞心头一松 忙让船靠岸 赵一时上船 拖下身上的大厂 扔给沈冲 随即走进船舱 谢之飞和裴笑一看他的脸色 就知道 这人心情不好 赵一时迎着两人的目光坐下 连句寒暄都没有 便问道 朱家的事 怎么说 谢之飞瞄了裴笑一眼 就按事先商量好的 把桃花锦 催命丁等事 一一道来 赵一时听完 惊得半天没有说话 朱玄九竟然是这样的人 谢之飞 这个心魔还没解出来 还在往下查 回头等有了进展 我再和你说 赵一时这才感叹了一句 这世上 当真不缺恶人啊 朱家怎么养出这么一个人物 谢之飞想了想 还是决定为朱家说句好话 朱家其他人 根子还是正的 这人是数字上位 赵一时听到数字二字 呼得冷冷一笑 光禄四卿 无容嫡出的三女儿 眉头眉尾的一句话 谢之飞和裴笑 听得心头微惊 光禄四掌祭祀 朝会 宴晴等事 瞧着不太起眼 但实际是个肥差 光禄四卿是从三品的职位 乌勇这人莫杀大本事 就是靠着拍仙皇后的马屁 才一步一步爬到现在的官位 也难怪赵一时一脸不高兴 这个门第配他 尾时低了一点 谢之飞 可是陛下赐的婚 是陛下赐的婚 赵一时轻咳了一声 但我那好皇叔 在这件事里头 也下了不少的苦功夫 数字的心 一个个的都大着呢 难怪 汉王怕是在陛下面前 不停地提起了先皇后 陛下怀念发妻 于是便赐了这门亲事 谢之飞 什么时候大婚 最多半年 等青天间算个好日子 赵一时说完 偏过头看了裴笑一眼 你这话多的人 今儿个怎么一言不发 裴笑桌下的脚 碰了碰谢之飞的 我在想 什么时候轮到我和谢之飞 堂堂皇太孙 只是配了一个吴家三女 他们俩呢 兄弟啊 别怪我莫提醒你 你把燕三河看得这么重 连命都能豁出去 别到头来 早做打算吧 早做打算这四个字 对谢之飞来说 没有太多的用 一个人的心 如果是坚定的 那就什么都拦不住 他别的不知道 唯一知道的一点 遇事就是像今天这样 不管不顾地 站在那丫头的身后 不求退路 孤注一掷 谢之飞眯起眼睛 如果这门亲事怀人 你真的不满意 不妨再去求一求陛下 赵医师没有料到 谢之飞会 说出这种话 能求吗 君无戏眼啊 再者说 那是他的皇祖父 他有今时今日的地位 身份 靠的就是皇祖父的宠爱 来人 拿酒来 是 殿下 媒娘端上酒 赵医师一声不吭地 自真自以 所谓皇太孙 二人之下 万万人之上 看着风光无限 跪到了极致 谁又知他 其实是个连自己的婚事 都无法主宰的可怜人 联合树杯后 赵医师啪的一声 放下酒中 去别院 三个字 让谢之飞和裴孝的心 一下子提了起来 别院里 燕三合心不敬 再练字 李不言不敬心 再练剑 朱青匆匆走进院里 李姑娘 李不言收了剑 燕三合在书房 不找燕姑娘 找你 朱青上前滴雨道 殿下已经在路上了 一会就到别院 三爷让我过来 给姑娘说一声 献李不言玄呆呆的 他咬咬唇 又低声道 殿下今日刚刚被刺了婚 刺了婚 李不言神色有些呆呆的 那就是有夫之夫了 朱青医症 人来了 你让他在花厅稍等一下 李不言低头看了看身上 我一身的汗 洗一洗再去献他 第六百三十四章 贵贱 李不言走进厢房里 拿起毛巾 浸了净水 子子细细洗了一把脸 洗完脸 又把重新搅了一把毛巾 把颈帛 手腕清洗干净 洗完 他坐到梳妆台前 拆散头发 拿起梳子 按梳头 童镜里的少女 素着一张脸 没有些浓 鼻不够挺 唇太单薄 唯有一双眼睛亮的惊人 里面藏着桀骜不絮 要我帮你梳个头吗 李不言转身 燕三合走上前 接过他手里的梳子 轻轻梳下去 我第一次献你 你也是这般披头散发 一身白衣 当时我就在想 这小姑娘长得真好看 将来也不知道便宜了哪个 朱青的话 你都听见了 嗯 李不言轻轻闭上了眼睛 发自内心地说 燕三合 我其实心里有过他 我知道 燕三合梳子停下来 你跟我在一起后 除了祖父去世那一回 就再也没分开过 你为了他 把我扔下了 当时我想着 他一个人在南边不容易 他那个身份不容易 李不言像是说给燕三合听 又像是说给自己听 我得去帮帮他 哪怕给他洗洗衣服 做做饭也好 桀骜不驯的少女 在遇到眼都挪不开的人后 也愿意把高昂的颈驳 弯成一个柔软的 向下的弧度 到了南边 我发现他根本不缺 洗衣做饭的人 李不言难难 他只是少一个 可以陪他说话 逗闷的人 他大部分时间 都在处理公务 偶尔累了 会放下手边的事情 朝我看一眼 他闭眼睡着觉 可心却是透明的 他什么时候朝他看过来 一夜中看了几次 他都在心里算着呢 我给他做了一顿饭 他吃光了 第二天 侍从要我再帮他做饭 我一口拒绝 他就在外头听着 却什么也没有说 李不言深深地叹了口气 燕三合 只要他开口 我是不会拒绝的 一个人要什么 不要什么 都藏在心里 那他的那颗心 是有多深 世上的女子 都希望男人的那颗心 不要太深 恰好可以装起他 燕三合笑了笑 不言 这对他那样的人来说 太难了些 是啊 太难了些 李不言摇摇头 可不巧的是 我也不是那么愿意 委屈自己 委屈自己站在他身边 看着他的忙碌 然后等他有空了 再来看一眼自己 三合 你知道吗 那和千里迢迢送来的月饼 其实给了 我幻想的勇气 李不言扑斥一笑 我幻想着 自己是与众不同的 是独一无二的 甚至在他心里 占很重分量的 沉默了一会 他说 其实不是 从南边回来后 他一次 都没有来找过他 唯一的一次来别院 也是因为别的事情 顺带看他一眼 感情和蛋炒饭 其实是一样的 冷了 都不会好吃 再热 就已经垫位了 燕三合把最后一缕头发挽上去 抱着胸左看右看 看了很久 他笑着说 我家不言真好看 将来也不知道便宜了哪个 便宜谁都行 但他已经是不行了 李不言起身 常常欲出一口气 对燕三合道 一会让汤圆 备点小菜热点酒 头一回心动了 又死心了 总得借酒消愁一下 不然 显得不正重 燕三合 我一个肩膀借给了朱卫熙 还有一个肩膀恰好空着 能借给你 李不言霸气的回忆句 两个肩膀都是我的 赵一时听到脚步声 转过身 少女含笑站在门槛前 月色正好 我陪殿下走走如何 赵一时一愣 记忆里 好像这人不是门头睡觉 就是在笑 他笑的样子 和别的女子不一样 别的女子都是嘴角微微上扬 这人笑的时候 眼尾上扬 嘴裂开来露出一排小白牙 说不出的阳光 赵一时瞬间明白了 自己为什么要走这一趟 因为除了眼前的这个人外 再不会有别的女子会冲塌 笑得坦坦荡荡 他走上前 温柔道 求之不得 去后花园如何 有几株辣煤开了 你做主便好 两人一边说 一边走出了院子 院子里 谢之飞和裴笑并肩站立着 就这么目送着 他们离开 谢之飞摸着鼻子 低声道 怀人的意思很明显了 想拿他做妾 裴笑心里也不知道 是个什么滋味 说酸吧 有点酸 说难过吧 还真有点难过 剃脚屎棍难过 他那么胆大包天 肆意妄卫的一个人 怎么能做妾呢 但怀人的妾 不是一般的妾 将来怀人 坐上那个位置 他便是宫里的娘娘 如果能生下一男伴女 我觉得吧 裴笑支支吾吾半天 还是说了实话 脚屎棍不会答应的 谢之飞 为什么 裴笑学着 燕三河的口气 淡淡道 直觉 谢之飞扭头看他一眼 看什么看 裴笑怒了 就只能你们家的 燕三河有直觉 小爷我就不能有 能有 谢之飞 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 而且很准确 蜡梅是开了 暗箱浮动 两人顺着后花园 走了一圈 赵一时站到李不言面前 低头看着他 李不言抬起头 接着他的视线 不闪 不躲 殿下的脸色 瞧着有些泪 赵一时没有说话 而是停了好一会 才轻声开口 那天我一个人 站在楼外楼 看着西湖的水 脑子里 想的不是江山设计 不是家国天下 想的是你 他终于把心里的话 说了出来 我在想 怎么会有一个女子 在抄家那样的场合下 还胆大包天地 直勾勾地盯着我看 李不言笑了 因为你好看 赵一时 那一眼 我记住了你 我的荣谢 李不言又笑了下 愿意和我一起吗 陪在我身边 赵一时声音低沉和缓 除了那个位置 别的我都可以给你 李不言沉默了好一会 如果我说 我就想要那位置呢 殿下愿意给我吗 赵一时脸色疏得一变 不仅那个位置要给我 殿下的人 殿下的心也只能属于我一个人 李不言脸了笑 认真道 如果是这样 我愿意 赵一时心里有些脑 呼吸一下子急速起来 李不言 你 你只是一个卑贱的丫鬟 还敢奢求我的人和我的心 简直不知天高地厚 痴心妄想 李不言在夜色中 欲出一口白气 可是殿下 人有高低贵贱之分 一颗心没有 第635章 金辩 人有高低贵贱之分 一颗心没有 我把心交给你 想坏来的 无非也是一颗真心 和你是不是殿下 是不是未来的皇帝 都没有关系 我不想做你 众多后宫中的一个 每天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等着你空了 向我投来深情一片 那不是我李不言 我娘说 天那么蓝 海那么宽 山那样高 你得去看看 去走走 我把你生下来 不是让你围着一个男人 生一堆孩子 整天捏酸吃醋 柴米油盐 家长里短 殿下 那天在计价 那么多 人向我走过来 我一眼就看到了你 李不言平静地看着他 我当时心里就在想 这世上怎么会有 这样的男人 好看到头发丝 我都想多看两眼 无法控制自己喜欢你 可是 也只能是喜欢而已 不言 赵医师听到最后一句话时 深邃的目光里 燃起希望 他是喜欢他的 就不能为了我 委屈一下吗 只要你心里明白 我 不能 李不言 没有人可以让我委屈 你也不行 赵医师愣了愣 脸色瞬间苍白 他没想到 李不言能这么痛快地 给出答案 并且把话说得那么坚定 父亲 汉王 陛下 西北的战士 这些日子 他忙着心力交瘁 再加上突如其来的赐婚 他已经味道极致 一句不能 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凭什么我也不行 我是皇太孙 是未来的天子 多少女人跪在我的面前 祈求着我的宠幸 赵医师心中出奇的愤怒 但他不会在任何人面前 显露出他的愤怒来 黄祖父说过 寻常男人可以喜怒哀乐 但帝王不行 帝王一旦情绪外露 那些有野心的臣子 想争宠的后妃 就会通过你外露的情绪 窥探出你内心真实的想法 李不言 你可想清楚了 他声音陡然变冷 李不言看着他 良久 他深吸一口气 勾传一笑 殿下 我不会后悔的 赵医师黑沉的同仁 按了几分 露出冷冷的流光 良意害人 他再不多说什么 转身而去 殿下慢走 驻殿下前程似锦 李不言屈膝行礼 如果赵医师此刻能回过头 会发现李不言行礼的姿势 便是宫里最严苛的教养嬷嬷 也挑不出错来 行完礼 他直起身 抬起头 目送着那道黑影 一步一步走出视线 走出自己的生命 最后的一点影子 也瞧不现实 他的身子一下子软了下来 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 幸好 我让汤圆背了酒 他自言自语 朱卿冲到院子里 三爷 小裴爷 太孙往二门外去了 谢之飞和裴孝对视 不由同时探出口气 直觉这玩意 还真探娘的准 那根脚屎棍真不屑作妾 谢之飞 追 裴孝 追 就凭谢之飞 那只还没好透的脚 怎么能追得上 两人赶到脚门的时候 巷子里空空荡荡 早已没有了踪影 谢之飞想着怀人的脾气 应该是回了别院 我们也过去陪陪他 裴孝 好 什么人 这时 朱卿突然大喝一声 拔出了刀的同时 脚下轻轻一点 人跃上了墙头 举目四望 月色下 只见一道黑影 在屋顶飞奔 朱卿冲丁一大喊一声 看好爷 我去追 谢之飞和裴孝 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惊住了 有人埋伏在这宅子四周 什么人 冲谁来的 来干什么 谢之飞只觉得脑袋 一阵阵刺痛 痛得他气都有点喘不上来 他勉强呼吸着 压着声道 丁一 立刻把这事告诉殿下 再派人通知朱远昭 怕夜长梦多 让他立刻就出发 是 丁一想着 两位爷身边没有人 正想说我等朱卿回来 一扭头 却献李不言 提着剑跑过来 有李不言在 丁一自然放心 忙约到马上 飞驰而去 李不言走上前 出了什么事 裴孝赶紧答 有人埋伏在四周 偷听我们说话 冲谁来的 李不言问了句 一模一样的话 谢之飞和裴孝答不上来 如果是冲怀人来的 倒不是什么大事 十之八九是汉王的人 如果是冲着白天的事情来的 那天都要他下来了 就在三人面面相去之时 朱卿去而复返 爷 莫追上 这人脚上的功夫太好了 谢之飞沉着脸想了片刻 走 和燕三合商量去 书房里 燕三合被好了久 正等着李不言来 不想等来了这么一个消息 心惊的同时 他思喘了片刻 很快平静下来 不是白天的那装饰 我们这头的人都可信 朱家三兄弟 不会自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不是白天的装饰就好 小裴爷一屁股跌坐在椅子里 扶着心口 有气无力道 我半条小命都快下磨了 燕三合走到谢之飞身边 口气十分严肃 如果冲皇太孙去的 皇太孙离开 他们也应该跟着离开 不可能留在这里 被你们发现 小裴爷一听这话 吓得直挺挺的 又从椅子里坐起来 难道是冲我和谢武师来的 这话一出 谢之飞和朱卿的脸色 同时变得煞白 他们想到了半个月前的那场遇刺 如果真是这样 或许就是同一拨人 谢之飞 燕三合眼里有担心 你和小裴爷 暗中帮着皇太孙的事情 只怕有些人已经知道了 不等谢之飞说些什么 他又道 最近这些日子 你和小裴爷往朱家跑得勤快 想必朱家 在那些人的眼里 也成了你们一伙的 连朱家都被盯上了 谢之飞只觉得毛骨悚然 朱家的事扯到先太子 这个节骨眼上 如果朱家被人盯上 燕三合摇摇头 事情就大大的不妙 小裴爷的表情 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咙 哎呦喂 这下可怎么是好 燕三合 谢之飞当机立断 你们赶紧准备准备 我这就送你们出城 燕三合一惊 这个时候 就这个时候 走暗渠 说完 谢之飞朝朱青看了眼 朱青一点头 我这就去准备 第636章 聪明 四九城的地下 是一个神秘的世界 不巧的是 这个神秘世界 属于谢之飞的管辖范围 所谓暗渠 就是地下的水渠 顺着水渠走 可以神不知 鬼不觉地走到京城 十几里外 水并不深 刚没过脚踝 朱青怀里揣着夜明珠 走在最前 燕三合走在谢之飞的身后 手被他紧紧牵着 黑暗中 没有人说话 只有几道高低起伏的喘气声 但燕三合却只听到了 独属于他的那一道 他的气息有些不稳 那条美好透的伤腿 显然还不能太用尽 燕三合手轻轻一拽 谢之飞转身 怎么 燕三合 你和小裴爷就送到这里 不要再往前走了 谢之飞知道自己的腿伤 也不逞强 恩医生表示同意 手却没有松开 是舍不得松开 他和他的关系 明明是往前走了一大步 却被一桩接着一桩的事情缠绕着 以至于都没有时间坐下来 好好聊聊彼此心里的话 如今又要分开 从来没有一刻 谢之飞像此刻这样 很多的话都涌到了喉咙口 却又只能声声咽下 那 他吸了口气 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正常 我们就送到这里吧 燕三合笑了下 谢之飞 我发现你 我怎么 谢之飞转身看着他 没什么 燕三合轻轻挣了一下手 就是有些口是心非 谢之飞这才意识到 自己不仅没有松开手 反而握得更紧了 舍不得 他大大方方说出来 一记直拳打在燕三合心口 他看着他眼中的光亮 想着身边还有别人 于是也口是心非地 插开话题 谢之飞 来而不往非理也 你们也可以给汉王他们 制造一些麻烦 就算不伤筋动骨 也至少能让他们手忙脚乱 谢之飞眼睛输得亮起来 你怎么猜出是他 除了他 还有谁会盯着 你和陪明廷 三爷的小甜嘴 只会交友 不会树敌 明廷身后有僧露丝 旁人只会和他交好 也不会和他树敌 燕三合 你们和黄太孙走得这么近 蛮不长久的 黄太孙的敌人是谁 你们的敌人 就一定是谁 我有没有夸过你真聪明 正经地夸没有 这是头一回 以后一定正经地多夸几次 谢之飞大拇 轻轻扶了几下燕三合的手背 又说 替给我唐明月带句话 孩子的见面里 回头再补 一定带到 燕三合戳出手 朝身后的小陪爷看一眼 明廷 保重 不言 我们走 小陪爷本来还没有什么 听燕三合这么一说 心里顿时不自在起来 舍不得是肯定的 这几个心魔 他哪个默跟着 默陪着 这回就让他们两个弱女子独行 哎 也不知道 李大侠瘦不瘦得了 木梨山那么冷的天 路上会不会遇到什么歹人 真遇上了 万一打不过怎么办 对了 怀人刚刚和大侠说了些什么 大侠竟然沉默了一路 明廷 明廷 裴明廷 啊 小陪爷回神 想什么呢 叫你几遍都听不现 想是 不用想 我已经想好了 谢之飞冷笑一声 回头找朱远莫商量 玩阴的 玩损的 谁能玩得过朱家人 崇华宫 内殿 赵燕竟刚和女人云语一番 正昏昏欲睡 王爷 董师爷请 王爷去书房一趟 说是人回来了 赵燕竟猛的一个机灵坐起来 跟师爷说 本王立刻就来 王爷 娇妹女子缠过去 都这么晚了 不如明天 赵燕竟一双刀眼瞧过去 女子吓得身子一颤 赶紧松开了手 离开内宅 直奔书房 书房里 暗卫已经换了平常衣裳 公身站在一旁 边上 董萧正在喝茶 赵燕竟在主位上坐下 怎么样 快说说 回王爷 叙事二课不到 谢三爷和小陪爷来到开柜房 害时一刻 三爷和小陪爷离开开柜房 马车行到半路 从边上又驶来一架马车 和他们会合 赵燕竟心中一动 车里坐的人是谁 暗卫 皇太孙殿下 果然 你接着往下说 害时二课 马车来到了一座宅子前 不过半个时辰的时间 太孙匆匆先离开 谢三爷和小陪爷追出来 暗卫抬头看了眼王爷的神色 小的行踪 被三爷身边的朱青发现 只好匆匆逃开 赵燕竟眉头皱起 那宅子里住的是什么人 暗卫忙道 回王爷 那宅子原是小陪爷的外宅 如今住的是谢道芝的干女儿 董霄放下茶中 姓燕 明三合 赵燕竟然大感意外 我人是如何知道 王爷可还记得 一个月前案外发现 小陪爷 朱老二一到出城 同行的有三个女子 记得 你说其中一个是谢道芝的长袭 没错 另外两个便是谢道芝的干女儿 燕三合和他的婢女 董霄 我暗中调查了一下 当初徐来之子徐生鲁的人 就是他 赵燕竟沉吟 那小畜生半夜 跑去献燕三合 莫非是 王爷忘了 今日陛下刚刚赐魂太孙殿下 董霄 想必那燕三合 很有几分姿色 不仅勾得徐生范险 连太孙也被迷得神魂颠倒 赵燕竟沉吟半上 冷笑 要我说 还是谢道之聪明 用一个干女儿 暗中勾着皇太孙 让皇太孙为他金屋藏娇 将来又是滔天的富贵啊 董霄挥挥手 示意暗卫离开 暗卫冲起身 冲王爷行了的礼后 掩门而去 董霄把身子凑过去一点 王爷 金屋藏娇的事暂且不管 眼下有件事迫在眉睫 咱们已经打草惊蛇了 一枚死人 二枚伤人 咱们怕什么 怕就怕 他们火通朱家人 董霄叹了口气 王爷也知道 陛下是极为相信朱家人的 朱家人如果利用什么风水 什么生辰八字 赵燕竟脸色发沉 大战在即 朱家人不仅能决定出兵的时机 还能决定主帅的人选 哪怕陛下再重义他 八字与战士相冲 陛下为了顾全大局 定会气他 伯仁有什么好主意 王爷 董霄把头凑得更近了 声音也压得更低 这几日我在街市转优 听到一个有关朱家的坊间传闻 说 当初朱玄九落关 直接炸裂了三口棺材 第637章 面圣 煞关 还三口 赵燕竟脸色大变 这 这是为何 有说朱家泄露了太多的天机 也有说朱玄九作恶太多 遭了报应 董霄沉默片刻又到 朱玄九落关荡天 朱府二奶奶一尸两命 如今朱玄九发气又死 半年内抬出三口棺材 要说磨点蹊跷 我还真不信 博人的意思是 王爷可以在这上头做做文章 董霄眼中冷光一闪 与其让朱家和太子 太孙联手 不如想办法让朱家成为废子一枚 这 赵燕竟有些犹豫 王爷 谢三爷再厉害 也只是在外围帮太子穿针影线 朱家人可是随时能面圣的 这一外一纳联合起来 赵燕竟打了个机灵 后背起了一层汗毛 是啊 一外一纳联合起来 他这个汗王 哪里还有什么胜算 此刻的朱远末 心急如焚地等在了别院的巷子口 老二一走 他坐立难安 虽说睡觉了 连眼睛都闭不起来 远远见马车驶来 他忙从巷子的暗处走出来 驾车的朱青盲 勒住缰绳 扭头低声道 咦 是朱大爷 朱远末踢起一脚 匆匆走到车后 手忙脚乱地爬上去 朱青朝身边的丁一看一眼 自个纵身跃上了墙头 居高临下地提防着 谢之飞扶朱远末坐稳 低声道 朱大哥不来献我 我明儿也要来献献朱大哥的 朱远末神色如惊弓之鸟 三爷 冲谁来的 冲谁来的 冲我和明天 谢之飞拍拍他的肩安抚道 朱大哥稳住 不要自己吓自己 朱远末身子往后一仰 手不停揉着心口 他是真被吓到了 现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谢之飞索性就把话说开 以朱大哥的聪明 想必也应该猜出来了 我和明天都是太孙的人 朱远末点点头 小培也领着他去献太孙 当时他就猜出来了 如今的朝征 是太子和汉王之争 也是太孙和汉王之争 谢之飞 亏是我们的人 十有八九 就是汉王的人 朱远末又点头 汉王的人 竟然已经跟到这里 朱大哥和我们的关系 只怕瞒不住 谢之飞顿了毒 但我相信 汉王只知道我们走得近 并不知道朱府那里 发生了什么 朱远末一听这话 神情又紧张起来 万一汉王派人 查他们朱府那里 发生了什么 那岂不是 燕三河走之前 叮嘱我说 让我们想办法 给汉王找点麻烦 省得他一天到晚 闲着没事 专盯着我们 谢之飞 朱大哥 我也就不拐弯墨脚了 你有什么好法子 阴招 损招统统拿出来 小培爷嫌弃谢之飞 说话太温和 真要被他盯上了 咱们统统完蛋 你信不信 祖宗规矩 朱家家法 在义府人的生死面前 根本算不得什么 朱远末沉音片刻 就下了决心 我让他生长病 拖延七天时间 谢之飞和小培爷 对视一眼 生病好 生病就抽不出空来害人 七天 能让他们暂时缓口气 再想想别的招 也能让朱远末 把朱府里的人 该警告的警告 该清理的清理 谢之飞还有些不放心 朱大哥 这算害人 害人要不要付出代价 要 但这已经是罪轻的 朱远末苦笑 真正害人的代价 我也背不起 话音刚落 朱青从墙上跳下来 一把掀开帘子 爷 半里之外 有马急驰而来 都这个点了 谁没试回夜里急驰 就说我来看风水的 朱远末忙跳下车 你们赶紧回 谢之飞 乃能扔下朱远末 先走 明廷 你在车上坐着不动 我下来看看 这一看 所有人都惊了 急驰而来的 竟然是朱府三爷 朱远浩跳下马车 白着一张脸冲过来 明日午后请大哥入宫面圣 朱远末腿一软 连连退后竖步 若不是朱三爷扶住了 竟要摔下去 谢之飞也是惊得说不出话来 白天他还说 朱家这会在风口浪尖上 陛下那头怕是瞒不过 得想好了说辞 哪知 事情竟然来得这么快 朱大哥 谢之飞不由替朱远末救了一颗心 宫里这么晚传出口绪 你可得一定要小心应对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朱远末嘴角牵出一个 比哭还难看的苦笑 谢之飞目送他们离开 掀起车窗上车 还莫坐稳 只听小裴爷淡淡道 他要应对陛下 你要应对你殿 我要应对我殿 谢武时 怎么一转眼 咱们都走进了死胡同 谢之飞的笑 比朱远末的还要难看 就是不知道怎么应对 他才又躲到别院来 这一夜 有人雨水之欢 有人开怀畅饮 有人飞奔赶路 有人彻夜难眠 人类的悲欢 一点都不相同 一日 重华宫的 宫女 内侍迟等不见王爷起身 眼看早朝要迟了 卫手的宫女 大着胆子先连一看 发现王爷面色潮红 一摸额头 烫得吓人 宫女赶紧叫来王妃 王妃又命内侍 赶紧去太医院找人 庶民太医匆匆赶来 一个个轮流把了脉 都说是夜里着了粮 一查 才知道王爷夜里行完房 又被叫去书房议室 这粮怕是在路上着的 汉王妃一边让太医开药房 一边派人进宫回禀陛下 陛下的口谕 是在五十左右 汉王妃献了赏赐 心中颇有几分得意 王爷一个小小的着凉 陛下不仅派人来 还赏了东西 可见陛下是当真 把王爷放在心肩上的 而此刻 青天监监主朱远末 正忐忑不安地 等在御书房外 陛下已经用过午饭 正在小气 随着年岁增大 陛下小气的时间 也由原来的一刻钟 变成现在的小半个时辰 就在朱远末快冻僵的时候 小内侍请他进去 朱远末赶紧再理了一遍官袍 跨进了这世间万千做官的人 挤破了脑袋 都想走进来的御书房 跪地 建礼 礼弼 没敢起身 朱远末从怀中掏出奏章 高举过头顶 内侍接过奏章 捧到御案上 永和帝展开一看 竟是封丁幽文书 陛下 朱远末哀声道 陈父 陈母先后过世 陈悲痛万分 无心潮事 只想替生父 生母守孝三年 永和帝并无动作 也不说话 只是冷冷地 看着这位年轻的 青天尖监主 第六百三十八章 过关 帝王一眼过来 就能让陈子瑟瑟发抖 何况还是长时间地 盯着朱远末看 朱远末浑身的冷汗 沉沉而下 礼仪很快湿透 就在他觉得快撑不住时 高位上的人这才开了口 听说 你母亲并非病故 朱远末忙抬头回话 陈的母亲暗里还能再活 只可惜 他与我父亲恩爱一生 白头鸳鸯视半飞 谁付挑灯夜补衣 母亲他 他流下泪来 他不吃不喝数日后 随他而去 皇帝先眼看了内侍一眼 内侍忙道 回陛下 民间有传言 恩爱夫妻一个走了 另一个三年之内 必走无遗 皇帝笑笑 难得 难得啊 朱远末心里 一腔苦楚说不出 又怕自己漏了马脚 索性扶在地上 挨挨道 请陛下恩准称的丁忧 皇帝没有接话 而是问道 听说你父亲的官果 放在了庙里 回陛下 正是 朱远末 我爹这辈子 泄露了太多的天机 官果须摆在佛门里 听上七个月的佛音 才能入葬 否则就会家宅不宁 子孙不安 皇帝哼一声 他替朕观天象 侧胸疾 泄了什么天机 朱远末只觉心跳如雷 深吸一口气 拿起十二分的小心应对 回陛下 天象便是天机 胸疾也是天机 朱家祖祖辈辈做这一行 到了父亲这一辈 已经圣极 正所谓 圣极壁而衰 父亲临终给朱家 侧过一挂 他抬起一张泪脸 朱家后面 怕是要走下坡路了 哦 陛下有所不知 朱远末往前爬了几步 父亲落关 官列三次 是天道示警 父亲生前早有预料 也是他叮嘱臣 把棺材放进庙里 皇帝一听官列 脸色一点点暗沉下来 你父亲临终前 还交代了些什么 父亲让我好好当差 陛下是天定之子 是一代明君 朱家能侍奉陛下 是朱家世代积累的福德 要谢天恩 谢君恩 朱远末哽咽道 他还让陈妖待发妻好 要待兄弟姐妹好 他说妻贤夫或少 家和万事兴 皇帝没有再说话 帝王的沉默势必发怒 还要让人觉得可怕的一件事 朱远末感觉自己的心 几乎要跳出嗓子眼 今日面圣 每一句话该怎么说 用什么口气说 有没有漏洞 会不会让人起义 昨儿夜里 他和老三商量了无数遍 要是这样悬过不了关 那也只能道一句 天意如此 既然你父亲这般说 你身为儿子 就应该听他的话 终于 皇帝开了惊口 而且口气颇位不好 这奏章 朱只当莫瞧见 退下吧 朱远末根本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退下去的 也不知道 他如何一步一步走出皇宫 他只知道车帘一落 眼泪再也忍不住 喷涌而出 振振后怕呀 一直等在车里的朱远号 一看大哥落泪 哆嗦着嘴唇问 哥 怎么样 朱远末用袖子是累 滴滴道 你亲自去三爷跟前走一趟 就说 这一关闲闲过了 哎呦 朱远号捂着心口 常常叹一声 谢三爷在兵马斯吗 在 他被他亲哥 堵在了兵马斯 为什么不回家 这几日在忙什么 燕姑娘呢 怎么不在别院里 一连串的问题 问得谢之飞哑口无言 心想也瞒不住 索性就招了吧 燕三和和朱大哥进了阴界 这个心魔不查下去 两人都得死 而且朱家人死后 禁术下地狱 所以 谢尔丽 你们又往下查了 是 谢之飞撩起衣袍 艰难地跪倒在地 一双黑幕可怜兮兮地 看着自家大哥 哥 不是我不以谢家为重 不以大局为重 实在是 莫折了呀 谢之飞迎上长兄的目光 想个办法 把我逐出谢府吧 以后就算有什么 也连累不到家里 混账 谢尔丽怒目 手指冲着谢之飞点点 再敢说这种话 看我不打死你 谢之飞一听这话 猛了 那大哥的意思 左右是个死 那便薄一 薄 谢尔丽 这些日子 你别回谢府 就住在别院 家里有我 你什么都不必管 也不必问 哥 谢之飞惊得 都有点不知道天南地北了 谢尔丽走到谢之飞面前 双手将她扶起 阿飞 好好帮着燕姑娘 朱家的生死 你大嫂的生死 就靠你们了 幸福来得太快太猛 谢之飞有些恍惚 不等她开口说话 只见谢尔丽呼地 把头压过来 唇覆在她耳边 嘀嘀道 汉林院还封存着 当年先帝处置 先太子的诏书 以及一些官员的弹劾奏章 我会想办法瞧上眼 碰 碰 碰 谢之飞只觉得心悸病 又要开始犯 偷看先帝诏书 万一被人发现了 那也是杀头的大罪啊 大哥他 不是最怕贪生怕死的吗 永青县 越来客战 朱远钊几乎是从马上摔下来 狂奔了一天一夜 骨头缝里都是冷的 他整个人都已经木了 僵了 一只手扶上来 朱远钊抬头一看 眼睛顿时瞪圆了 李 噓 李不言低声道 自己开间房 进了房就不要再出来 吃的喝的 让伙计送到房里 朱远钊忙点点头 好好休息一晚上 明日银石走官道出发 往山关线走 到了县城 找个小叫花带路 记住你要去的地方 叫木梨山 我们河边集合 李不言 如果有人问你去木梨山做什么 你就说慕名而来 说吧 他转身走进客栈 朱远钊等他不见了踪影 忙喊道 伙计 开间上房 一日 银石 天还黑着 朱远钊便已经动身 他走后不到半个时辰 燕三和他们也跟着动身 三人在路上又跑了整整一天一夜的时间 终于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 在河边会合 气马 上船 船到了河对岸 燕三和熟门熟路地走了轨道 直奔山顶 冬日的木梨山一片白雪挨挨 冷得直让人打哆嗦 到山顶 李不言敲开唐府大门 老总管一看来人 惊得眼珠子都要瞪出来 连声高喊 老爷 老爷 燕姑娘来了 第六百三十九章 山洞 这一嗓子 把唐家人都喊了出来 唐明月已经有八个月的身孕 肚子沉甸甸的 看到燕三和 她几乎是飞扑过来 把燕三和吓得 连声高喊 慢点 你慢着点 燕姑娘 你怎么来了 找你父亲有点事 燕三和冲她身后的丹二一 抱了抱拳 别来无恙 丹二一线 没有那个姓谢的 脸色好看了不少 盲笑道 外头冷 快屋里说话 今儿个毕叔 打了两只野兔子 正好涮锅子吃 吃是其次 说话是正事 燕三和扭头看向唐建西 去你书房如何 唐建西看看燕三和 再看看她身后冻得 瑟瑟发抖的陌生男人 朝陶巧吩咐到 弄点热乎的 送到书房来 陶巧点点头 朝唐明月递了个眼神 唐明月却像莫看见似的 一动不动 是燕姑娘呢 多难得才能见到她 燕三和线唐明月的目光 像粘在她身上 想到谢之飞的叮嘱 三爷有句话 托我带给唐姑娘 唐明月顿时笑成一朵花 她说什么 她说孩子的见面里 回头再补上 燕三和目光泛柔 我和不言的 小陪爷的 回头也一起补 这一回走得太匆忙 唐明月开心地 挽起陶巧的胳膊 娘 听见没有 他们都惦记我呢 是 都惦记你 陶巧笑眯眯地拍拍女儿的手 陪娘去给燕姑娘 挑床脑后的被子 二一 你扶好她 不用扶 我自己能走 但二一装作莫听见 直接把人搂在怀里 唐明月推推她 莫推动 偏过头朝男人瞪了一眼 小声道 燕姑娘还在呢 她再有什么关系 但二一故意把声音拔高了 我搂我自己的媳妇 又不犯法 燕三河 火宝还是火宝 唐建西上前 做了个请的手势 燕姑娘 书房说话 好 燕三河随她走进书房 门一关 不寒暄 不客套 把朱远昭的身份背景 和朱家的事情 简单说了下 便开门见山道 唐建西 朱家心魔牵扯到太子乌宙一案 我这一趟来 是想和你打听一下这桩事 唐建西见燕三河上山 就知道没什么好事 却不曾想 他问的竟然会是这个 先太子 唐家因他而灭 朱远廷为他而死 陆时和唐之魏因为他 一个一生未娶 一个顿入红尘 至死未陷 很多个午夜梦回 他回忆起那个只陷过几面 却像印章一样 刻在脑子里的人 心里有恨吗 没有 只有一声唏嘘感叹 朱远昭见唐建西一声不吭 只当他不肯说 盲跪倒在地 唐老爷 我朱家 你朱家与我半点关系都没有 唐建西根本不看他 只看着燕三河 燕姑娘 我只问你一句话 燕三河 你说 如果朱玄九当真是 先太子乌州案的始作俑者 你替他解心魔 上我牧梨山 找我唐建西 他声音忍不住地有些发颤 可要想过我的立场 我的感受 我料到你会说这话 燕三河眼洁轻动 唐建西 这个心魔 看似是朱玄九的心魔 实际上是那几千只乌鸦的心魔 唐建西神色一变 你 你说什么 那几千只乌鸦里面 我想 一定有一指是楚延廷 他在为自己喊冤 为他朱家 被朱的三族人喊冤 燕三河面色平静地看着他 所以 我才会来找你 你确定 这个心魔 是 我确定 燕三河没眼生地 并不像其他女子那般柔和 当他平静看人的时候 整个气场是清冷的 这种清冷 让人莫名幸福 唐建西一下子 从椅子上弹起来 在书房里 来来回回地躲着布 最后 他站定在燕三河面前 猴杰上下滑动 燕姑娘 他们喊冤的目的是什么 无非两个 燕三河 一是查清事情真相 二是昭告天下 前者还算容易 后者 他低头看了看地上的朱远昭 只见朱远昭惨白着一张脸 整个人都在发颤 他应该还没有想到这一层 后者 会很难 唐建西目光灼灼地看着他 既然难 你要怎么办 迎难而上 燕三河闭了闭眼睛 又睁开 别无选择 不怕 怕 唐建西迎着燕三河的目光 良久 哦 我会把我所有知道的 统统都告诉你 燕三河一听这话 就知道 这一趟来对了 你们先吃点东西垫垫 然后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唐建西语速一下子快起来 两只手无一时地搓着 这一夜会很长 很长的 这个时候 谁还有心思吃东西 都是硬塞进喉咙里 只为填饱肚子 刚吃完 唐建西推开门 朝燕三河他们招招手 三人放下茶中跟过去 在黑暗中七绕八绕后 从一处小门出了堂宅 石门外 碧昭举着火把 已经等在门口 他目光朝朱远昭描过去 老爷 此人可信吗 唐建西微微偏了一下头 看着燕三河 那神情仿佛又问了一遍 他可信吗 可信的 燕三河回答 朱远昭眼眶泛热 一咬牙 道 唐老爷 你只管相信我 我 我不相信你 唐建西冷冷打断 但我相信燕姑娘 阿昭 前边带路 碧昭把火把往水桶里移放 这一声 眼前便按了下来 都跟紧了 他叮嘱一声 便摸黑往前走 这是一条上下起伏的路 走到最后 燕三河根本分不清 他们到底是在上山 还是在下山 只觉得脚下的路 越走越窄 约摸半个时辰后 碧昭忽然在一处平地停下来 手也不知道在哪里拍了一掌 厚重的石门 缓缓打开一条缝 唐建西从缝里攥进去 都进来吧 三人先后进去 李不言走在最后 扭头线碧昭站着不动 好奇地问了一句 你不进来吗 碧昭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我守门 说完 手掌又一排 石门缓缓合上 需要这么谨慎吗 李不言在心里问 就在这时 唐建西掏出火折子 把挂在石壁上的灯 一盏一盏点亮 李不言举目一看 惊呆了 这是一个巨大的山洞 里面大一半的地方 堆着古米 小一半的地方 堆着杂物 这是我唐家的储备粮 用来度灾年的 唐建西走到堆放杂物的地方 指着最靠近石壁的那一堆 那些都是严廷的东西 其中还有一些是他的 第六百四十章 荣誉 都是些什么东西呢 大捆大捆的书 几把扇子 几把剑 还有一些玉佩和燕太 一些金银珠宝 这些东西都是严廷的宝贝 玉佩和燕太 是先太子赏给严廷的 唐建西拿起其中一把剑 放在手里看了看 还有这把剑 也是他送的 东西为什么会在你这里 燕三何问 兵变后半年 有人把这些东西送到山上 唐建西深深吸了口气 那人还带了一句话给我 什么 留个念想 留个念想 燕三何在心里琢磨这四个字 道 说明他知道自己走的是一条绝路 是被逼着走上一条绝路 唐建西从杂物里取出一床烛席 扑在地上 地方简陋 就席地而坐吧 燕三何盘腿坐下 你刚刚说被逼 可见你心里很清楚 乌州暗市有人故意的 唐建西 如果我说 他不是那样的人 姑娘信不信 信 唐建西双魔灼灼如火 他真的不是 仙太子姓赵明灵 自荣语 荣语是先生赐的字 形容悠闲自得的样子 更深的一层意思是 先生说身为储君 既要容忍 更要容忍 他第一次与仙太子见面 就是在先生四十八岁的大寿上 在这之前 他会从先生的嘴里 偶尔听到过他 那一次出见 台上演长声殿 台下仙太子和小师妹暗流涌动 一个委婉示爱 一个委婉拒绝 他在边上看得目瞪口呆 入夜 戏散场 宴开始 太子身份贵重 先生把他请进了书房 命他和楚言廷做陪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 真正和贵人同桌 门外人声喧嚣 门里安静 他端坐在那里 一副寻常书生的打扮 垂着眼 似乎有些闷闷不乐 唐建西 我和楚言廷手喝酒 都不知道要怎么摆 偏偏先生被外头的事情耽搁了 迟迟不来 太子饿了 自己给自己斟了杯酒 便吃了起来 吃了几口 他抬头看着他们 笑道 你们是打算一直就这么看着我吗 楚言廷 殿下 还称呼一声师兄吧 他放下筷子 这里没有外人 你们松快些 我也松快些 楚言廷忙到 师兄 我给你倒酒 让他倒 他看了唐建西一眼 按从前的师门规矩 最后入门的那个 还得给咱们铺床叠背呢 唐建西 那会胆子多大 脾气多傲 哼哼道 我还没给师父铺过床 叠过背呢 言外之意 你们俩个师兄算什么 话说完 唐建西县楚言廷 神色变了变 这才意识到 自己话莫过脑 此 哪知 他半点没生气 抬手拿起酒壶 给唐建西 楚言廷倒了半钟酒 咱们师门还有个规矩 做师兄第一次献着师弟 要给师弟们针酒 唐建西一听 当真了 忙一口把酒干了 把酒中往前一送 是指针一次 还是可以很多次 他呼的笑了 问楚言廷 这小子是怎么进的师门 楚言廷忙道 师兄 建西这人什么都好 就是没什么眼力见 说话做事 都跟那孩子似的 你别和他一般见识 自在不成人 成人不自在 他抬手又替唐建西 针了一杯 威意沉默 小师弟 你慢些长大吧 唐建西一下子 将愣住了 从小到大 他各种调皮捣蛋 各种不务正业 爹娘打也打过 骂也骂过 没辙了 就戳着他的脑袋骂 你什么时候 才能长大成人 有时候他把楚言廷惹急了 楚言廷还跺脚唏嘘 你小子什么时候 能懂点事 他却让他慢慢长大 唐建西看着燕三河 叹了口气 前头也和你说过了 先生 把我们引荐给他 一是为着我们的前程着想 二是 想让他身边 多几个得力的帮手 他却说了那样的话 燕三河眉头紧皱 可见这人小的时候 过得不错 他颇为怀念 这是其一 其二 他身为储君 情绪太过外露 也可能是因为 他把你们当了自己人 唐建西 哪怕已经见识过 燕三河的本事 却还是 被他这几句话给惊到了 分析得 丁点没有错 但他当时却什么都没有想 只觉得 这个贵为储君的大师兄 还挺善解人意的 再想到戏台前的事 他被小师妹婉拒后 只是淡淡一笑 也莫摆出储君的派头 甚至还给了小师妹台阶下 唐建西忽然觉得 太子还挺让人亲近的 这时 先生走进来 他和楚延廷忙起身相迎 太子跟着站起来 扶先生坐下了 他才坐下 先生笑笑 你我君臣 何必如此 太子摇头 今日家宴 没有君臣 只有先生和学生 师兄和师弟 楚延廷一听这话 眼睛里都是小星星 唐建西线了 心里那根反骨右露出来 按道延廷师兄也太好哄了 比他还像小孩子 师生四人喝了点酒 吃了些菜 先生放下筷子 和太子聊起了正事 彼时的太子 在朝中已经站得很稳 他是皇后亲生 又是嫡娼子 很早就被立为太子 陛下也信任他 很多朝事都交由他处理 先生让他多出去走走看看 听听名声名义 不要困在宫城里 只看奏章 只听官员的奉承 先生还叮嘱太子 和陛下相处 要先进人子的孝道 再进臣子的本分 这话 你们的先生交错了 燕三合忽然插话 正所谓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首先他们是君臣 其次才是父子 本末倒置了 唐建西看着燕三合 竟不知道要说什么好 当时 他和楚延廷都觉得先生的话 说得太对了 丝毫没有想到 有句老话叫 天解无父子 唐七令这个先生 是谁为太子选的 据说是陛下 亲自为太子选的 唐建西 陛下读书不多 就盼着太子 能学通古今 而我先生 恰恰一肚子诗书 这才有了 这段诗生情分 燕三合 太子的性子呢 像谁 唐建西 像皇后多一些 燕三合你没 看来 皇后倒是个仁慈的人 皇后的确是个仁慈的人 她对我们朱家 好像也有恩情 朱远昭突如其来的一句话 让燕三合不禁反问 什么恩情 第六百四十一章 误他 不知道 我很小的时候 好像听祖父说起过的 记不大清了 朱远昭见所有人的视线 都向他看过来 忙到 我就是刚刚听燕姑娘 说起孝贤皇后 忽然间想到的 燕三合把目光偏向唐建西 继续说下去 燕姑娘刚刚说的是对的 我先生光有一腔诗书 和治国的道理 却不知一切皆为设计 一切皆向王权 唐建西苦笑道 我第二回 见到先太子 是在太子宫中 那年太子侧妃生下南婴 百日燕的时候 太子送来请帖 先生便带着 他和楚延廷去了 彼时的太子 比这几年前 更意气风发 百日燕上高棚满座 赫里一波接着一波 京城的王侯将相 闻五百官来了一大半 他们师生三人 就算坐在角落里 也有人走来 频频向先生敬酒示好 再有几月便是春围 先生被礼部 推选出任春围主考官 多少人想来巴结 他和楚延廷怕先生喝多 不得不挺身而出 为先生挡酒 但先生还是喝多了 太子把他请到书房小气 他和楚延廷跟过去侍奉 就这样 师生四人又重新聚在了一处 先生只是脖醉 喝了几口浓茶 便清醒过来 拉住太子的袖子 仔细盯住 烈火烹油 繁华四姐 荣语啊 这个时候 你要小心了 太子的酒 显然也有些多 一点都不避讳我们 握住先生的手 叹道 母后走后 他有些变了 孝贤皇后 是在三年前走的 皇帝悲痛万分 霸朝三日 追风嗜好起了几十个 最终选定了孝贤二字 太子没有再往下说 他们却清楚地知道 皇帝哪里变了 孝贤皇后 走后三年时间里 京城发生过两桩大案 杀了几万人 十几个世家被超没 其中还要一直追随 皇帝的谋士和将军 先生沉默半赏 陛下 最近形势太过狠辣了些 你身为儿子 又为储君 要在边上适当地劝一劝 太子垂下眼 苦笑 劝几回 跪几回 这膝盖都跪出老汗腿了 那些人都是看着 太子心软了 便去求皇帝 皇帝的用意天下皆知 飞鸟静 梁宫藏 不杀一批功臣 赵家的江山 又如何做得稳 但谢墨杀驴 是要让人寒心的 更何况 赵家能有今天 仰仗的都是这些功臣 先生拍拍他的肩 无奈道 对得起良心便好 别的不必强求 这是我第一次来太子宫 也是最后一次 唐建西回忆道 我扶先生上车时 转身看了眼 送到门口的太子 他站在夜色中 一身玄色东袍 头戴玉冠 背手而立 他的身后 是太子府深深宫殿 深得一眼望不到头 我当时就觉得 他像小师妹示好 不是有多喜欢小师妹 而是想身边 可以有个说话的人 听到这里 燕三河不知为何 心口有隐隐的痛 但比起这一点痛来 他心里最大的感触便是 你家先生又误了他 要坐稳那个位置 没有铁腕是不行的 祖父曾经和他说过 君弱陈妻 君强陈弱 朝政就是天平 很多东西 都要讲究一个平衡 陛下要杀人 只可劝一 劝二 不可劝三 劝多了 便失了地心 所以我先生的春威舞弊案一出来 陛下就没有心慈手软 直接抄了架 说到底 也是给太子一个教训 只是这个教训 实在是太大了 唐剑西皱了皱眉头 沉默片刻道 先生身陷牢狱 才悔不当初 太子探望的时候 抓着他的手说了一句 殿下 群狼环似 你要学着狠一些 这些话 你是如何知道的 很久以后 严廷告诉我的 唐剑西叹气 可惜 先生领悟得太晚 太子的性子已然如此 再狠 只要一颗心是人的 又能狠到哪里去 也是他太顺了 从嫡长子到太子 一路顺风顺水 笃定的以为 那个位置一定是他的 不曾想 早就有人 在边上虎视眈眈 燕三和目光 看向朱远昭 和你们朱家类似 大老爷 吴老爷 甚至老太太 都以为朱家的家 也是大房的 不曾想 他们悬漏算了 一个数字猪玄酒 朱远昭嘴唇动了动 无话可说 但唐剑西却在忍不住道 姑娘真是一针见血啊 并非是一针见血 而是在朱玄酒身上 有所领悟 朱玄酒为了一个朱家家主 已经到丧心病狂的地步 更何况那些人争的 还是天下的大位 太子藏在骨血里的人词性格 被唐其令叫染的书生义气 这些做人的优点 却是厮杀争抢时的弱点 是致命的 沉默半上 燕三和问 后来呢 你还见过太子吗 见过一次 那次他回京城 去礼部上交 词官文碟和官印 一切手续办妥后 走出礼部 恰好太子的车马 停在礼部门口 太子从车里下来 四目相对 物是人非 他续了虚 并脚长出了白发 鼻翼两边的法令纹有些深 不用细想 也知道他日子过得艰难 我上前跪地行礼 他居高临下地看了我几眼 什么话也没有说 便走开了 唐剑西 我心里颇为失落 想着过往的种种 心里忽然觉得莫意思透了 连马车也不坐 就自顾自地走了 走出几条巷子 有人追上来 往我手里塞了 一样东西 唐剑西解下腰间的荷包 从里面拿出一片 小小的薄薄的白玉 递到燕三河手上 燕三河低头一看 是用白玉雕刻成的 一尾鱼 栩栩如生 他给我的 燕姑娘能猜出什么意思吗 唐剑西神色颇有些动容 不等燕三河回答 便道 清澈现息 溪中有鱼 鱼在水里何等快活 我不愿意像楚颜亭那样追随他 他便放过了我 还让我余生自在 顿了毒 他又叹息道 余生自在啊 燕姑娘 这世道 多难得呢 是难得 燕三河捏着那片小小的白玉 久久不语 其实唐之卫 陆时 唐剑西能平安无事地活下去 身后都有一只无形的大手 在暗中帮衬着他们 这手的主人 便是先太子荣誉 只凭这一点 他就坐不上那个位置 太过重情重义了 第六百四十二章 二虎 燕姑娘 我就只见过他三面 和他说过的话 加起来不会超过十句 唐剑西 但就这短短的三面告诉我 这人不是坏人 他做不出 用巫术诅咒生父去死的事 因为他是你先生 一生调教出来的弟子 是 他但凡能够再狠绝一些 都走不到这个地步 唐剑西 楚颜亭曾和我说起过他 他说人如其名 先生赐下的字 就是他这个人 既能容忍 也能容忍 当得一个人字 那么 燕三河 你对乌咒案 有什么看法 从前看不透 只觉得许多事情 像蒙着一层沙 遮着一层雾 一年一年过去了 沙被风吹走了 雾被阳光照跑了 唐剑西冷笑一声 就算没有你们和我说 朱玄九的事 没有燕廷那几份手稿 我也能悟出些道道来 无非就是八个字 里应外合 逼他造反 里应外合 逼他造反 和小培爷分析的一模一样 但手稿 唐剑西 燕三河强忍住心中的激动 问道 楚燕廷的手稿在哪里 我能不能看一看 唐剑西从地上爬起来 走到那堆书前 弯腰把绳子解开来 在一本书的家业中 小心翼翼地抽出几张纸 不言 去把灯拿进点 李不言取下墙壁上的油灯 放在燕三河身边 燕三河接过纸 没有急着去看 而是抬头 看着唐剑西 你留着这些东西 不怕有一天 怕 为什么还留着 和燕姑娘 非要解这个心魔 是 一个道理 明知不可畏 而必须未知 看着唐剑西坚定的目光 一股说不出的情绪 慢慢涌上燕三河的心口 以至于他进了好一会 才就着油灯低头看起来 原封三十一年 七月十二 今日一起床 右眼皮就开始跳 左眼跳财 右眼跳灾 我想着夜里的梦 去佛堂上了三柱清香 梦是关于灵弊的 他自尽后 从来没有入过我的梦 这是第一次 梦里 他这天青罗裙 眉目端秀 右手沾花而笑 一如九年前的模样 我却是老了 荣语书房的隔间里 也有一间小佛堂 他说他这个身份 跟任何人袒露心声 都是件致命的事 唯有跟菩萨说才最安全 我治这间佛堂 就是学他 心烦意乱的 时候会来这里做做 佛堂里供着观世音菩萨 金刚木木 菩萨低眉 听人说 菩萨能看见 人世间的一切疾苦 既如此 他也应该能看到我的 看到荣语的 先生走后 我进了占世府 辅佐荣语 我话很少 笑也不多 荣语的话比我还少 脸上也在男友笑 他经常会在深夜 把我叫去 君臣二人一壶酒 都无话 慢慢引进后散去 这是一个 只有我能见到的 沉默寡言的荣语 在外人面前 他依旧是陛下宠爱的太子 是意气风发的储居 是一人之下 万万人之上 他待人 还是如从前一样 彬彬有礼 只是形势中 多几分杀法和狠绝 据说太子府 除了太子妃外 别的人都惧怕他 春为仪式后 他便开始着手 调查几位皇帝的底细 以及这些人的野心 陛下子嗣颇多 有野心的不少 寻常人家为了家产 还要争上一争 这天下的大卫 滔天的权力 是个人都会动心 这是荣语的一男 男在虎视眈眈的人太多 那些明面上的 明面下的 都死死的盯着那块肥肉 荣语的第二男 男在陛下的铁腕和多疑 铁腕治国 多疑治人 陛下的铁腕 已让王侯将相 文武百官 人人自危 生怕一句话说错 就让资格掉了脑袋 而一若用在对付 亲生儿子身上 君臣也好 父子也好 只会越走越远 如今陛下越发得老了 人一老 耳朵就软 谁的话都会听 唯独听不进荣语的 荣语说 那日陛下染了风寒 他在床前侍奉汤药 陛下迟迟不肯张口 直到他亲自尝一口 陛下才张开嘴 他是不信我呀 我与他说 他不是不信你 他是谁都不信 我又与他说 殿下再隐忍些日子 就好了 是的 再忍些日子吧 太医院打听到的消息 现在只有百年以上的老参 才对他有用 老参吊着将死的人 有功效 他已经活不了多久了 忍自头上一把刀 这些年容于忍得很苦 膝盖因为酒贵的原因 一到阴天雨天 就隐隐作痛 如雨曾对我说 他最大的错 是生得太早 为父的健康长寿 做儿子的羽翼见风 二虎相争 必有一伤 若是晚生几年 就不会这样难了 我笑着宽慰他 绿带奇观 必受其重 晚生几年 也轮不到你做太子 荣语沉默半上 忽然说了一句 也没有人问过我 愿不愿意做太子 三只青香烧到一半 其中一只呼得灭了 我心头砰砰直跳 大感不妙 就在此时 是从梁谦冲进来 说禁军 把太子府围起来了 我吓得魂飞魄散 赶紧穿上官袍 去詹氏府打听消息 感到詹氏府 有一半的同僚都已经到了 都惶惶不安 为什么禁军会为太子府 山市府都是太子党 太子有事 谁都逃不了干系 为了活命 所有人都使出看家本事 托人到处打听 太子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到了傍晚 终于有消息透出来 说是从太子府里 挖出了乌咒娃娃 上面除了皇帝的生辰八字 还插着七根钢针 我听罢 只觉五雷轰顶 也不过如此 诅咒天子 等同于谋逆 这时有人要置太子于死地啊 更巧合的是 陛下这几日龙体欠安 也有两日没有上朝 可见有人 在暗中谋算好了一切 詹市府没有一个人相信 太子会蠢到如此程度 左詹是韩明 又任礼部侍郎 韩明打小便是太子士徒 与太子一同长大 勤奋非比寻常 韩明最先恢复冷静 他命所有人联系各路人马 明日尚书为太子喊晕 自己前往孝贤皇后的娘家 寻求助力 没有人敢懈怠 生死攸关的时候 自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第六百四十三章 困兽 这一日 当真是兵荒马乱 每个人的真心 亦或是嘴脸 都在这天一览无余 深夜回府 我拖着一身的疲惫 去了佛堂 又燃了三炷香 白炎升起时 我前程下跪 菩萨啊 请保佑 如雨度过这一关 若他能平安无事 便是要我后半辈子 清登古佛 我也愿意 出佛堂 简单洗漱了一下躺床上 哪里能闭上眼睛 想着夜里的那个梦 我爬起来 提笔写下这几页纸 我有个不好的预感 这次的事 和九年前冲先生去的那回 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 这人一直藏在暗下 伺机而动 原封三十一年 七月十三 一夜无眠 此时过后 便去书房坐着 眼巴巴地等着天亮 等来的却是皇帝 依旧不曾上朝的消息 他不上朝 替太子求情 喊冤的奏章 便传不上去 我没有多想 立刻前往寒冰府上 一探究竟 寒冰赤红着一双眼睛 在书房县的我 开口第一句 便是事情不妙 不妙的 不仅仅是皇帝没有上朝 他甚至下令 不见任何人 不见任何人 就意味太子的旧家 孝贤皇后的娘家 这步棋 成了废棋 现在的局势 是太子被围在太子府 出不来 皇帝坐守皇宫 谁也见不到 这就是个僵局啊 寒冰说 咱们得想办法 打破这个僵局 想法是好的 但如何打破 我和他商议良久 决定一纳一万 那里 必须想办法 先太子一面 外里 得联系宫里熟悉的太监 看看有没有办法 通过他们的嘴 把太子的冤屈 说给皇帝听 就在这时 窗户敲了三下 一个黑影 站在窗户边 来人是太子安卫 太子命我和寒冰入夜后 去太子府县他 走西边的角门 这时 我和寒冰才知道 西角门看守的是 雨林左卫军 领兵的人叫张元冰 他是太子 安插在雨林左卫的人 七月 酷暑当头 这日白天 无数太子身后的人 在酷暑中 为太子奔走 入夜 我和寒冰 在张元冰的掩护下 从西角门 进了太子府 太子府里 三步一岗 五步一哨 这些人 都是太子亲卫 我们俩穿过长廊 直奔书房 刚到院门口 就现荣语一身单衣 赤着脚 散着发 独身立在院中 我心中大痛 喉咙口一片酸涩 这是我从未献过的 一个荣语 哪怕是在唐家被超时 他都是穿戴的 一丝不济 储君的容貌 姿态 也是御史台那些 阎官们 拿来做文章的 一个地方 别说赤族散发 便是衣服上 多了几道折痕 他们都能写出 洋洋洒洒 几百字的奏章来 荣语 这是被逼成了困兽啊 他向我们看来 双眸中不见喜怒 恍若隔世 我与寒冥眼眶一热 赶紧上前跪地行礼 荣语没有让我们起来 而是轻轻叹了口气 你们应当知道 我不是这样的人 这话 说得我眼泪 都要落下来 熟悉荣语的人都知道 他的性子 其实并不好相语 会发脾气 会骂人 尤其是春围一暗后 常常阴晴不定 前一刻悬如沐春风 后一刻就大发雷霆 他也杀人 那些与他对立的 不合的 他都会一一除去 可诅咒生负这种事情 他不做 也不屑做 更何况 他都做了几十年太子 早一天 晚一天 又有什么区别 这些年 我一步一步经营 一步一步忍让 一步一步小心 睡觉一只眼睁着 一只眼闭着 到头来 还是被人算计去了 他的声音 有种万念俱灰的含义 是天道如此吗 我直起身子 殿下 臣豆胆问一句 何谓天道 他微微一愣 父慈子孝不是天道 兄友弟公不是天道 战战兢兢 小心翼翼也不是天道 我豁出去了 所谓天道 是谁强 谁便是天道 韩明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道 殿下 形势已经很明朗了 做决定吧 形势何止明朗 甚至连结局都已经写好了 成者亡 败者寇 那人布下的这一局 是绝杀局 没有给太子留定点后路 太子如果等待发落 以陛下如今避而不见的局面 十有八九匾位数人 圈禁至死 而太子的一众追随者 多半是杀的杀 匾的匾 流放的流放 荣宇那样一个 心高气傲的人 能容忍自己从高位落下来 成为大逆不道的醉臣贼子 像条狗一样 匍匐在地上 战战兢兢祈求心地留他一条性命 他说了 他不是这样的人 这不是他的风骨 一个人是有风骨的 这是上天和环境 独独赐予他的 他做不了狗 只会做一头孤狼 养天长孝 奋力厮杀 争一个鱼死网破 荣宇没有说话 而是在庭院中 来来回回的踱步 他在犹豫 在为难 在权衡 在挣扎 在自己和自己战斗 我知道 他心中的人 又跑出来作祟了 殿下 我大喊一声 但凡陛下他信你一分 他都会派人来查明此事 如今宫门紧闭 不进不出 他就是不信你啊 荣宇整个人剧烈地颤抖起来 喉尖紧塞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两行热泪从他眼中缓缓滑落 果真天界无父子吗 我和韩明都不作答 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多说无意 是该他做决断的时候了 许久 荣宇悠悠叹出口气 弯腰一手托起一个 此刻 他的双眸中有灼灼烈火 亮得吓人 我和韩明都暗暗松了口气 你们随我进房来吧 房里 早有庶民太子的心腹在等着 他们的脸上 和我此刻脸上的表情 如出一辙 等待着太子决定他们的未来 要么生 要么死 二更 三更 四更 我们商量了整整一夜 才把事情商量妥当 这时 那是端来酒 一碗一碗地倒出来 荣宇端起酒碗 一个一个与我们碰杯 然后一眼尽 这酒说不出的辛辣 喝下去 直冲头顶 冲的人眼泪都要流下来 荣宇说你们都去吧 我走在最后 转身回看了眼 荣宇站在窗前 烛火在他身后跳跃 脸上很平静 只是眼睛里有泪光 我忽然觉得 如果他没有 生在帝王家该多好 做一个寻常的读书人 娶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子 生一堆普通的孩子 如果时光停留在九年前 该多好 那时 先生还在 见习整天倒过他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 小师妹和山石 整天眉来眼去 我整天围着灵臂长 灵臂短 而荣宇虽不见人影 却常常被先生夸起 你们的大师兄啊 小说读书就勤奋 一笔字写得也好 做的文章拿出去 谁都夸 第六百四十四章 天道 原封三十一年 七月十四 天色微亮时 我回到府里 这一日 陛下依旧没有早朝 四九城看上去风平浪静 路上也没现几个寻戒的士兵 实在那里 已是巨浪滔天 我的时间不多 要预备一下后面的事情 首先是我的父母 我的家族 事成字不必说 他们会 因我而想荣华富贵 是败我 便是储家的罪人 储家必定受牵连 我愧对父母 愧对列祖列宗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我这辈子不曾娶亲 无儿无女 至少 我不曾愧对他们 我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 生育之恩 养育之恩 若有来世 疑病还报 若无来世 我愿做街市上的一方青砖 受千人采 万人踏 只为求二老投胎转世后 一生平安喜乐 这人世间太苦 做人太苦 青砖无知无绝 却能填路 甚好 其次是我的几个至交好友 人这一生 朋友多 好友少 至交好友 更是少之又少 我一一给他们留了一封信 最后一封给剑西 还是那句老话 什么都不要做 连收尸都不必 每年清明中原 替我烧一碟纸 多敬我几杯酒 就是全了我们同门一场的缘分 最后的一点时间 我留给荣语 今夜过后 史书上对荣语的评价 会有两种声音 一种逼宫登位 另一种是乱臣贼子 前者 哪怕是逼宫登位 史书也只会一笔带过 因为那时天道 已经站在了他的那头 若是后者 我想替他分说一下 此次举世 是真正的逼不得己 事情全由乌咒娃娃而起 乌咒娃娃 是在太子寝宫的 小花园里找到的 第一个发现的人 叫孤阿六 此人五十出头 在太子宫里 负责花草树木 孤阿六发现乌咒娃娃后 没有回禀太子 把事情演下来 而是拿着东西 悄无声息地出了府 独自一人去了锦衣卫报案 此人 定是谁在太子府中 安下的暗棋一枚 起到引爆整件事情的作用 除了孤阿六以外 还需得有人 把乌咒娃娃 埋进小花园 太子的寝宫 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去的 能进去的 无非是嫔妃 和侍奉太子的婢女 嫔妃中 下财人最为可疑 此人十四岁到太子身边 从婢女一步一步 爬到财人的位置 她祖籍在山东 但她的母亲是北地人 北地正是赵王的封地 除了下财人外 沈女一也极为可疑 她是沈家人 因医术出众 被调进太子宫里 给太子妃及一众嫔妃 看妇科病 这两个女子中 必有一人 是乌咒案的帮凶 最后 慈安幕后的指使者 无非两人 一人为太子府 若是她 真正应了天界无父子那句话 可怜 可悲 可叹 一人为太子四弟赵王 若是她 我只能替荣语叹一声 狼子野心 时间不多 书写到这里 就该落笔 可我却还有几句话 想写下来 第一 我一辈子追随荣语 不悔 第二 我为她死 不悔 第三 若是失败 我盼着有朝一日 这份手书 有一天能重见天日 这世间如同一座沙漏 当沙漏落尽 真相都被淹没在深处 一切归于尘土时 我盼着有一个人 能把这沙漏倒过来 让世人看一看 这真正的真相 最后 三柱清香 愿菩萨保佑 保佑我的主上 如雨能偿命百岁 最后一个字看完 燕三和纸 觉得眼前一片模糊 一摸 竟是泪流满面 为什么呢 她的心竟是这般的痛 就像有无数密密麻麻的针 同时刺了过来 三和 李不妍担心地问 我没事 燕三和把纸交给李不妍 拿衣袖抹了一把泪 唐建西 我能出去喘一口气吗 唐建西想着自己 每一回看到这份手书 眼面痛哭的场景 点点头 我让毕昭远地跟着你 燕三和起身 低头朝朱远昭看去 你们把手术看了 看的时候小心些 我去去就来 山里的冬夜 除了风声 再听不到任何声音 燕三和没有走远 就站在山洞前的一片空地上 举目眺望 风吹起了她乌黑的发 有几率落在眼前 眼睛又开始有些发热 朱远廷啊 你知道不知道 所谓的起兵逼宫 真的很蠢 乌咒不是必杀局 起兵逼宫才是啊 他们就等着你们往里面跳 好一网打劲 怎么就不能激活呢 荣宇啊 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能让朱远廷一生追随 致死不悔 能让只与你见过 几面的唐建西 十几年来一直深信 你是清白无辜的 身后的毕招 看着面前的少女 眼神里颇有几分奇怪 她不明白 这少女在这夜色的背影 为什么看上去那么的悲伤 好像她此刻正经历了 一场家破人亡似的 燕三和慢慢等星沉下来后 再度走回山洞里 此刻李不言和朱远昭 都已经把那几分手术看完了 两人都垂着头 默默发呆 燕三和坐回原位 问唐建西道 说说他们起兵以后的事吧 唐建西苦笑 我只知道一个大概 那就说一个大概 基本都死了 不是战死 就是自吻而死 还有少部分贪生怕死的响了 唐建西 太子宫里 也是血流成河 所有和太子有关的人 都被太子妃杀了 燕三和一惊 太子妃 唐建西点点头 太子妃是个奇女子 那边乡太子兵败 这边乡她就命人 把一众儿女 后宫嫔妃统统杀光 最后放了一把火 自己也横刀自尽 李不言听得心直跳 一个墨留下 一个墨留下 唐建西叹了口气 据说最小的太孙 只有四岁 也没了 燕三和冷笑一声 没了好啊 真要活着 也是受罪 太子妃自尽前 仰天大喊了一句 天道不公 唐建西 先帝因为这个原因 一病不起 无奈召回了远在北地的赵王 最后把皇位传给了他 无奈 早干什么去了 李不言冷笑不止 但凡他站出来 说一声相信 太子 结局也不会变成这样 做了婊子 还要立牌坊 恶心不恶心 这话 唐建西和朱远昭 听得心惊胆战 可真敢说啊 第六百四十五章 熟人 此刻的燕三和 莫名想到了 陆世增说过的一句话 非他心慈手软 非他谋略不深 实在是当今陛下的野心之大 手段之狠 布局之深 放眼天下 无一人能及 由此可见 先帝和先太子之间的 君臣隔阂 父子隔阂 应该也是他的布局之一 由此也证明 陆世费尽一生的心血 最终也只能 逼他下个罪己诏 是多么的合情合理 事情又明朗了许多 赵王氏 藏在背后谋算之人 严如闲是他放出去的狗 这条狗找上了天使 弄到了先帝 真正的生辰八字 以及行污咒的方法 燕三和 然后赵王 利用他安在太子府的眼线 实施整个计划 顾老六 下财女和神女仪的下场 你知道不知道 楚颜庭竟然在手术中提起 他相信 唐建西自然会对这三人留心 唐建西的确暗中留心 顾老六举报有功 锦衣卫赏赢五十两 这人拿了赏赢的第二天 就被人砍下头颅 扔进粪坑 尸体则掉在树上 燕三和 谁干的 唐建西磨牙 不是他主子干的 就是像我这样的落网之鱼干的 这种下贱小人 杀一万次都死不足惜 燕三和 下财人呢 唐建西下财人死在太子妃手里 李不言插话 若真是他 太子妃也算帮太子报了仇 报得好 神女仪是我最怀疑的人 唐建西看了李不言一眼 兵变后 太子妃余下的人都被关押了起来 神女仪也在其中 半年后 她突然被放了 然后便不知所踪 为何会放 燕三和 又为何不知所踪 唐建西摇摇 我离京城远 打听不到那里的消息 只知道一个大概 燕三和直觉不太对 忙问道 神女仪全名叫什么 哪里人是 父亲是谁 母亲是谁 沈渡若 京城人士 父亲沈薇 出身世一之家 母亲图事 沈渡若上头四个哥哥 她是沈家最小的女儿 燕三和愣住了 怎么兜兜转转 又转回了熟人 沈薇不就是沈老太医吗 从前还帮她治过脚伤呢 沈老太医 一旁的朱远昭 也大吃一惊 她帮内子施过鬼门十三针 唐建西一听朱远昭认识沈家人 忙追问道 沈渡若呢 你知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 死了 朱远九宴气的那天 她的棺材被送到了沈家 朱远昭 听小裴爷说 她好像是被沈老太医赶出府的 这些年一直在外头做游衣 死后才落叶归根 赶出府 唐建西冷哼一声道 怕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吧 这 朱远昭答不上来 燕三和 太子府余下的下人呢 都还活着吗 活 唐建西的唇如动了几下 哀声道 谁能活下来都死了 我大概估算了下 因乌宙一案而死的人 有两万多 受牵连的不计其数 那么也就是说 整个太子府里的人 最后只有一个沈渡若活了下来 这不合常理 燕三和看着朱远昭 回京后 这个沈渡若要好好查一查 朱远昭点点头 的确要好好查一查 这人查完 乌宙案基本上就水落石出 那些乌鸦的心魔 说不定也就能解开 唐建西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燕三和问 唐建西摇摇头 这是他心里最后一点秘密 本打算带进棺材里的 燕三和拿起那几页手稿 这三份手稿 我替你保存吧 唐建西不说话 一切归于尘土时 我盼着有一个人 能把这沙漏倒过来 让世人看一看 这真正的真相 燕三和轻声说 也许 我就是那有一个人 唐建西看着他 摇摇头道 燕姑娘 不是我不给你 是太危险了 背靠死亡 才能图谋远方 燕三和斩钉截铁道 你都不怕 我为什么要怕 唐建西一下子动容了 他甚至突然明白了 为什么这个年纪 轻轻的小姑娘 偏偏是解磨人 因为只有年轻人 才无所畏惧啊 姑娘好生保管 如果 他猴头滑动 艰难道 如果京城待不下去了 可到山上来住些日子 明月他喜欢你 你这是算准我后面 要遇险了吗 可千万别 燕三和八指小心折好 塞入怀中 我会再上山的 而且一定是光明正大的来 不给明月添麻烦 好好好 唐建西一连说了三个好 情绪颇畏激动到 到时候 我与燕姑娘把酒言欢 不醉不归 我不怎么喝酒 但三爷喝 燕三和扶起一点笑 让他陪你 说起谢三爷 唐建西心里 又有深意重的感激 忙道 我派着这一天早点来 我也怕 正式聊完 聊些杂事 燕三和冲朱远昭看过去 你有什么想问的 想算的 想测的 就在今晚吧 明日一早 我们便下山 朱远昭忙道 唐老爷 我替唐小姐 肚里的孩子画个符吧 保佑他一生平平安安 一个符怎么能够 我的 我家夫人的 我女儿女婿的 都要 唐建西手指着朱远昭的鼻子 恨恨道 你们朱家呀 作孽呀 朱远昭羞愧地垂下头 众人回到宅子的时候 老总管等在门边 燕姑娘 房间还是原来的房间 老奴领你去 燕三和冲他笑笑 转身朝唐建西抱了抱拳 我们休息两个时辰就出发 太太那边 明月那边老你替我们赔个不是 唐建西心里竟有些舍不得 明月那丫头 醒来发现你不在 又要哭鼻子了 你跟他说 将来我会来长住的 他就又乐了 这孩子就是性子单纯 单纯好啊 有福建 燕三和忽然想到了什么 朱远昭 教唐老爷几个阵法吧 这山里安静 容不得世俗打扰 保不及后面还有 比我更聪明的人 会寻到此处 朱远昭知道这些阵法 是为了保护唐家的人 没有犹豫就点点头 唐建西却伸手 拦住了燕三和的去路 低头看着他 似有千言万语 最后 他伸出手 把那枚薄薄的白玉 放在燕三和的手心 这个给你 他护了我二十几年 有用吗 有 唐建西抬头看了他满天烦心 他在天上看着呢 第六百四十六章 清征 千里之外 京城 汉王染了风寒 病了 消息传到宫中 皇帝不仅派了内侍 到王府探望 还有赏赐下来 赵燕进夫妇得意非常 然而这份得意还不到三天 便有人弹劾汉王久居京城 迟迟不回封地 坏了先帝立下的规矩 规矩是 成年皇子吴赵不得入京 便是有事 也应该速办速规 汉王入京 本来是未了事急 如今皇帝龙体健康 汉王就应该回封地 而不应该滞留京中 赵燕进压根不把这种 弹劾奏章放在眼里 再有一月就要过年 陛下年岁大了 就喜欢孙围绕 这奏章不用他出面 陛下自会替他解决 果然 第二日早朝时 皇帝没有提起 弹劾奏章的事 只问青天间的朱大人 给皇太孙选的日子定了没有 朱大人上前一步 称明年五月初八 是这一年中最好的日子 适合婚取 这个日子 也配皇太孙和吴家 三女的生辰八字 皇帝沉吟良久 摇头道 在二月份里 选个好日子吧 群臣心底一片哗然 现在离二月份 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三个月的时间 准备皇太孙的大婚 实在是太匆忙了些 哪知 皇帝接下来的一句话 更让所有人震惊 三月 朕要御驾亲征 朱大人 你帮朕也挑个好日子 皇帝御驾亲征 六十二岁的高龄 怪不得要把皇太孙的大婚 提前到二月份 群臣你看我 我看你 都不知道要如何劝说陛下 打消这个念头 但一想到陛下这一生 都在马背上度过 御驾亲征 也不止一次两次 话又都咽了下去 朕出征期间 由太子监国 汉王随阵出征 这话一落 所有人的目光 都有意无意地看向太子 太子数年前 也曾监过国 那一回 也是陛下带着汉王远征打打 得胜后 大军班师回朝 太子听到消息后 带着百官准备出城迎接 迎接时 由于准备不足 时间上有所延误 惹得陛下很不高兴 一连发落了好几位太子的人 其中有两位还下了狱 也正是那一次 太子在陛下心里 彻底失了宠 众目睽睽之下 一片灰白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 肥胖的身子 战战兢兢地跪下去 儿臣 遵旨 群臣中 谢道之翘无声息的 朝皇太孙看了一眼 垂下眼帘的同时 在心里深深叹了口气 武安侯再三请求出征 陛下都没有点头同意 他的心 到底还是偏向汉王的 消息传到谢之飞耳中时 他正在牢里审犯人 那小贼连 偷了六户人家 就是不肯招出同伙是谁 若是往常 谢之飞还有性子 和他周旋一下 一听陛下御驾清征 还带上汉王 什么好脾气都没了 先打石板子再说 谢之飞走出屋子 扭头看了朱青一眼 咬牙切齿道 我这头还没想出法子 给他寻点麻烦 他却给我来了这么一出 朱青看着自家爷 唇动了几下 却不知道要怎么劝 你不必宽慰我 谢之飞淡淡道 真正要宽慰的 是端木工那位 前脚踩在李不言身上 栽了跟头 后脚就面临大婚提前 陛下亲征 这份憋们也是莫谁了 派人给明廷送个信 让他晚上和我去趟别院 谢之飞想了想 又道 你亲自往不家军跑一趟 就说上回袭击我们的人 查到了 朱青一正 谢之飞是汉王 朱青又一正 爷 就凭燕姑娘那几句话 又没有真凭实据 谢之飞瞪眼 燕三合的话 就是真凭实据 他什么时候猜错过 布将军怕不会信吗 你就跟他这魔异说 至于信不信 那是他的事 朱青犹豫了一下 陛下还没有选出征的人选 布将军 一定少不了他 谢之飞 陛下亲征就是为打胜仗 打胜仗 就少不了布家军打头阵 朱青 爷爷成神算子了 神不神算子的 谢之飞不知道 他现在就想干一件事情 挑拨离间 不对 还有一件事 他也想干 找朱远末去 看看能不能让汉王这病 一直生下去 朱远末见谢之飞来找他 丝毫不意外 汉王随陛下出征 太子留守京城 这事儿看着合情合理 但只要细细一想 就知道太子的处境有多险了 陛下62岁的高龄 远赴北帝打仗 先不说仗 打得怎么样 只说陛下如今的身子 能不能平安无事回来 如果不能 陛下身边只有一个汉王 那变数可就太多了 古往今来 也不是没有 发生过这样的事 秦大帝出游南方 并死沙丘宫平台 妻子胡亥密不发丧 在大臣赵高和李斯的帮助下 杀死兄弟姐妹二十余人 并逼死皇长子扶苏 荡上了皇帝 血淋淋的教训啊 三爷 朱远末叹息一声 事情可一 不可二 他要起疑心的 我这还没开口呢 你倒已经一口拒绝 谢之妃心里甭提多郁闷了 不过细想想也是 小半个太医院 都跑去了汉王府 若是连个风寒都治不好 谁能信呢 我能帮三爷的 只有在算好出征日子后 向陛下隐晦提一句 汉王的属相和生辰 此行不易跟在陛下身边 朱远末 而且还不能胡周 须得实事求是 陛下多疑 青天间还有别的能人 有法子 总比没法子好 郁闷一扫而光 谢之妃冲他抱了抱拳 我替怀人谢过朱大哥 你我之间 还要什么谢 朱远末上前一步 低声道 我现在还能替陛下办事 都是三弟的功劳 也是朱大哥应对的好 朱远末 见他丝毫不拘功 心头不由易软 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总是能找着机会的 三弟放心 我和你在一条船上 不会眼睁睁看着船帆的 这话 无意给谢之妃 吃了一颗定心丸 别的话他也不多说 只低声道 再有几日 他们就回来了 我会派人迎出一百里 应该有好消息带回来 朱远末看着 谢三爷深邃的眼睛 也低声道 若我找不着机会 还请太孙殿下 早做别的准备 第六百四十七章 情商 郊外 军英 张奎送走朱青 回到营帐内 现老大看着探盆正正出神 也不敢上前搭话 把冷茶倒掉 换了热茶放在小机上 布六听到动静回神 人送走了 送走了 没再说什么 一句话莫说 布六听了 沉默了好一会 你觉得朱青的话 有几分可信 一半对一半吧 毕竟没有真凭实据 我倒觉得 有八分可信 八分 这么多 张奎走过去 在边上坐下 老大 为什么 布六回忆那日的情形 这些黑衣人 虽然什么马脚都陌路 但他们的手上功夫 给我一种野狼的感觉 群起而为之 却不慌不乱 张奎听得云里雾里 如果不是谢三爷年轻气盛 又出其不意地挑出那一刀 我们没有任何胜算 布六 我们这些行军打仗的人 到了战场上 眼里就只有敌人 而野狼的眼里 也只有猎物 由此可见 这群黑衣人背后的主子 是一个上过战场的人 老大 你这也太 牵强了吧 不过 三爷让朱青来的时机 有些耐人寻味 布六不去理会张奎的质疑 自顾自道 陛下早朝刚说要亲征 还让汉王随他出征 张奎急了 老大 你倒是往下说啊 这小子妥妥的太子党啊 布六摇头笑了笑 看来他一开始冲我示好 应该也是奔着这个原因来的 毕竟太子 在军中没什么根基 张奎虽然不明白 谢三爷为什么是太子党 但一听老大说这个话 心里十分的有共鸣 我就说嘛 他不可能没有目点 话刚落 有侍卫在站外说话 将军 兵部来人 请将军明日一早去兵部议事 我知道了 布六拿起茶中 慢慢喝一口 兵部喊他去议事 十有八九 是要他随陛下出征 位置还是前锋营 替大军杀出一条血路来 谢三爷在这个节骨眼上 送训过来 也是料到了他 一定会随陛下出征 张奎 老大 在 明日进城 我去兵部 你去兵马斯走一趟 问三爷 敢不敢再和我喝顿酒 老大 你这是要 既然老子查不出来 布六语气陡然变得强硬 那就趁这个机会 逼他自己说 张奎又是云里雾里 老大查不出来什么 逼三爷说什么 深夜 别怨 赵一时穿着灰色颈袍 神情平静 看不出有什么异常 裴笑和谢之飞两人嘴巴 都说干了 他依旧不紧不慢地喝着酒 裴笑 兄弟 咋整 谢之飞 不知道 裴笑 要不从教方司挑个好看的 裴一碗 谢之飞 你欠抽 裴笑 从僧禄司找个高僧呢 聊聊佛法 谈谈人生 谢之飞 还不如教方司 你们说 生在帝王家 有什么好 他终于开口 夹在陛下和太子之间 左右不是人 赵一时极少抱怨 人工比谁都强 所以他说出这样的话 谢之飞和裴笑听了 都格外心疼 我做一日皇太孙 就得顺着陛下一日 他哪怕让我娶个男人 做正妃 我也只能娶 不能拒 他垂下头 声音低雅地不像话 我把皇太孙的这层皮扔掉 下场只要死 不仅我要死 你们一个个都得死 谢之飞踢踢裴笑 还是为了李大侠 裴笑心里叹气 情字 商人啊 这世上下之贩夫走卒 上至王侯将相 赵一世咬着牙 谁不是在苦苦挣扎 哪个是容易的 有谁能随心所欲 谢之飞伸手搂了他一下 莫说话 裴笑拍拍他的肩 也莫说话 站在怀人的立场 他说的 做得都对 站在李不言的立场 他拒得也对 既然都对 那么谁错了呢 有时候 我真羡慕你们 赵一世抬起头 看着裴笑 你爹虽然嘴上 天天骂你小畜生 心里比谁都疼你 谢大人就更不用说 谢之飞点点头 他只要朝自家亲编好几句 老爹就要什么给什么 你们知道吗 赵一世眼里 慢慢泛起红光 我只求他丢我一个笑脸 我就觉得 一切都值了 他的身子在抖 声音也在抖 轻轻又说了一句 放弃他 也值了 人不能喝伤心酒 越喝越伤心 赵一世醉了 他醉了很乖 不吵也不 闹 自己缩进被窝里 蒙着头睡觉 谢之飞和裴笑两人 一个在床榻上 对付了一夜 一个在床后缩了一夜 一日 赵一世醒过来 看着两人的睡姿 眼中有湿热的温度 昨儿那几句话 也是被逼到了一定的程度 才借着酒精说出来 他没有人可说 他是高高在上的皇太孙 贵级 富级 有谁相信他 二十多年活下来 全靠一个忍字 唯有这两人 他愿意 把自己的脆弱和崩溃 偶尔露一点出来 赵一世悄无声息地下床 沈冲走进来 正要说话 被他一个眼神制止 我先回宫 等他们醒了 让人好生事后着 不能有一丝怠慢 谢之飞 其实在赵一世下床的时候 就醒了 只是装睡莫动 男人 都是要面子的 怀人也不例外 等脚步声走远 他坐起来 想伸手去推裴笑 却见裴笑睁着 这小子也通透和他一起装睡呢 谢之飞抹了一把脸 汉王带头 咱们还是要想想办法 他跟过去的话太险了 裴笑一个白眼翻出天际 谁不知道是这个礼呢 但有什么办法呢 再说了 一大早就讨论这些 还让不让人活 两人在别院用过早饭 各自回了衙门 谢之飞刚从丁一手里接过热茶 张魁一身寻常打扮 跟在朱青身后走进来 他怎么来了 谢之飞赶紧放下茶中 起身相迎道 张大哥 稀客稀客 瞧这小嘴 这叫他清热的 张魁心中不屑 清了清嗓子 我家老大有句话带给大人 请说 老大问三爷 敢不敢再和他喝顿酒 有什么不敢的 谢之飞见没一条 哼 第六百四十八章 是谁 喝酒在老地方 规矩还是老规矩 一人一谈 两谈喝完都有些饱醉 布六看着谢之飞 眼睛一眨不眨 谢之飞被他看毛了 布大哥 我脸上有什么不对吗 布六摇头 谢兄弟 今日兵部找我去了 陛下清点我不家居 三月后随他出征 料准了 谢之飞端起碗 布大哥 别的话没有 祝你跟随陛下建功立业 平安归来 布六哈哈一笑 仰头把碗里的酒饮敬 接着又给两人的碗里倒满 这一晚 我敬谢兄弟 一谢那日的救命之恩 二谢 帮我查清了真凶 谢之飞 布大哥客气了 我也是为自己查 布六身子往前凑了凑 目光里尽着些良意 那他到底是冲谁来的呢 谢之飞乘着他的目光 不躲也不让 不管冲谁来的 结果都是要我们死 布六无声一笑 所以谢兄弟让朱青兄弟送讯来 是想让我帮你报一报这仇 谢之飞靠近布六 二语道 我的仇 我来报 布六猴肩滑动 人家是王爷 是皇亲国妻 这仇要如何报 人不死 仇就在 谢之飞慢慢作证了 总有能报的一天 有志气 布六大喝一声 谢兄弟 为了这句话 咱们也要碰一个 干 九碗一碰 各自引进 醉意又浓了半分 布六手搭在谢之飞的肩上 看似随意道 谢兄弟这一手好刀法 是跟谁学的 侍卫朱青 我的功夫都是他教我的 再无败过别的师父 没有 布六眼神微微一闪 为了查谢之飞这个人 他暗中把谢家查了个底朝天 包括他身边两个贴身侍卫 朱青根本不用刀 指使剑 他在说谎 布六眼中薄薄一层冷意 谢兄弟 布大哥有个不请之请 使管说 能不能让朱青 把他的刀法 教我几招 他叹了口气 上回腹部中箭 元气大伤 战场上刀枪无眼 我不六上有老 下有小 还不想马哥果尸 这 谢之飞拇指微抠 谢兄弟为难就算了 我一看那刀法就很不一般 指不定是朱兄弟的独门绝学 不外传的 这话说的 谢之飞是硬也不是 不硬也不是 几番思存之下 他朗声道 确实是朱青的独门绝学 不外传 一会喝完酒 我和布大哥比划比划 比划 便是让人偷个诗 父亲曾对他说过 正家刀法 除了最后两招不可教人外 余下的都可传给他人 好兄弟 来 哥哥敬你 布六大喜过望 一连朝谢之飞 敬了三杯酒 一处空地 四下无人 正是比划比划的好地方 喝了酒 谢之飞手里的刀 都有些握不稳 布六姬召化过来 他感觉到了不对 布六使的 竟然也是正家刀 坏了 难不成他也学过 谢之飞还没来得及 想好应对的办法 后背忽然重重挨了一刀背 差点莫把他胃里的酒 都拍出来 刚要还手 右腿重重挨了一刀背 这是伤腿 刚刚愈合好 谢之飞疼得冷汗 直往外貌 布大哥 你这是 话刚起了个头 胸前又挨了一刀背 谢之飞 亮枪往后退了数步 心里的 那点不服输 连同酒气 一起蹭蹭蹭往上窜 手里的刀 也顺着